不知道帮助孙明凯坑害孔雪的那个对手是谁 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实力如何 我自然不能让孔雪就这么一个人下山去报仇 可是我作为凡人 肯定是挡不住他的去路 急忙在心里默默呼唤 直接把小八姐 苏玉红 还有小如意 全都请了出来 这时 我身后不远处 何雨婷的徒弟赵诚就喊了我一句 五哥 你自己在那边干啥呢 我们这边快完事了 对于我 何雨婷还是很了解的 她知道我有天眼 能与鬼魂沟通 她急忙阻止赵诚 赵诚 不用管你五哥那边 忙你自己的工作就是了 赵诚呕了一声 继续忙自己的工作 而赵冰 还在凭借她那巧舌如簧的本事 在安慰劝说孔书 我这边看到苏玉红第一个来到 急忙指着孔雪 压低了声音说道 妈 拦住她 别让她下山 但是您别伤着她 我话音刚落 也没看见苏玉红有什么动作 只见她背后披着的大肠鼓荡了一下 再看孔雪这边 就好像她的面前 出现了一面无形的墙一般 使得她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发现异样之后 孔雪就向苏玉红看了过去 这一看不要紧 却让孔雪连连倒退了三四步 你是谁 为什么看到你我就会感到无比 巨大的 压力 这一句话最后的几个字 孔雪好像是拼尽了全力才说出来的 最后一个字说完 孔雪居然在原地 就给苏玉红跪了下来 这时小八姐和小如意也先后赶到 小八姐看了一眼孔雪就说道 煞气如此重 这生前得是有多大的怨念啊 如意 该你出手了 小如意也不多话 只说了一声 好嘞 就伸出了一只手 只见小如意那只手的手臂 瞬间变化作一根柳树枝叉 紧接着 无数条粗细不一的柳枝 就朝着孔雪延伸过去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些柳枝 便把孔雪里三层外三层地 捆了个结实 等到小如意收回柳枝 孔雪已经恢复了生前的模样 周身的黑气也已消失 只是脸色看上去苍白了许多 这时 就看苏玉红那张冷峻孤傲的脸上 也恢复了以往平静的深色 孔雪瞬间 好像压力少了很多 也站了起来 这回 她也不想着下山报仇了 而是直接转身 飘到了孔叔跟前跪了下来 什么也没说 只是不停地乌叶哭泣 正这时 山下的方向 也传来了警笛鸣响的声音 照成急忙爬上一处最高的土坡 用手电筒朝着山下晃了几下 应该是只有警察和军人 才能看得懂的灯雨 送走了苏玉红小八姐 还有小如意 我对那个法医说道 警官 您看看尸体右手的指甲缝 那法医说道 这个我已经检查过了 死者指甲缝没有东西 初步确认 应该是人体的皮肤组织 不过详细情况 还要回去化验之后再说 我说道 警官 那就是孔雪临死之前 挠了一下凶手的脸 凶手就是你们怀疑的孙明凯 我的信息只做参考 真实情况 还得你们回去化验 由于担心孔叔情绪激动之下 会接触孔雪的尸体 那样一来 很多破案的线索 也可能会被破坏 所以 三位警察 一直也没有让孔叔 靠近孔雪的尸体 不多时 山下来接应的警察 和运势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到了 孔雪被装进装尸袋 我们也下了山 那些后上山的警察问起我和赵斌身份的时候 何雨婷只说是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 回去的路上 我让赵斌扶着孔叔 上了赵城的警车 而我则开着赵斌的车 拉上了何雨婷 一路上 也把孔雪跟我说的那些事 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何雨婷 那个孔雪留下来的 孙明凯最关键的贪污证据的事 我也一并告诉了何雨婷 本以为何雨婷会痛骂孙明凯几句 可是我看他 似乎更关注对破案有关的线索 想象也是 他们警察作为人民群众的卫士 这么多年下来 要接触多少这样的人和事 哪里骂得过来啊 能够还死者以真相 还弱者以公平 这些才是他们该做的 骂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又有什么用呢 我转述完了孔雪的事 何雨婷也是 长出一口气 最后 我还特意嘱咐他 抓到孙明凯之后 一定要问出 那个在木头箱子上 布了符咒法证的人是谁 希望他能把那个人的信息告诉我 毕竟警察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即便是抓到了那个贴符纸布阵的人 也只会定一个 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罪 最多罚点款 或者拘留几天 这样的惩罚 对于孔雪来说 那就太不公平了 何雨婷没有明确地答应我 只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紫禁官到保定本就不进 等我们回到保定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的八点多了 刚一进保定市区 何雨婷就说道 老吴啊 这次谢谢你了 案里说 无论是从你和赵斌帮着破案也好 还是咱们作为老朋友也罢 我都应该请你们吃顿饭 可是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边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要趁热打铁 加快案件的侦破速度 所以 可 咱们谁跟谁啊 用不着这么客气 等你们结案了 咱上清真四街白家照 我给你庆功 之后我停下车 赵斌和孔叔也下来 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车上 何雨婷把他们的警车 从赵成手里接过来 让赵成和法医打车回局里 看着运尸车渐渐走远 孔叔再一次老泪纵横 唉 这孙明凯 可真是他蜡笔作孽啊 现在孔叔也只是知道 孔雪已经被人害死了 关于孙明凯以及孔雪的死因 我和何雨婷还都没有告诉他 回到孔叔家 何雨婷取走了孔雪留下的 那份孔明凯的犯罪证据 听说了孔雪的死讯 孔婶儿也是哭得昏天黑地 激欲晕绝 孔雪老公更是红了眼 爸 妈 把咱家小超市转让了 我再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不管花多少钱 咱们一定要给小雪讨回公道 赵斌急忙说道 用不着 你们花一分钱 警察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案子破了 接下来 孔叔给几个亲戚打了电话 报了孔雪的死讯 说等案子结束了 他们把孔雪接回家 葬礼的时候 再通知那些亲属 结果还不到两个小时 孔叔家就来了好几拨亲属 都来安慰这一家人 孔叔的那些亲属里 有几位姓孟的 还有几位姓曾的 尤其挂心孔叔家的事 我也是后来听人说才知道 原来 我们国家有四个姓氏 其实他们是一个老祖宗的 这四个姓氏 分别是孔 孟 严 曾 我们在一线紫金关 回到孔叔家以后 何宇婷取走了孔雪留下的 孙明凯的贪污证据 之后 孔叔就开始打电话报丧 来孔叔家慰问的这些人中 有几位姓孟的 还有几位姓曾的 尤其关心孔叔家的事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国有四个姓氏 分别为孔 孟 炎 曾 这几家的祖谱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不是一个姓氏 却也是一家人 流传比较广的一种说法 说的是 源于孔子 孟子 曾子 还有孔子最喜欢的学生炎回 说这四家的祖谱 都是历朝历代很多皇帝 清风御赐的 这种祖谱 称为通天谱 后来又有了孔孟炎曾是一家 见面不能乱称呼的说法 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说法 说是在商朝中期 当时朝中有一位信孔的使官 只因为记录史书的时候 忘了在书中避讳大王的名字 就犯下了灭门之罪 后来这使官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知道这件事以后 连夜提前给这位使官通风报信 使官得知消息 马上令家丁 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 连夜出城逃命 为了躲避追兵的追杀 使官还按照长幼的顺序 分别给二儿子三儿子 和小儿子改了姓氏 告诉几个儿子出城以后 各自分散逃生 此后二儿子改姓孟 三儿子改姓岩 小儿子改姓曾 大儿子还是姓孔不变 四个儿子出城之前 除了一本本家族谱 和几掉铜钱之外 再没有带上任何物品 据说在当时 世上还没有梦 岩曾这三个姓氏 这样一来 以后这四兄弟 哪怕是有一两个被抓回来 也不至于断了孔家香烟 可能是天可连剑 这四个孩子最后都顺利逃脱 并且都有香活骨血的延续 而且几个孩子身上都带了祖谱 逃出去之后 都为孔家开枝散叶 哪怕过上千年万载 孔孟岩曾的后人一旦相遇 都可以凭借祖谱 排辈与亲人相认 这便是关于这几个姓氏 两个不同版本的传说 对于第一个关于几位圣人的传说 我是更相信 四兄弟开枝散叶这个故事的 说着说着 有些扯远了 回来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很多的亲戚朋友 都来慰问孔叔一家 正这时 赵斌原来的房东李婶也来了 李婶是个热心肠 帮着孔婶招呼了一会客人之后 也把我和赵斌叫回去吃饭了 时隔多年 再次回到赵斌当年住过的那个小院 看着被李婶李叔收拾得 干干净净的小院 忽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院里没什么大的变化 我和赵斌却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仔细想想 我跟赵斌刚认识的时候 还都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毛头小子 我都这么感慨 赵斌更是摸摸着看看那回想当年 吃了李婶给我们做的驴肉水饺之后 忙了一夜 我们都困得顶不住了 李叔帮我们烧了炕 我们就直接睡觉了 好像是刚刚睡着 又好像是睡了好久 那个关于假的苏玉红和假的我的噩梦 终于在这一年 第一次如鱼而至 哎 我怎么会用终于这个词来形容呢 好像我有多盼着做这个梦似的 梦里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被浓雾包围 脚下依旧是那一滩 无波无澜 死气沉沉的湖水 我似乎还是不记得 之前曾经无数次地做过这个梦 只是这次的梦中 看到远处那个苏玉红和我的时候 内心并没有之前那么紧张恐惧了 当假的苏玉红和假的我 来到我面前时 那个我 依旧是指着我不停地谩骂 小偷 妾贼 无耻 他骂了我很多难听的话 骂得咬牙切齿 好像我们之间 有着天底下最难解开的仇恨一般 我也是被骂得 无名火起七窍生烟 你把话说明白 我怎么就无耻了 我偷了你什么 气了你什么 你倒是给我说说看 我几乎歇斯底里的咆哮 发现着心中那股 他对我无端指责的不满和气氛 本以为我的一通咆哮 会激怒他 没想到他却看了看苏玉红 然后又转头看向我 就是一阵的冷笑 呵呵呵呵呵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偷了我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 此时的我 内心出奇的平静 也不再惧怕任何东西 我什么也没偷过你的 我知道什么 还有 你整成我的样子 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也不甘示弱 这本来就是我的样子 明明就是你偷了我的 冬子 冬子 醒醒了 我睁开眼睛 原来是李婶在叫我 李婶看我醒了 又去叫赵斌 哎呀我心里这个不甘啊 刚刚梦里那个我 马上就要告诉我一些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了 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刻 却被李婶给叫醒了 可是李婶又不知道 我正在做一个这么重要的梦 我也不能怪他啊 把赵斌也叫醒之后 李婶就说道 你俩要是白天睡好了 晚上还咋睡啊 那不是把白天和晚上弄颠倒了吗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原来我们才睡了三个多小时 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看来今天我就不该知道 关于那个梦境里更多的事情 我和赵斌都打了点凉水 洗了脸刷了牙 凉水一击 我们都精神了不少 这时我才感觉到 以往做完了那个梦之后 我都会头痛两三天 这次居然没有头疼 难道是因为梦还没有做完 我就被李婶给叫醒了的缘故 冬子 小斌 你俩想吃啥 婶去街上买菜去 李婶问了一句 赵斌急忙回道 婶啊 您别忙活了 到这都一天多了 我们还没有去看望师父呢 这时李叔说道 你们孝敬师父是应该的 等什么时候忙完了 一定记得回来多住几天 辞别了李叔李婶 赵斌开车 我们就直奔保定 路上 我分别给师父斗艳童 小师妹马书涵 还有我徒弟小强打了电话 说了我们来到保定的事情 赵斌也在电话里 给师父和小师妹问了好 最后 他又给他定州的徒弟沁宝 打了电话 知道我们到了保定 沁宝和小强都表示 马上去他们师爷那里集合 知道我和赵斌到了保定 沁宝和小强 现在都有了自己的车 都表示他们手头 没啥要紧的事 马上去他们师爷那里集合 师父已经把原来的房子卖了 现在在红旗路雾美超市附近 又买了一个一百多坪的大房子 还雇了一个本地的保姆 专门负责家里的卫生 和一日三餐 师父现在可以说 小日子过得挺安逸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因为他那条瘸腿 现在还是一个人 这么多年以来 师父也谈过几个男朋友 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我和赵斌到了师父家 马书涵早就等在了师父家 一看到马书涵 我和赵斌第一时间 就把早就给他家孩子 准备的红包掏了出来 马书涵鸣嘴一笑 嘿嘿 我儿子这大舅和二舅 还真是够意思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之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小师妹也没客气 直接就接过了两个红包 在师父家吃了中午饭 我们问了师父最近的身体情况 其实师父也没比我们大多少 只是他的腿有毛病 我们又是做徒弟的 不能不关心一下 师父说他的腿平时还没什么 只是每到阴天或者降温的时候 还是会隐隐作痛 哎 都是五壁三缺给闹的呀 下午 小强和庆宝也先后都赶到了 又是一番久别重逢的激动言语 看着这两个小子 又想起现在正在长春的 唐海龙和莫小蕾 如今这关里关外的 我们萨满马家也算是遍地开化 有了传承啊 晚上 我们师徒三代 一共六个人 再一次来到了清真四街 还是当年我们常去的那家烧烤店 这家小店的服务员已经换了 可是烤串却依旧还是当年的味道 看着服务员先把酒送了上来 我马上倒上一杯 然后就喝了一大口 喝完了之后才对赵斌说道 老赵 你看 我喝酒了 一会就劳驾你开车咯 赵斌先是一愣 紧接着他也倒了一杯酒 也喝了一大口 我正纳闷 这小子想干啥 都喝酒了一会儿 谁开车啊 他却指着沁宝说道 哈哈 我有徒弟 他这话一出口 沁宝就是一代 我也不甘示弱 咋的 就你有徒弟啊 我也有 小强 这时在看小强和沁宝 正在面面相去 估计这俩人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 得有那个啥那么大 直到这时 师父才开口 今天 难得我们聚得这么切 咱们都放开了喝 大不要把车放这里 我们都打车回去 接下来 我们就是一番公愁交错 推杯换战 正在这时 何雨婷的电话打了过来 电话里 何雨婷告诉我 今天早晨 他们回到局里之后 就给石家庄警方 发去了协查请求 石家庄那边 也是快速出警 直接就把孙明凯给逮捕了 就在今天中午 他们就赶到石家庄 跟那边办理了交接手续 把孙明凯押回了保定 到保定之后 他们一刻没停 直接突审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最终孙明凯 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最后 我问起那个 在孔雪尸体箱子上 贴符咒的人的信息的时候 何雨婷说 他们有规定 不能透露嫌疑人的姓名 虽然何雨婷没有告诉我 那个人的名字 但是有一件事 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本以为 那个在孔雪尸体箱子上 贴符纸的人 公安机关也就是定一个 搞封建迷信活动 最多拘留半个月 没想到何雨婷说 那个人有知情不报 和协助作案的罪行 最后怎么量刑 还得交给法院 可是他说 以他的经验估计 那家伙最少也要五年打底 挂了何雨婷的电话 我心里暗中盘算 最起码五年之内 那个家伙 不能再为非作歹了 可是五年之后呢 看来五年之后 我还得再来一趟保定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啊 当晚 除了马书涵 需要回家照看孩子之外 我们全都住在了师傅家 第二天 用了一天的时间 打车去看望了赵姐和凯哥 还去饭店 看了徐江两口子 当天中午 就在徐江的饭店 吃了午饭 接下来 就是去看望一下 以前我和小迪住的 那个小院的邻居了 其实那个小院里 很多以前的老邻居 都已经搬走了 现在只有卖酿皮的 王哥两口子 还住在那里 本以为看过王哥之后 下午我就能去 唐县玉华的老家 看望一下大伯和三叔 两家人了 谁知道到了王哥这里 我却又来活了 到了小院 王哥家锁着门 我刚要掏出手机 给王哥打电话 这时 北边正房 原来王秀之大姐住的 那个屋子里 走出来一个年轻小女孩 看模样 也就十八九岁 长得温婉贤淑 一举一动中 也透着典型江南女子 那种优雅的气质 这一看 就是一个男方小姑娘 那小姑娘 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此时的我 手里 正提着给王哥两口子 买的两大袋子礼物 那小姑娘浅浅一笑 更加让人赏心悦目 那只那小姑娘笑完就说道 哎 你是哪嘎大来的呀 找王叔嘎哈呀 哎呀 我勒个大却 这可真是人不可貌相 小姑娘不但满嘴的大茶子味 嗓门还挺搓 我这一下愣在那里 没别过来那个劲 她却接着说道 哎 没听着我问你呀 你是嘎哈滴呀 我急忙回答 啊 我是王哥的朋友 来保定办事 特意绕路过来看看王哥和嫂子 小姑娘又上下打量 我几眼才说道 看你也不像坏淫 先上我这待会儿吧 王叔和王婶一会儿就回来了 进了他家 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 叔 不好意思啊 我家没人喝茶 只能给你倒点白开水了 此时小姑娘说话的声音 马上变得细声细语起来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开始加了 细想想也是 刚才他把我当成坏人了 那么说话 也可能是在给自己壮胆 闲聊了一会儿 我跟他说我也是东北人 以前也在这个小院住过 慢慢打开话匣子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小姑娘叫张婷娟 老家是辽宁昌途的 现在跟父母一起 都在保定打工 今天正好他休息 又聊了一会儿 王哥和王嫂也回来了 我也从他家出来 来到了王哥家 知道我也是东北人 张婷娟自己在家也没意思 也跟了过来 跟王哥聊了没几句 他就说道 续东啊 这回你来得正好 小娟家有点古怪的事 你给他看看吧 说完又对张婷娟说道 娟啊 你续东叔叔 可是你们东北的 那什么马大仙 你快给你叔说说你家的事 小院的王哥和王嫂回来之后 我就从张婷娟家出来 来到了王哥家 本以为看完了王哥之后 我就可以去玉华老家 看看大伯和三叔两家人了 没想到跟王哥聊了一会儿 王哥 却把我出马仙的身份 告诉了张婷娟 还说让张婷娟 跟我说说他家的怪事 张婷娟一笑 对我说道 我说 我们家的那个事 具体是咋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听我爸妈说什么隐藏笑了 别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吴叔 要不就麻烦你等等 等晚上我爸妈回来 再跟你细说 这小丫头 一口一个吴叔地叫着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把去唐县的行程延后了 其实 以我这唐口众位仙家的道行来说 就算是张婷娟的父母不回来 只通过张婷娟 也能查出他们家出了什么事 可是一来 人家父母不在 咱这儿就这么给人家查了 多少有些不礼貌 二来我还不知道 这孩子的家长信不信这个 万一遇到个 降脾气不信仙家的 事后 把我臭骂一顿 我倒是不疼不痒的没什么 可是我不能连累 身后仙家跟着挨骂 毕竟我也不是特别着急去唐县 所以 也就在王哥家留了下来 看我答应留下 张婷娟马上站起来说道 到了官里 咱黑鸡聊都是老乡 吴叔 我马上去买菜 王叔王婶 今晚你们都别揍饭了 今晚都去我家 跟我爸妈喝点 说完他就走了 要说这东北丫头的性格 还真就是这样 只要进了官里 看到东北人 都会感觉很亲切 想当年我在保定的时候 看到黑鸡聊牌照的车 那感觉都不一样 只是如今倒了过来 在长春看到GF打头的车牌照 还是会跟当年看到 黑鸡聊牌照时 是一样的心情 这种感觉 没有过长期离家在外经历的人 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到了晚上 张婷娟的爸爸妈妈都回来了 看到婷娟的爸妈 进了他们自家的屋子 我在王阁家却没有动 怎么也得让人家闺女 跟父母把事情说一下 如果人家父母同意 让我给看一下 自然会来找我 如果不来找我 那我们也就算是 没有这个缘分了 没想到张启明两口子 刚进屋几分钟 这一家三口 就全都过来了 这张启明 是个一米七几的东北汉子 一看就是个很好接触的人 看到他们进屋 我也站了起来 张启明爽朗一笑 哈哈哈哈 听小娟说来了东北老乡 孟家孩子都把饭揍好了 快快快 吴老弟 王哥王嫂 赶紧过去吧 孟们 东北方言 我们的意思 跟这位张大哥和张大嫂 客气了几句之后 我们都来到了他家 看着那一桌子的菜 居然还有东北的酸菜 白肉炖粉条 张大哥说酸菜 是自家腌制的 想想我们当年 馋这口酸菜 馋得跟什么似的 只是我们都不会腌酸菜 张婷娟小丫头买菜的时候 还特意买了茶叶 吃完饭 一边喝茶 张大哥也跟我说了他们家的事 原来 前不久 亭娟的爷爷去世了 一家人请假回家奔丧 老爷子临闭眼之前 最后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另立祖坟 不想埋在原来的祖坟了 在东北都有这个习俗 要是看出祖坟有什么说到的话 如果死者是年满六十周岁的男性 并且有后代传承 是可以另立祖坟的 这张老爷子就是这样 生前找人给看了 说自家祖坟里埋了一个外姓鬼 而且老爷子去世的时候 已经七十多岁了 各方面条件都满足 就请阴阳先生 给重新采了一处坟营地 要说起来 另立祖坟这事 比正常出病 还是要麻烦不少的 并不是说 阴阳先生给看好了出病和下葬的时辰 直接在新坟营地 埋了就完事了 就拿张启明家举例子 另立祖坟 需要先把张启明爷爷的英灵 先请到新的坟营地之后 才能开始安葬张启明的父亲 可是张启明的爷爷 早已经去世多年了 为了不惊动先人遗骨 阴阳先生往往会选择 以隐葬的形式 来把老祖宗的亡魂 请进新家 隐葬 是在找不到死者生前穿过的衣物 不能设衣冠种的情况下 退而求其次的一种解决办法 也就是 主家需要找木匠师傅 重新打一口 比普通棺材小很多的小棺材 然后或用纸人 或用草人 在纸人草人胸腹中 塞入死者名秽 然后放入棺中 有些地方也会直接把死者排位 放入棺中 然后按照备份排位 踩好位置 先把这具小棺材 葬入新的坟营地 之后才能安葬另立祖坟的死者 埋葬小棺材的这座坟 就称为隐葬 张启明家的事 就出在了隐葬上边 在东北 正式葬礼的这天 一般都只是简单地埋葬一下 一般做到 用土把棺材所有的部分 全都盖住 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等到第三天 再重新拉土 把坟头往高了往圆了修 这也就是东北人口中的三天圆坟 张启明家圆坟这天 不但要给父亲圆坟 还要给爷爷圆坟 按照备份 自然是先给长辈圆坟 当时连自家带亲戚家 一共出了六台小四轮拖拉机 两座坟 每座三车土 也足够了 大家把张启明爷爷的坟 给修高修圆之后 就开始给张启明的父亲圆坟 两座坟都弄好了之后 家里人烧了纸摆了供 又哭了一通 接下来也就没什么事了 就在大家都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张启明爷爷的隐藏坟 却是翘无声息地自北向南 裂开了一个巴掌宽的大缝子 当时众人都清晰地记得 给老爷子隐藏坟上土的时候 明明都已经用铁锹把土拍拾了 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会突然裂开这么宽的一条缝隙呢 张启明家圆完了坟之后 大家都要回家了 就在这时 张启明爷爷的隐藏坟 却自北向南 裂开了一个巴掌宽的缝隙 大家都很疑惑 明明刚才的土都已经拍食了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会突然裂开呢 在东北的葬礼上 阴阳先生主持完了下葬仪式 回来给主家进宅之后 也就算是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至于缘坟这天 一般也没有太多地说到 只是简单地稍稍纸上上供 然后再填填土 所以阴阳先生是不参与的 当时是白天 人又这么多 大家也没有害怕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 又把那裂开的缝隙重新填好 又守了一会儿 见没什么异常的变化 也就都回了家 接下来再来坟地祭祀 就要等到稍午期的时候了 可就在第二天中午 本村放羊的邻居 放羊回来的时候 就来到张启明家告诉他 大名字 你家老太爷的坟佑 那个啥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张启明骑上摩托车 就来到了坟地 这一看 结果自己爷爷那隐葬坟 又裂开了 要只是昨天那一次 还能解释城市土 没有压石之类的原因 可是连这两天都是这样 张启明心里也开始化活了 还好他们一家三口 在保定请的假 还剩好几天 当时张启明 也没敢再动他爷爷那座隐葬坟 回家之后 就找了葬礼的时候 请的阴阳先生 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阴阳先生 他们的身后是没有仙家的 他们对葬礼 以及祖坟风水的知识 都是从书上学来的 不过 毕竟干的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行当 对这方面的事 还是比普通人了解的多一些 于是 那阴阳先生就告诉张启明 说回去再给烧点纸 然后把裂开的缝隙重新填上 也就没什么事了 张启明回来之后 就照着那阴阳先生的话做了 之后又在家待了几天 每天都会骑摩托车 去新的祖坟前看一眼 果然是没什么事了 后来这一家三口 也就放心地回了保定 保定到东北 一来一回也是有些远 张启明琢磨着 在父亲烧午期的时候 就不回东北了 到时候 等天黑在十字路口 给父亲烧点纸 也算是尽了一份孝心 就在昨天 也就是张启明父亲烧午期的日子 还没到晚上 张启明老家的弟弟 就给他打来电话 告诉他 说是爷爷的隐藏坟 又裂开了 电话里 张启明嘱咐弟弟 不要再找之前的阴阳先生了 赶紧再打听打听 看看附近有没有特别灵验的出马师傅 今天 张启明还特意请了五天的假 准备明天就回东北 找个出马师傅 给好好看看这个事 结果刚到家 女儿张亭娟就告诉他 说 隔壁王叔家正好来了一个会看事的出马师傅 这也许就是缘分 如果我把看我王哥的日子提前一天 或者延后一天 都赶不上这个事 看来也可能是仙家指引啊 这里解释一下 在东北 这种新坟开裂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坟校了 这隐藏开裂 自然也就要说成是隐藏校了 听张启明说完了他家的事 我就说道 张大哥 别急 我马上请老仙儿给你看一下 说着 我就拿过背包 准备取香炉点香 就在这时 张亭娟嗷一声 就在沙发上淡座而起 我心道不好 心随念动 天眼也随之开启 马上 我就看见一个老太太的虚影 正跟张亭娟重合 那老太太的虚影 一晃一晃的 还冲着我笑 亭娟妈妈急道 娟儿 你这是嘎哈呀 你吴叔和你王叔都在这呢 你做啥药啊 我来不及管别的 只将全部信念和注意力 都集中在天眼之上 天眼的能力又上一层 这时就看跟张亭娟重合的 那个老太太的虚影旁 若隐若现四个大字 黄三太奶 嘿 真没想到 这张亭娟 居然也是有着仙家缘分的人 这时 就看张亭娟蹦蹦跳跳 急不来到我面前 然后身诗意里 张门府小花容 总算是等到师父了 看来离我们出头 录日四海扬名的日子不远了 说完又是身诗意里 张门府二排教主黄三太奶 见过胡三太爷弟马湘童 我放下背包 站起来还了一个礼 都是分属萨满马家 一脉相承 黄三太乃不必客气 一旁的王阁王嫂 从来没有见过仙家捆翘 此时一看 张亭娟 哪里还有一点 双十年华小姑娘的样子 分明就是一个 年近古兮的老太太的行为举止 而且 这声音也不再是张亭娟原来的声音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久力沧桑的老太太的嗓音 顿时都看得眼睛发直 张亭娟的妈妈也是张大了嘴巴 不知说什么是好 要说还得是张启明见过一些世面 就看她挠了挠头 像是恍然大悟道 我说小娟这些年 咋总是闹毛病 原来是有老仙在摸她 我没有理会别人 而是直接对张亭娟身上的黄三太奶说道 老仙家 亭娟初次被您捆翘 这还是捆得死翘 她身子薄 一时半会还招架不住您的法力 您有什么话 还请快说 黄三太奶说道 好好好 我们自家递马的身子 我们还能不疼血 这事啊 还得从一九二几年说起 原来 早年间 张启明的爷爷 也就是这张亭娟的太爷爷 那时候 是跟着东北王张作林打天下的 张亭娟的太爷爷 叫张喜年 这张喜年 当年从一个大头兵做起 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从不退缩 又因为都姓张 也就被老帅另眼相看 这张喜年 不但打仗厉害 心眼也很活泛 后来一点点的 就跟张作林的副官兼侍卫营长赵喜顺 搭上了关系 后来 一点点从排长升到了连长 当上连长之后 也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所 这天 正好赶上张喜年的生日 叫来了赵喜顺和几个要好的战友 在他的小宿舍 偷偷地喝了点酒 大家走后 他也睡下了 可是睡着睡着 就被一阵响动惊醒 点亮没有灯一看 原来是一只黄皮子 正在偷吃他们 刚刚吃剩下的日本牛肉罐头 那黄皮子看见他也不害怕 还是继续大快躲移 军营里的生活 本来就枯燥乏味 有这么个小东西 也算有些乐趣 自那之后 只要是那只黄皮子来了 他就给些好吃的 一来二去 一人一黄就处的 跟老朋友似的 有时候张喜年偷偷喝酒 也会给那只黄皮子倒点酒 后来 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 有没有人介绍 就跟邻村一个叫李大丫头的姑娘认识了 那个年代 孩子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家里简单准备之后 第二天晚上 两个人就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在家里没住几天 张喜年就回了部队 哪知刚回到部队 张喜年就赶上了直缝大战上的战场 张喜年回乡探亲 经没人介绍 就跟邻村的李大丫头成了亲 在家住了不久之后 就回了部队 回到部队之后 又开始了枯燥乏味的生活 还好有那只黄皮子 经常来找他玩 虽然不能陪他聊天 却也能陪他喝酒解闷 哪知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 就赶上了直缝大战 张喜年也跟随部队上了战场 可是 这一回却死在了战场之上 当时的张喜年哪里知道 那时跟他一起喝酒吃肉的那只黄皮子 居然就是如今捆了张廷军俏学的 黄三太奶的小孙子 这黄三太奶 在张喜年那个年代 也只是个道横中等的仙家 还没有撑起一个堂口二排教主的能力 另外 张家后人当中 这么多年下来 也没有仙家缘分很重的人 所以 这黄三太奶 一边前行修行道横 一边时时留意张家后人中 有没有仙家缘分重一些的后人 直到后来张廷军出生 此时黄三太 乃也算是聚齐了一堂黄家老仙 可是那时的黄三太奶 还没有得到铁杀山的认可 也就没有黄三太奶这个封号 所以才一边给张廷军打栽魔魂 一边继续修行 期待自己能够早日修得 胜任堂口二排教主的法力 直到昨天 这位老仙家才得到了铁杀山的批准 可以使用黄三太奶的封号 下山修行功德 虽然这位黄三太奶没说 但是我猜测 应该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堂口一些跟铁杀山有关的老仙 才会在冥冥中 影响着我来探望王阁王嫂的行程安排 这时 我就问道 黄三太奶 那这张家祖坟中的那座隐藏祖坟 为什么会笑了呢 这里又有些什么说道呢 黄三太奶又讲了起来 当年 在直凤大战中 战死的又何止张喜年一人 那场大战 简直就是尸体堆积如山 鲜血流淌成河 一下子 死了这么多人 要是把每个战死的将士尸首 都送回老家的话 一来耗时耗力 二来等把尸首送到家 早都已经臭了 在那个还不流行火葬的年代 老帅张作霖决定 效仿西方殡葬习俗 把战死的将士统统火化 之后带骨灰回凤天 沈阳 然后再由各家家属 前来认领骨灰和抚恤的银钱 这样一来 既对将士家属有了交代 也省去了不少的军费开支 当年张喜年在家里成了亲 后来就回了部队 可他哪里知道 就是成亲之后 在家里住的那几晚 却为了他们老张家的香火延续 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他在直凤大战的战场上 拼命厮杀的时候 他家里的媳妇 也就是那李大丫头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得知张喜年战死疆场的消息 一家人都是悲痛欲绝 特别是李大丫头 只享受了几天做女人的日子 年纪轻轻就手寡了 虽然挺着微微显怀的肚子 可是家里老人都上了年纪 去奉天迎回丈夫骨灰这件事 还是被他接了下来 这李大丫头到了奉天 领取了丈夫的骨灰 和老帅分发给的抚恤金之后 回到老家昌图 就把丈夫安葬了 接下来等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以后 这李大丫头也没有改嫁 而是一直守着张家过日子 时间一点点过去 张家人谁都不知道 其实当年李大丫头娶回来的 并不是她丈夫张喜年的骨灰 只因当时死的人太多了 负责捡成骨灰的兵士 又懒散了一些 也不知道把谁的骨灰 就给装到了张喜年的骨灰盒里 李大丫头也不知详情 就这么把一个不知名信之人的骨灰 给抱回了家 还安葬在了自家祖坟中 这样一来 有那个不知名信的鬼魂站着位置 张喜年的人魂想回归祖坟 也不可能了 所以 这么多年以来 那张喜年的人魂 一直就是个孤魂野鬼 四处游荡 直到前不久 张喜年的儿子 也就是张廷娟的爷爷 临死前 决定重新另立祖坟 给张喜年设了隐葬坟 他才得以重新认祖归宗有了家 所以 老爷子一高兴 就用了一点小小道横 通过隐葬开裂的意向 来通知后辈子孙 说自己很高兴 现在已经回家了 这也就是隐葬孝了的原因 以前我们讲过 人有三魂七魄 分别为天魂地魂和人魂 人死以后 七魄飘散消失不见 剩下的三魂 天魂归天 地魂到地府接受审判 受罚之后 进入下一次轮回 而人魂则留在殷宅徘徊 享受祭祀 张家另立祖坟 张喜年的人魂有了归处 他当年可是在战场上战死的 战死之人也是横死的 所以他的地魂 也就不能再入轮回 只能在地府修行鬼仙 这么多年过去 张喜年的地魂在地府 可是一直都没有闲着 况且他生前 手上也是沾了几十条 人命的鲜血 杀气极重 所以 等到以后张廷娟立堂宰的时候 这张门府老辈王的位置 自然也就是这张喜年的了 只是张廷娟 现在只有地府鬼仙 和皇家老仙 长堂的胡家和 善战的长蟒蛇仙家 还没有齐备 暂时还不能出马立堂 张廷娟身上的皇三太奶 说完了这些陈年往事 我却感觉肩上的担子 又重了一些 不知不觉 我又多了一个徒弟 而且还是悲忘 这么给力的徒弟 皇三太奶讲的故事很长 她却尽量说得严谨一概 我知道 这是因为张廷娟 第一次被捆翘 她担心这小丫头 身子承受不了 所以才说得这么快 其实啊 如果不是为了让张启明 两口子听得明白一些 这位皇三太奶 完全不用捆翘 她直接跟我对话 也能让张廷娟 少遭点罪 讲完之后 皇三太奶一刻没停 直接说道 无门府帝马 我们张门府的堂口 就认准你了 等到我们先家骑背 还请你一定要来 给我家帝马做个师父 我急忙答应一声 硬承下了这件事 那皇三太奶也马上离了身 张廷娟也随之昏睡过去 皇三太奶离身之后 张廷娟也昏睡了过去 我急忙让张启明两口子 把她扶到沙发上 之后 又给这两口子 解释了一些 他们不明白的问题 也是在这时 我才知道 原来张廷娟小学还没毕业 就得了一种怪病 这孩子 只要一到学校就开始头疼 出了校门马上就好 如果坚持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一些 把孩子给头疼的 都直拿脑袋 框框撞大墙 眼见着孩子 把墙撞得光光作响 张启明两口子 还有老师 都不敢让她上学了 省内行外 跑了好多家医院 都查不出什么问题 回来之后再去学校 还是依旧如此 两口子无奈 反正这小丫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学习成绩就一直打狼 不如索性就不让她念书了 放家里养着吧 打狼 东北方言 也就是排名在最后一个的意思 由于有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定 张廷娟不能退学 只能每年帮她去学校 办一次应病休学的手续 结果把张廷娟接回家里以后 这孩子的头 倒是再也不疼了 可是她却动不动 就是一连几天不说一句话 晚上也不睡觉 就那么坐在自己的小床上 关了灯 痴痴地望着星空发呆 除此之外 吃喝什么的还是挺正常的 只是每个月都有这么三五天 不说话不睡觉 把两口子熬得有些吃不消 为此 张启明两口子又走了不少医院 也看了很多所谓的大仙 到最后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件事 后来 时间一长 两口子看着是 对张廷娟的身体 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也就习以为常了 再后来 两口子到宝定打工 就把她也一起带了过来 就在去年 一连半年的时间 张廷娟都是好好的 再也没有过那种 几天不睡觉的状况发生 两口子感觉 这孩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就想着给她找个工作 可是张廷娟小学都没有念完 又能给她找个什么工作呢 最后 只能给她找了个 理发店学徒的工作 希望她学成以后 算是有一技之长傍身 也能养活自己 说到这里 张启明两口子知道 自家闺女身后有先家 以后要走出马的路 不由的都很高兴 看他们两个的表情 我自然知道他们心中所想 现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物质层面得到了满足 这时 很多人就会把需求重点 转移至精神层面 正是因为这样 也给出马出道行业 快速发展 提供了温床 如今 随随便便给看一件小事 哪怕只是 立个保家仙的糖攒 没有两三张大红票都下不来 所以 现在的民间 只要是一提起出马师傅 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 而是第一时间就会想 干这个是真正钱啊 这张启明两口子 得知自己女儿以后也能出马 自然第一时间想到的 也是张婷娟 以后会如何如何地赚大钱 看来这张婷娟的糖口 以后 如果由我给力的话 首先在正知正念和修行功德这方面 我还是要对这孩子多下功夫 看着两口子难以掩饰高兴的心情 我也不得不给他们泼上一盆冷水 张哥张嫂 今天你们也看到仙家显示倒横了 也知道了人死之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 同时你们也知道了 婷娟这孩子以后是要吃顶香这碗饭的 可是有件事 我不得不提前跟你们说一下 那就是 凡是干我们这一行的 死后可都是不能再入轮回的 也就是说 下辈子不仅做不成人 哪怕是想要做个哑巴畜生 都不可能了 我们死后 只能在以后无尽的岁月中 不断地修行鬼仙抓地马 听了我的话 张启明两口子 本来都还上扬的嘴角 瞬间就落了下来 婷娟妈看向张启明 那 这 没想到张启明还挺豁达 吴老爹 虽然这不是个傻好消息 但是这么大的事 我不想替孩子做主 用不了几天 我家闺女就满二十周岁了 也该是她自己做主的时候了 婷娟妈却不干了 摇晃着张启明的胳膊道 她爸呀 小娟现在还小 这事哪能让她做主啊 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启明打断了 多大算大啊 只要咱俩不死 在咱俩跟前 就一直会认为她没长大 这要是搁到旧社会 像小娟这么大的 都已经生好几个孩子了 这时 就看沙发上正睡着的张婷娟 伸了个懒腰 一翻身 直接坐了起来 小姑娘揉了揉眼睛 看了看我 我说 您把我们家看完事了吗 家里来人了 我这咋还睡着了 真不好意思啊 也不知是因为刚睡醒 还是因为害羞 小丫头的脸 居然还红了 接下来 张启明就把黄三太奶捆翘 以及关于家里隐葬祖坟的事 都跟婷娟说了一遍 最后 还把她身上有仙家缘分 以后也要出马立堂的事 也都说了一下 那边张启明 在给女儿 讲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这边却有一点疑问 正常来说 像我这样有仙家缘分的 小时候多多少少 都会跟仙家有所感应 哪怕是没有开启天眼 在仙家给感应的时候 也会很明显的 有不同一般的感觉 可是现在 张婷娟身后那一堂 皇家老仙 为什么就没有给过她什么感应呢 难道是这孩子有了感应 却特意隐瞒不说 不应该啊 按常理来说 虽然她没有开马办 仙家不能四方走八方 挪地去看事积累功德 但是他们自己家这隐葬坟的事 她自己应该还是能看的 可为什么老仙不帮忙呢 等张启明跟女儿 说完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就问道 婷娟 你以前就一点老仙的感应 也没有收到过吗 小丫头仔细回想了一下 最后才说道 我说 我以前真没有收到过 老仙给的啥感应啊 接下来 又聊了一会儿 我看天色不早 就起身离开 至于以后要不要立堂仔 反正她这四梁八柱 还没有齐备 以后时间还长着呢 也不急在这一时就做出选择 既然可能以后有师徒的缘分 今天的香火钱我也没收 毕竟 我也只是通过个人的能力 帮他们弄明白了隐葬坟的事 并没有请仙家来帮忙 走出小院 再回头看去 我不禁在心里琢磨 这个小院 曾经住过梁叔和钦慈 这两位都是道门高人 还住过我这么一位出马弟子 还有一个拥有阴阳眼的小嫡 还有一个惹了一身阴邪之气的 王秀之王大姐 如今又出了一个张庭卷 这小院到底是什么风水 怎么进出我们这样的人 帮着张启明 解开了心中的疑问 离开了小院 回头看看 我和小嫡曾经生活过的这个院子 一个疑问 慢慢在心底升起 别的院子换上几叉住户 恐怕也遇不到一个 像我这样 跟仙家学门有关系的人吧 为什么我住过的这个小院 却一下子走出来这么多 跟道门或者仙家有关系的人呢 难道是这院子的风水 注定就是会出一些我们这样的人 要是说起跟仙家有关的事 我能聊上三天三夜 可要是说起风水 我可能连出窥门禁都算不上 风水这种事 要说精通 那还得是梁叔和钦慈 可是跟梁叔认识这么多年 关于这小院的风水 他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一个字 既然他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 即便是我问了 他也不会说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 全都出自这个小院 完全只是巧合 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 摇摇头 无趣地笑了两声 我就要走出胡同打车 去找赵斌 就在这时 一阵风吹过 小八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同时 我感知到 还有其他的仙家也来了 也再次开启天眼 就看我堂口的胡天龙和黄三太奶 带着几位胡家和黄家的小仙 都来到了 我一没点香 二没看事 此时仙家出现 会有什么大事呢 正这时 一个行人骑着自行车 在胡同镜头走了过来 我靠边侧了下身 看着那行人过去之后 渐渐走远 这才给众位仙家一一行礼 天龙老仙 三太奶 众位仙家 今夜无风无浪 您几位怎么来了 黄三太奶用拐杖 指了指我身后的小院 旭东啊 刚才在这院里 给一个小花容看缘分了 是啊 三太奶 接下来 我把张婷娟家的是说了一下 黄三太奶微微一笑 呵呵呵 旭东 知道为什么张婷娟那小花容 有仙家缘分 却一直没有仙家给她感应吗 三太奶 为啥啊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黄三太奶没有说话 却把目光落在了 胡天龙的身上 我知道 这是因为张婷娟的堂口 除了清风鬼仙之外 现在才只有一排皇家老仙 而我们家黄三太奶也是皇家老仙 一笔写不出两个黄 这是由我们家黄三太奶说 多少有些不合适 所以 她才希望由胡天龙来说这个事 就看胡天龙上前一步 说道 旭东啊 也怪今天我们 所有仙家都出门执法 你身边只留了老背王 给你安排的那十尊护法 不然的话 当时也就提醒你了 我这才知道 原来今天我堂口的所有仙家 都出门执法了 关于执法堂的事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说张婷娟有仙家缘分 却接受不到仙家感应的问题 其实 这张婷娟虽然身上有仙家的缘分 却不是很重 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是出马堂口 和保家堂口中间这么个位置吧 也就是说 她这堂口 如果立成保家仙 缘分还重了一些 可要是立成出马堂口 缘分又轻了一些 就是这么个尴尬的位置 所以 她堂口那位皇三太奶 才迟迟没有决定好 到底要不要上她的堂口 这件事 张婷娟堂口的皇三太奶 也很犯愁 如果上了那个小花容的堂口 她这仙家缘分 确实是欠了一些火候 张家跟他们皇家的缘分 不过是当年自己的小孙子 陪着张喜年 喝了几顿酒而已 也实在谈不上 有什么太深的交情 可要是另外再寻别的缘分地马 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况且 张婷娟太爷爷 这样死在战场上 身上杀气重 又有过带兵打仗经验的老碑王 也的确是难找 正因如此 老仙也才迟迟没有 给她什么感应 就在今天 我第一次走进张婷娟家的时候 那一堂皇家老仙就知道了我 并且看出来 我是胡三太爷的缘马相同 我的堂口 有胡三太爷 以及我堂口这么多厉害的仙家 而张婷娟又跟我攀上了关系 这才使得那位皇三太奶下定决心 以后就抓张婷娟这个地马了 正因如此 才第一次捆了张婷娟的俏学 上身说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婷娟 没有受到过仙家感应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执法堂的话题 执法堂 顾名思义 就是执行法律法规的堂口 我们人世间特别是东三省 有着太多的出马堂口 无论是什么事物 只要是一多起来 就难免两有不齐 出马堂口也是一样 堂口一多 难免会有一些浑水摸鱼 或者黑了心肠的地马 出来借助仙家的能力 或者名声为非作歹 坑害常人 而天庭又不可能总是 及时发现这些问题 所以就甄选了一些 正知正念的堂口 在人间替天执法 这种堂口就称为执法堂口 我家长堂大教主是胡三太爷 我这堂口自然也就成了执法堂口 其实并不是说 所有的执法堂口 都要有铁沙山的老仙 这世上 大多数执法堂里 是没有铁沙山老仙的 但是 想要被天庭选为执法堂 首先堂口仙家道横要合格 如果你只是心中有正知正念 道横不行 出去执法的时候 还打不过那些害人堂口的仙家 那岂不是要闹出笑话了 其次 堂口地马必须要是心地善良 正知正念之人 这是为了防止仙家被地马带歪的 最初的仙家都很单纯 他们的心思 可没有我们人类这么复杂 一旦被封为执法堂以后 仙家被地马给带歪了 就极有可能在执法的时候 有什么隐私舞弊的行为 执法堂在人间的权利可是不小的 执法堂不但要有封堂收堂的权利 还要有遣散仙家和安置仙家的能力 在我们师门中堂口老仙大战天照大神之前 我第二次立堂宰的时候 后上堂口的那位狼天鹤老仙 就是仙家执法的时候 从别的堂口收来的 另外 执法堂仙家的执法任务 大部分都是堂口四粮八柱中 探兵负责打探出来的 也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天庭派给的任务 为了防止在执法过程中掺杂近人的情感 几乎所有的执法任务 仙家都不会通知本堂口的地马 执法堂的仙家在外出执行执法任务的时候 为了不让这次行动掺杂近人的情感 几乎所有的执法任务 都不会通知本堂口地马 这也是直到如今 我还没有参与过一次执法任务的原因 正因为没有参与过执法任务 所以我也是直到如今 才浅浅地跟大家唠一下 关于执法堂的话题 如果天庭没有这个规定 仙家每次出去执法都带上我 那我这里就又多了很多素材 现在很多文学作品 为了增加读者的爽感 动不动就会让主角带着仙家 今天封了这个堂口 明天收了那个堂口的 读者看着挺热闹 场面描写也比较恢弘 但是您就图一乐也就行了 不要太较真 但凡是能做执法堂的堂口 地马无一不是心地善良之人 如果每次仙家执法 都把本堂口地马带上 在仙家执法的时候 地马一次小小的恻隐之心 影响了仙家 那以后又会间接地坑害 多少毫不知情的普通人呢 接下来 跟胡天龙和黄三太奶 以及众位仙家告别 这时 黄三太奶却说道 旭东啊 你作为胡三太爷的地马 只要是有仙家或者地马 想请你给立堂崽的 你都不能拒绝 黄三太奶一边说着 一边又指了 指我身后小院的方向 继续道 张廷娟这小花容的心性 倒是可以 她那妈妈也没啥问题 只是她那爸爸 眼睛里全是钱财 以后你要是给她立了堂口 对张廷娟 你可要耳提面命 实时督导 以后有你操心的呀 送走了众位仙家 回想着黄三太奶 最后说的那一戏话 我做了作牙花子 如果真的摊上这么个徒弟 也是我的原法 该我承受的 躲也躲不掉 不该我承受的 求也求不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随缘吧 出了胡同 打车回到师傅家 跟赵斌说了 明天借她的车去唐县的事 跟师傅喝了一会茶 聊了一会天 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在师傅家吃了早饭 下楼检查了一下 给玉华大伯 三叔带的东西 就直奔唐县玉华的老家 还好现在这个季节 保定还不是很热 每天平均温度都在零C左右 不然的话 我从东北给大伯和三叔带的几条 三到零大鲤鱼 早就该臭了 一路无话 到了玉华老家 大伯大娘三叔三婶都很高兴 听说我回来了 大舅哥陈玉楼也从县城赶了回来 陈玉楼特意带回来很多青菜和牛羊肉片 中午就在大伯家涮火锅 本打算吃完了午饭 去玉华家 把那老房子收拾一下 谁知我们这边刚把火锅的锅底炒好 正要添汤 就有一阵风吹进屋里 我知道这是仙家来了 急忙开启天眼 就看到黄小黄正站在我面前 这黄小黄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带着肉身 一路从河北历经千辛万苦 到长春找到我家的那个小黄仙 现在 他等黄大黄 还有黄永乐黄小七 四位仙家 都是我堂口的豹马老仙 看到黄小黄 我就是一皱眉 豹马出现一定有事发生 就看黄小黄指了指玉华 大娘说道 续动 你这大娘有个侄子 车前马后官就应在了今天 可是她听说你来了 非要骑摩托来看你 我马上跟黄小黄感应了一下 小黄 马上请咱们家三太奶 把那小子帮我订在家里 我随后就到 玉华大娘的侄子 叫于伟平 是陈玉楼的表弟 近些年 虽然玉华爸爸 已经搬到了我那里 每次过年的时候 玉国和玉山 也都是去长春过年 但是我和玉华 还是会经常带着女儿 来看望大伯和三叔 第409章 三太奶显到 一来二去 大伯和三叔两家的亲戚 也就都熟络了 以前我们讲过一个 关于儿子去从军 老母亲 每天坐在窗户前 怕归的故事 也就是那家的玻璃 从来都不用擦 却永远都不会脏的故事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故事的主角 叫于伟强 大娘的侄子于伟平 跟那于伟强 就是一个家族的 以前我就看出 这哥们身上有关口 可是他不信这些事 我也就没有太深介入 今天正好我在这 又恰好赶上他的关口 那我就不能不管了 还好大家都没开始吃饭 我们也没喝酒 于是我跟大家 简单解释了几句 就跟陈玉楼 马上开车去邻村于伟平家 路上 我才跟陈玉楼 仔细解释了于伟平的事情 到了于伟平家 刚一进院子 就听见于伟平 在屋里嘶嘶哈哈地直喊疼 我知道 这是为了不让他出门 我们家黄三太奶 用了些手段 看到我和陈玉楼进屋 于伟平一脸地惊讶 这时再看他揉了揉自己的腿 难以置信地说道 嘿 旭东 你说怪不怪 听说你来了 我就要去姑姑家去看看你 结果刚要出门 我这腿就开始抽筋 现在你跟御楼哥一到 我这腿马上就好了 这可真他辣笔怪了 一边说着 他还站起来在地上跳了几下 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刚刚还抽筋的腿 这时 于伟平的媳妇 也把茶水和香烟都端了上来 于伟平媳妇 给我们倒上茶水之后 马上张罗着做饭 旭东 御楼哥 你们跟伟平先聊着 我去炒菜烙饼 旭东来一次不容易 今天你们哥几个好好喝点 于伟平跟我同岁 生日比我大了三个月 论起来 我得管他叫一声哥哥 他媳妇我自然也就要叫嫂子了 我急忙说道 嫂子 你先别忙活了 家里都准备好了 一会儿 我们就要回去了 这时 陈御楼说道 伟平啊 今天旭东算到你有关口 特意请先家挡了你一下 不然的话 你现在早就 反正你得多谢谢人家旭东 听了陈御楼的话 于伟平看着我黑黑一笑 嘿嘿 旭东啊 你说说你这人 哪哪都好 就是有时候神神叨叨的 那些哑巴畜生 还能比人厉害 于伟平这事 如果换成是别人 我肯定是马上转身就走 可是一来 也算是跟玉华 有着亲属关系 二来 我和玉华每次回来 大娘都拿我们 当自己孩子一样的疼爱 大娘就这么一个亲侄子 这我就不能不管了 听她这么说 我马上说道 伟平哥呀 有些东西 咱们可以不信 可是不能不敬啊 旭东啊 我就知道眼镜为实 我都没看见过 你让我咋信啊 我心里寻思 你就是我大娘的侄子 这要是换了旁人 我才懒得管你呢 刚刚我家黄三太奶挡着你 你都没感觉出来 你不是非要看到才相信吗 好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说道 伟平哥 你不是想看吗 今天我就让你真正见识一下 来来来 你跟我来 一边说着 我就走出屋来到了院子里 听我这么说 余伟平两口子 和陈玉楼都出来了 来到院中 我打开天眼一看 果然 黄三太奶和黄小黄 还都没走 就看黄三太奶 对我点了点头 我来到院子的大门跟前 伸手就在地上的土地上 用手指画了一条线 伟平 不管你用啥方法 只要你今天能从大门 走出你家这个院子 我就自己 拔了自己的香火头子 余伟平不相信 世间有因果 人间有鬼神 但是这哥们的为人 还是挺善良的 若说那相信因果的人 平日里积德行善 可能是出于对因果的畏惧 所以才积德行善 以徒日后能有个好的果报 像余伟平这样的不信因果之人 还能心存善念 事事都能从善的角度去考虑 这就很难得了 他本身就不相信鬼神 更不相信因果 也就谈不上对鬼神和因果的畏惧 所以才说 无惧却发自内心的修持善行 这才是最难得的 也正因如此 我才决定帮他一下 来到院子大门前 我随手就在大门口的土地上 挂了一条线 伟平 今天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是 你能走出院子 我就自己 拔了自己的香火头 一边说着 我就指了指 刚刚自己在地上画的那条线 听我这么一说 余伟平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哎呀 我还真就不信了 续动 你就在地上画条线 就能把我拦在院子里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 画个圈就管用 你以为你那手指头 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啊 哈哈 一边说着 他抬腿 就往院外走去 院子本就不大 他也是几步 就走到了我画的那条线跟前 可就在这时 他却停了下来 续动 咱这么干玩 也没啥意思啊 要不咱挂点啥 他说的挂点啥 指的是读点什么的意思 我只是微微一笑 哈哈 好啊 伟平哥 你说挂啥吧 一直以来 陈御楼都只是知道 我看事挺准的 却从来没有真的见识过 仙家的本事 看余伟平跟我挂赌注 他却着急了 哎呀伟平 还挂啥呀 你就一步跨过去 不就完事了吗 余伟平却是一摆手 御楼哥 别着急 续动 你说的 那啥拔不拔香火头的 我也不懂 咱们这样吧 一会儿 咱俩要是谁输了 就多喝三瓶啤酒咋样 我只是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这时 余伟平也不再磨叽了 他往后退了几步 双手往身后一背 舔着胸脯就往前走 眼看着他离我化的那条线 越来越近 最后 终于再迈一步 就要跨过地上那条线了 就在这时 就看旁边的黄三太奶 拿起手中拐杖 就朝着余伟平的左腿指了一下 马上 余伟平哀悠一声 就跌坐在了地上 本以为经此一事 他的观念也该转变了 没想到这小子坐在地上揉着腿 就开始自言自语 今天这是咋了 这腿咋 总是抽筋呢 难道是缺盖了 回头得让我媳妇 给我熬点大骨头汤 好好补补 见他没有跨过那条线 黄三太奶也收了道横 余伟平重新站起来 马上抬腿 就要继续往院子外边走 于是 黄三太奶故技重施 她又跌坐在了地上 如此反复了几次 她还真的 就没有走出院子 不过她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她只要靠近 我画的那条线 腿就会抽筋 只要离那条线稍远一些 马上就没事了 我猜她此时内心之中 应该是对仙家 开始半信半疑了 不过这小子爱面子 就是不肯认输 就看她站起来 拍打了几下屁股上的尘土 玉楼哥 续动 你俩在这等着 说完这小子 就奔着院子里的摩托车 走了过去 我知道她今天有车前马后的关口 本来应该拦着她 不让她碰车的 可是一想到有仙家在这 她也出不了什么事 也就没管她 就看她跨上摩托车之后 马上就打着了火 缓了几下油门 脚下一踩挂上了档 手中离合器慢慢松开 那摩托车载着她 就奔大门口冲了过来 这小子如意算盘 打得倒是不错 她一定是想 即使腿抽筋 自己坐在摩托车上 摩托车的惯性 也能把她带出院子 只要出了院子 那她就赢了 就在那摩托车载着她 马上要越过我画的那条线 冲出院子的一刹那 摩托车前轮距离地上的 线一米不到的距离 前后刹车同时爆死 摩托车也停了下来 本来车子刚刚启动 她给的油门也不大 此时发动机也被憋得灭了火 可是摩托车突然停下 于尾平也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向左边倒了过去 事发突然 我和陈玉楼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尾平的左腿就被压在了摩托车油箱下面 当我和陈玉楼合力把她那台前江125给扶起来的时候 于尾平坐在地上却没有站起来 陈玉楼说道 这也太深了 这回我是彻底扶了 尾平 起来啊 就看于尾平眉头紧皱 额头已经渗出了细腻的汗珠 我心到不好 就听于尾平说道 你俩扶我一下 我这条腿可能是受伤了 扶着尾平靠墙坐下 我马上回车里取出香炉 在院子里就点了三根香 请来了白玄亮 白玄亮只是看了一眼 就告诉我 说于尾平的小腿禁鼓 被摩托车油箱给压得已经鼓裂了 这是她的关口带来的伤 白玄亮不能给她治 需要去医院 来不及管别的 把尾平媳妇从屋子里叫出来 简单说了一下 我们就把尾平抬上了车 尾平媳妇急匆匆锁了门 我们就一路直奔唐县县医院 到了县医院 拍了片打了石膏 忙完了所有的事 御楼才给家里打电话 说了尾平的事 大家都还没吃饭 我去街上打包了一些驴肉火烧 又帮着买了一些日常用品 大家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直到这时 我才有时间回想 当时在尾平家的每个细节 当时尾平骑着摩托车 马上到大门口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 其实是在黄三太奶那边的 我看黄三太奶 什么都没有做 尾平的摩托车就那么停下了 也正因为我的注意力 都在黄三太奶那边 所以在摩托车倒下的一瞬间 才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正这时 感应到仙家到来 我也打开了天眼 来的正是黄三太奶 黄三太奶看了看尾平 对我说道 旭东啊 虽然三太奶 我能帮你 把她拦在院子里 可是凡人身上的关口没破 对于她该走的路 该受的罪 我们仙家也不能强行干预啊 能给她提个醒 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 本来以为有仙家在一旁 与尾平不会有什么事 可是听了黄三太奶的一席话 我才知道 原来在关口没破之前 仙家除了提个醒之外 是不能强行干预凡人命数的 天快黑的时候 大伯大娘 还有陈玉楼媳妇 都来到了医院 看着大娘对侄子那心疼的眼神 我心里很是愧疚 大娘 没能帮尾平挡了这个关口 我 旭东啊 大娘理解你 该着她遭这一场灾 挡是挡不住的 也怪尾平这孩子脾气太降了 一边说着 转头又看向余尾平 尾平啊 这回信不信啊 以后还降不降了 此时 余尾平的麻药劲刚过 腿正式开始疼的时候 这小子忍着疼痛说道 大姑啊 这一回我是信了 也真服了 这代价这么重 我要是还不信 那可就太 那个啥了 还幸亏今天有旭东在 不然的话 我这还指不定出多大事呢 接下来 陈玉楼请客 在附近的饭店吃了晚饭 赶上这个事 我也不能马上离开 就给赵斌打了电话 简单说了这边的是 让他第二天来唐县县医院 取回他的车 他没什么事 就可以回长春了 我要帮忙照顾几天余尾平 之后 我自己坐火车回长春就好了 第二天中午 赵斌就到了 他给余尾平买了不少水果 又给伟平包了个红包 之后就回了保定 在医院陪了伟平几天 我也重新回到了玉华老家 在三叔的帮助下 找邻居帮忙 把玉华家老房子 又简单地修缮了一下 又用了一天的时间 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第二天 上山看了看狼天威的那些后世子孙 国家保护生态环境 狼天威的那些曾孙重孙的队伍 也得到了壮大 此时 被玉华爸爸和玉国玉山养大的狼赛虎 已经成了新一任的狼王 给他们带了不少的腊肉火腿 和牛肉干之类的吃食 坐在狼天威的洞府中 身边围着狼群 跟狼天威聊着当年的往事 这时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洞外 一棵野山枣树上 当年 狼天威和小八姐度雷劫的时候 那棵枣树就曾经被天雷劈过 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棵枣树比之从前 可是又长到了不少 当年天雷劈过的痕迹 如今细看还能分辨出来 还幸亏这里有群狼把手 一般人不敢到这里来 不然的话 早都被那些做纹丸手串的 给弄回去上车床做成手串了 接下来 回到宝定 跟宝定的这些亲人朋友 又喝了两天酒 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回长春 我买的是个硬卧下铺的票 火车刚到北京 对面空着的三个铺位 就上来一家三口 两个家长应该比我大几岁 他们的女儿约莫十岁左右 小姑娘鹅蛋脸 额头前流着刘海 水汪汪的杏河眼 笑起来就弯成两个小月牙 甚是可爱 不过这小姑娘的腿 好像有毛病 上车时一直都是她爸爸背上来的 这小姑娘一上车 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孩子身上的仙家缘分 怎么这么重啊 心中默念就请出了小八姐 随后 我又开启了天眼 这一下 更令我惊讶了 就看那小女孩的左眼中 一直有金红色的微光 在隐隐闪烁 这时 就看那小姑娘 看了看她的爸爸妈妈 见爸爸妈妈都在摆弄行李 并没有注意她 小姑娘伸出食指放在嘴边 对我做了个虚 的手势 接着 同样对小八姐 也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看来这孩子的那只眼睛 比小迪的还要厉害一些 小八姐 可是铁沙山正统的胡家老仙 这孩子不但不惧怕 还能跟小八姐交流 只是 刚刚我还感应到 有仙家在跟着这个小姑娘 可是小八姐出现以后 那些跟着小姑娘的仙家 就全都隐匿了行踪 这时 小姑娘的爸爸妈妈 安顿好了行李箱和背包 都坐到了小姑娘的下铺上 接下来 小姑娘却突然开口了 就看她伸出小手 五根手指都指向了我 显得很有礼貌 声音却是稚气未脱 爸爸 妈妈 这位就是我的师父 啊 啥情况 我这怎么又凭空 多出来一个图点 哪知那小姑娘刚说完 她妈妈急忙按下 她还指着我的那只手 哼 兄弟 对不起啊 我这闺女这里有点毛病 您多包含啊 一边说着 她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妈妈这么一说 小姑娘马上不干了 妈妈 我脑子没问题 我知道 她叫吴旭东 吴旭东就是我师父 不信你们问问她 她是不是叫吴旭东 这下 我更惊讶了 这小姑娘 也太厉害了 什么都没做 居然能看出我的名字 在出马弟子当中 仙家道横高一些的 一般也能帮助帝马 看出陌生人的名字 可是 自从看到那小姑娘之后 我的天眼 几乎都是处于开启状态的 没有任何仙家帮她 她就能看出我的名字 这还不是我最震惊的地方 令我最震惊的是 我可是胡三太爷的帝马 而且 身边随时都有护法 如果有仙家 想要窥探我的堂口的话 护法都会帮忙挡着的 如今护法却没有挡着她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问题 只是在脑中 电光石火一般闪过 我看了看那小女孩 然后对她妈妈说道 大姐 你闺女说得没错 我确实就叫吴旭东 我这话一出口 那女孩的爸爸妈妈 都瞪大了眼睛 小女孩却拍着手说道 你看你看 我就说我脑子没毛病吧 这位果然就是我的师父 小女孩一边说着 还把两只胳膊伸向我 师父 我都找了你九年了 今天总算是找到你了 师父抱抱 我看了看那小女孩的爸妈 当着人家孩子父母的面 去抱人家的孩子 怎么说 也得争得人家父母的同意啊 这时 就看小女孩的爸妈对视了一眼 他爸爸就把她抱起来 给我送了过来 此时 我上铺的两个大哥 也探出头 来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无奈 我只好从女孩爸爸的手里 把那小女孩抱了过来 这时 小女孩的爸爸 看了看我上铺的两个人 欲言又止 几秒钟后才说道 兄弟 等到了唐山 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下车 咱们去我家再说 从宝定回长春的火车上 我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小女孩 小女孩总是语出惊人 开口就跟她爸爸妈妈说 我是她师父 这就很令我吃惊了 后来小姑娘 还说出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更加震惊 后来 我直接就跟小姑娘的父母说了 我确实叫吴旭东 本以为我说了我的名字之后 小姑娘的父母 也会跟我一样的吃惊 哪知这两口子的脸上 一点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小女孩的爸爸 还邀请我去她唐山的家里做客 我心想 小姑娘在探查我名字的时候 既然没有仙家拦着 那就说明眼前的三个人 最起码不是什么坏人 于是就点了点头 好啊大哥 我就跟你们去一趟唐山 见我答应了去她家 小女孩在我怀里 马上笑颜如花 好啊好啊 师父要去我家了 说完还回过头去对她爸妈说道 爸爸妈妈 我就说咱们这次出门 一定能遇到我师父吧 你看朵朵没有骗你们吧 我上铺的两位旅客 刚才还探出头来 观察我和小女孩一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这时 中铺那哥们又重新躺了回去 看他躺了回去 上铺那哥们也躺回了自己的铺位 这俩哥们一看就是经常出门的 这防人之心也太重了 估计他俩 是把我和小女孩一家 当成一伙的骗子了 他们肯定以为 刚刚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们提前准备好 故意演给他们看的 目的就是 最后给他们算卦 骗他们的钱 不过出门在外 多长个心眼 总是没有坏处的 不去管商铺那两位 我们继续聊天 这时我才知道 小女孩名叫斯兰朵 乳名叫朵朵 她的爸爸斯庆勋 在唐山开了两家汽车修配厂 朵朵的妈妈张兰 平时没什么事 只是在家相夫叫女 就是个全职太太 朵朵今年九岁 在三岁多的时候 这孩子很不幸得了脊髓灰之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 这孩子是不幸的 同时也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 小小年纪 就要长期承受病痛的折磨 幸运的是 投胎到了一个经济条件 还不错的家庭 这么多年以来 她的父母 一直也没有放弃过 对她的滞留 当时发病的时候 斯庆勋两口子 及时把朵朵送到当地小医院 给打了一针强心针 这才算是把朵朵的小命给保住了 虽然小命保住了 可是各种后遗症也出现了 最严重的时候 朵朵不仅说话口齿不清 同时四肢也不听使唤 那时候的朵朵 在床上坐都坐不住 只能长期躺在床上 后来 朵朵四岁半的时候 在报纸上看到 北京有专攻这个病症的专家 要去山东坐诊 于是就把朵朵带到了山东 从那时起 朵朵也开始了 长达八次的断骨手术 即便如此 治疗到了最后 最多也只能保证 朵朵可以坐在床上 至于下地走路 就想都不用想了 就在半年前 朵朵做完了第五次断骨手术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国家引进了 进口的人工基建 可是 接下来又出现了 一个两难的选择 人工基建移植之后 如果没有出现排异反应 朵朵以后还能 主着双拐走路 可是一旦发生了排异反应 那朵朵这辈子 都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家里几乎所有的亲戚 都说要保守治疗 不愿意让朵朵冒这个险 最后还是朵朵妈妈 张岚立牌众议 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希望 我也要为我闺女 去争取一下 要是真的出现了排异反应 也是朵朵的命 最起码等她长大以后 知道我们为她 做过最大的努力 没有放弃过她 就这样 两口子给朵朵 做了人工基建的移植手术 要说朵朵还真是幸运 这次在北京手术之后 还真的就没有发生排异反应 现在 她的上半身 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用不了多久 她就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 听了朵朵的故事 我这心里 可真不是个滋味 才多大的孩子啊 就要承受堪比酷刑一样的 病痛折磨 唉 由于有我上铺那两位旅客 我们也不方便谈 关于仙家悬门的事 这一路上 就只是聊一些平常的事情 后来 斯庆勋还说 这几年下来 也多亏了她的哥哥和弟弟 他们两口子 要经常带着朵朵出来治病 家里的两个气修厂 一个就托付给她大哥 私庆功照看 另一个 则是由她弟弟 私庆臣带她管理 这时 张岚就朝着朵朵 伸出两只手 来 朵朵 该回你自己床铺上了 你师父抱了你这么长时间 把你师父腿都压骂了 哪知朵朵却一下子憋过头 更加用力地抱住了我的胳膊 就好像她一松手 我就会跑了似的 没事的私大嫂 我喜欢孩子 我女儿比朵朵还大呢 现在还时不时地找我撒娇呢 我笑了笑说道 不知不觉 我们到了唐山 下火车的时候 私庆勋要背着朵朵下车 可是朵朵却非要我背着 那感觉 好像我才是她亲殿 朵朵长得可爱 又这么信任我 我也挺喜欢这孩子 也就依着她 背她下车 把她背到后背上 我才感觉到 这孩子的左腿 也太细了 拖着她的时候 感觉那条左腿 比她自己那小胳膊还要细 唉 这孩子真命啊 出了车站 我们打了一辆车 来到了一个叫做唐方镇的地方 后来 我又来了几次唐山 也算是对这里了解了一些 这唐方镇 位于新唐山的西南方向 因为梅河流经此地 当地人在梅河上修了一座桥 所以 唐方镇又称唐方桥 又因为沿着梅河 从唐山明河岩庄 到丰南虚格庄 这一段流域 唐山人民一共修了七座桥 而唐方桥 就是这七座桥中的第五座桥 所以 当地很多人 也管着唐方镇 叫做五道桥 同时 这里也是军事重镇 直到如今 唐方桥梅河沿岸 还保留着当年小鬼子 留下的三层碉堡 地震以后 唐山重新规划 如今的道路 宽阔又笔直 我们没拐几个弯 出租车就停在了一处小院门前 在唐山火车站打了个出租车 我们就来到了唐山唐方镇 最后 出租车停在了一个小院门口 下了车背着朵朵走进院子 仔细打量这个院子 这院子还真是宽敞 隐蔽墙停车位 锦里池全都有 院子里 还有一个小凉亭 凉亭里除了长椅 还有一挂绳索不太长的鞦韆 应该是给朵朵准备的 一栋三层小楼 虽谈不上气势辉煌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算是极其奢侈的别墅了 不知道是什么样规模的两个气修厂 才能有实力 建起这样一处轻奢豪宅 司庆勋早就给家里打过电话 所以 很多亲戚都提前等在家里 想看看朵朵这次人工基建移植的效果 大家都不认识我 看到朵朵在我背上 都微微有些压抑 司庆勋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只说 我是他的朋友 此时 朵朵好像也特别懂事 并没有继续叫我师父 在众人面前 只是叫我吴叔叔 进楼屋 保姆已经把菜准备得差不多了 吃饭的时候 由于司庆勋有意回避 跟仙家有关的话题 众人问起我是做什么的 我也只是说 在长春开浴池的 并没有提别的 饭后 喝了一会茶 把大家都送出了门 大家走后 司庆勋的大哥司庆功 还有弟弟司庆辰 却留了下来 我们回到一楼客厅 庆功庆辰这哥俩 就一人握着我的一只手 司庆辰声音都有着颤抖了 兄弟 判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把你给判来了 这下我侄女的苦日子 可是熬到头了 司庆辰这一句话 却把我搞得满头雾水 庆辰哥 听你这话 你以前就听说过我 司庆辰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怎么能叫听说过呢 那可是太听说过了 来来来 咱们坐下聊 坐下之后 司庆勋和张兰 就从头到尾的 给我讲述了 关于朵朵的事情 司庆勋小时候 家里条件并不好 初中刚毕业 就步入社会 在一家气修厂 做了学徒工 学成之后 在那家气修店干了两年 也是在那段时间 认识了她的老婆张兰 后来 司庆勋攒了点钱 在家人和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还有张兰家也帮衬了一些 她自己又带了一些款 就在市里开了一家气修店 不久后 她也跟张兰结婚了 可是婚后一直过了四五年 张兰就是没有怀孕的迹象 那时 两口子已经差不多还完了外债 手里也算有点小钱 在唐山本地 还有石家庄 宝定 以及北京 跑了不少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两个人都有问题 而且还是治不好的那种 换言之 两口子这辈子 都不可能有孩子了 咱们中国人向来重视 后代延续香火传承 这样一来 两家的老人 也都跟着上火 后来 为了孩子的事 两口子就琢磨 医院看不了 要是找民间的巫医 或者先生 说不定还有解决的办法 接下来 听说哪里有比较厉害的道士 或者看事很准的先生 不管多远 他们都要去看一下 听说哪座庙里的 宋子娘娘很灵验 他们也要去拜一拜 这中间 他们还四处逃换 偏方秘方 那段时间 各种偏方秘方 两口子 简直就是当饭吃当水喝 可是半年多时间下来 依旧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后来 也不知在哪个神棍那里 弄到一个秘方 终于吃出了问题 那天晚上 两个人喝完了药 就都睡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 却都没有醒过来 直到思庆勋母亲 来叫他们吃早饭 才发现 两个人出了问题 送到医院 又是洗胃 又是输液 好一顿折腾 两人才脱离危险 众人都不知道的是 张岚在昏迷的时候 记忆中非常清晰地 做了个梦 听她描述 那个梦境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是一景 她这个梦境的场景 跟我梦见那个 假的苏玉红 和假的我的时候 怎么那么相似呢 梦里 她也说不知道 自己在什么地方 四周围全是浓重的雾气 只感觉脚下 是一片死水 并没有石垫 抬头也看见 天上的日月星辰 也不知道是白天 还是黑天 说是白天 又感觉周围很暗 说是黑夜 四周一点灯光 也看不了 却有光亮 这时 她也是 感觉自己的身体 一动都动不了 就连手指 都做不出什么轻微的动作 想说话也说不出来 整个人就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就在这时 远处出现了一个 模模糊糊的人影 离得近了一些 张岚才依稀看清 那是一个拄着拐杖 微微有些驼背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 走到她跟前 围着她左三圈 右三圈地 转了好几圈 最后 老太太伸手在她右手中 指第一和第二关节的侧面 摁了两下 大娘 您是谁啊 我这是在哪啊 一句话说完 张岚不禁抬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自己现在却能说话了 而且 身体也可以自如地活动了 老太太看着她笑了笑 一脸的慈爱祥和 想要孩子吗 只是这五个字 再加上周围环境 轰扑着气氛 张岚就知道 自己遇到了高人 她马上跪了下来 想 想 想 大娘 我做梦都想怀个孩子 求大娘给纸条明路 老太太又是微微一笑 张岚 你命里本无子嗣 可是老仙 我却可以送你一个不带伴的 张岚一想 没有儿子有女儿也行啊 只要是 自己跟丈夫生的孩子 管她是男孩还是女孩 张岚疯狂点头 行行行 男孩女孩都行 此时老太太收起笑容 一脸严肃 这孩子我可以给你 不过 老仙我要提前跟你说好 你家这孩子长大以后 可要替我办事 此时的张岚 一心想着 能有孩子的事 哪还管孩子长大之后的事 马上就把这件事给硬撑了下来 见她答应了 老太太就说道 等你醒了以后 不要再吃任何的偏方了 等到明年三月三 跟你丈夫去我那里接孩子吧 张岚又是疯狂点头 好好好 我再也不吃偏方了 大娘 您家在哪啊 我要去哪接孩子啊 这时 就看老太太转身就走了 张岚想追上去 可是一迈步才知道 自己又是一动都不能动了 老太太走出很远 才给她传过来一句话 宝居生翅九中天 八宝云光铁沙山 哈哈哈哈 思庆勋两口子 由于乱吃偏方 后来昏迷住进医院 在昏迷中 张岚做了个梦 梦中 一个老太太说 要送给她一个女儿 并提出要求 等孩子长大以后 要替她做事 最后 那老太太告诉张岚 明年三月三 去她那里接孩子回家 张岚就问老太太 自己要去哪里接孩子回家 老太太走出很远之后 才给她回道 宝居生翅九中天 八宝云光铁 沙 山 老太太说完便离去了 这之后 张岚依稀记得 自己好像是又进入了沉睡之中 后来也不知又睡了多久 最后醒来的时候 只觉得全身乏力 四肢僵硬 还伴随着隐隐的头痛 这时 公公婆婆以及自己的父母 还有两家的兄弟 都围在病床周围 等待两口子醒来 张岚和丈夫思庆勋 两个人都还算是比较稳重的人 虽然两口子 很是相信仙鬼精怪之类的事情 可是梦中之事无根无由 自己也不能把这捕风捉影的 是四处宣扬 张岚也就没有跟家人提起 梦中老太太说的的事情 如果梦里老太太说的事 真的能成的话还好 可要仅仅只是个梦而已 那亲人们 岂不是空欢喜一场 等到张岚醒后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 思庆勋也醒了过来 两口子住院期间 一直都有亲人朋友前来探望 两家的父母和兄弟 以及张岚的肘里 也是几乎不离左右 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独处的时间 可是梦里老太太说的是 就像生了根发了牙一般 一直在张岚心里惦记着 后来 又在医院休养了几天 两口子也出院回了家 回到家的当晚 两口子送走了前来探望的 亲戚邻居之后 家里只剩小两口了 这时 思庆勋却很是神秘地 把媳妇拉到客厅的沙发上 媳妇 咱俩刚进医院昏迷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怪梦 张岚一听 马上瞪大了眼睛 啊 老公 我那时候也做了一个梦 接下来 两口子就把自己梦中的经历 跟对方说了一下 结果 那天两个人梦中的发生的事情 除了是两位主角互换之外 其他的情节 还有梦中老太太说的话 都是分毫不差 也就是说 思庆勋也跟张岚 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 这一下 两口子也就更加重视这件事了 接下来 就有一个难题摆在了小两口的面前 梦中老太太留下了两句称语 宝居生翅九重天 八宝云光铁沙山 这两句话中 只提到了一个地名 铁沙山 他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 谁也没有出过远门 这铁沙山究竟在哪 两口子谁都不知道 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铁沙山这个地名 于是 小两口马上打开电脑 就搜了一下铁沙山的位置 这一搜不要紧 居然一下子就搜出来几千条答案 他们接连点开了十几条搜索结果 目标无意不是指向辽宁本西 也是在这时 他们对铁沙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 后来看到 就连神话小说 《风神演义》中 关于燃灯一破石绝阵这一回 江子牙大破风吼阵时所用的定风珠 居然是来自这九顶铁沙山的八宝云光洞 这一下就跟老太太那两句称语中的八宝云光铁沙山对应上了 两口子更是激动不已 对铁沙山也更是心向往之 也就更加坚信了梦中之事绝不是净花水月 而是两个人的诚心感动了神仙 当时 他们在电脑上的搜索结果中 还有很多是有图片和视频的 他们也都一一点进去查看了一下 就在这时 一幅图片同时引起了两口子的注意 那图片上是一处被世人供奉的仙堂 仙堂之中供奉着两尊神像 左边是一位男仙 男仙约莫七十多岁的容貌 端坐在椅子上 虽说面目和善 却是不怒自威 右侧则是一位女仙 看面容也是年鱼古兮 一手托着一柄玉如意 头上根根银丝如寒冬白雪 也是端坐在椅子上 慈眉善目地俯视着云云众生 看到图片上供奉的老太太 两口子都是吃惊飞小 这不就是自己 在梦中梦见的那位老太太吗 在梦中 除了那老太太手中 没有拿着玉如意之外 其他的装束以及容貌 几乎都是一般无二 两口子接着往下 看对那张图片的注视文字 这才知道 那老太太 原来是在东北鼎鼎大名的黄三太奶 这一夜 两口子激动得谁都没有睡好觉 商量着 等到明年三月三 一定要去辽宁铁沙山拜夜一番 两口子也都坚信 神仙一定会让他们不需此行的 接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口子再也没有吃什么偏方补药 转过年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山野间一派欣欣向荣 让人看后 不免心生无尽希望 三月初二 两口子安排好了汽修店的事 就来到了辽宁本溪 找了一家宾馆 当晚就住在了本溪 第二天一早 两口子简单吃过早饭 就直奔铁沙山 历年来 每逢三月三 六月六 九月九这些大日子 都是铁沙山香火 最为旺盛的时候 一路上 人头攒动街肿摩肩 数不尽的善男性女 和身带缘分的弟子 都会来此拜夜黑妈妈 胡三太 也黄三太奶 长眉大仙等等众位仙家 还有很多正义龙门的道家子弟 前来朝拜东北道教 开山祖师郭守珍 四庆勋张岚两口子 怀着一片虔诚之心 刚刚踏上铁沙山南天门的 第一层台阶 却马上就感受到了阻力 看着身边游客 一步步踏上台阶 都好像毫不吃力一般 可他们两个却感觉 前方的空气 都好像凝实了一般 每往前走一步 都感觉阻力重重 不仅如此 就连他们身后 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在拖拽着他们 不让他们登山 可是此刻 两口子球子之心 坚如磐石 仿佛身上有着无穷的力量 任何的阻挡和拖累 都能一一克服 一路上 但凡是遇到一个香炉 两口子都会供上一柱清香 然后前程叩拜 同时 他们每上一次香 叩拜一次 就会感觉身体轻松一点 话说这九顶铁沙山 虽名为九顶 实际上却只有五座峰顶 分别为中峰原始顶 北峰真五顶 南峰林宝顶 东峰玉皇顶 本峰太上顶 只因从东 南 北 三面仰视 都只能见到三个峰顶 三三见九 过得名九顶铁沙山 这一天的时间 斯庆勋两口子 只登顶了原始顶 和真五顶两座峰顶 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可是一天下来 除了累 别的都很正常 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 斯庆勋两口子 拜夜铁沙山 第一天非常吃力 只是登顶了 五座峰顶中的两座峰顶 可是一天下来除了累 却全然没有任何收获 两口子也不灰心 决定第二天 再来登顶剩下的三座登顶 当晚 回到本溪的宾馆 两个人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吃过晚饭 以后就睡下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 两口子又来到铁沙山 今天的游客和信众 明显比昨天少了很多 这一天 两口子先是登顶领宝顶 中午在山上吃了自带的面包 下午开始登顶玉皇顶 当二人呼吃带喘地 登上玉皇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下山之后 眼看着日以西斜 这一天又是一无所获 不过今天他们两个 却感觉没有昨天那么累了 第三天三月初五 两口子特意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之后开始登顶仅剩下的太上顶 说也奇怪 这次爬山登太上顶 他们却没感觉像之前那么吃力 好像比以前在别的地方爬山 还要轻松很多 三天以来 这两口子一如既往的 只要见到香炉 就会烧香叩拜 等到他们在太上顶登顶以后 两口子也在三天时间里 把铁沙山所有的先尊圣贤 无意遗漏 全都拜了一个遍 两人登上太上顶 还是没有任何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发生 司庆勋掏出纸巾 边给张兰擦汗边说道 老婆 看来我们做的那个梦 也只个梦而已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看来我们天生命里 就不会有孩子 竟然是听天命吧 张兰却不这么觉得 老公 我们一定还有没做到的地方 这次来铁沙山 没有得到一个结果 我是不会回家的 明天我们再重新在各个封叩拜一遍 这回 我每登一个封顶 都要一步一个头地磕上去 我就不信 我这诚心感动不了老天爷 见媳妇为了孩子 竟能如此虔诚 司庆勋也同意了张兰的决定 好 媳妇 明天我陪你一起 咱们一步一个头刻上山顶 二人眼神中的坚定 仿佛撞了南墙 也不会回头 到了黄河 也不会死心 接下来 两人就开始下山 下山的路还没走到一半 两人都有些口渴 司庆勋就张罗着坐下 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于是 两人就坐下来 靠在一块岩壁上 一边休息 一边聊天 可是聊着聊着 两人都是困意袭来 慢慢地 居然都睡了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 好像只是几分钟 也好像是过了一两个小时 张兰先从梦中醒来 看丈夫还在睡着 她急忙唤醒了司庆勋 老公老公 我又梦见那个被东北人 称为黄三太奶的老太太了 司庆勋也是难掩心中喜悦 老婆老婆 我也是我也是 我也梦见了 原来 两人靠在岩壁上睡着以后 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梦里还是那一潭死水的湖面 四周依然是雾气招招 一片朦胧 黄三太奶 渐渐穿越层层迷雾 来到他们跟前 黄三太奶告诉他们 此行大事已成 可以回家静候佳音了 又得黄三太奶梦中报喜 梁口子如何能不激动 梁口子下山 回到唐山 直到此时 这梁口子 还是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任何人 直到半个多月以后 张兰本该来到的立架 却没有来 担心市值不准 梁口子特意在唐山 跑了三家医院 检查结果都显示 张兰已经怀孕了 小梁口这才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 跟梁家父母都说了一遍 梁家老人听后 也都是倍感惊讶 得知张兰怀的是个女孩 梁家老人 也都没有一点点失望 毕竟有了这个孩子 等梁口子以后上了年纪 也算是能有个依靠 都说是一朝怀胎十月分娩 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 张兰跟别的孕妇不一样 她一点怀孕的反应也没有 就连孕兔也是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每次去医院做产检 也都没什么问题 后来直到朵朵顺利出生 也没有什么事情 为此 私家还连着摆了三天的流水席 再后来 直到朵朵满月以后 梁口子才觉得 这孩子有些不正常 这孩子除了出生的时候 哭了几声之外 一个多月以来 却一次都没有哭过 按理说小孩子不哭不闹 父母家人都能省心不少 可是这孩子一次也不哭 好像也不太正常 哪有小孩子一次也不哭的呀 又跑了好几家医院做了检查 都说朵朵没什么问题 一家人才算是放心 再后来 朵朵两岁半了 已经能够含糊不清地 说一些简单的话了 可是 由于朵朵刚学会说话 咬字很是不清 平时她说话 也只有思庆勋两口子 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那些不经常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人 只知道她在咿咿呀呀 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这天 汽修店的工人孙鹏来家里 跟思庆勋谈店里的事 这孙鹏是思庆勋的徒弟 当年思庆勋还在给别人打工的时候 他就带着孙鹏 两个人年纪相仿 可以说既是师徒 也是铁哥们 思庆勋信得过他 店里很多比如进货 对账 入库 出库之类的事情 思庆勋忙不过来 都会交给孙鹏去办 这孙鹏 已经俨然成了思庆 勋气修店的副总 孙鹏来了之后 先跟朵朵玩了一会儿 朵朵咿呀呀的 说什么他也不明白 只是笑着红朵朵玩 可在一旁清洗茶具 准备给孙鹏泡茶的思庆勋 却听了个真真切切 哥哥 你叫孙鹏 哥哥 孙鹏 你家院子西南角 有个洞得堵上 不堵上的话 就会漏彩 孙鹏 你爷爷的腿 不是当年打坏人的时候受的伤 哥哥 你爷爷的腿 是当年爬寡妇墙头摔坏的 哥哥 朵朵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听得思庆勋一身冷汗 孙鹏平时不来家里 朵朵应该也不记得他 而且 思庆勋偶尔也会去孙鹏家里 孙鹏家院墙的西南角 的的确却是有一个 为了夏天往外流淌雨水 而流出来的一个小洞 最主要的是 孙鹏的爷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那老爷子生前 还真有一条腿是瘸的 孙鹏的爷爷 在朵朵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这些事情 年仅两岁半的朵朵 是怎么知道的呢 接下来 朵朵又咿咿咿咿的说道 孙鹏 你不要把我家的钱 偷偷拿到你家 朵朵都看见了 你把假的账本给了爸爸 哥哥哥 哥哥 真的账本就在你家门口 鞋架上的鞋盒子里 这下 思庆勋更为震惊 自己和老婆 从来没有教朵朵 说过这么多的话 怎么一个两岁半的孩子 一下子就能说出 这么多普通小孩子 很难学会的词语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是 自己一直视为兄弟的徒弟 居然贪污自己 店里的钱财 思庆勋端着茶壶 陷入了深思 朵朵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呢 年仅两岁半的朵朵 不仅说出了孙鹏家里的事 还提到了孙鹏 在店里做假账的事 他那么咿咿呀呀的 口齿不清 孙鹏也听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 可是朵朵的话 却引起了思庆勋的注意 他没有声张 只当是自己 也没有听清朵朵说了什么 一旁的张岚 自然也听到了朵朵刚刚说的话 两口子对望一眼 都是微微点头 没有作声 等孙鹏和思庆勋 谈完了事情 孙鹏临走时 思庆勋说道 孙鹏啊 好长时间没去你家 看望你爸妈了 走 我开车送你 顺便看他二老 等思庆勋带着孙鹏离开以后 张岚马上就问女儿 朵朵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谁教你的 你怎么知道真杖本在你孙鹏叔叔家的鞋盒子里 张岚一股脑地问了朵朵好多问题 可是 朵朵只是咯咯咯地笑着答道 咯咯咯咯 没人叫朵朵 朵朵就是知道 接下来 无论张岚怎么问 朵朵就只是 重复那一句 没人叫朵朵 朵朵就是知道 张岚一直问了朵朵半个多小时 可是朵朵就是不断重复着那两句话 正常来说 一个两岁半的孩子 如果一直不断地重复问他一个问题 不管这孩子多么懂事 也应该不耐烦了 可是朵朵却没有 无论张岚怎么重复的提问 他都咯咯咯地笑 还一直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那两句话 最后 张岚自己都觉得烦了 也不见朵朵有一丝一毫不耐烦的模样 当晚 斯庆勋回来之后 就把这次去孙鹏家的经过 跟媳妇说了一遍 原来 为了验证朵朵的话 斯庆勋特意借口去看望孙鹏父母 到孙鹏家以后 他特别留意了一下 孙鹏家院墙的西南角 果然 那个往院外排雨水的小洞还在 进屋换鞋的时候 他还特别留意了一下鞋架 鞋架的最下层 也确实放着一个鞋盒子 在孙鹏家坐了一会儿 跟孙鹏父母聊了一会天 临走的时候 斯庆勋还假装不小心 踢翻了那个鞋盒子 鞋盒子一翻 里面的一个账本 和很厚的一达汽修店 进出货的票据 全都散落一地 看到这些 再加上朵朵的话 那账本自然也不用去翻看了 临出门前 斯庆勋只说了一句话 孙鹏 明天去店里 把工资算一下吧 真凭实据摆在面前 孙鹏自然无话可说 孙鹏想不明白 一直以来 自己都是步步为营 每次在账上做手脚 几乎都是天衣无缝 他哪里知道 他的这点事 却被一个年仅两岁半的小女娃 三言两语就给倒破了 听老公说完了这次 去孙鹏家的经过 两口子 都是嘖嘖称奇 斯庆勋抱起女儿就问道 朵朵 今天来的那个孙鹏叔叔家里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来孙鹏还有很多问题 可是张岚却说道 老公 你别问朵朵了 今天你跟孙鹏走后 我都问他了 可是这孩子就是不说 后来我也想了 朵朵这事 多半跟铁沙山的神仙有关 后来 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再后来 有时候家里来客人 朵朵总是能够语出惊人 叔叔 你就快要娶媳妇了 大舅 明天千万不要出门哦 你要是出了门 可是要摔跤的哟 这个阿姨真好看 以前跟别人睡觉 可没少挣钱 老奶奶 你等一会儿再走 等路上 那台车过去的 像这样的事情 总是会时有发生 不过还好 他正是一压血雨的时候 说话时口齿不清 除了爸爸妈妈 别人也很难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 斯庆勋两口子就琢磨 这孩子现在说话 别人听不懂 可是随着他一天天长大 说话时的口齿和咬字 也要渐渐清晰 到那时候 可怎么办 于是两口子私下里 就告诉他 朵朵 以后家里再来客人 你可不能再乱讲话了 你要是再什么话都乱说 大家可就不喜欢你了 这孩子也算听话 从那以后 家里再来客人 他真的就不再说 这类的话了 这件事 就这么慢慢被压了下来 可是后来 两口子渐渐地 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 不论那客人是谁 朵朵都能用各种方法 博得大家对他的喜欢 按理说 外人都能喜欢自家女儿 这是好事 可这孩子跟大人们 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他用的那些为人处事的方法 或者说是小计谋 都跟他这个年龄 太不相符了 比如张兰的弟弟 也就是朵朵的小舅 第一次带女朋友 来家里做客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告诉他 他就知道 对小舅的女朋友 一口一个小舅妈的叫 本来那女孩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跟朵朵小舅 也只是刚开始试着相处 后来 他小舅跟那女孩 一起带他去附近超市 买了一回棒棒糖 也不知去超市 这一个来回 朵朵到底做了什么 在超市回来以后 那女孩就同意 跟张兰的弟弟订婚了 再后来 到了过年的时候 家里来了很多 拜年的客人 很多人给他红包压岁钱 他都不收 可是有两位长辈的红包 他却嫌弃人家给少了 最后 人家又给他补了一个红包 他才罢休 等客人走后 他就告诉思庆勋两口子 爸爸 妈妈 今天来的所有客人 他们都不欠朵朵的 所以朵朵不能收 他们的压岁钱 张兰就问道 那你收的那两个长辈的压岁钱 就是他们欠你的 小丫头眨巴眨巴眼睛 嗯 不能说 结果还没出三天 朵朵收了压岁钱的那两位亲戚 就都发生了意外 但是好在有惊无险 都只是擦破点皮而已 时间一点点过去 朵朵已经三岁多了 这时朵朵说话的时候 咬字也清晰了很多 大部分内容 大家都能听得懂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人见人爱的朵朵 却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 小朵朵真命苦啊 思庆勋两口子 把他带到附近小医院进行急救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 算是把朵朵的小命给救回来了 可是这一场病 不仅让朵朵四肢都不听使唤 手脚还会因为 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经常抽筋 同样伴随而来的后遗症 还影响了小朵朵的语言功能 很多时候 他的一句话 要重复好几遍 思庆勋夫妇才能听懂 小朵朵得了小儿麻痹症之后 影响了语言功能 不但说话 大家很难听懂 还经常流口水 张兰每隔十几分钟 就要给他擦一下口水 基本上一天就得一卷纸巾 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 看见朵朵受罪 张兰当着孩子的面 有说有笑 总是给朵朵说开心的事情 可是被地里偷偷哭了多少次 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就连思庆勋这堂堂无耻男儿 铁骨蒸蒸的汉子 都曾经好几次独自一人开车 来到山野间放声大哭 他哭老天不睁眼 他哭命运不公 他哭女儿的命运多喘 自己和媳妇 本来命里没有儿女 后来终于有了女儿 全家人都当成心头宝 结果到了最后 朵朵却得了这么个 很难治愈的病 就在全家人都慢慢 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 这天 朵朵突然含糊不清地 说了一句话 两口子一开始没听清 朵朵重复了好几遍 张兰才听明白 原来朵朵说的是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担心我 等我长到九岁的时候 就能遇见我师父 我师父叫吴旭东 等到那时候 我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一开始 两口子都以为 朵朵是发高烧 脑子稍糊涂了 再说胡话 可是张兰一摸朵朵额头 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啊 两口子在一脸 想朵朵以前的种种表现 心想 孩子说的可能是真的 于是就把这件事 告诉了两家的老人和兄弟们 自那之后 这一大家子人 无时无刻不再盼望 朵朵能快些长大 也无时无刻 不再盼望着我的出现 虽然朵朵自己说 等他九岁遇到我就好了 可是这种事 终究还只是一个 三岁多的孩子说的话 当个念想和盼头还可以 也不能全把希望 寄托在这件事上 两口子 还是没有放弃 对朵朵的治疗 接下来 也就有了前面说的 斯庆勋夫妇带朵朵去山东看病 连着做了五次断骨手术 还有这次在北京做的人工基建移植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 回唐山的火车上 遇见我的事情 斯庆勋两口子 还有朵朵的大伯和三叔 这几个人讲完了关于朵朵的故事 对于朵朵的遭遇 还有斯庆勋两口子的体会 我是感同身受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我女儿吴月辰 也没比朵朵大几岁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女儿的身上 我想我和玉华可能都会疯掉 如今斯庆勋两口子 不但把家里和两个汽修店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带着朵朵四处求医问药 还把朵朵治疗到了如今的程度 他们两个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这时 坐在我怀里的朵朵 从她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 师父不哭 朵朵很坚强 我这才感觉到 此刻的我已是泪流满面 也是在这时 我也才知道 为什么朵朵开天眼探查我的时候 为什么仙家不拦着 她的身后 乃是铁沙山正统的黄三太奶 东北马家出兵打仗 历来都是胡家为主帅 黄家为先锋 那铁沙山的黄三太奶 跟我们家胡三太爷 那是什么交情 我堂口的仙家 又怎么可能会阻拦铁沙山 黄三太奶的地马 这时看看斯庆勋两口子眼角 他们才多大啊 不过三十出头而已 眼角就出现了鱼尾纹 朵朵自从得了这个病 到现在已经是六年时间了 仅仅六年时间 就让朝气蓬勃的两个年轻人 脸上爬满了沧桑 那我疯了的那十年 我的爸妈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不能再继续往下想了 再想下去 这眼泪又止不住了 不管是缘分让我巧遇了朵朵也好 还是仙家的故意为之也罢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询问一下老仙 我能为朵朵做些什么 擦干眼泪 斯庆臣给我打来一盆温水 洗漱了一下 马上我就点上了十三根香 看我点上了香 朵朵让他妈妈帮忙 拿了一个干干净净的纯色饭碗 去装了一碗米 他坐在沙发上 却点上了四根香 不多时 我堂口的黄三太奶 率领黄家仲仙就赶到了 紧接着 是以胡天龙为首的胡家仲仙 随后 远处的天空之上 就开过来一对仙家兵马 这对仙家兵马 大概有六七十位仙家 可是我能感觉到 这不是我无门府的老仙 这一对仙家 为首两位一男一女 男仙虽说面目慈祥 眉宇间却隐隐透着 神圣不可侵犯的慰言 正是九顶铁沙山的 黄三太爷 黄天霸 女仙一头银发根根圣血 慈眉善目 手托一柄玉如意 正是那人人敬仰的铁沙山 黄三太奶 这时 就靠我们家 胡天龙对着那铁沙山的 黄三太爷和黄三太奶 微微拱手 老哥哥老姐姐 胡天龙有礼了 胡天龙这一拱手 那六七十位铁沙山 黄家老仙 在黄三太爷的率领下 齐齐还礼 天龙老仙无需多礼 黄家有礼了 这时 我们家黄三太奶 也在马上微微抱拳汉手 无门府黄三太奶 率吉林松园 长岭县节骨山 所有黄家老仙 拜见铁沙山三太爷三太奶 以及铁沙山黄家仲仙 那铁沙山黄家仲仙环礼之后 我们家柳天骄 率领着满堂长蟒蛇仙家 以及灰天红灰天 虎狼天赫狼天威 还有白玄亮 也都赶到了 随后 我们家老卑王 率领清风教主 以及十余位无门府清风鬼仙 全都来了 这时 就听见远处天空之中 一阵的千军万马 汹涌奔腾的声音响起 一时间 马挂铃铃声 万马奔腾声 战马思铭声 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 甚是震人心魄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铁沙山黄家老仙的阵营旁边 就出现了一支 足有两千余人的队伍 这两千余人的队伍中 为首一人 大约五十多岁 不胖不瘦 无缕常然飘荡胸前 两眼更是炯炯有身 就看那人对着堂口的众位 仙家一攻守 斯门府被忘教主斯震南 见过无门府众位仙家 这斯震南说话中气十足 宛若红中大旅 震撤还宇 就在这时 自东南方的上空之中 两位仙家脚踏降云而来 正是我家掌堂大教主 胡三太爷 还有我们家的柳如意 上一章说到 我堂口的老仙 基本都到了 朵朵身后的仙家 也来了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还有他的碑王教主 和清风教主 而且朵朵的碑王教主 斯震南 还带来了两千余名 地府阴兵 正这时 我们家胡三太爷 带着小如意 自东南方向 脚踏降云乘风而来 胡三太爷先驾一到 两方面老仙马上给他行礼 众仙行礼已毙 三太爷手里胡须 众位仙家不必拘礼 今日 吴门府四门府仙家齐聚唐山 专为四门府小花容 栽萧难满而来 也算颇为不义 列位 今日之事 位在天庭造策 专为修心 不计功德 日后也莫要计较 众仙家齐声应莫 理当如此 这时 我就琢磨 听胡三太爷的意思 今天这么大的是 天庭居然没有记录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别的暂且不说 单说朵朵家老碑王 带来的那些阴兵 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十位 这一出来就是两千多 如此大规模的调兵 地府又怎么能不记录 地府记录之后 自然会上报天庭 胡三太爷怎么会说 此次仙家齐聚 天庭没有记录在册呢 不过仙家办事 自有仙家的考量 特别是胡三太爷 他老人家办事 就用不着 我来操心了 这时 仙家们互相问候完毕 就看小如意 轻轻点了一下云头 就飞到了铁沙山 黄三太奶面前 行了个万福礼道 三太爷三太奶 还有黄家众位老仙 上次铁沙山一别 到如今也快十年了 众位仙家一向可好 如意很是惦念 各位仙家呢 黄三太爷微微一笑 如意还真是会讨我们欢心 以后三太爷有了好事 肯定忘不了小如意 哈哈哈哈 我这一看 还得是我们家小如意啊 他去铁沙山 跟黑妈妈修行了三年 居然把整个铁沙山的仙家 都给结交了一个遍 现在 在我们堂口 他也是经常跟随 各排教主左右 还时常被我们家 胡三太爷带走 给他开点小灶 看来这小丫头的前途 还真是不可限量啊 就在这时 胡三太爷对身后的小八姐 点了点头 就看小八姐 走出胡家众仙的队伍 直直地奔我的方向 飞了下来 与此同时 铁沙山皇家老仙的阵营之中 有一位女仙 也飞了下来 小八姐跟那位铁沙山皇家 女仙刚要落地 我就知道这是要带我们上去 我急忙对思庆勋说道 接下来 任何人都不可以 触碰我和躲躲的身体 我话音刚落 小八姐和那位皇家女仙 就来到了近前 就看小八姐 拉起我的手腕 那位皇家老仙 也拉住了躲躲的手腕 我们同时 都飞了起来 此时在回望屋内 我和躲躲的肉身 都如木雕泥塑一般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时 在看我身旁躲躲的魂魄 正把那只 没有被皇家女仙握住的手 朝我伸了过来 我急忙抓住她的小手 在两位老仙的帮助下 朝着天空之上的 仙家阵营飞去 看朵朵的状态和表情 显然她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样魂魄出窍飞行了 来到阵营前方 小八姐也松开了 牵着我的手 同样 那位铁沙山的皇家女仙 也松开了牵着朵朵的手 这时在看朵朵 已然能够独自站立 并且自由地活动了 朵朵一次给我们堂口的 各牌仙家 纷纷行礼问好 我也给铁沙山皇家老仙 行了个礼 无门府吴旭东 见过铁沙山皇家太爷太奶 以及众位皇家老仙 巨东见过四门府老碑王 和清风教主 以及一众地府清风 这时就看黄三太奶 微微汗手 无门府小弟嘛 老太婆我给你选的 这个小徒弟 你可还忠义啊 我急忙回答 忠义 忠义 甚是忠义 这时 身后的胡三太爷说道 如意 去给你大哥哥 引荐一下铁沙山皇家 众位老仙 小如意这才过来 给我一一介绍了 众位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原来 刚刚带朵朵飞上来的 那位皇家女仙 就是大名鼎鼎的 铁沙山皇小跑 这铁沙山皇家老仙 除皇三太奶之外 自皇三太爷皇天霸 依次往下 分别是皇天青 皇天龙 皇天仇 皇天烈 这是皇家天字辈中的 五位亲兄弟 在他们之后 这五兄弟 还有一位亲妹妹 也就是皇家老太姑 皇天红 天字辈除了这六位 还有一位后来晋升的 皇天乐 再往后 名气比较响亮的 就是黄小乐 黄淘气 黄小跑 民间也有很多人管 这位叫黄快跑 黄小红 东北民间 曾有人写诗赞约 家住深山本姓黄 身怀艺术本领强 参天物地恋道横 出马扬名 坐仙堂 恩怨分明 势必争 手眼通天见其功 跑腿学舌 急如风 战身捆 翘斩神通 堂前落作寿香烟 出口成章话诗篇 半杯半喜半疯癫 一阴一阳皇家仙 接下来 我又见过了 朵朵堂口的老碑王 斯震南 和清风教主 斯守信 他家这老碑王 可不简单 这斯震南老爷子 现在已经数不清 是朵朵的 第几代老祖宗了 四百多年前 这斯震南老爷子 曾是大清水师 提督师郎手下的 一名正武品千户 当年 康熙爷收复宝岛的时候 斯震南 就是在最后一场 大海战中牺牲的 这可是真应了 一安居士的那两句诗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 就立下了赫赫战功 死后在地府 也是冲锋陷阵的 一把好手 朵朵家的清风教主 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 活着的时候 也是大清的一个兵勇 只是年仅十八岁 就死在了 争角义和团的战场上 这时 胡三太爷说道 旭东 今日安排这一场缘分 义则是为了 给你引荐斯门府仙家 二则是 这斯门府地马 造下口业太重 上天才封了他的言语清门 如今也算是 这孩子栽消难满 稍后白玄亮老仙家留下 为斯门府小地马 医治完几 另外 如今斯门府只 聚齐了皇家和地府仙家 胡家和长蟒蛇仙家的缘分 还没到 现在还不能带领仙家 出头陆日四海扬名 待日后四梁八祝齐背 我等仙家 再助你帮他立堂 胡三太爷说完 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朵朵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此件事了 众位仙家都各自回府吧 我和朵朵 目送众位仙家离去 现在 我和朵朵身边 只剩下小八姐和白玄亮 还有那位九顶铁沙山的黄快跑 送走了众位仙家 我和朵朵的身边 除了小八姐和白玄亮 就只剩下那位铁沙山的黄快跑了 在仙家的引领和帮助下 我和朵朵的魂魄 重新回归肉身 接下来 白玄亮就开始准备给朵朵治病 我让斯庆勋 把朵朵抱到卧室躺好 还好朵朵也有天眼 也能直接跟白玄亮交流 这倒是省了我不少事 把朵朵安顿好 白玄亮就说道 好了 所有人都可以出去了 四门府小花容这个病 大概需要一盏茶的时间 我把众人都带出了朵朵的卧室 随手关上了门 小八姐和黄快跑 也跟了出来 等待白玄亮给朵朵治病的这段时间 通过小八姐的介绍 我又重新认识了黄快跑 这黄快跑在没有修成人身的时候 就是个四肢极为矫健的小黄皮子 也正因为它四肢强壮 修炼时也就更多地修炼神形之术 在东北马家的仙家体系中 它的神形之术 可能已经超越了很多天字辈的老仙 据说这黄快跑的神形之术 比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孙悟空还要快 孙悟空一个金斗云是十万八千里 而黄快跑一带烟的功夫 就能跑一千八百万里 要是没有这点本事 我估计它也不敢叫黄快跑这个名字 所以 东北各个堂口的黄家传堂豹马 都已能获得黄快跑的封号为荣 这黄快跑在上阵打仗的时候 背后背着的法宝称为五色骑 分别是姓黄骑 赤色鬼头骑 白面龙头骑 黑面虎头骑 绿面麒麟骑 同时 这黄快跑还被称为黄门百事通 胯下一匹白马 据说这匹马的名字叫小菊 至于为什么叫小菊 这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说到这 我就想起我们网上有一款飞车游戏 那游戏里有个NPC 叫小菊子 不知道这小菊子的名字 跟黄快跑的白马小菊 有没有关系 可能也是为了突出一个快 却又忌讳先家 所以才弄了个谐音 叫小菊子 另外 这黄快跑还极其地聪明伶俐 在铁沙山年轻一代的仙家当中 他应该是最惹人喜爱 也是心思最为机巧灵敏的了 小八姐给我讲着黄快跑的故事 而黄快跑就在边上这么听着 不但没有一点害羞的神态 听小八姐如此夸赞他 他还昂首挺胸的 很是骄傲 就在这时 朵朵的房间里 突然传出来一声朵朵的闷恨之声 那声音听起来 让人感觉这孩子 好像极其痛苦 母女连心 张岚全身一抖 就要推门进去查看 却被司庆勋一把抱住 老婆 让朵朵再撑一会儿 我们要相信旭东兄弟 相信旭东兄弟身后的老仙 还好朵朵只是发出了 那一声痛苦的闷哼 就再也没有发出别的声音 即便如此 张岚的眼泪还是流了出来 正抱着她的司庆勋 也是全身微微颤抖 朵朵的大伯和三叔 也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朵朵卧室的屋门 就在这时 朵朵的声音从她卧室传出来 朵朵谢过白家老仙 随后不到几秒钟 屋门打开 朵朵居然慢慢地走了出来 没错 她就是连一根拐杖都没有煮 就这么自己走了出来 虽然她是自己走出来的 可是左腿还是微微有点瘸 她那个状态 用东北话来形容 应该叫点脚 虽然我早就知道 白玄亮医术通审 可是也没想到 她居然能把朵朵治得这么好 一旁的司庆勋两口子 一时间竟然看傻了 只是呆愣愣地 那么看着朵朵 一动不动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 还是朵朵的三叔 司庆成最先反应过来 她马上跑上去 用力抱住了朵朵 哎呀 朵朵能自己走路了 真好 朵朵能自己走路了 司庆成开怀大笑 可是眼泪却从这汉子的眼角 不停地滑落 直到此时 司庆勋和张兰才扑上去 从司庆成怀里接过朵朵 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这时朵朵身后的白悬亮对我说道 旭东 此件事了 我们就先走了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 白悬亮 小八姐 还有黄快跑 就化作三道白光飞了出去 这时 朵朵大伯说道 庆勋 弟妹 你俩先松开朵朵 让他再走几步 咱们大家都看看 司庆勋马上帮张兰和朵朵擦了擦眼泪 又拿衣袖给自己擦干眼泪 两口子都松开朵朵站了起来 闺女 快 再走几步给爸爸妈妈和大家看看 朵朵也很听话 真的 就没有借助任何工具 在客厅走了几圈 这把朵朵大伯斯 庆勋给高兴地 抱起朵朵高高地举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们朵朵的病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朵朵的病好了 司庆勋一直重复了好几遍 才把朵朵放下 放下朵朵以后 司庆勋马上转过身 就给我跪了下来 看见大哥都跪下了 司庆勋和张兰 还有司庆臣 以及小朵朵 全都跪了下来 司庆宫激动的声音 都有着颤抖了 徐东兄弟 你是我们老司家的大恩人 咱唐山人都实在 不会说啥漂亮话 我们全家给你磕个头吧 说着就一个头磕了下去 朵朵是我未来的徒弟 我唐口的仙家 又给他治好了病 要说 他给我磕个头 我还是勉强受得起的 可是司家这哥几个 还有张兰 我们都是平辈的兄弟 这我哪受得起啊 看他们已经 把头磕在了地上 我急忙也跪了下来 给他们磕了回去 然后才说道 几位哥哥 还有嫂子 这大理我可受不起 你们快快请起 朵朵是你们家的孩子 可是他也是我的徒弟啊 既然是我的徒弟 我就会把他当成 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以后都是一家人 就不要这么磕套了 这一家人也算得敞快的人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只让朵朵给我磕了三个头 再看看时钟 已经快到凌晨了 忙活了一晚上 大家都饿了 张兰马上张罗夜宵 张兰在厨房忙碌着 我和斯加哥仨 还有朵朵在客厅 一边聊天 一边等着夜宵 这时 小朵朵爬上沙发 凑到我身边 趴在我耳朵上 低声说道 师傅 其实我是两世为人 上辈子死后 我没喝地府那老太太的汤 治好了小朵朵的病 白玄亮和黄快跑 以及小八姐都走了 我们这些人 就在客厅一边聊天 一边等着张兰准备的夜宵 盼了六年 朵朵终于大病出狱 张兰总是会时不时地 趁着做饭的空隙 回客厅看上朵朵一眼 就好像母女二人 已经分别多年 如今久别重逢 怎么也看不够 众人都沉浸在 朵朵重获新生的喜悦中 就在这时 小朵朵爬上沙发 告诉我她是两世为人 上辈子死后 她并没有去喝孟婆汤 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心中就是一景 那种心情很难形容 不知道是紧张 担忧还是恐惧 更不知道是喜悦 庆幸 还是什么别的感觉 我马上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此刻的我 已经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 要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种事 一旦让哪位过路神仙 或者游魂鬼拆听了去 然后上报给天庭 或者到地府打个小报告 那小朵朵 可是有的最瘦了 就连我恐怕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见我不让她继续说了 朵朵眨巴着大眼睛 偷偷瞄了她爸爸和大伯三叔两眼 对我灰心地笑了笑 然后就走过去 给大家倒茶 师傅请喝茶 大伯请喝茶 三叔请喝茶 最后 给她爸爸也倒了一杯茶 小姑娘每倒一杯茶 茶杯 几乎都只是六七分满 茶水还是普通的茶水 可是这却是 重度小儿麻痹症的朵朵给倒的 喝起来却感觉又有另一番滋味 回想着小朵朵刚才说的 没喝孟婆汤的事 再看看她现在带人接物礼数周全 正常来说 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姑娘 哪里会懂得这么多 不但知道给长辈献茶 还知道茶水不能倒满的道理 最重要的 她这献茶的顺序 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礼仪 这哪是一个九岁小姑娘 能做出来的事啊 这时 我的心中又是一锦 这小丫头小小的身体里 可是留存着两个人的记忆啊 那她上辈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若她上辈子只是一个少年夭折的孩童 这还好说 可如果她上辈子是一个庙林女郎 或者是个身宅少妇 又或者是一个中年大姐 猥琐大叔 精神小伙 那这一路在火车上 还有到了唐山以后 我又是背着她 又是抱着她 那我这岂不是 哎呀妈呀 我都有点不敢往下想了 这时 张兰把夜宵做好端上了桌 朵朵给大家倒酒 哥哥哥 小姑娘倒了满满的五杯酒 分别给了我和她的大伯三叔 最后的两杯端到了她爸爸妈妈面前 司庆功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咱们家小朵朵也太懂事了 还知道满杯酒半杯茶的礼数 庆勋啊 你跟张兰给咱老四家 叫出来一个好闺女啊 张兰一脸的茫然 大哥 这些事 我和庆勋都没有教过她 这孩子 可能就是误打误撞 正好做对了 接下来 这顿饭虽然也算是兵煮近欢 可是每次朵朵 给我夹菜 我都感觉很别扭 因为 虽然眼前只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可是我却不知道 她是以她前世和今生中的哪个身份 在跟我相处 吃完了饭 朵朵又把两个小胳膊 朝我伸了过来 师傅抱抱 师傅去给朵朵讲睡前故事呗 啊 不是吧 又要我抱 还好 这时张兰说道 朵朵 你师傅 今天已经很累了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已经能自己走了吗 怎么还要师傅抱啊 司庆勋也附和道 是啊闺女 以后你要多多锻炼自己走路 司庆勋和张兰 为了女儿的病 已经煎熬了六年了 如今好不容易盼到了女儿康复 肯定是想要跟女儿多亲近一下的 虽然我家老仙治好了朵朵的病 我又有朵朵师傅这个身份 那我也不能侵犯 人家父爱母爱的权利和心思 我就说道 朵朵 今晚你去陪爸爸妈妈 等明天师傅再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听我这么说 小朵朵眼中的神采 明显的黯淡了一些 可还是信心地说了一声好 送走了庆公和庆臣两兄弟 又把我送到客房 司庆勋两口子 也带着朵朵回去睡觉了 躺在床上 回想着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却久久不能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我来到医书所在 天空灰蒙蒙地 脚下一潭死水 我也被浓重的迷雾紧包裹 这是今年第一次做这个梦 以前每次进入这个梦境的时候 我都不记得 之前曾经无数次做过这个梦 可是这次我的脑中 却是出奇的清醒 之前关于这个梦境中的一切 似乎也都记了起来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 居然能够自由地活动 喂 喂 喂 我又试着喊了几声 这次我居然也能正常说话了 记起之前的梦境 我知道 用不了多久 那个假的苏玉红和假的 我就会出现 以前的梦中 那个假的 我总是说我偷了他的东西 可是每次到了最后 当我让他说出 我偷了他什么的时候 我都会马上醒来 这次 等我见到他们两个之后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让他说清楚 我到底偷了他什么 才会导致他们俩 对我有这么重的敌意 现在 我不但能开口说话 还能自由地活动 那么除了等待那两个人的出现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要看看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对 想好了 就要马上行动 这里变不清东南西北 我也只好随便选了个方向 就走了起来 随着我的动作 身体带动气流 这里的迷雾 也开始流动起来 不知走了多久 我感觉自己 好像在原地都没有动过似的 也许这里本就是个 无边无际的地方 无论我怎么走 都不会找到边缘 喂 我扯着嗓子 又长长地喊了一声 可能是由于浓雾的原因 我这一嗓子 连一丁点的回声都没有 仿佛刚刚发出的声音 马上就被周围浓重的雾气吞噬了 就在这时 我感觉四周围同时出现了 有人踩踏在水面上发出的声音 凝神细看 前方的雾气中 两个身影正在慢慢地向我靠近 可是 我的左右两边还有身后 都有同样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往左边一看 这边也有两个身影 正在向我走过来 前面的两个人影 正在慢慢地向我靠近 可是我的左右两边 还有身后 都同时出现了声响 我下意识地往左边看了一眼 那边居然也有两个人影 在向我慢慢走过来 再转身 我的身后也出现了两个人影 第三次转身后才发现 原来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都各有两个人影 在慢慢地向我靠近 我靠 啥情况 以前只是两个人 这次怎么特么地 一下子出来了八个 我这是被包围了吗 我不停地转身 看着那八个人影 到后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哪两个人影 才是我最先看到的那两个了 冷静 冷静 吴旭东 你一定要冷静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要冷静 以前每次在这个梦境中 我请小八姐和苏玉红 他们都不会出现 虽然明知道 这次他们还是不会来 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开始念叨起来 万一这次他们来了呢 那我不就有救了吗 妈呀 妈呀 快来啊 苏玉红苏妈妈 快来啊 你儿子有危险啊 胡家人马 胡家兵 有请胡家胡雅婷 今日弟子把你请 老请仙家下山峰 反复地念叨了几遍 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 小八姐和苏玉红都没有出现 可是那八个身影 却离我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 他们八个人 两个人为一组 从四个方向向我走来的时候 他们踩他在水面上的声音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四个苏玉红和四个我 他们的动作都是同步的 因为听他们踩他在水面上 发出的声音 那种感觉就像是 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 由于声音同时发出 所产生的那种立体声的效果 这种效果 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会觉得那声音不是在外界 而是在自己大脑的正中间发出来的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我只要注意一个方向 就会同时知道 其他三个方向 当下都在发生什么 一旦一个方向的人有所动作 做出了想要伤害我的事情 我也就可以依照接下来的情况 做出判断 来躲避他们可能 对我造成的伤害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果断出击 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我就朝着那两个人影 走了过去 哪知我这么一走动 前方的两个人影 却突然就消失了 在凝神戏听 只有我右边 有踩踏水面的声音 我转了一圈 这才发现 其他三个方向的人影 都不见了 只有右边那两个人影 在慢慢靠近 与此同时 刚刚那种立体声的效果 也没有了 声音只是出现在了 我的右边 迎着那两个人影 我就走了过去 这样一来 双向奔赴 我们的距离 也就越来越近 哎 双向奔赴这个词 好像不能用在这里吧 不管了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来到那两个人面前 我停下脚步 假的苏玉红还有那个我 依旧跟以前一样 看向我的眼神中 充满了怨毒 憎恨 厌恶 似乎还有一丝丝的不甘心 喂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每次 你都说我偷了你的东西 终于 这次我在第一时间 就及时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嘿嘿嘿嘿嘿 那个我 发出了一阵的冷笑 那笑声让人听起来 全身都不舒服 就像是在听用泡沫版 摩擦玻璃的声音 让人心里直发寒 一阵冷笑过后 他看了看假的苏玉红 那苏玉红点了点头 他就说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偷了我什么 这句话说的 我更加茫然 我特么什么都没有偷你的 我知道个屁啊 那个假的 我脖子一歪 眯起眼睛 开始仔细地打量我 对于我不知道 自己偷了他什么东西 这件事 似乎他也很难相信 又似乎是想要看穿我的内心 看看我是不是在说谎 看了我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你偷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你偷了我的人生 我这一生 就是被你毁了的 不只是我 就连我妈妈的一生 都被你的那个 虚东兄弟 吃饭了 一阵敲门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 又是这么关键的时刻 好不容易问出了一些东西 我却被司庆勋给叫醒了 听着司庆勋的敲门声 我坐起来说了一声好 揉了揉眼睛 就准备起身穿衣服 哎 不对啊 以前每次做这个梦 醒来以后 我都会头疼 可是这次却不一样 看了一眼手表 刚刚早晨六点 我睡觉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这一觉 只睡了三个多小时 哪怕是不做那个梦 只睡了这么一会儿 也会感觉脑子不舒服啊 此时的我不但没有感觉到一点的不舒服 反而感觉心思澄澈 头脑清明 整个人都好像很有精神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了 总比头疼两三天要好得多 多多现在自己能照顾自己了 一下子司庆勋两口子就轻松了很多 也难得的给保姆放了几天假 吃完早饭 保姆走后 张兰在厨房刷碗 司庆勋也过去帮忙 我就听见这两口子在厨房小声嘀咕 首先是张兰的声音 老公 今天我们把朵朵再带医院检查一下吧 司庆勋倒是狠心得过我 老婆 哪家医院的大夫 能有旭东兄弟家的老仙 那么厉害啊 不用去医院 朵朵肯定没事了 两人一番商量 说话声音很小 我听起来也是时段时序的 最终 还是没有把朵朵带去医院再做检查 小儿麻痹症能够治疗到朵朵这种程度 在整个医学界也应该算是奇迹 我也担心 如果他们把朵朵带到医院 检查完之后 医生自然会询问朵朵治疗的经过 到那时候怎么跟医生解释呢 恐怕又是一件麻烦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斯庆勋两口子都在忙朵朵的事 都没怎么照看过两家汽修店的生意 收拾完了厨房 斯庆勋让我先在家待着 他就去查看两家店铺的生意去了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 张兰在屋里洗衣服 我就把朵朵带到院子里晒太阳 这时身边没有别人 朵朵才说道 师傅 我跟您说说我上辈子的是吧 我急忙捂住了朵朵的小嘴 朵朵 这是可不能乱说 以后跟任何人 你都不要提起这件事 哪只小朵朵轻轻推开我的手说道 没事的 师傅 这件事就连谢必安和范无旧都知道的 啊 这小丫头居然还知道 那两位无常老爷 而且 她一个没喝孟婆汤的灵魂 在阳世投胎 这件事就连黑白无常都知道 那为什么他们不管呢 抓住了跟我独处的机会 小朵朵就要把她前世的故事 讲给我听 我急忙拦着她 不让她继续讲下去 可是朵朵却说她 没喝孟婆汤这件事 就连谢必安和范无旧都知道 我急忙瞄了一眼雾门的方向 确定张兰听不见我们谈话的声音 这才问道 朵朵 你是说两位无常老爷都知道 你没有喝孟婆汤这件事 而且 他们都没有管这件事 朵朵眨巴着大眼睛 是啊 师傅 就是地府的那两位无常老爷 我投胎之前 就是他们两个 把我带到孟婆奶奶那里的 却没让我喝孟婆奶奶的汤 我就直接投胎了 小丫头说得轻描淡写 仿佛这件事在她看来 并不算什么多大的事 可我却听出了一身冷汗 那黑白无常在地府的身份 可不是一般鬼差 普通的小飘 想要见一下这二位 那都不可能 可是朵朵投胎的时候 却是被这二位 亲自送到孟婆那里的 由此可见 小朵朵生前 也绝对不是一般人物 一定是有着大因果大机缘的人 于是我就压低了声音说道 朵朵 那你就小声跟师父说一下 你上辈子的事 朵朵就说道 师父 我前世是黑龙江人 我前世的父母 都是大庆的石油工人 小丫头只是这一句话 便让我同时想到了好多事情 前面我们提到过 我的老家吉林松原 下达的四线一区 最早都是归白城地区管辖的 直到后来 我们这里勘探到了石油 后来才重新立了一个松原市 也就是说 松原是因为石油才出现的城市 如今 小朵朵又说 她上辈子是黑龙江大庆人 这大庆最早也不叫大庆 而是叫做安达市 直到后来发现了石油 为了庆祝这一重大发现 才改名为大庆 也就是说 朵朵前世的老家黑龙江大庆 以及我今生的老家吉林松原 都是因石油而新的城市 如今机缘巧合 我又做了小朵朵的师父 难道这两件事 真的只是个巧合吗 朵朵继续往下说道 师父 朵朵前世的家 在大庆石油管理局附近 等等 朵朵 你说你前世的家在 大庆石油管理局附近 朵朵一边点头一边说道 是啊 从朵朵开始讲述 她前世的故事到现在 一共也只说了两句话 就是这两句话 每句话都把我听了个心惊胆汗 做出马仙这个行当的 都会比大部分多知道一些 稀奇古怪的灵异事件 恰好 我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 朵朵刚才提到的大庆石油管理局 那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大庆人都知道 在石油管理局最初选址的时候 这里本是一处坟场 选中了这里之后 就开始动员各处坟营的后人 进行迁坟 当时人们的觉悟也高 国家给的补贴 也足够打动人心 到最后 没有一处有主的坟营还留在这里 即便是这样 最后还是剩下了一些无主孤坟 于是 国家就在别的地方 给特批了公墓用地 来安置这些亡灵 后来 几乎所有的无主孤坟都被迁走了 就只剩下了一座孤坟 根据这座孤坟坟前的墓碑记录 这座坟的主人 生于甘肃省高台县 足于1979年3月3日 墓碑的正中间 上书七个方方正正的楷书大字 尊笔张素珍之墓 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 这张素珍老人 可是跟铁人王静喜 是一个年代来到大庆的 他生前好像比王静喜还大了很多 四处查证之后 确定张素珍老人 确实没有后人上在人世了 于是 施工队就决定 把这张素珍老人的墓给迁走 可是 就在迁坟时 推土机刚开到距离张素珍墓 十几米远的时候 刚刚加满了油的推土机 却突然熄火了 当时包工头以为是这台推土机太老了 所以才会熄火 于是又调来了一台 几乎全新的推土机 结果第二台推土机来到以后 还是跟第一台一样 眼看着再有十几米 就开到张素珍墓了 也同样熄火了 这时 很多人都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说 是不是坟里的老太太 不希望搬家啊 所以才以这种方式 阻止施工队施工 偏赶上这施工队的包工头 又是一个维吾斯 想极其严重的人 包工头心想 我就不信了 就这么个小土包 还就挪不走了 于是他就亲自爬上推土机 想要自己尝试一下 可是一番尝试下来 两台推土机 依旧是打不着火 后来他又调来了一台挖掘机 没想到 这台挖掘机 比前面那两台推土机顺利多了 直接就开到了 张素珍老太太的坟前 挖掘机师傅 没有看到前面 两台推土机经历的事情 也没想太多 就正常操作机器 准备挖土 可就在挖掘机的蝉斗 高高举起的时候 喀巴一声 挖掘机的大臂 居然就直接应声断开了 这铁家伙这么结实 怎么可能说断开就断开了呢 后来 挖掘机师傅 听前面那两台推土机师傅 讲了他们刚刚经历的 诡异事件之后 更是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了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包工头 依然还是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包工头心想 用机器不行 那就直接用人力来签坟 于是张洛雇人用铁锹来挖坟 我们炎黄子孙的观念中 挖坟掘墓 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差事 包工头张洛了一上午 也没有顾到肯接这个活的工人 包工头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不就是钱的事吗 大不了就加钱呗 这么一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有这么五六个工人 就把这个活给接了下来 几个人扛着敲稿等工具 就赶了过来 来到老太太坟跟前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 直接一敲土就挖了下去 就只是这第一敲 铁锹刚刚插进土里 土还没有挖出来 那铁锹的木头手柄 也是咔的一下就折了 与此同时 几个被雇来的工人 同时都出现了头云眼花 恶心想吐的感觉 几个人强撑着一步步 走到了距离老太太坟 十几米以外的地方 说来也怪 刚走出老太太坟的范围 几个工人头云恶心的症状 马上就消失了 这几个人中 带头的那个 就跟包工头说道 老板不行啊 这活我们干不了 这老太太也太厉害了 您这钱啊 我们恐怕是有命正没命花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几个高架过来的工人 刚挖第一敲土 就出了这样的事 就谁都不敢再接着挖了 也就把这个火给推了回来 事情发展到这里 包工头心里也打起了鼓 接下来 他也没有再动这座 张素贞老太太的坟 就在当天晚上 那包工头 也是为了老太太坟的事上火 就多喝了二两酒 迷迷糊糊中 就看到一个老太太 推门就走了进来 虽然老太太看起来面目祥和 可是老太太的一句话 却让那包工头后脖梗 都嗖嗖冒凉凤 就看到老太太 急不来到包工头跟前 就弯下了腰 老太太那张不满皱纹的脸 都快挨着包工头的鼻子尖了 就听老太太 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要是不动我 我也不动你 你要是动了我 嘿嘿嘿嘿 老太太说完 转身就走出了包工头的房间 那包工头熬的一嗓子 从梦中惊醒 这才知道自己 刚刚原来是做了个梦 下地在脸盆架上取过毛巾 一边擦着满头的冷汗 一边琢磨 看来这老太太坟 还真是不能动啊 第二天 包工头就把这件事 报给了上级 后来 念着张素贞老太太 曾经为国家的石油事业 做出的贡献 也就把她的坟给留了下来 直到现在 张素贞老太太的坟 还好好的安在石油管理局旁 也不时会有附近的民众 前去祭祀 而我们的石油先驱 张素贞老奶奶 也还安睡在那里 关于这件事 还有一些后续的故事 就不能在这里说了 感兴趣的 可以去搜一搜 之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是因为我在猜测 小朵朵跟那位 张素贞老奶奶的事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我就问道 朵朵 你家在石油管理局附近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关于那里老太太坟的事啊 小朵朵还是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听说过呀 师傅 我不但听说过 那时候每年春天 我还会采野花 去送给张奶奶呢 得 她这么一说 这一下又是个无头公案了 这也就是说 即便是朵朵的前世 她出生的时候 张素贞老奶奶 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这也就不好判断 朵朵跟张素贞老奶奶 有没有关系了 朵朵继续往下 讲她前世的事情 其实她的前世很简单 几句话就能带过去 朵朵的前世 也是个女孩 父母都是石油工人 跟大多数孩子一样 顺利地出生 顺利地成长 就在朵朵前世九岁那年的秋天 一场火灾 直接夺走了包括爷爷奶奶在内 他们一家五口的性命 听到这里 我又是唏嘘不已 我还想着 以后有机会能带着她 回去看看上一世的亲人呢 这样一来 这个念想 也就别指望了 朵朵一家人死后 跟别的鬼魂一样 都被银差带到了地府 可是到了地府以后 就跟别的鬼魂不一样了 都说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正常来说 每个人生前多多少少 都会有心或者无意地 做过一些措施 所以死后 也都会或多或少地 在地府受一些惩罚 可是朵朵一家 在孽敬地狱的孽敬台前 照过之后 并没有被带去 十八层地狱的任何一层受罚 却被谢必安和范无旧 直接从鬼差手里要了过来 两位无偿老爷 从鬼差那里 接手了这一家的五个鬼魂之后 直接就把他们带到了 鬼魂轮回转世的转轮台前 这里是鬼魂在地府这一路上 最后一段有记忆的经历 而专卖望魂汤的孟婆茶铺 就设在转轮台前 在阴间 凡途经此地去投胎转世的鬼魂 都要喝上一碗孟婆的望魂汤 望却前世种种 重新投胎做人 后人曾有一首七绝萍水运 诗曰 古往今来说孟婆 汤卿苦楚万千多 谁知孤独终身伴 许是情吃手奈何 当时 朵朵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一起被带到孟婆跟前 第一碗孟婆汤被爷爷喝了 看着爷爷喝完了孟婆汤 刚刚放下汤碗 就不再认识家里剩下的四口人 转身就去轮回转世了 小朵朵和他前世的父母 还有奶奶都哭得撕心裂肺 看到朵朵爷爷喝完了孟婆汤的反应 剩下这一家四口 说什么也不想去喝那孟婆汤了 可是鬼魂到了这里 又哪能由着你的心愿来啊 黑白无常换来一旁的鬼叉 强压着就给朵朵奶奶 把那碗汤给灌进了嘴里 接下来是朵朵前世的爸爸 然后又是朵朵前世的妈妈 最后轮到小朵朵了 小朵朵被鬼叉压着 跑又跑不了 他一个九岁的小孩子 又没有多大的力气 更是不可能挣脱束缚 可是 就在鬼叉手里汤碗 快要放到朵朵嘴边的时候 远处一声断喝 无需给他喝那忘魂汤 话音刚落 就有一对兵马来到面前 这时 我坐在院子里的凉亭下 等待着朵朵继续往下说 可是 朵朵却抬头看了看我 师傅 你猜那对兵马里 带对的是谁 嘿 这给我急的 这么关键的时刻 小朵朵咋还刹车卖上关子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 网上那些写小说的 每天更新的不多不说 还要在更新的末尾留个悬念 整得看小说的抓心挠干的 小朵朵 你这种行为 跟那些凡人的小说作者 有什么区别 虽然心里这么想 可是看着朵朵可爱的小模样 还是不忍心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只是说道 那 朵朵 那个领兵带队的 到底是谁啊 小朵朵哥哥一笑 哥哥哥 师傅你猜 艾玛 又来了 这世上最让人抓狂的两个字 就是 你猜 我耐着性子说道 师傅猜不出来啊 小朵朵好像很失望 哎真没意思 师傅 那个带队的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 见到的铁沙山黄三太爷 和黄三太奶啊 哎呀 我去 竟然是这两位老仙 我还以为是哪店的阎王呢 接下来 朵朵说道 其实 当时在黄三太爷和黄三太奶身边 还有一位老仙 那是一位中年女仙 骑着可高可高的大马 背后还披着一张大披风 那老仙的样子 长得 听朵朵描述那老仙的样子 我越听越是觉得熟悉 朵朵描述的那个老仙的样貌 怎么这么像我那前世的妈妈 苏玉红呢 朵朵在给我讲述她 没有喝孟婆汤的经过的时候 说当时铁沙山的黄三太爷 和黄三太奶的旁边 还有一位老仙 而且听她描述了一遍 那位老仙的样子之后 本来就对这件事 嘖嘖称奇的我 更加的疑惑不解了 听朵朵的描述 我怎么越听越是觉得 那位老仙 像是我那前世的妈妈苏玉红呢 于是 我就让朵朵继续往下说 小朵朵看我眉头紧簇 表情凝重 于是也不再卖关子了 就继续往下讲 就在鬼叉被黑白无常命令着 要给小朵朵往嘴里灌忘魂汤的时候 被铁沙山皇家老仙拦下 这黑白无常 自然不能同意啊 于是 谢碧安上前挤不到 皇家老仙 亡魂投胎之前的这碗忘魂汤 那是不可能不喝的 这是天地初开地府出社之时 上古众神立下的规矩 历来鬼魂投胎之前都要 哪知谢碧安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黄三太奶 身边那位目前疑似是苏玉红的仙家 双腿一家坐下的马肚子 那匹高头大马就往前又走了几步 疑似是苏玉红的仙家说道 谢碧安 饭无救 这事就这么定了 出了什么事 都有我来承担 谢碧安眨巴着眼睛 细细打亮了两眼面前这位仙家 小神眼拙 不知尊驾是哪位 你的肩膀 又怎么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啊 那位仙家并没回答谢碧安 只是冷冷地横 勒一声 就看到围绕那位老仙的身体四周 煞时间便有七彩华光迸逝而出 同时 一圈金色光滑 也围绕在了那位老仙的头部 见此情景 谢碧安犯无救 以及在场所有鬼叉无一例外 全部跪幅于地 谢碧安声音都有些颤抖 小神初见鬼王大人 不识大人真容 还请大人误怪 小神这就送这小女娃 去转世轮回 说吧 马上就把小朵朵 推上了转轮台 这之后 转轮台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小朵朵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小朵朵转世投胎的全部经过 小丫头 讲得云淡风轻 我却听了个惊心动魄 当听朵朵讲到谢碧安 称呼那位疑似是苏玉红的 仙家为鬼王的时候 我也就确定他真的是苏玉红了 可是 关于苏玉红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 只是他是我上辈子的妈妈 民国年间 死于山东省济宁府的一场战乱 后来他避开了勾魂鬼差 然后一直默默修行 我很小的时候 他还看望过我几次 后来胡三太爷封了我的翘学 他也就找不到我了 再后来就是在玉华妈妈 往生极乐的那天晚上 他又才又找到我 等到我出玛丽堂以后 他就一直在我的后堂享受香火 第一次听到鬼王这个称呼 还是在遇到那个 被活人穿错了鞋的燕魂 唐小静的时候 后来也有过几次 他被一些清风和燕魂 叫做鬼王 那时候 我也只是把这个称呼 理解为他修行得好 倒很高深一些 直到后来 我的那个噩梦出现之后 我才隐隐地觉得 我这前世的妈妈 非同一般 可是 就算他再厉害 再非同一般 我却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就连地府鬼差的大统领 黑白无常 都要对他这么毕恭毕敬 如此说来 我这前世妈妈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 惊天秘密呢 另外还有一点 我也很是疑惑 黑白无常 作为地府的中层管理者 为什么他们刚开始 没有认出苏玉红 后来苏玉红的身体里 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仅凭这一点 他们怎么就认出了 苏玉红的鬼王身份呢 这种事情说出去 谁信啊 也许当时还发生了 别的什么事情 只是小朵朵没有注意到 我只不过是区区一介凡人 这得是多大的机缘 能跟这么一位厉害的鬼仙 结下母子的缘分呢 我真的是他前世的儿子吗 种种疑问营绕心头 我脑子里的思绪 犹如一团乱麻一般 月里月乱 可是再想想 每次我有危险的时候 苏玉红几乎都是 第一个出来保护我的 他眼神中 那份对我的关爱和联系 这个是绝对做不得假的 就在这时 小朵朵一边摇晃着我的胳膊 一边哽咽地喊着 师父 你怎么了师父 师父不要吓朵朵啊 师父 我这才回过神来 哎呦朵朵好好的 怎么哭了 朵朵不哭 师父这不是在这呢吗 师父 朵朵刚才叫了你好几声 你都不搭理朵朵 就是眼睛直直地看着天 朵朵吓坏了 朵朵害怕 师父 原来 我刚才是想苏玉红的事情 太过投入 小朵朵叫我 我竟然都没有听见 小朵朵本就生得 极是惹人喜爱 此刻粉嘟嘟的小脸袋上 还挂着金银的泪珠 我也很心疼 更何况 他现在还是刚刚大病出狱 为了哄他开心 我就说道 朵朵 师父带你 去卖棒棒糖好不好 以前 我们家吴月辰小时候 每次受了委屈 我这个办法都很管用 本以为小朵朵听说 买棒棒糖 也能马上破涕为笑 没想到他却说道 师父 棒棒糖不能吃 吃了棒棒糖 会长蛀牙哦 这小丫头 居然这么懂事 现在司庆勋两口子都不在跟前 她还能这么严格要求 自己 这更是我没想到的 于是我就问道 那小朵朵 想要点什么奖励呢 小丫头忽闪着大眼睛 师父给我讲讲 咱们出马仙的故事吧 难得她愿意听这个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给她讲讲也好 寓教娱乐嘛 仙家的规矩 仙家的故事 堂口的结构 弟子的禁忌等等 我就这么穿插着 给她讲了很多 虽然她的身后 是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有铁沙山仙家带着她 以后她也不至于会犯 像我老家的三姑爷那样的错误 可是有些事情 并不是仙家能教的 就拿我来说 我身边还有小八姐 师师督导呢 很多关于萨满弟子的知识 不还是得我自己 在实践中去领悟吗 正当我讲的 口干舌燥的时候 张兰很合时宜地 把茶水端了出来 徐东兄弟 朵朵很调皮 带着她玩了半上午 你也待累了吧 你喝点茶休息会儿 哪里呀 嫂子 小朵朵懂事得很 比我们家吴岳辰省心多了 听见我夸她 朵朵很开心 马上站起来 接过她妈妈手里的茶盘 妈妈 朵朵很乖的 朵朵给师父和妈妈倒茶 又过了一会儿 司庆勋去 茶看店铺也回来了 司庆勋到家 就张罗着 让张兰准备午饭 媳妇 快准备做饭 徐东兄弟第一次来唐山 吃完了午饭 咱们带着他 好好逛一逛唐山 吃完了午饭 司庆勋两口子领着朵朵 带着我好好地 在唐山玩了一下午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唐山也有一个南湖公园 只是一个南湖公园 我们就玩了将近一下午 朵朵虽然大病出狱 她的腿脚 还是有些不方便的 很多时候 都是我和司庆勋 轮换着背她 黄昏时分 找了家饭店吃了晚饭 之后又去了河头老街 第二天 司庆勋又带我去了青东陵 和位于千溪县的 景中山等景区 最后一站 我们去了唐山大地震遗址 站在那面中国枯墙面前 我想 即使是在坚强的汉子 都会忍不住煽然泪下 看着墙上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 好像那面墙此刻 也有了温度 仿佛那242769个王魂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 1976年7月28日凌晨 那一场天翻地覆的灾难 接下来 本来还打算再多陪小朵朵几天 毕竟我家里也没有什么 非我不可的事 早几天晚几天回去 都没什么事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 刚吃完饭 我正在跟司庆勋喝茶聊天 一阵微风吹来 黄永乐就来到了我面前 续续续续 续东啊 今 今晚连 连连连夜回家吧 家里有 有有有 有看看 看看香的 还没等我问她是什么事 黄永乐就跑了 知道老家又有功德了 我也只是简单地 给司庆勋两口子解释了一下 就准备收拾东西回老家 小朵朵自然舍不得我走 好说歹说 算是把小丫头给哄好了 司庆勋一家 把我送到唐山火车站 买了最早的车票 一一息别后 我也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结果上了火车 把我司庆勋 给我家人带的礼物 刚刚放好 我的手机就响了 拿起来一看 却是吴盼盼 接起电话 正想跟盼盼客气几句 他在电话那头就说道 哎呀妈呀 哥呀 你这是嘎哈去了 你咋还不回来呢 我都上你家去成些烫了 哥呀 你赶紧回来吧 我又给你圈了一个活 这回这人指定是犯说的 那家伙丑那样成邪乎了 在电话里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那病人的情况 吴盼盼也没说太明白 我只知道 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 生日时辰也说不准 老爷子以前还挺硬朗的 可是自从两个月 潜力了出马堂口以后 就开始日渐销售 到了现在 起床走动都费劲了 我就在电话里说道 盼盼 有这事 你咋不找赵斌呢 结果他在电话那头说道 哥呀 我咋没找呢 这几天斌哥出门了 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我这不是寻思着 给你多寄点功德吗 要说我这个妹子啊 有啥事都先想着我 她这哪是想给我积累功德呀 就她心里那点小九九 我还能不明白 她不过就是想让我 多挣点香火钱罢了 看来黄永乐跟我说的 应该也就是这件事了 挂了电话 我就琢磨 吴盼盼说的那个病人 八十多岁的老爷子 两个多月以前 出马立唐仔的 这点唐师傅 得有多不靠谱啊 人家都八十多岁了 你还给人家立啥唐仔呀 先不说那老爷子身上 是不是真的仙家的缘分 咱们就假设 他真的有仙家缘分 可是这八十多岁的身体 又有哪个能扛得住 仙家捆翘啊 别说是道横浅的仙家 就算是道横生的老仙 给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捆翘 捆几次 也得直接把人 给送到地府去 我猜测呀 那老爷子 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可是仔细一想 也不对啊 要是遇到骗子的话 最多也就是损失 一些钱财而已 不至于会把那老爷子的 身体高垮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想想 现在我怎么琢磨都没用 还得到时候 看了实际情况再说 于是也就不想了 躺在卧铺上 就准备睡觉 可是闭上眼睛 却怎么也睡不着 大脑之中 不断地出现各种画面 一会儿是两世为人的小朵朵 一会儿是我自己 挠不出来的大清老太太坟 一会儿又是我上次过阴的时候 在地府的河边 看到的那个假的苏玉红 和假的我 一会儿又是梦境里 那令我紧张压抑的阴木木 不知过了多久 总算是睡着了 火车到达辽宁昌途站 我才醒过来 途经公主岭的时候 我又是好一阵感慨 曾几何时 我还跟着小师叔一起 在这里被人在脑袋上 蒙上白布进入幻境 看到了小鬼子 信仰的天照大神 也是在这里 我人生中第一次遇见了小师叔 回到长春 家里刚做好早饭 女儿吴月辰 还是第一次跟我分开这么久 哭了一鼻子之后 看到司庆勋 以及他的大姥姥和三姥姥 给他买的礼物 也就好了 跟家人吃过早饭 玉华在家里归隆 我带回来的东西 我就开车出了门 吴盼盼说的那个病人 现在已经不能下床了 我得上门去看一下 到了盼盼家的水果店 接上盼盼 他给我指路 我们就来到盼盼家 附近的一个小区 为了凸显我的身份 盼盼还给那老爷子的孙子 打了个电话 让人家下楼来接我 见到老爷子的孙子 盼盼给我介绍了一下 这小伙子姓冷 叫冷红冰 小伙子长得挺周正 一看就是个无需操劳 也能衣食无忧的面向 他爸妈都在北京做生意 一年也很少回来几次 平时都是他跟爷爷在家 上楼来到冷红冰家 我们就直接去了 冷老爷子的卧室 老爷子被红冰照顾得不错 虽然不能起床 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这时 我就看到冷老爷子卧室的 西墙边上 一张作为供桌的老式的八仙桌 摆得端端正正 八仙桌上各种水果和香烛 也都摆放得规规矩矩 墙上一张红色唐单 只是写了大约不到三十位仙家 可是这唐单上 却没有写名字 只写了诸如胡五太爷 胡六太爷 黄三太爷 黄四太爷 长三太爷之类这样的名号 更为惹眼的是 八仙桌靠墙的一侧 还供奉着好多仙家的雌像铜像 这也只是我进到这个房间之后 看了几眼 主要的还是要看看 床上躺着的冷老爷子 看着冷老爷子的同时 我就打开了天眼 这一看 我才知道 原来这老爷子三魂七魄中 居然丢了一魄 剩下的六魄中 还有一魄不是很稳 好像马上就要脱离 冷老爷子的身体似的 来到冷老爷子的卧室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西墙上的一张红色唐单 然后是八仙桌上 供奉的水果香烛 以及十几尊仙家的雌像铜像 看了一眼床上躺着的冷老爷子 我的天眼也随之打开 细看之下 原来这冷老爷子 是三魂七魄少了一魄 并且还有一魄很不稳定 接下来 我又在冷红兵家的各个房间 都看了一遍 却并没发现所谓的仙家的存在 这一番查看下来 发现这家的生活条件还真不错 还是个月层的房子 上下两层加起来 足有160平方 各种现代化的家电 以及高档家具 还有那奢华的装修 无一不在彰显主人的贵气和身份 从目前我所掌握的 风水知识来判断 这家的房子 倒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既然别的房间都没什么说到 那我们就继续回到 冷老爷子的房间 来到冷老爷子的床前 冷红兵给我搬了一把椅子 吴师傅 您请坐 这小伙子还挺有礼貌的 我坐下之后 就伸手给老爷子搭了一下脉搏 只感觉冷老爷子脉搏的跳动 虚浮无力 很显然 这是气血两窥晶圆 难守的脉象 老爷子 您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听我问话 冷老爷子浑浊无神的的眼睛 望了望我 只是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说 冷红兵开口道 吴师傅 我爷爷就这样 都已经两天了 跟他说什么 他好像听不清似的 除了摇头 就是点头 我一看 这也不行啊 很多问题并不是点头 yes摇头no 就能得到答案的 于是就把注意力 重新放在了老爷子 供奉的堂仔上 对于乡竹贡果来说 几乎所有堂仔 供的都差不多 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是贡桌上 那一排十几尊仙家 词相同像 刚进屋的时候 我也只是匆匆一瞥 并没有细看 此时仔细观察才看到 这供的也不对劲啊 就看那些雌像同像中 不仅有胡四太爷 和胡五太爷 黄三太奶 和长三太奶 而且还有神话小说 西游记中的 唐僧师徒四人 另外 还有道家的三亲道祖 这简直就是 佛道马三家大杂会啊 这里要说一下 关于出马弟子堂口 供奉仙家塑像这件事 对于帝马的修行 和仙家道行的高低 并不能起到 什么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这个 也不过就是锦上添花而已 更多的 其实还是给香客看的 像有的堂口 香客一进门 就能看见 一屋子仙家的塑像 然后帝马 再故作高深地说几句 让你似懂非懂的话 经过这么一包装 香客马上就会想 嗯 看来这个师父 应该挺厉害的 其实对于 真正有本事的堂口来说 无论你供不供仙家的塑像 你该厉害还是厉害 如果你这个堂口的仙家 和帝马都不行的话 哪怕你把满天神佛的塑像 全都请回来 那也是无济于事 当然 我的这个说法 只是针对出马堂口 回过头来 再说冷老爷子家 供的那些仙家的塑像 马家弟子供奉的仙家塑像 不像佛家和道家 佛家和道家的神像佛像 是需要开光和装葬 葬通葬府器官的脏 而帝马供奉的仙家塑像 只是对仙家 表达敬意的一种形式 所以说 供不好 也供不出什么问题 所以 冷老爷子的问题 肯定不是出 在这些塑像上 接下来再说 他家墙上这张唐单 这张唐单的格式 倒是没什么问题 右边写着 在深山修真养性 左边配出鼓动四海扬名 门楣上是四个大字 有求必应 这都没什么说到 可是中间的各牌仙家 却是一个名字都没有 只写了某某家太严 某某家太奶 这就不对了 而且他这也只是 写了二三十位仙家 连最基本的四两八柱都不够 显然是不对劲 但是像这种唐单 上面一个名字都没有 跟没有唐单 也没什么区别 充其量也就是个摆设 所以说 这单子也供不出什么毛病 既然是这样 那问题又出在哪呢 回过身 我又看了看床上的冷老爷子 这时 就听冷红冰说道 吴师傅 是这样的 我爷爷他 冷红冰刚一开口 我就说道 红冰啊 你不用说 我自己查就可以了 一边说着 我就从背包里 取出香炉 点上三根香 这里要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不让冷红冰 跟我说他爷爷的事呢 早些年 我给人看事的时候 为了图省事 都是尽量让香客 或者病人家属 跟我讲家里发生的事情 可是后来 我就发现 很多时候 由于主观因素和个人喜好 以及一些隐私等等的原因 那些香客和病人的家属 在讲述的过程中 都会多多少少地有所隐瞒 或者不讲重点 后来 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 事情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 很多时候 我都是请仙家 帮我去查的 我这边刚把香点着 几秒钟之后 黄三太奶带着黄永乐黄小七 还有大黄和小黄就来到了 接下来 我就把冷老爷子的症状 跟黄三太奶说了一下 听我说完 几位皇家老仙 仔细地看了看冷老爷子 然后黄永乐黄小七 以及大黄小黄 就都化成一个光点飞了出去 只剩下黄三太奶没有走 接下来 黄三太奶就跟我说了一下 冷老爷子的事 原来啊 这冷老爷子虽然已经八十岁了 之前那身体可是棒得很 就这岁数 还经常跟着冷红兵出去慢跑呢 前几年 他还不到八十岁 那时候每到夏天 他还会去南湖游泳区 跟人家五六十岁的大爷比赛游泳 近几年 冷红兵担心 他在水里会有什么危险 也就不让他去游泳了 只是每天晚饭后 陪他在楼下慢跑一会儿 冷红兵也是大学 刚毕业不到一年 父母都在北京做生意 家里条件好他也就没有急着找工作 于是就留在老家照顾爷爷 可就算冷红兵再怎么孝敬爷爷 也终归还是年轻人 平时大部分时间还是宅在家里打游戏 这冷老爷子却闲不住 经常下楼出去溜弯 后来 冷老爷子就在长春儿童公园 认识了一个老太太 那老太太很会察言观色 平时唠嗑 也总是能说到冷老爷子的心坎上 一来二去的 丧偶多年的冷老爷子 就觉得找到了红颜知己 仿佛自己的老年生活 也迎来了第二春 冷老爷子没什么事 就喜欢去公园溜弯 后来在儿童公园 就认识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性度还不到六十岁 年轻的时候长得就漂亮 再加上后天的保养 这一下子就打动了冷老爷子的心 长春的儿童公园 虽然名为儿童公园 可是到这来消遣的人 儿童没几个 反而是老年人居多 这个应该也算是长春的一大怪吧 特别是公园里离大门不远 有一片小树林 那里每到白天 都会聚集好几十位老爷子 这几十位老爷子 退休之后没什么事干 成天聚在这里讨论国际形势 他们往往都是围成一圈 中间有那么一两个能言善变的 在那里唾沫横飞指点江山 好像比张局座还局座 当初冷老爷子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后来也不知道 怎么就认识了杜老太太 随着两个人了解得越来越深 冷老爷子才知道 这杜老太太原来是个出马看事的 其实这杜老太太 哪是什么出马看事的呀 她就是一个大骗子 同时 她又知道 儿童公园这里的退休老头比较多 而这些退休老头手里有钱 对她这样风韵犹存的老太太 又没有多少防备心 于是 她就仗着自己能说会道 后天保养的也不错 每天都来这里物色猎物 跟那些退休老头先谈感情 然后再忽悠人家 立堂子骗钱 冷老爷子家条件不错 每天来公园都穿得溜光水滑的 后来 她就被杜老太太给盯上了 冷老爷子丧偶多年 身边一直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 这下可倒好 老爷子迅速坠入爱河 老太太见火后到了 就说自己看出来 冷老爷子身后 也有一堂仙家 如果不把堂仔立起来 仙家得不到供奉和香火 就会暗中搅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老爷子早就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啊 于是稀里糊涂的 就被杜老太太给立了堂仔 立完了堂仔 杜老太太花言巧语一顿忽悠 又让老爷子请了不少的佛像 那些佛像 老太太都是二三十块钱进的货 结果被老太太一转手 一尊就是一千八百八十八 担心冷老爷子不肯花这个钱 他还忽悠老爷子 冷哥啊 按理说就咱们这关系 我不应该收你这钱 可是如果我不收你的钱 仙家就会觉得你没有诚心 以后还会搅和咱俩呀 冷哥你放心 以后咱俩在一起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就这样 冷老爷子的堂仔 就稀里糊涂地立了起来 要是事情发展到这就结束了 也没什么事 可是老太太非说 冷老爷子身上的冤亲债主太重了 非得忽悠冷老爷子 还应债烧替身 如果这杜老太太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只是烧点纸 再烧个纸人 这也没啥 偏偏他还明白一点 就跟冷老爷子 要了生辰八字 给老爷子把替身给烧了 听黄三太奶讲到这里 我才想起来 昨晚在唐山的火车上 吴盼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不是说不知道 这老爷子生辰八字吗 这怎么到了 这又知道生辰八字了呢 这个问题先放这 一会儿再问盼盼和冷红冰 我们接着说冷老爷子的事 烧完了替身之后 不出意外的 冷老爷子 就再也找不到那杜老太太了 公园找不到 老爷子就去老太太家里 结果到了老太太家才知道 那处房子只是杜老太太租的 现在早已经人去无空了 这一下 冷老爷子前前后后 被杜老太太 一共忽悠了将近四万块钱 当然 四万块钱对于冷老爷子来说 还不算什么 只是眼看着一段好姻缘 就这么没了 老爷子突然间没了精神寄托 一股火就病倒了 老爷子病倒以后 又是咳嗽 又是高烧 冷红冰还特意把社区卫生所的大夫 请家里给老爷子挂点滴 黄三太奶告诉我 其实冷老爷子 当时并不是普通的上火和感冒 罪魁祸首 就是杜老太太给烧的那个替身 这替身可是不能乱烧的 烧替身 找对了师父 自然可以消灾免货 如果找错了师父 烧了替身 那可就极有可能大祸临头啊 像我们这些得到了另期大印的堂口 都是经过三界承认的 正规的堂口 每次给香客烧替身 在阴间也都是有备案的 比如我的堂口 每次给香客烧替身的时候 阴间就会记上 无门抚仙堂 某年某月某日 为什么是替香客 谁谁谁烧了替身 这个因果 弟子和仙家背上一部分 剩下一部分还是 要由香客自己背着 但是这个替身 却可以替香客挡一些小灾小难 大灾大难 替身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那些半懂不懂的所谓的师父 他们帮着烧的替身 阴间也是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的 通常情况下 阴间会派出专管这类似的鬼叉 不定期地来阳间巡查 把这些没有记录在案的替身 押解到地府关起来 等到这些替身攒到一定数量 然后一起销毁 大家可不要小看 这些没有被阴间记录在案的替身 他们拥有了原主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 跟原主产生了联系的 冷老爷子就是这样 当天 他去杜老太太家 没有找到杜老太太 他也知道自己是被忽悠了 回来之后心情烦闷 让冷红冰做了几个小菜 就多喝了一点酒 喝完酒老爷子回屋休息 就在这时 门窗紧闭 屋里却刮进来一阵邪风 马上 一个长得跟老爷子差不多的人 就出现在老爷子床前 那人也不说话 只是看着老爷子不住地笑 那人笑得很是僵硬 虽然嘴角上扬 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 老爷子也知道 自己是碰到了邪性的东西 当时吓得就晕了过去 这也就是老爷子病倒的原因 后来在冷红冰的悉心照料之下 老爷子虽然慢慢地有所好转 可是经过那一番惊吓 他三魂七魄中 掌管活人气血精神的那一魄 马上就开始躁动起来 其实啊 老爷子当天看到的那个人 就是他们之前烧的替身 日子一天天过去 眼见着爷爷一天天康复 冷红冰也就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远在北京的父母 就在两天前 那个替身又出现了 经过上一次的惊吓 老爷子那一魄 还没有完全安稳 这下可倒好 那掌管活人气血精神的一魄 这回直接被吓得离蹄出 那替身见那一魄 马上就要飘出屋去 一伸手 直接就把那一魄抓了过来 然后飞身飘出窗外 慢慢地飘远了 这也就是冷老爷子 得病的整个过程 黄三太奶讲完了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才知道 原来刚刚黄永乐 他们四位老仙 是出去寻找 那个替身和老爷子 丢失的那一魄了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就准备问一下 吴盼盼和冷红冰 为什么我在 唐山火车上的时候 他们不告诉我 老爷子的生辰八字 就在这时 搜搜搜搜 四个光点就飞了进来 黄永乐他们回来了 黄永乐回来就说道 叙叙叙叙 叙东啊 娜娜娜 谢谢谢 谢必安 让让让让让 他这一着急 说了半天 也没有说出下文 反而是一跺脚说道 嗨 哎呀 晓晓 小七 妮妮 你说吧 黄小七倒是不接吧 她三言两语 就给我说明白了 听了黄小七的话 我心里想 哎 看来这次又要去地府 跑一趟了 听黄三太奶 讲完了冷老爷子的事 我就想问一下 吴盼盼和冷红冰 问问他们 为什么对我隐瞒 冷老爷子 生辰八字的事情 可就在这时 黄永乐他们 四位皇家小仙 都回来了 黄永乐就想开口 跟我说 冷老爷子丢失的 那一魄的事 可是这老仙 却越着急 就越接吧 最后 黄永乐一跺脚 哎呀 小小小 小七 你你你说吧 接下来 小七就说了 他们出去以后 发生的事情 原来 在刚开始 四位皇家小仙 跟随黄三太奶 来到冷老爷子家的时候 他们一眼就发现了 冷老爷子丢失一魄的事情 于是他们四位老仙 马上就跑出去 帮着寻找那丢失的一魄 他们出去不久 就找到了冷老爷子 那个替身 冷老爷子丢失的那一魄 对冷老爷子来说 固然是极其重要 可是这主管精神气血的一魄 对于那个替身 来说也是同样重要 他又怎么会轻易 把那一魄 交给黄永乐他们 可那替身 打又打不过黄永乐他们 也只能转身就跑 那替身的腿脚 又怎么能比得过 皇家的老仙 不多时 就被四位老仙追上了 可就在四位老仙 围住了那替身 准备把他压回来的时候 一队专管这类替身的鬼差 就出现了 这些鬼差的领队 正是黑白无常 接下来那个替身 就被谢碧安给要了过去 谢碧安开口 黄永乐他们 总要给个面子的 可是冷老爷子丢失的那一魄 还在那替身身上 黄小七就说道 无常老爷请留步 能否让我们把我家 相克丢失的那一魄给带回去 哪知谢碧安却说道 没事 有我们看着 这一魄散不了 回头让你们家地马来地府取一趟 这许久不见你家地马 我们兄弟还怪想他的 说吧 两位无常老爷 还有那些鬼差 就压接着一对 烧得不对劲的替身 头也不回地 慢慢走远了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黄永乐他们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 这件事 如果不是中途 出现了黑白无常 黄永乐他们 也就早都回来了 听黄小七说完 我心里琢磨 按理来说 正常情况下 黑白无常 不应该扣了冷老爷子那一魄 他们完全可以 让黄永乐他们 把那一魄给带回来 这样一来 岂不是我和鬼差 都省了不少的事 如果在平时 按照正常的流程 他们也不该把冷老爷子 那一魄给带走啊 难道就是因为想我了 就借着这个油头 让我去地府走一趟 这件事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 就在这时 我的脑中 忽然灵光一闪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 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次是过阴去 给一个老太太送牛 也就是那次 我在奈何桥下的 那条河对岸 看到了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有那另一个我 而且前几天 在唐山的时候 小朵朵还说 她上一世投胎的时候 看见黑白无常 对苏玉红极其的尊敬 难道是因为苏玉红这件事 黑白无常才 让我去地府 这十几年时间里 关于那个假苏玉红的梦魇 一直困扰着我 我也曾经问过苏玉红两次 可是每次苏玉红 都是不肯跟我透露一个字 知道问了也不会有答案 后来我就不问了 既然今天赶上 冷老爷子这件事 那我就再去地府走一趟 这次到了奈何桥前 我一定要多多留意和对岸 以及周围的情况 一说到过阴 没有赵斌在身边 我是真的不放心 万一在这个过程中 有哪个愣头青动了我的肉身 那我岂不是彻底些菜了 马上给赵斌打了个电话 老赵 在哪呢 啥时候回长春啊 我这有一个过阴的法式 老吴啊 我跟小蕾去大庆 给人破关去了 现在正往回走呢 再有一个多小时 就能到长春了 嘿 这老赵回来的 还真是及时 不仅他回来了 同时也把我那外甥女 莫小蕾带回来了 这下人手就够了 跟赵斌说了 冷老爷子家的地址 我就挂了电话 送走了皇家的几位老仙 这时 我才把冷老爷子身上的事 从头到尾的 跟冷红兵说了一下 冷红兵从来也没有 遇上过这样的事 听我说完 这小伙子 当时就下马爪了 吴师傅 我爷爷这是这么严重啊 还得麻烦您去阴间跑一趟 小伙子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说话也带着哭腔 说完 马上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吴师傅 求求您 一定要把我爷爷的病给治好啊 您说说 这我爸 我妈都不在家 我把我爷爷给照看成这样 等我爸回来知道这事 还不把我腿给消舌了呀 哎呀妈呀 这可咋整啊 这时 一旁的吴盼盼就说道 没事红兵 就我哥这么尿性 他一出手 不管啥事 都能给你整背福尔地 背福尔地 背福尔地 东北方言 其中福尔 事儿化音 指的是事情办得漂亮的意思 这时 我才说道 红兵 人家骗子给你爷爷烧替身的时候 你们能告诉人家 老爷子的生辰八字 盼盼 为啥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不跟我说 老爷子的生辰八字呢 我说到最后的时候 语气中已经透着不满了 这时就看吴盼盼 马上看向了冷红兵 是啊 红兵 你不是说你们家人都不知道 你爷爷的生辰八字吗 这 这咋又知道了 咱们这都多少年的朋友了 这点事 你还瞒着我 冷红兵马上局促了起来 不停地搓着手 哎呀 吴师傅 盼盼姐 我真不是故意瞒着你们 只是 只是半年前 有一个姓梁的道士大爷 给我爷爷批了一挂 后来那梁大爷告诉我们 任何人问起我爷爷的生辰八字都不要说 所以 我这 才 听冷红兵说到姓梁的道士大爷 我就是心头一喜 随即问了那道士的模样 冷红兵给我仔细描述了 一下那个道士的模样 嘿 还真就是梁叔 要说这冷老爷子 也是命里该着 必有这么一劫 这是躲都躲不过去啊 梁叔 都给你看到这一步了 还给了你警告 结果老爷子看见漂亮老太太 就把这事给忘到脑后了 你这不就是上赶着受骗吗 明白了冷红兵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爷爷的生辰八字 接下来 我就把过阴的法经 跟冷红兵谈了一下 这么多年以来 不管物价怎么上涨 我们师门这些顶乡弟子 在破关和过阴这类大法事上的香火前 却没有涨 一直都是五千 冷红兵就说道 吴师傅 只要是能把我爷爷给治好 别说五千 就是五万 我也出得起 红兵啊 那倒是不需要那么多 说五千就五千 多一分我也不收 接下来 冷红兵继续留在家里 照顾他爷爷 我把吴盼盼送回了他家的水果店 自己就去了西四道街 准备过阴要用的东西 在四道街 我都有固定的供货店铺 没用多久 就把过阴需要用的东西 全都买齐了 现在只要回家 把我家养的那只大黄公鸡带上 也就是万事俱备 只等黑夜降临了 我刚到家 赵斌和莫小蕾也回来了 小舅舅好 这是我给你家带回来的大庆特产 赵元小米 莫小蕾首先跟我打招呼 并且把一袋小米递了过来 这孩子每次出门 都会给我们家 带一点当地特产回来 谢过了小蕾 我马上反应过来 刚才在冷老爷子家的时候 赵斌已经在电话里跟我说了 他们这次是去大庆给人破关的 小朵朵的前世就生在大庆 结果我刚从唐山回来 就赶上赵斌他们也在大庆回来 这里面又有什么联系呢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这种想法只是在心里一闪 想着赵斌也不可能知道 这里面的事情 我也就没有提这件事 把小米送回屋 当天中午 赵斌和小蕾就在我家吃的午饭 玉华特意做了二米饭 大米和小米缠在一起做的饭 不得不提一嘴 这大庆市赵元县的小米真是不错 就连我这个 平时不怎么喜欢吃小米的人 都吃了三碗饭 下午没什么事 我去自家浴池看了看 又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 洗完了澡一身轻松 黄昏时分 吃完了晚饭 我就带着赵斌和小蕾来到了冷老爷子家 刚一进屋 就看到吴盼盼也在这里 哎 我不是把他送回他的水果店了吗 他怎么又回来了 仔细想想 他一直对我们出马仙这个行当很感兴趣 这次能赶上过阴这么大的法事 他又怎么可能不来看一看 简短节说 晚上七点二十多 天上的星星都出来了 我们的过阴法事也开始了 依旧是小蕾帮我请七星落座 然后为我打表文 赵斌依旧负责二神的工作 以及帮我盯着隐魂香和肉身 这次过阴 为了探查关于那个假苏玉红的事 在小蕾打点阴差的时候 我特意嘱咐 让他少给阴差烧点钱 主要是不想让阴差们 那么积极地来迎接和保护我 一来阴间这条路 我走了这么多次 现在已经能够完全靠自己 走到丰都城了 二来 身边没有了阴差的保护 我也能放开手脚 来探查关于苏玉红的事 一切准备就绪 先家到位 小蕾奉请七星落座之后 就把表文给我打了过去 随着悲伤的曲调响起 赵斌的哭泣观也开始了 我也闭上了眼睛 尽量放松身体 很快 我便顺利地来到了 长春城隍神这里 走进城隍神给我开启的那条 通往阴司地府的大门 我就来到了黄泉路 黄泉路上 依旧是漫天黄沙 和不知从什么方向吹来的狂风 随着赵斌 哭泣观的指引 我也顺利地找到了一群 二三百鬼魂组成的队伍 跟随这个队伍一路前行 我不时地偷偷观察周围的情况 看能不能找到 跟苏玉红有关的蛛丝马迹 可是一路过了望乡台 恶狗村 荆棘岭 我都是一无所获 要说阴间的鬼叉 可真是无力不起早 这次没有给他们打点足够的银钱 他们还真就没有来接我 一路来到以前 遇到过赵姐父亲的那个戏台跟前 这里依旧跟以前一样 除了这个戏台 四周围全都是各种不要钱的美食摊位 这里的东西 自然是不能随便吃的 我也没有沉迷戏台上的二人转 只是学着别的鬼魂的走路姿势 在那些美食摊位中随意前行 直到走了大约十几分钟以后 突然 远处一个铁板鱿鱿的摊位 引起了我的注意 并不是那个摊位的铁板鱿鱿 有多吸引人 而是那摊位的两个摊主 怎么那么像苏玉红和那个假的我 离得太远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时我又不能跑 只好慢慢地往那个摊位跟前挪 随着我离那个摊位越来越近 我看那两个摊主忙碌的身影 也越来越像苏玉红和那个假的我 就在这时 那两个摊主好像也发现了我 只感觉那个假的苏玉红 好像是瞄了我一眼 然后 他们的方位就变了 这怎么形容呢 这么说吧 就好像他们的摊位下面 是一个带转轴的圆盘 在那个假的苏玉红看了我一眼之后 他们的摊位在一瞬间 就转了一百八十度 这样一来 那两个摊主 也就从之前的面向我 变成了背对着我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背影 那个像是我的摊主 我不好确认 可是我曾经无数次 看见过苏玉红的背影 他们转过去之后 那个女鬼的身影 更加地像是苏玉红了 我迈开脚步 就要走上去看个究竟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我背后响起 好曾孙 大太爷来接你了 我急忙止住脚步一回头 果然是我们家的清风教主 我一弯腰 给大太爷行了个礼 旭东见过大太爷 我这样一弯腰 同时再低一点头 同样能从自己 大腿的侧面 看见刚刚那个 铁板鱿鱼的摊位 可是就在这时 我从身侧弯腰向后看去 那个铁板鱿鱼的摊位 居然不见了 哎 怎么回事 那摊位就在几秒钟之前 还在那里 而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有假的我 也在那里忙碌着 怎么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就不见了呢 这可真是见鬼了 哎 不对啊 这里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不都是鬼吗 旭东好曾孙 走 大太爷带你去封都城办事 上次来送牛的时候 大太爷就没有告诉我 关于假苏玉红的事 这次自然也不会告诉我 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就上了大太爷 给我准备的那匹高头大马 在几十个鹰兵的保护下 我们一路前行 来到了封都城的城门口 我一转身的功夫 那个假的苏玉红 和假的我就不见了 这边大太爷还在催促我 上次看见这两个人 大太爷就跟我含糊了过去 心里知道 即便是问了 也不会有什么答案 于是我也就没有在问什么 直接就上了马 在一队鹰兵的保护之下 来到了封都城的城门口 远远的 我就看到谢彼安和范无舅 两位无常老爷 正站在城门外等着我 这倒是令我很是诧异 一般来说 我来过鹰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要在城门口等一会儿 鹰兵进城 通报了两位无常老爷 他们才会出来接我 这次他们两位 居然早早地就等在了城门口 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急忙下马 劳烦谢爷爷范爷爷在这里等候 小子我这心里惶恐呀 嗯 无门府清风教主去忙吧 小弟马 要不是我们兄弟请你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 我们俩的老骨头了 大太爷给这两位无常老爷 行了一礼 就带着那队鹰兵走了 我却急忙再次弯腰行礼 哎呦为谢爷爷范爷爷 这哪能呢 小子我忘了什么 也不会忘了两位爷爷啊 这不是杨坚所事缠身 一直也没有机会 来看望您二位吗 谢彼安什么也没说 只是拿眼睛鞋 瞟了我一眼 必须死 这时一旁的范无舅突然吼了一嗓子 好好 咱们这就带无门府小弟马去办事 走吧小弟马 我兄弟都已经着急了 一句话刚说完 我的手腕就被范无舅紧紧地握住 几乎与此同时 我的另一个手腕 也被谢彼安握在了手里 耳畔风声响起 脚下的建筑不断地快速后移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我们就来到了第一店严罗秦广王的阴丝宝殿 给秦广王行了礼问了安 又递交了过阴表文 以往来过阴的时候 秦广王看完了过阴表文 一般都会马上扣上他的大印 然后我就直接去办事了 可这次秦广王看着我的过阴表文 却皱起了眉头 嗯 谢彼安犯无救 你二人平白无故 把活人灵魄带到地府作甚 平日里的差事还不够你们忙的 为何要横生之劫啊 谢彼安一弯腰 呃 阴君 这个 呃 我这才想起来 谢彼安把冷老爷子丢失那一魄 带到地府 这是不符合地府规矩的 可是过阴之前 我却忽略了这一点 没有在表文上 帮两位无常老爷遮掩一下 要说这谢彼安反应还真快 他只是顿了一下 就说道 丙阴君得知 此事原因有二 其实那老冷头命理 该者有此一劫 我们兄弟也是顺天为 在一旁帮他造了这一劫 秦广王锦州的眉头 略微放松了一些 那第二个原因呢 谢彼安急忙达到 这齐二马 就是这乌门府小弟马 现在正在阳市著书立传 其中涉及很多 我阴私地府之事 是以小神才借此机缘 将其换到地府 来跟严君报备一二 秦广王明显的眉毛一条 同时也看向了我 哦 小乡童还有这番善觉 当真是宅心人后 功德无量啊 哪里哪里 严君老爷您谬赞了 小子我 无非是凭借烛火之点点微光 照亮一些有缘之人 同时也为自身和本唐仙家 积累一些功德而已 秦广王微微点头 嗯 小乡童不骄不躁 也算稳重 然则天有天法 地有地归 地府之中 亦非所有事都可叫活人知晓 稍后 请两位无常神使给你讲一下 那些地府不可教活人知晓之事 又跟秦广王客气了一番 最后秦广王给我的过阴表文按上了大印 我才顶着一脑门子汉 跟随黑白无常 走出了秦广王的阴丝宝殿 刚一出来 两位无常老爷又带着我飞了起来 一路上 随着脚下建筑不断后移 我就看到前方不远处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仔细回想 原来这里 是我之前去过的拔蛇地狱 刚刚飞过拔蛇地狱的上空 谢彼安就说道 无门府小弟马 前面的所在 并不是你该看到的 只能暂时委屈你一下了 说吧 只见谢彼安空着的那只手 在空中一拖 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看见一条黑色绸带 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他轻轻一挥手 我就感觉眼前一黑 接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 我的耳畔出了呼呼风声 好像还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铁匠铺打铁的声音 在这阴丝鬼城 那种打铁师傅大锤配合小锤 敲打在铁器上 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听起来格外的诡异 可是我宁神仔细倾听 除了那叮叮当当的声响 却一句说话的声音都没有 后来 随着我们向前飞行 那叮叮当当的打铁之声 终于由大变小 最后一点也听不见了 又是一盏茶的时间 我的脚下 就有了踩在石地上的感觉 这时 眼前遮挡视线的那条黑色绸带 也消失不见了 睁开眼 眼前的场景 突然让我有种窒息的压迫感 呈现在我眼前的 是一栋无比巨大的房子 那栋大房子 似乎是用一整块 无比巨大的青石 在中间凿空而修建出来的 这栋巨大的石头房子 足有三四十丈高 长和宽 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只见谢碧安举起手上的丧魂棒 在我们面前的石壁上 有节奏地敲打了一阵 然后范吴就伸手 在那石壁上轻轻一点 我们的面前就出现了一座 类似于古代牌楼的大门 谢碧安说道 走吧小弟嘛 我们兄弟带你进去参观一下 呃 参观 这两位不是带我来 取冷老爷子丢失的那一波的吗 怎么他会说参观 他们要带我参观什么 看着我脸上疑惑的表情 谢碧安继续说道 嘿嘿嘿嘿 以前带你参观的那几个兽形地狱 在地府都是小打小闹 今天谢爷爷 我就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地狱 这里便是十八层地狱中的 第十二层 冲旧地狱 冲冲旧旧旧 黑白无常 把我带到一处巨大的石头房子跟前 告诉我 这里就是十八层地狱中 排名第十二的冲旧地狱 一边往里面走 谢碧安就给我介绍了一下冲旧地狱 谢碧安说 冲旧地狱 又称导冲地狱 来此兽形的鬼魂 大都是生前浪费粮食和食物之人 除此之外 那些在生意场上恶意竞争 囤货居旗 哄抬物价 导致市场紊乱的人 死后也会来此受刑 还有 那些生前乱搞个人崇拜 甚至创建邪教 扰乱社会秩序的真小人伪君子 以及不顾百姓死活 搜刮明知名高的贪官污吏 死后 也都一并发网 充就地狱受刑 正所谓 刮明知高满私欲 倒费冲心报此身 到地府来的次数多了 我知道黑白无常会掌握时间 不会让我在隐魂相燃尽之前 还走不出去 也就不再担心 踏踏实实地跟他们往里走 我本以为走进那道大门 我们就能直接进入充就地狱 可是走进去才知道 里面居然是一条冗长的小道 谢彼安都给我介绍完了 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 继续往里走 隐隐地就有很多 鬼魂哀嚎的声音传过来 又走了一会儿 眼前豁然开朗 只感觉充就地狱的内部 像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 四周十几层 就像老师的筒子楼一样的建筑 四周那一圈圈 一层层的围栏后面 摆放着无数的石槽 有的石槽空着 可是空着的石槽里面 由于今年累月 被兽形鬼魂的血液氢染 已经显现出黑红的颜色 那黑红的颜色 让人看一眼 都会遍体声寒 而那些正在被使用的石槽 每个槽子里面 都躺着一个鬼魂 正在被石杵 一下一下地砸在胸腹之上 刚刚我们听到的哀嚎之声 便是来自于这些鬼魂 这时 我身后突然传来几声 锁链碰撞的声响 我回头一看 就见两个阴差 压接着一个女鬼 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女鬼看见 别的正在受刑的鬼魂 马上下的双腿发抖 连走路都不会了 鬼差大哥 求求你们 不要给我上这个刑罚啊 求求你们 我可不想遭这个罪啊 我给我儿子托梦 让我儿子多多孝敬 两位鬼差大哥 我家有的是钱 只要不让我受这倒冲之行 多少钱都可以 可是 任凭那女鬼如何地苦苦哀求 那两个鬼差 都是面无表情不为所动 就看两个鬼差 直接把那女鬼架了起来 打开一旁的一段铁栅栏 把那女鬼拖进去 扔进了石草里面 怕那女鬼挣扎 两个鬼差 还把她的四肢 都用铁链固定了一下 虽然我特别不喜欢 这种血腥的场面 可是为了更细致地 了解这里的事情 我还是走近了一些 这时 就看两位鬼差 抬起一旁足有五六百斤的石草 一下就砸在了 那女鬼高耸的胸脯上 啊 那女鬼发出了一声 无比凄厉的哀嚎 与此同时 也不知道是因为疼的 还是石草砸在胸口 产生的条件反射 就看那女鬼的两个眼珠 都直接突出了眼眶 同时 她的舌头也伸出来老长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中就是一紧 同时也是一皱眉 就别过了头 啊 那女鬼又是一声哀嚎 我转过头来再看时 就看那两个鬼差 不断地用石杵 捣砸那女鬼的前胸和肚子 每砸一下 那女鬼的眼珠都会凸出来 同时也会伴随一声嚎叫 直到十几分钟以后 那女鬼的胸腔和腹腔 都被捣成肉泥 接下来就看那两个鬼差 一人拿了一个铁钩子 把那女鬼还完好的四肢 以及脑袋 从石草中勾出来 鬼差把那女鬼的四肢 和脑袋勾出来之后 依旧按照人体的正常生理结构 摆到了一旁的一个石台上 这时 我的眼前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就看刚刚胸腹 都被捣成了肉泥的女鬼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恢复着肉身 只是短短的两三分钟 那女鬼的身体 就恢复如初了 这时 刚刚那两位鬼差 又把恢复如初的女鬼 重新放到了刚刚的石草里 固定好了女鬼的四肢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捣冲 看两个鬼差的表情 却是不以为意 就像是我们吃饺子之前捣钻一样 刚刚我还以为只是这一次 那女鬼的刑罚 就算结束了 谁知道 阴间居然还有这一手啊 我就问道 谢爷爷 这个女飘 要在这里被捣冲多少次才算完啊 谢必安 依旧是那副阴侧侧的嗓音 嘿嘿嘿 这就要看她罪孽的轻重了 来这里受刑的鬼魂 最少都是十八年打底 有些大奸大恶的鬼魂 没个七八百年 就不要想着再去投胎了 嘿嘿嘿 听了谢必安的话 我好像双腿都使不上劲了 同时 我感觉自己的心口和肚子 也好像有一团阴郁之气堵在那里 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这时 谢必安拍了拍我的手背 走吧 小弟马 带你去取老冷头那个灵魄 说完 谢必安和范无旧 就朝着旁边的一面 空着的抢走了过去 我就要抬腿跟着走过去 可是一迈不才感觉到 两条腿已经不会使劲了 谢爷爷 您二位等等我啊 我这腿 呵呵 我老脸一红就向谢必安求助 本以为我这么没出血 会惹来两位无偿老爷的嘲笑 没想到谢必安却说道 嘿 脸红什么啊 小弟马 你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以前我们带别的弟马过来的时候 有很多都吓得连郎子带姜子全都出来了 郎子 姜子 指的是大小便 就看谢必安重新走回来 拿起他那根丧魂棒 在我两条腿上分别轻轻地敲了一下 说也奇怪 被他敲了那两下之后 我这两条腿 马上就恢复了过来 我们又来到刚刚那块空着的墙跟前 谢必安举起丧魂棒 点了墙面两下 那面墙上 马上就出现了一扇矮小的石门 支呀呀呀 蹲 石门打开 我们都低头弯腰走了进去 随着我最后走进来 身后那扇小石门也自动关上了 小弟马 再往前走一会儿 就是关押稍缩替身的牢狱了 这时 我看四周再也没有别的鬼叉和鬼魂 现在就只有我们三个 我就说道 谢爷爷范爷爷 麻烦您二位先停一下 小子我有件事 跟你二位打听一下 于是 两位无常老爷 就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 可他们却没说什么 见他们停下脚步 我尽量把声音压到最低 两位爷爷 你们可认识我家 有一位叫苏玉红的鬼仙 在充就地狱 目睹了一番鬼魂受罚的场景之后 两位无常老爷 就在不远处 一块空着的墙面上 开出了一道低矮的小石门 我们低头弯腰走进去之后 就看到一条 逼着狭长的小道 虽然小道不是很宽 好在高度够用 我们都能支起腰来了 这时 我看身边再也没有 其他的鬼叉和鬼魂了 就让两位无常老爷稍等一下 压低了声音问道 两位爷爷 您二位可曾听说过 我们家堂口 有一位叫做苏玉红的鬼仙啊 听我这么一问 谢彼安和范无旧 都稍微地抬起了头 眼睛里的目光 都看向了左上方的虚空之中 似乎是在记忆中 努力搜索 关于苏玉红的信息 几秒钟以后 谢彼安看了看范无旧 范无旧摇了摇头 谢彼安就说道 小弟嘛 你们无门府堂口的仙家 我们兄弟都是知道的 可以这么说 从胡三太爷往下 哪怕是只有百年倒横的小仙 我们都认识 可却唯独没有听说过 一位叫苏玉红的老仙 他这么一说 我就有些奇怪了 前几天 小朵朵明明说过 这两位无常老爷 是见过苏玉红的 不仅如此 而且这二位 对苏玉红的态度 还都是毕恭毕敬的 可是我留神注意 他们刚刚的表情 并不像是在骗我 记得以前在保定的时候 何语廷何警官 曾经教过我一点点 跟心理学有关的知识 那何语廷最早可是 专门研究 最范微表情的专家 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把人类微表情 分析这个课题给扔下 有时间的时候 他还是会理论结合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学习 大多数时候 只要有他从头到尾地 跟进整个案子的进展 等到了审问嫌疑犯的时候 他只要一直盯着那个嫌疑犯 就会知道嫌疑犯的口供里 哪句话说的是真话 哪句话说的是假话 恰巧何语廷跟我说过 当你问某人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那人的目光 是飘向左上方的 那么基本上 这个人接下来说的话 就是真话 反之 如果这个人的目光 是看向右侧的话 那么极有可能 他就是在准备编造谎言 我记得当时何语廷 还给我解释了 这个方法的原理 他说 我们平时看电影电视 或者看书的时候 一旦看到文字 都会习惯性地 从左往右看 而且现在不像古代了 我们平时写字的时候 也都是习惯性地 从左往右进行书写 这种习惯日积月累下来 我们的潜意识中 就会有意无意地 把左边归类为 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中间 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右边也就成为了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 在面对有人 向我们询问 以前发生的某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说真话 就会下意识地 把眼神往左边看 相反 如果我们想要 编造一个谎言的时候 也会下意识地 往右边看 这种无意间 做出来的细微动作 就成为微表情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见 两位无常老爷的眼神 都是看向了左边的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 那也就是说 黑白无常并没有跟我撒谎 黑白无常没有撒谎 小朵朵又言之凿凿地说 两位无常老爷 看见了苏玉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小朵朵 对我撒了谎 不能啊 虽然跟小朵朵相处的时间不长 可是我觉得这孩子 不可能会骗我 这些想法 也只是在脑子里 快速地划过 这时 就听谢碧安 也压低了声音说道 小弟马 难道你家堂口 有一位没上堂单的鬼仙 谢碧安这么一问 我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要知道在东北马家 不止我无门府一家 有没上堂单的清风鬼仙 这种鬼仙 不上堂单只在后堂 享受香火的现象 在东北的出马堂口 那可是多了去了 远的不说 赵斌和莫小蕾的堂口上 都有没上堂单的鬼仙 而这种鬼仙 不上堂单的原因 大多数都只有两个 第一就是上一世 或者上几世的缘分 又不是自家门槛里的 所以才不能上堂单 只能在后堂享受香火 第二就是为了 躲避地府差役的巡查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那这样的鬼仙 一旦被地府抓回去 所受的刑罚 那是不可想象的 而我却偏偏 把这两点都占了 如果我堂口的苏玉红 仅仅单纯的 只是苏玉红的话 那现在 苏玉红就相当于是逃犯 黑白无常 则相当于公安局刑警队的 大队长 如今我作为逃犯的儿子 跟刑警队大队长 聊自己逃犯妈妈的事 我特么 这又成了特么什么人了 我这不是成了高密者了吗 一时之间 想起以前苏玉红 对我的种种关爱 我是真特么想 狠狠地抽自己 几十个大嘴巴子 看我一张脸仗得通红 又不言不语 谢碧安就继续问道 小弟马 你家有没有没上堂单的鬼仙 呃 这个 啊 那个 我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后说道 谢爷爷 没 没 没什么事 咱们就快去取冷老爷子 丢失的那个灵魄吧 我的隐婚箱 可能都快烧到根了 必须死 这时范巫就来了这么一句 他就这一句 我这额头上 一下子就见号了 可是再一看 范巫就并没有看着我的方向 此刻 他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谢碧安 就看谢碧安摸了摸下巴 兄弟 你的意思是说 那几位中 有一位在这无门府小地马的堂口 必须死 谢碧安不住地微微点头 自言自语道 如此说来 那就能够说得通了 胡三太爷是他的掌堂教主 就连九顶铁沙山那位老太太 都曾经特意跑地府来叮嘱 让给他行个方便 嗯 这就说得通了 谢碧安一边说着 就把目光挪到了我的方向 又绕着我走了两圈 把我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仔细地看了个遍 这家伙他把我给看的 我这心里一阵一阵地直发毛 直发毛 东北方言 发慌的意思 把我看了一遍 谢碧安突然就凑了上来 趴在我耳朵边 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 吴师傅 难道鬼王在你家堂口 谢碧安打量我好几圈 这才凑上来 趴在我耳边说道 吴师傅 难道鬼王在你家堂口 他的声音 已经压到了最低 饥不可闻 他这一声吴师傅 当时就把 我给叫懵了 一直以来 每次遇到这两位无偿老爷 他们都是管我叫小弟马 或者吴小子的 这两位可是世间 所有鬼魂 都避之唯恐不及的 吴长老爷 别的我不知道 我自己几经脊梁 我还是清楚的 两位无偿老爷 突然管我叫吴师傅 这我哪受得起啊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他刚刚的话里 提到了鬼王 长久以来 我都被鬼王这个词 搞得是毫无头绪 如今听这两位提起来 顿时感觉心中 压抑了许久的那团气 一瞬间豁然开朗 这不就是山虫水 富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听到谢彼安 说出鬼王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 小朵朵所言非虚 同时 我也知道 鬼王那可是连黑白无常 都要毕恭毕敬的存在 他的安危 哪里用得着我来操心啊 当下无所顾忌 只是拼命地点头 嗯 是是是 谢爷爷 就是 我一是清洁 居然喊了起来 谢彼安急忙摆手说道 哎呀 吴师傅净声净声 我这才意识到失态 马上压低了声音 是啊 谢爷爷 我说的就是鬼王 这鬼王到底是谁啊 跟我又有啥关系啊 为啥 就连我家清风教主 都不肯跟我讲呢 谢爷爷 求求您 跟我说说 谢彼安一阵的无奈 哎呀 吴师傅 您可别我问了 很多事情 我们也不能说 咱们还是快去取老冷头 那个灵魄吧 这件事 困扰我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突破口 这回好不容易碰到个 知道内情的 我又怎么能轻易放过 我看谢彼安不肯告诉我 而他又敬畏苏玉红 那我索性 也就不过脸面了 跟他耍赖皮呗 我直接往地上一坐 谢爷爷 我每年都会做好几次噩梦 有几次在梦中 我都快要死了 我感觉那个梦 再做几次我也活不了了 既然早晚是个死 我也就不在乎早点晚点了 您要是不告诉我 那我就不走了 大不了以后 我就在您手底下当差 也好过回到杨氏 受那梦魇缠身的痛苦 我这么说 完全是跟他们赌一下 以我目前掌握的线索 我这个堂口 一定对地府很重要 就算是我这堂口 对地府不重要 最起码对苏玉红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赖在这里不走了 等到我的隐魂相燃尽 我也就算彻底凉凉了 这么一来 我那堂口也就散了 我这堂口一散 苏玉红能给这俩无偿好脸色 我们家胡三太爷和众位仙家 还有老背王 能不到地府来兴师问罪 再说了 我是在秦广王面前 被他们两个带出来的 如果我因为黑白无偿 而耽误了还阳 秦广王能轻易放过他们两个 另外 冷老爷子还等着我 带着他的灵魄回去呢 把冷老爷子的灵魄带到阴间 本来就是他们两个不对 如果因为我没有 及时把那个灵魄带回去 而导致冷老爷子出点什么事的话 那么 这两位无偿老爷 可就是恕罪并罚 吃不了兜着走了 果然 我这么一撒泼耍赖 谢彼安就说道 哎呀 吴师傅啊 这个 你以为我们兄弟这次 为什么让你来地府 走上这趟 还不就是想要跟你说说这个事吗 快起来快起来 我们有话慢慢说 嘿 这老家伙 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的 我的目的达到了 才懒得管他 这次让我来地府 是不是真的 想要跟我说这个事 我站起来之后 就看谢彼安举起他手中的丧魂棒 在我们周围 刷刷刷的 就挥舞起来 大约两三分钟以后 我们三个的周围 就形成了一个气罩 那气罩 就像是当初我的堂口 被胡三太爷收了的时候 在我农村老家 还有小如意的本体大柳树那里 造出来的那个结界一般 只不过 谢彼安弄的这个结界 小了很多 不完了结界 谢彼安这才说道 吴师傅 今日我们所谈之事 万不可再跟第二人谈起 好好 我记下了 谢爷爷 您就快说吧 只见谢彼安长叹一口气 爱吴师傅 这事啊 还得从几百年前说起 接下来 谢彼安就跟我讲述了 关于鬼王的事情 这中间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也都提了出来 这其中 还有很多不能让我知道的 谢彼安自然也不会说 我只总结一下 我当时知道的 原来 早在四百多年前 地府有一位法力无边的神使 生了私心 我也不知道 谢彼安说的是谁 就姑且称之为神使吧 那神使想要暗中发展 壮大自己的势力 最后达到掌管地府 甚至一统三界的目的 还好 当时就被后土娘娘和风都大帝察觉 可是那位生了私心的神使 不但法力高强 她的位置还极其重要 并且无可替代 这么一来 虽然后土娘娘和风都大帝 任意出来一位都能灭了那个黑心神使 可如果灭了她的话 迁移发而动全身 就会影响地府这台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于这件事 后来经过后土娘娘和风都大帝 以及地藏王菩萨 秘密商议后 还是地藏王菩萨慈悲心肠 菩萨提议 先不惊动那黑心神使 希望她有朝一日 能够幡然醒悟 同时 对于这次危机 地府不会去求助佛道两家 以及天界 只暗中培植接替 那黑心神使的人选 这样一来 后土娘娘和风都大帝 早些年培养的四大鬼王 也就派上了用场 一直以来 这四大鬼王 并不在地府行政之列 也都没有什么实权 只是跳出行政框架 独自修行 那次秘密会议以后 就被派到人间 不断轮回 来培植阳间的悬门力量 等到这四大鬼王加起来 能够与那黑心神使 有一较高下的力量 到那时 时机成熟 再一举拿下那黑心神使 然后四大鬼王取而代之 之所以选择让这四位鬼王 来替代那一位神使 也是丰都大帝 想要让四大鬼王 能够互相截制 互相制衡 彻底杜绝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恰好 这四大鬼王之中 有这么一位 就选中了我这马加堂口 说到这里 我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比如 那个假的苏玉红 和假的我又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是苏玉红上辈子的儿子吗 苏玉红是累生累世 都叫这个名字吗 但凡在地府 能做到鬼王这个位置的 必然以前也是曾经轻始流明的 我怎么之前在史书中 没有听到过苏玉红这个名字 于是我就问道 谢爷 那我家那个鬼王 最早的时候 叫什么名字 谢必安一笑 嘿嘿嘿 吴师傅 你家那位鬼王我也没见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啊 啊 这个好说 我家那位鬼王 就是之前在地府 有一位九岁的小姑娘 在转世轮回的时候 没有喝完魂汤 就是那次 您二位遇到的 铁沙山黄三太奶旁边那个 啊 全是她 听我说完 谢必安一阵惊讶 吴师傅 您家那位鬼王 最早的记录 乃是黎山圣母的高徒 梵梨花 听了谢必安的话 我就问道 谢爷 那我们家那位鬼王苏玉红 以前叫什么名字 谢必安微微一笑 嘿嘿 吴师傅 这四大鬼王 可都是大友来头 至于您家那位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唐女将 梵梨花啊 一听到梵梨花这个名字 马上我就起了一声的鸡皮疙瘩 同时心中也是热血澎湃 小时候 农村的娱乐节目 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那时候没啥事 我就在家里听广播匣子 我听的节目 基本上也就是两种 一个是二人传 另一个就是评书 那时候听陈立军老师的 薛刚反唐 对于梵梨花这个名字 我这耳朵 都快磨起茧子了 提到梵梨花 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师父 梨山圣母了 梨山圣母 又称梨山老母 梨山神女 道家则称其为 玉清圣祖子元君 这位可不是一般的神仙 那可是继女娲娘娘之后 唯一一位曾经也练化五彩神石 拯救梨民于水火 前去补天的神仙 后世有失赞悦 梨山修正自成仙 五彩神石可补天 宝尽安民屈恶患 斩妖除魔法无边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 梨山圣母 多以一位老玉的形象 出现在世间来 浮危济困 其实不是的 这梨山圣母的真容 乃是一位双十年华风华诀 带风姿绰约的女子 据《太平预览》记载 秦始皇游历梨山之时 偶遇梨山神女 那秦始皇见神女生的如此美貌 便不寻礼法 欲强娶圣母为妻 神女只是朝着始皇 吐了一口唾液 那始皇便全身生满了窗悬 天下名医皆无法医治 这下始皇可是害怕了 多次来梨山山脚下 叩头谢罪 神女见其诚心悔过 就让始皇在梨山的汤泉之中 沐浴了一次 始皇的创选之急 这才痊愈 后来始皇帝为了死后 也能得到神女庇佑 便将自己的皇陵也修在了梨山 就在神女庙的旁边 后来到了汉朝 神女下凡道人间 来至甘泉宫 与汉武帝传授治国护明之策 可是汉武帝不知珍惜这大好机会 也对梨山神女生出了不轨之心 经此两件事后 梨山神女便不再以真面目示人 而是幻化成一位年近古兮的老太婆 行走人间广不善缘 从那以后 梨山神女的名号 也改成了梨山圣母 或者梨山老母 可是因为有前面秦始皇和汉武帝那两件事 梨山圣母收徒 只收女弟子 不收男弟子 纵观梨山圣母的收徒历史 就横跨了一千多年之久 有史料和杂技记载的 梨山圣母的徒弟就有六个 各顶各的都是骁勇善战 颇具传奇色彩的女英雄 圣母的大徒弟 就是公元前齐宣王家里那位钟吴燕 钟吴燕 本名中离春 梨山圣母曾下凡 教导她习文练武 当真是腹内藏经卷 胸中引甲兵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圣母的第二位徒弟 就是我们家堂口 这位苏玉红 也就是大堂女将梵梨花 梵梨花自幼就是在梨山长大的 更是得到了梨山圣母的真传 不但熟读兵书战策 还沿袭高深法术 梵梨花下山的时候 还得梨山圣母赠予了一件法器 七才锦灵涛 那可是撒斗成兵 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这梨山圣母的三徒弟 就是高穷高军堡的夫人刘金定 这位也是从小跟随梨山圣母学艺 腾敦俱拳 风雷变化 移山倒海 呼风唤雨 诸斑法术样样精通 最有名的大战 就是在寿州大战中 凭借一己之力 力杀四门大获全胜 第四个徒弟名头 更是相想亮 那便是我们小时候 在评书中听到的呼家将中 呼言手用的妻子 肖赛红 这肖赛红 本是大宋朝时期的北国之人 他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 马路水三军招逃使兵 马大元帅 只要他一声令下 就可以调动百万雄师 更是熟读兵书战策 能争贯战 这第五位徒弟 那就更加了不得了 那就是如今的河南开封 也就是大宋朝东京 汴梁城天波府的穆贵英 穆贵英不但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同时 他还是离山圣母六位徒弟当中 对排兵部阵最为精通的一个 大破天门阵的故事 各位都有所耳闻吧 那天门阵 可不仅仅只是一个阵啊 那可是集结了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 是用一百零八个小阵 凝聚而成的一座超级大阵 能破得了这么大的阵法 您说这穆贵英得有多尿性了 哎 我这说话 咋还学上吴盼盼了 这离山圣母的第六个徒弟 也就是关门弟子 却并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凡人 而是一位蛇仙 那就是家喻户晓的白素贞 关于白素贞的故事 各位可能比我知道的都多 这里就不细说了 知道了苏玉红的真实身份 我的心头也是无比激动 我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小出马仙 能跟大唐贞观女将樊梨花扯上关系 这得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分 后来 谢彼安还告诉我 当初 后土娘娘和丰都大帝 探查到了那位 要在地府整事的神使的蛛丝马迹 于是就想到了离山圣母 后土娘娘去了离山三次 离山圣母才答应 在自己六位徒弟中挑出四位 跟随后土娘娘来到地府 以便这四位徒弟 日后接手那黑化的神使的差事 离山圣母挑给后土娘娘的四个徒弟 就是钟吴燕 樊梨花 木桂英 还有刘金定 四位女将到了地府以后 并没有授以实权 只是以地府四大鬼王的身份 在地府之中四处行走 管一些小事 后来 大清入关 那黑化神使多少也有些察觉到 地府对她多有防备 为了打消她的顾虑 不让她过早的启示 后土娘娘就把四大鬼王派到人间 在人间暗中培养以后 接替那黑化神使的有生力量 于是 也就有了我们前面说过的 苏玉红停止轮回 暗中辅助我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除了化作苏玉红的樊梨花之外 其余的三位鬼王 我还不知道在哪里 不过据我猜测 他们应该不会只是在出马堂口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学门流派 也说不定 他们是在佛家 或者道家 也或者在别的民间的能人议事那里 至于苏玉红的上一世 的确是死在了当年山东锦陵的那场军阀大战中 可是关于她逃避鬼差巡查 暗中修行鬼仙的事 这些都只是 对于我而言的借口罢了 听老谢讲到这 我心中暗自私存 能够为地府 为人类 为三界做这么大的贡献 我哪还需要去管苏玉红当初那一点点善意的谎言呢 只是有一点 老谢说了这么多 对于那个假的苏玉红和假的我 他是一个字也没提 听老谢讲了这么多 可是关于那个假的苏玉红和假的我的事 他是一个字也没有提 于是我就继续问道 谢爷爷 我刚才跟您说的 关于我总是做噩梦的事 真不是忽悠您二位 接下来 我就把我的那个梦言 还有两次在阴间看到假的苏玉红和假的我的事 全都跟老谢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我才问道 谢爷爷 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为啥那个假的 我总是说我偷了他的东西呢 这时 就看谢必安略一沉思才说道 吴师傅 像你这么聪明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 你肯定也不会相信 那索性 我也就不瞒你了 这件事 我还真就知道 可是你家鬼王和胡三太爷 都曾经再三叮嘱过 不让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你 等时机到了 你家鬼王会亲自跟你解释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嘿 这老谢知道却不告诉我 那哪行啊 我只好顾忌重施 继续耍赖皮 想要一步走了 来拿他一把 哪知我刚坐到地上 还没开口 谢必安就说道 小弟马 这件事天雷都打不动 说不能告诉你 就是不能告诉你 哪怕最后 你真的留在了阴间 我们兄弟不管受了 什么样的惩罚 也是不能告诉你 要说这关键时刻啊 老谢还是挺靠谱的 不但没有惧怕我的威胁 反而把对我的称呼 也从刚才的吴师傅 改回了之前的小弟马 要不人家 怎么就能做 地府鬼差的大统领呢 这都是有原因的 这么有原则的老谢 不让他做无偿老爷 还能让谁做啊 我估计啊 此时就算是比我聪明 那么一奈奈的赵斌在这 他也是拿老谢没辙 看来这件事啊 只能等我还阳之后 自己去问苏玉红了 于是马上起身说道 谢爷爷 那我们赶快去 取冷老爷子的灵魄吧 只见谢碧安手中丧魂棒 轻轻挥了两下 我们三个周围 那层结界就消失了 没有了结界的阻隔 接下来说话 也就不能无所顾忌了 我们沿着面前的小路 一路前行 不多时 就来到了一个 极为宽敞的所在 这里是一个 长方形的空间 此刻 我们正站在那长方形 一头的位置 两侧是数不尽的 一个个小屋子 那些小屋子 都被拇指粗细的 钢筋做成的铁栅栏 隔了起来 大多数房间里 都只是关押着一个人 也有极少一部分 是关押两个人的 这些应该就是 阳世上活人们 稍错的替身了 往前看 一眼望不到镜头 仿佛这一个个 小房间连城的所在 一直延伸向了 未知的远方 我们一路前行 所过之处 两旁小房间里的那些替身 都手扶铁栅栏 看向了我们 这时 我就看到 那些替身 虽然看起来像人 可是他们 却是动作僵硬 笑容死板 他们笑起来的时候 就像是在脸上 满满地灌了一脸 玻尿酸似的 一直向前 又走了十几分钟 老谢和老范 在一个小屋子门口 停了下来 老谢开口 只说了两个字 出来 说完 老范就打开了 那个小屋子的铁门 我也急忙走上前去 就看见一个老头 正微驮着背 慢慢地走出来 那老头跟冷老爷子 倒是有六七分相向 老谢不耐烦地说道 别跟着下耽误功夫 不是你的东西 你也留不住 就在这时 身后一阵 哒哒哒的马蹄声响起 我回头一看 居然是我们家 老辈王来了 这次我太爷的旁边 除了每次 都会出现的隐魂街 还跟着我们家 白玄亮老仙 我急忙迎上前 去弯腰行李 太爷好 白家老仙好 好曾孙 这次怎么这么慢 你的事咋还没办完 你那隐魂箱 可是快要燃尽了 太爷爷 两位无常老爷 带我参观了一下 充就地狱 在那里耽误了一点时间 嘿嘿 我才不会说 我们是在小道上 我跟黑白无常 打听苏玉红的事 才耽误了时间呢 这时 再回过身 就看谢碧安拿着丧魂棒 在冷老爷子替身的头上 只是轻轻地敲了一下 就看见一个血红色的光点 从那替身头顶百慧穴的位置 飘了出来 这时 我们家白玄亮老仙 急忙取出一个小红木盒子 打开了盒盖 然后就冲着那个红点一挥手 就看那红点 直接就飞进了他的盒子里 我 我 隐魂机一声提鸣 太爷爷就说道 续东好曾孙 快快还阳去吧 没误了时善 谢过太爷爷 随即 我飞身骑在了隐魂机的后背上 就要闭上眼睛 哪知白玄亮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我这才想起 这次还阳 我要跟白家老仙一起回去 握紧了白玄亮的手 我才重新闭上眼睛 呼呼呼 耳边的风声响起 我也踏上了还阳的路 这时 我就开始琢磨 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有那个假的我 跟我还有苏玉红之间 到底还有什么关联呢 正在这时 哈哈哈哈 我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苏玉红的笑声 令我奇怪的是 那笑声的确是苏玉红的声音 可是听起来 却令我感到几倍发寒 自从我认识苏玉红以来 他从来都没有 发出过如此阴寒的笑声啊 小偷 妾贼 无耻 你给我站住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 难道此时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有那另一个我就在我的身后 我微微一皱眉 就要回头去看 就在这时 我的手被白玄亮用力握了我 旭东 收敛心神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们现在还是在还阳的路上呢 在这里 只能闭上眼睛不断前行 怎么可以分神呢 心中暗道一声好险 马上一手丹田凝神聚起 后来 通过城隍神给我开启的大门 我又回到了阳间 哭泣关的音乐还在响着 此时已经不知道 赵冰给我哭了几遍的器官了 老赵啊 别哭了 这玩意可真闹停啊 我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小舅舅 这次 你可吓死我了 隐魂香一分钟以前就烧到头了 我还以为你 说到后来 莫小蕾已经有些哽咽了 我慢慢坐起身 回头望了一眼我的隐魂香 果然 那香炉里除了香灰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万幸这次有我们家白玄亮带着我 不然的话 我还真的可能就回不来了 这时 就看冷老爷子的房门突然打开 冷老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老爷子疑惑地看着我们 就开口说道 红冰呢 这都是谁啊 咱家咋造成这样啊 这咋好像是在发丧呢 咱家谁没了呀 过音回来 我的魂魄归体 刚醒过来不久 就看见冷老爷的房门打开 老爷子从里面走出来之后 就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 老爷子看了几眼之后 就问道 红冰啊 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啊 咱家咋整成这样了 这看着咋像发丧似的 咱家谁 没了 冷红冰急忙迎上去 扶住了他爷爷 上上下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 这才说道 爷爷 没啥不舒服的 就是觉着浑身没劲 还有就是 呃 对了 咱家这摆得跟灵堂似的 这是要干啥啊 冷红冰没有直接回答爷爷的话 而是转过头 给我锯了个躬 吴师傅 还有赵师傅莫师傅 你们可真是太厉害了 我爷爷几乎是跟吴师傅 一起醒过来的呀 对了 吴师傅 我爷爷这浑身没劲 是咋回事啊 我还没说话 一旁的吴盼盼就说道 红冰啊 这都正常 你家老爷子魂魄离体这么长时间 要是他醒过来 马上就生龙火虎恢复如初 那才叫不正常呢 这回吴盼盼倒是没说错 不过 他说的魂魄离体 还是不太准确的 这个情况 应该说是一魄离体 听吴盼盼这么一说 冷红冰脸一红 冷老爷子 却听出了不对劲 啥玩意 我魂魄离体了 啥时候的事 你们这是 在给我办事 冷红冰把老爷子 扶到沙发前坐下 从头到尾的 给老爷子 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也是这冷红冰大学 刚毕业 还没有到社会上磨练过 对于他爷爷 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情 他也不知道避讳 就连他爷爷去公园 炮老太太 都讲得非常详细 结果整个讲述的过程 老爷子那张脸 那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又嘱咐了 一下冷红冰 最近多给他爷爷 弄点有营养的东西 好好地补补气血 可以适度地出去活动一下 但是半个月内 不要有太过于剧烈的运动 最后收了香火钱 又把我们的东西 都收拾了起来 冷红冰盛情挽留 非要请我们去 小区的饭馆吃顿饭 可是人家老爷爷 刚刚醒过来 哪有时间招待我们啊 况且 我和赵斌还有小蕾 都觉得有外人在场 我们吃饭也吃不痛快 所以就挽拒了 冷红冰的好意 最后 带着盼盼 我们四个去附近 比较出名的 行老太太烧烤 简单地吃了夜宵 赵斌把小蕾带了回去 我把盼盼送到家之后 也回了家 这次过阴回来 我就感觉 比以往每次都累 就好像干了一天的 重体力劳动似的 整个人都 快要散架子了 回到家 我是真想 让玉华好好给我按摩一下 可是 受到各种 条条框框的制约 顶箱弟子不能按摩 我也只是冲了个热水澡 把自己收拾得 利利索索的 就来到了仙堂 给众位先加上了供养箱 又在一旁 苏玉红的位置 不多时 苏玉红就显心出现了 这时 苏玉红的打扮 和以往也差不多 可能是由于心境的改变 还有知道了 她梵梨花的身份 我在看她 却感觉她的身影 一下子就高大了许多 续动 请我出来 有什么事啊 妈 这不是有段时间 没有看到您了吗 今晚没什么事 就想跟您聊聊天 此时苏玉红 看向我的眼神中 满满的都是关心和爱护 我也很紧张 就坐在了 叩拜老仙儿的铺团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她聊了起来 妈 咱们上一辈子 在山东的时候 那时候 应该是民国初期吧 苏玉红说道 是啊 那时候到现在 也八十多年了 续动 你今天怎么了起这个来了 我只是很平静地一笑 没啥 就是想到哪说到哪 妈 民国那时候 有没有广播匣子呀 我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都是小心翼翼 生怕被苏玉红 看出什么破绽 我的面前 可是梵梨花啊 那也曾经是两军阵前领过兵挂过帅的 这样的人物 其观察力和反应能力 又怎么能是我这样一位小人物可比的 苏玉红一笑 有啊 民国那时候就有广播 不过 那可都是大户人家才用得起的东西 咱这普通人家可用不起 我就是一生长叹 爱真是可惜了 那时候的人可真没福气 不像现在的人 啥都能接触到 那时候人的日子可真苦 连个评书都不是普通人能听得起的 乃像现在啊 什么宝国皇娘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樊梨花返出寒江关 刘金定丽莎四门 想听啥上网一搜就都能听到 我一边说着 一边留意苏玉红的表情变化 结果一番观察下来 她的脸上倒是波澜不惊 连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没有 就这份心理素质 绝对不是常人能够相比的 要不人家能做三官大帅 地府鬼王呢 可是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吴旭东啊吴旭东 你糊涂啊 你就这么道破了他的身份 如果他问起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你又如何做的 这样一来 岂不是把谢碧安给买了吗 还好苏玉红并没有表现出 什么异样的反应 我还算有回旋的余地 这时就听苏玉红说道 旭东 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了什么 啊 听 谁 说什么啊 没什么啊 这不就是想到哪聊到哪吗 妈 您再给我讲讲 民国时期的事情好不好 苏玉红狐疑地看了看我 继续说道 要说起民国那时候呀 那故事可就多了 接下来 他就给我讲起了 关于民国年间的传闻议事 什么北京城的康小八 天津卫的李金敖等等等等 我的心里也尝出了一口气 哎呀 我的妈 可算是把这段给扯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 我感觉过阴 给我带来的那些不舒服的感觉 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段时间一直在河北 回来之后 又一直忙着冷老爷子的事 都没有好好地陪陪家人 正好今天是周末 就带着全家人出去转转 给女儿吴月辰 买买衣服什么的 正好赶上周末 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于是我就带上全家人 出去溜达溜达 逛逛商场 转转公园 梁叔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小窝啊 穷养儿富养女 你家这闺女啊 你可别亏着她 可能是梁叔年纪大了 说话也开始喜欢唠叨 每次谈到这个话题 都会长篇大论一番 听她说得多了 事后我也仔细想过 穷养儿富养女这个理论 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我们的家里条件多么好 家里 如果生了男孩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都要让她多吃一些苦 这样的话 等她长大以后 脱离了父母的庇护 独自出去闯荡 才会有更多的 可发展空间 同样 如果我们家里生了女儿 除了要正确地 引导她的三观之外 还要尽量满足她的需求 当然 这么说并不是说 就要娇生惯养 该让她吃的苦 还是要吃的 但是我们也要尽量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来满足她的物质需求 父母能给的都给她了 这样一来 等她长大以后 面对社会上 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 自然也就有了 一定的抵抗能力 所以 我们家吴月辰 自从她出生以来 无论是精神方面 还是物质方面 我都会尽量去满足她 说着说着 就有点扯远了 当天 转了一上午 给家里所有人 还有梁叔 都买了换季的衣服 下午又在公园转了转 把大家送到家 我也很久没有过 问玉池和书店的事了 去书店看了看 又来到了玉池 两个店的工人 都还挺让我放心的 在玉池带到打样 我就开车回家 可是刚走出没多远 再往前一百多米 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我就看到十字路口的方向 点点火光燃起 难道有人在烧纸 现在既不是清明 也不是七月十五 怎么会有人烧纸呢 不过又一想 也可能是谁家老人的忌日 也就没多想 继续往前开车 可就在这时 我就感觉周围的空气一凉 条件反射一般 我就打开了天眼 这一看不要紧 瞬间我就收了收油门 把车停在了路边 就看到前方那十字路口上 清风 烟魂 小管 加在一起 足有四五十个 都拿着个不口袋 在收钱 我心中暗想 现在城市里 还有这么大的家族吗 再仔细看 那些鬼魂 还都是横死的 这一下 我就更想不明白了 谁这么好心 会无缘无故地 给横死的鬼魂烧纸呢 心里这么想着 我就看向了 那个烧纸的人 这么仔细一看 哎呀我去 这不是陈江河吗 这陈江河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那位我们 浴池附近的网吧老板 以前他那网吧 七十四号 激情闹鬼 我还帮他弄了一下 因为这陈江河 是个大高个 我们都管他叫大老陈 您各位想起来了吧 看到在前面 烧纸的是大老陈 我就下了车 想要看看这家伙的善举 此时 大老陈的身后 还有七八个 大袋子的纸钱没有烧 另外还有两袋子金元宝 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 这大老陈是个善良的人 可是却没想到他这么善良 居然还会给孤魂野鬼送钱 可是 接下来大老陈的一顿迷之操作 却把我整猛了 就看大老陈一袋子一袋子的 把那些纸钱和元宝烧完 最后还拿小木棍 把没有燃尽的纸钱 仔细地扒拉开 让纸钱充分燃烧 等到那堆纸灰里 再也没有一点火星了 就对着东方跪下来 磕了三个头 接下来是南方 西方 北方 由于离得稍远一些 他也没有注意到我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全都拜了一遍 就听大老陈嘴里还念念有词 可是离得太远 我没听清他说什么 于是我就不行 走到他身后机密的距离 这才听他说道 喂喂喂 这家伙一连喂喂了十几声 这才继续说道 阴间地府天地银行的行长啊 您老人家好啊 我给您磕头了 行长啊 我也不知道您老人家姓啥 就叫您行长吧 行长啊 我叫陈江和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某某街某某路人士 行长啊 这些钱都是我的 您先帮我存好了 行长啊 您老人家放心 等我到了那边 不会让您白帮我看着这笔钱的 行长老人家 到时候管理费 我是不会少给您的 我这越听越不对劲 这小子 这是在干什么 给天地银行的行长行贿吗 这也不像啊 刚才他提到他死后 难道这家伙是遇上了什么男士 要寻短见 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 这大老臣是个胆小的人 在这种阴风阵阵的午夜 又是在十字路口烧纸的时候 我没敢直接在背后叫他 这要是把他的三魂七魄 吓得不稳了 我还得请我们家老仙出手 那也太麻烦了 嗨嗨可恩恩 我只是在他背后 用很轻很轻的声音 咳嗽了两声 又轻了轻嗓子 果然 大老臣有所察觉 就回过了头 陈哥 你在这忙活啥呢 哎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吴老弟啊 接下来 我就跟大老臣一顿聊 最后跟他说道 陈哥 你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 赶紧回家洗洗睡吧 多做些善事 多积累一些功德 那比啥都强 原来 在几个月前 大老臣的老婆 认识了一个姐妹 她老婆那姐妹 是个传教的 那姐妹没什么事 整天就大街小巷的来回溜达 看见陌生人 就跟人家聊他们的教理教义 有这么一天 就认识了大老臣的老婆 后来一点一点的 大老臣的老婆 就跟着那姐妹 去信了耶稣 不但如此 在大老臣老婆领洗的那天 还把孩子带去了 给孩子也领了洗 这里解释一下 领洗是耶稣教的入教仪式 就相当于佛家道家的皈依 领洗 又称受洗 也就是接受主的洗礼的意思 在当时 她老婆还让大老臣 也跟着去领洗 可是大老臣 还是更加相信 我们本土的这些神仙多一些 也就没有去领洗 可是这样一来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她老婆和孩子 都去信耶稣了 人家耶稣教上坟的时候 是不烧纸钱元宝的 这样一来 大老臣就很是担心 自己死后 在阴间没有钱花 所以 她就想着 趁现在自己有能力 也趁着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多给自己烧一些元宝纸钱 等多年以后自己死了 在那边不至于做一个穷鬼 我们一边聊 一边在马路边慢慢走 路过一个路灯下的时候 我不经意地一瞥 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就看路灯下 大老臣的那张大脸上 已经不像往日那般红润了 同时 她的两个眼圈 还有淡淡的青黑色 在慢慢游移 从浴池出来 我在十字路口 遇见了自己 给自己烧纸的大老臣 听了大老臣 给自己烧纸的原因 我不由地在心里 生出了对她的同情之心 于是就跟大老臣 一边走一边聊 就在路过一盏路灯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 大老臣那张大脸 霎白霎白的 她平时很注重保养 平日里 脸上都是红扑扑的 这就有些不正常了 接下来 就看到大老臣 两个眼圈的周围 居然有一圈淡淡的黑气 在隐隐流动 同时 大老臣走路时 脉动的脚步 也开始虚浮 就好像脚下没有根一般 这很明显 就是被烟魂 给扑了的征兆啊 马上 我就凝神俱气 天眼又上了一个档次 这时 就看见一个老太太的虚影 一闪一闪地 再跟大老臣的身体 慢慢重合 既然赶上了这事 我又哪有不管的道理 对付这种烟魂清风 自然还得是苏玉红 心念电传 我就开始在心中 呼唤这位鬼王老妈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伴随着一阵凉风 苏玉红就到了 就在苏玉红赶到的一瞬间 大老臣身体里 那个烟魂老太太 也马上离开了大老臣的身体 就要逃走 可她又怎么能逃得出 苏玉红的手心 也没见苏玉红有什么动作 就看见苏玉红的身子一闪 一个疑心幻影 就挡在了那老太太的面前 只听苏玉红冷冷说道 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然胆大致辞 当着我家地马 就敢附身常人 随即 对着那烟魂老太太的头顶 一掌拍下 与此同时 她口中也轻轻到了一个伞子 这时 就听见那烟魂老太太的身体之中 突然发出崩的一声轻响 随即 一道裂纹在她的脸上就裂开了 随着这一道裂纹的裂开 就好像产生了连锁反应 又不断地有很多细小的裂纹出现 只是一瞬间 那烟魂的身体里 就有丝丝缕缕的黑气 从那些裂纹中飘了出来 这时 大老陈就说道 老吴啊 你在这看啥呢 咋还盯着空气发起呆来了 我急忙给大老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回头再看刚刚那个烟魂 就看那烟魂的身体 正化作一缕一缕的黑色碎片 飘散向了夜空之中 我滴乖乖 虽然早就知道了苏玉红的实底 我还是不禁大为惊诧 我这前世老娘的实力 居然恐怖如斯 只是轻轻一掌 就能让那烟魂魂飞魄散 她这一掌 几乎快要赶上天雷的威力了 仅仅是苏玉红一个 战力都已经这么恐怖了 那需要出动四大鬼王 来对付的那个阴间的神石 又该是怎样的存在呢 就在我惊得合不拢嘴的时候 苏玉红说道 旭东 你是在担心我灭了这烟魂 会受到天庭的惩罚吗 不会的 这烟魂生前作恶多端 她活着的时候 就是个济管的老宝子 后来横死 没有被投到游过地狱 已经算是便宜她了 啊 妈 您说那老太太生前是个老宝子 是啊 她生前就在长春桃园路 送走了苏玉红 大老臣这才心有余悸地说道 老巩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这咋看得我几两股嗖嗖冒凉风呢 我心到都被烟魂给扑了 你不冒凉风谁冒凉风啊 可是 知道她胆小 我也没有道破 东扯西扯地扯了一会儿 就给含糊过去了 这时 大老臣说道 哎 老巩 我这段时间去你家浴池洗澡 一直都没看见你 你嘎哈去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走走走 我安排你喝点酒 一说到喝酒 我就不能开车了 于是把车送回浴池门口 我们俩就找了一家 还没有打烊的金头八脑一锅出 都喝了一口酒之后 我们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就说道 老臣哪 以后可别再给自己烧纸了 多多行善积德 比啥都强啊 我想正在看书听说的您 也一定想知道 活人给自己烧纸 等自己死后 到底能不能花上这笔钱吧 这里 就简单说几句 人在活着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在地府给自己存钱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在之前玉华他们村那个抗美员 炒老兵瘸疏的那个故事中 我们曾经详细地说过人死后的全部过程 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时候就提到 人死以后 是需要本方土地神 在阳间销户的 只有在阳间销了户口 到阴间以后 才能重新落上户口 您想想 在地府都没有户口 那这个钱 怎么给你存 这么做的结果 不但在阴间存不上钱 同时 烧的这些钱 还会被过路的横死鬼给分了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 那也没什么 可是一旦遇到比较凶的横死鬼 他一看这家伙好啊 还有人给白送钱 嗯 以后就跟着这个人了 结果可想而知 就会像刚才那个烟魂老太太 铺了大老尘一样 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这里 有人又要说了 那没有后代给上分烧纸的 这些人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 对于当今社会来说 还是很普遍的 特别是自从有了不婚主义者 和丁克家庭以后 这个问题 就更值得说一说了 像这类人啊 只要我们平时生活中 一直本着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原则 多多地给自己积累福报 那等我们死后 既不用去十八层地狱受苦受刑 也不需要在地府停留多久 孽敬台前一照 很快就能去转世投胎 如果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功德 再是为人 也不是不可能 这么一来 在阴间待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还去想着 钱财之类的身外之物干嘛 要不怎么说 钱财这种东西 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呢 我们能够生生世世 待在身边的 只有功德和业障 说白了 就是俩字 因果 跟大老陈喝完了酒 我也打车回家了 功德一点一点的积累 日子也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转眼到了夏天 说也奇怪 自从在唐山朵朵家里 梦见了那个假的苏玉红 他们俩之后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却再也没有做过 关于他们的梦 这中间又过阴了一次 那次过阴 不过就是替一个大老板 去跟他老父亲问点事 跟河北高阳县 那对上错坟的兄妹的事 差不多 这里就不多说了 只是那次过阴的时候 我也特别注意了一下 却没有看到 假的苏玉红他们两个 跟老谢他们 也没有再提起苏玉红的事 这天 我跟赵斌 正在长春的中东大市场溜达 准备买几件换季的体恤衫 刚调好了衣服 还没有付钱 我们家黄大黄和黄小黄就来了 小黄腿快嘴也快 刚一出现就说道 旭东 快回家吧 有人来看事了 我跟赵斌 正在中东大市场溜达 大黄和小黄就来了 告诉我 家里来人看事了 于是我跟赵斌说了一声 急忙往回走 结果刚到家 屁股还没坐稳 大门外就来了个人 迎出去一看 还是个老熟人 原来是崔姐 这崔姐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长春双阳县 那位自己给老母亲 扎纸牛的那位 您想起来没 跟崔姐打了招呼 就把她请进了屋 这时我就想 崔姐的事 我都帮她解决了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他们家又出事了 带着疑问 一边给崔姐切西瓜 我就一边打开了天眼 可是一番查看下来 崔姐面目红润硬糖清亮 并没有摊上什么事的征兆了 崔姐一边吃西瓜 一边就说道 吴老弟啊 我们屯子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 现在病得都起不来看了 你看 就凭咱姐俩这关系 你能不能去给看一下 我一听就说道 崔姐 有病你让她上医院啊 我这又不是 我还没说完 崔姐就说道 哎呀 吴老弟啊 这不是上医院不管用吗 要是上医院 能看好 我也就不来麻烦你了 她这么一说 我也提起了精神 崔姐 那你把她的生辰八字给我吧 我给她点一回香 崔姐脸一红 继续说道 哎呀 吴老弟啊 那孩子自己也不记得 生辰八字了 这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这要是搁到从前 那时候每家的孩子都不少 兴许记不清生日时辰 也说得过去 可是二十多岁的人 怎么可能记不清 自己的生日时辰呢 不过 既然崔姐来了 那也是我的机缘 我就去跑一趟吧 去双阳这一路上 我也对崔姐说的那个病人 有了大概的了解 那病人叫姚丹 还是个川妹子 老家四川甘兹州的 小姑娘跟她老公 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她跟她老公的父母 都没有了 都是截然一身 也都是同病相连 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 可是姚丹跟老公 回到东北以后 刚结婚还不到两年 她老公也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 没想到这川妹子 还挺刚强的 就自己 守着老公留下的老宅子 和二十几亩地 一直也没有在家 崔姐 看小姑娘一个人 在东北挺可怜的 就隔三差五去帮忙干点活 一来二去 她跟崔姐 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 也不知道姚丹在哪里 认识了一个看事的师父 就给她立了一个出马堂口 崔姐看她不声不响就立了堂子 还怪姚丹呢 小大 你说 你要立堂子 咋不跟姐说一声 姐在长春认识个吴师父 那看事可准了 接下来 崔姐就告诉我 说姚丹立堂子之前 一直都没傻身 可是 自从立了堂仔以后 姚丹就隔三差五的生病 不是这疼就是那疼的 去医院也检查不出啥毛病 后来她就去找给她立堂仔的师父 回来就能好几天 可是几天以后 就又开始犯病 直到昨天 姚丹又病倒了 她这回可比之前病得严重 都起不来抗了 在崔姐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姚丹家 进院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家正经过日子的人家 三间大瓦房 专院套铁大门 鸡鸭额都养了不少 院子收拾得也很干净 小菜园里还有两棵樱桃树 崔姐带着我 直接就进了屋 可是刚刚才迈进门 小八姐突然就出现了 小八姐刚一出来就喊了一声 站住 我马上就停下了脚步 只听小八姐的声音传来 旭东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没说你 小八姐的声音渐行渐远 显然是她在追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东屋的门被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位 眉清目秀的女子 这应该就是姚丹了 看见姚丹 崔姐急忙说道 哎呀妈呀 小丹啊 你咋下地了 你这身体瘦得了吗 姚丹看了看我说道 崔姐 这位就是你请来的先生吧 快到屋里坐 我们都来到东屋 崔姐就说道 小丹啊 姐咋看你好像比早晨那会儿好多了呢 哪知姚丹却说道 崔姐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刚还全身哪哪都痛 就在你们刚一进院子的时候 我马上就感觉全身都轻松了 现在身上哪都不疼了 真是奇怪啊 我也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天眼 可是仔细看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姚丹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跟她聊了一会儿 也没发现她哪里不对劲 知道她也供了堂仔 我就说道 带我去你家的堂仔上看一下吧 于是 姚丹就把我带到了 她家西后屋的仙堂 我这一看 就知道她这堂丹是完全不对劲啊 她这堂丹并不是红色的 那种颜色说不上来 是那种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那种颜色 而且 她这堂丹也不像是出马堂口的丹子 正常来说 出马堂口的堂丹 两侧写的是在深山修真养性 出鼓动四海扬名 横批则是有求必应 而她这堂丹 左边写的却是妙法无边就苦难 右边配着脚踏祥云道凡间 横批则是三光普照 按照现在出马堂丹的书写顺序 第一排应该是通天教主和金花教主 然后是九天玄女胡三太爷 以及药王老爷等等 然后一次是胡家老仙 皇家老仙 长蟒蛇仙 最后是地府的清风鬼仙 可是她这堂口第一排 只有一位观音老母 然后是什么英元月老 太白金星 飞山奶奶 白玉奶奶等等 再往下 还有什么孙悟空 华陀 财神 关公什么的 最后一排 还把胡黄长蟒 以及土地爷和白家老仙 全都放在了一起 而且 整张堂丹一百多个字 还写错了三四个 看得我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是供了个什么堂子啊 这堂丹看着贼别扭 我给您各位看一下 看完这张堂丹 别的我都不用看 就知道这个叫姚丹的 十有八九是让人得忽悠了 可是再一想 我们刚进屋的时候 小八姐在追什么呢 而且我和崔姐刚一进院子 这姚丹的病 怎么突然就好了呢 看完了堂丹 别的也就不用看了 于是我没有回到东屋 我的天眼 自从看完了摇丹 一直都没有关闭 这时 就是一阵小凉风 一下子就来了 三十几位我堂口的仙家 我就注意到 在众位仙家当中 还有两位我不认识的 没有修成人形的小黄仙 帮姚丹看完了堂丹 我们重新回到东屋 就在这时 一下子回来了三十几位老仙 以胡天龙为首的 胡家老仙 还有黄三太乃率领的 黄家老仙 以及柳天娇统领的 长蟒蛇仙 另外 还有白玄亮 狼天鹤 狼天威 灰天红 灰天虎 好家伙 平常我出来给人看事 几乎很少会一下子 出现这么多老仙 这姚丹 是摊上了多大的事啊 就在这时 我发现在众仙之中 有两位还没有修成人形的 黄家老仙 看起来很陌生 担心我跟仙家交流会 吓到姚丹 我并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眼睛 跟胡天龙和黄三太奶 感应了一下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 在姚丹的公婆 还活着的时候 就有两位小黄仙 一直在保着他们家 这件事 还是在姚丹老公的太爷爷 四十多岁的时候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出去截手的时候 发现了被冻得 只剩一口气的两只黄皮子 他太爷爷心善 就把那两只还没有什么 道行的黄皮子 弄回了屋里 给喂了一些热乎的米汤 和玉米面饼子 后来 到了姚丹公公这一辈 两只黄皮子修行出了道行 就给了姚丹的公公一些提示 老一辈的东北人 大部分都知道 保家仙的单子怎么写 也没请师父 就自己写了一张糖单 把这两位小黄仙 给供了起来 后来 姚丹跟着他老公来到东北以后 也把这个保家的糖口 接着供奉了 后来 直到姚丹的老公去世的时候 两位保家黄仙就商量了一下 说是 如果姚丹改嫁了 他们就另外再去寻一家 有缘分的人家 继续修行功德 可是没想到 姚丹这丫头 还挺刚强的 一直守着老公留下的家业过日子 一点改嫁的念头 也没有动过 同时 姚丹对保家仙的香火 以及初一十五的供奉 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两位黄仙 也就理所应当地留了下来 突然有这么一天 这个村子里一个 叫张英南的小姑娘结婚 这张英南的婆家 是离此不远的伊通县的 而姚丹自从来到东北以后 跟张英南的关系 又处得挺不错的 也算是闺蜜吧 闺蜜结婚 姚丹怎么可能不去送亲 话分两头 各表一家 话说这张英南的婆婆家 有这么一个叫马大川的亲戚 也去喝喜酒 这马大川也是一个出马的 并且唐口仙家的道横还不低 可是这马大川 却不是个什么好鸟 仗着他们家那附近 没什么厉害的出马弟子 每次出去给人看事的时候 也不管香客家条件怎么样 一律狮子大开口 简单地给人立个宝家仙 都得收人家两三千 很多时候 明明人家没有宝家仙 他都要装模作样 给人家立个宝家的堂口 不仅如此 有些人家有宝家仙的 他还派自家老仙 去把人家宝家仙捉回来扣下 让别人的宝家先给他干活 大部分的宝家仙 都没有出马堂口的老仙厉害的 那些被捉回来的宝家仙 也只能憋气带窝火 敢怒不敢言 就这样 一来二去的 他的堂口也迅速发展壮大 到了后来 他这堂口 居然聚集了四百多位老仙 除此之外 但凡是这个马大川 觉得条件不错的相克 他都会告诉人家 说人家身上有仙家的缘分 不管人家得了什么病 哪怕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 他都说人家的缘分给闹的 我们先跑出五B三缺不说 单说这个人的品行 就这样的 谁好人家的闺女能给他做媳妇啊 所以 直到现在 这小子都三十多岁了 还是个跑腿子 跑腿子 东北方言 光棍的意思 这天 姚丹来他们 这里送亲 酒席宴间 这马大川看姚丹生的好看 一下子就相中了 感受到了 他对姚丹不怀好意 姚丹家那两位宝家的黄仙 当时就出来了 想要暗中保护一下姚丹 可是没想到 这马大川的感应能力 还特么挺强的 当场就感应到了 两位黄仙 当天回家 马大川就点上了香 直接派出了两拨仙家 一拨捉拿两位保家黄仙 另一拨去给姚丹打栽 结果可想而知 当天晚上 姚丹就上土下线 折腾了一宿 第二天起床都费劲了 这时 马大川就化身成了一位 道貌黯然的正义使者 来替姚丹解决困难了 他直接开车 来到了姚丹家 进门就说出了自己出马仙的身份 还说昨天在张英南婆家喝酒的时候 他就看出姚丹不对劲 说姚丹这是身上有仙家的缘分 昨天晚上 姚丹那么折腾 都是仙家缘分给闹的 别说姚丹只是一个到东北 没几年的四川姑娘 碰上这种事 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也极有可能被他给忽悠了 于是 姚丹花了一万多块钱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立了个莫须有的出马堂子 姚丹对于出马堂口 自然是一点都不了解 也不知道这里边的那些规矩和说道 可是 自从立了这个堂仔之后 他的病还真就马上痊愈了 可是 姚丹这个病好了没几天 就又犯病了 这次 他不但上土下泻 还全身上下哪哪都疼 无奈之下 姚丹只好强撑着一身的疼痛 带上几百块去求助马大川 结果可想而知 他这灾就是马大川给打的 去找马大川 自然也就找对人了 当天还没有出马大川家的院子 他的病就全都好了 再后来 姚丹就隔三差五的犯毛病 每次一犯病 只要去找了马大川 马大川点上香给念叨几句 他也马上就能康复 前几天 那马大川抗火候差不多了 以后姚丹也离不开他的治疗了 就露出了本来面目 开始对姚丹动手动脚 哪曾想 这川妹子还是个烈性女子 警告了马大川几句之后 马大川还不知收敛 后来直接就被姚丹给痛骂了一回 可是回到家之后 这回他病得更加严重了 姚丹心知自己骂了马大川 又多多少少地知道了马大川的为人 自然也就不能再去找马大川了 这时 正赶上崔姐来家里看他 崔姐听姚丹说了自己的事情之后 马上就想起了我 于是就到我家找到了我 崔姐听说了姚丹的事情 当时就感觉 姚丹这是很不正常 于是就想到了我 也就去我家把我找了过来 其实啊 在崔姐动身去长春找我之前 还特意跟姚丹问过生辰八字的事 可是以前马大川告诉过姚丹 说是除了他之外 不让姚丹把自己的八字告诉任何人 哪知姚丹当时一糊涂 就对崔姐隐瞒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后来 我和崔姐来到姚丹家的时候 小八姐和我的鬼护法 也都一直远远地跟着 刚一进院子 小八姐就发现了 马大川派来给姚丹打栽的老仙 于是 小八姐就追了上去 我的那些鬼护法 也有两位跟了上去 跑到中途 小八姐就追上了 马大川堂口的那个老仙 小八姐跟她一交手 马大川堂口的 那个老仙 又怎么能是 铁沙山胡雅亭的对手 当场就被小八姐 和我那两尊护法给擒住了 别看小八姐 平时在我面前 好像个人畜无害的小狐狸似的 就她那么饥饿如仇 对付起坑害常人的仙家来 她的手段可狠着呢 结果小八姐刚给马大川堂口 那仙家上了些手段 那仙家就把整件事 原原本本的都交代了 小八姐逼着那老仙带路 知道了马大川的住处之后 马上回堂营 就把这件事报给了胡天龙 黄三太奶 还有柳天娇 我这堂口 本来就是执法堂 对于这种事 又怎么能不管 于是 黄三太奶就说道 大黄小黄 点鼓俱将 黄大黄和黄小黄 就敲响了我无门府的战鼓 听到战鼓之声 众仙齐聚率赢 黄三太奶和柳天娇 各点了十几位本部兵马 胡三太爷不在 胡家老仙就全都归胡天龙代管 天龙老仙也点了几位胡家老仙 于是 这将近四十位老仙 就浩浩荡荡 气势汹汹地 去了马大川的堂口 到了马大川家的上空 黄三太奶给天庭打了表文 接下来 众位仙家就收了马大川的堂口 那些被马大川掳来的 别人家的宝家仙 也都给放了回去 至于他本堂那些老仙 过错不太重地 受到了折损倒横的惩罚 百年之内不许上堂口 而那些最大恶极的 则是雷霆灭倒 同时 马大川这几年作恶多端 也受到了反噬 在我们家老仙 带着姚丹家那两位 保家仙回来的时候 马大川也病倒了 应该是也没有几天可活了 我把这些事情 说给姚丹的时候 这串妹子都听傻了 虽然天府之国川属之地 历来都不缺少 各种学门的能人意识 可是姚丹初中毕业 就出来打工 他哪经历过这种 犹如天方夜谭一般的事情 好一会儿 姚丹才把我说的 这些事情消化完 就听他说道 哦吼 这个也是太神奇了 赛 吴师傅 这些事情 你都没得经历过 你是宰个看出来的 崔姐就说道 哎呀 小大 这有啥神奇的啊 上次我这五老弟 替我过阴的时候 带来了一个老道士 那个老道士 手里连个打火机都没有 就那么捏着一张符 念几句咒语 那符直接自己个儿就点着了 你说神不神 接下来 我趁着老仙还都在 就请皇三太奶 又给姚丹看了一下 确定他身上 再没有别的说到了 才送走了众位老仙 把马大川给他写的那张 唐单拆了下来 因为那上边 有我们家胡三太爷的封号 这个我不能让姚丹 随意烧掉 还是我带回去妥善处理吧 又给他重新写了 保家仙的单子 重新请回了保家仙 这时姚丹就问道 吴师傅 我问一下 您给办这一回事 要好多钱塞 幸亏我之前在保定的时候 接触过不少的四川人 否则 他的话我都听不明白 这里解释一下 他刚刚说的四川话 问我说要好多钱 其实意思就是 问我给他看事这一回 需要收多少钱 不经常接触四川人的东北老乡 很容易把他这个疑问句 听成是陈述句 在四川话里 很多时候 好多都是代表多少的意思 我看了看姚丹 感觉他一个南方女孩 一个人在东北 也挺不容易的 于是就说道 姚丹 这种事 正常都是香客 随心给香火钱的 可是既然你问起了 我就说个数 你给二百块钱吧 其中一百块钱 作为我们家老仙的香火供奉 另外一百 就算是我这一个来回的油钱 这时 没想到崔姐却说道 吴老爹 那哪成啊 只收老仙的香火 和你来回的油钱 那你不是白忙活了吗 再说了 你是冲着我的面子才来的 不管咋说 姐也不能让你白忙活 崔姐说完 转头又对姚丹说道 小大 姐知道你懂事 二百块钱太少了 姐替你做主了 你给吴老弟拿五百块钱吧 最后一番谦让 姚丹还是给我拿了五百块钱 并且表示 在他看来 他本以为这件事 无论如何 也得花上个万八千的 五百块钱一点都不多 之所以 把姚丹给香火钱这件事 说得这么详细 是因为我当初在宝丁的时候 当地的河北人 也曾经给过我和小迪很多关照 正因为如此 才让我和小迪 对宝丁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所以 拿人心比自心 换位思考 我想让那些来东北生活的南方人 也像当初我和小迪 对宝丁的感情一样 能对东北也有家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 我就收拾东西要离开 崔姐和姚丹都盛情挽留 我也只好留下来吃了晚饭 崔姐用忽土豆忽茄子的锅 蒸了一大碗辣椒酱 姚丹又做了一个四川冒菜 我一下子干了三大碗饭 这才回家 阵阵秋风凉 又见落叶黄 一转眼 秋天到了 这天 我正在浴池 看两位洗澡的老爷子下象棋 这时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来电显示 是一个坐机号码 前面的区号 居然是0312 这不是保定的区号码 马上接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姑娘甜甜的声音 师父 我是张廷娟啊 我家老仙儿给我感应了 说我这四梁八柱已经齐备了 让我请您来给我立堂出马 我在浴池 正在看两位老爷子下象棋 就接到了张廷娟的电话 电话里 张廷娟告诉我 她的四梁八柱已经齐备了 请我去给她做出马立堂的法式 这张廷娟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我和小迪最早住的那个小院里 王秀之大姐最早住的那个房子 现在的住户 当初我还错把她看成了南方女孩的那个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那个关于影葬坟笑了的故事里的主人公 铭记起来了吧 在电话里祝贺了一番张廷娟 又跟她确定了一下 她出马立堂的时间 今天是9月初三 她堂口的长堂大教主 把出马立堂的时间 选在了仙门大节99登高这一天 也就是说 距离张廷娟出马 还有六天 这一天的日子倒是不错 心里琢磨着 这时间一晃 我又有半年多没去保定了 我和赵斌都挺想念师父的 于是 就想要提前做准备 也能借这次机会去看看师父 就想要给赵斌打电话 可是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 司庆勋的声音从电话的那头传来 吴老爹 好久不见 一向可好啊 哎哟 是庆勋大哥呀 我这一切都挺好 您和嫂子还有小朵朵 都还好吧 一番客气之后 司庆勋说道 吴老爹啊 最近朵朵挺想你的 这么长时间不见 我也挺惦记你的 你最近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带朵朵去长春 到你家认认门 不用不用 庆勋大哥 我最近刚好要去保定 等保定的是办完了 我回来也要路过唐山 到时候 我去家里看望你们 挂了电话 我就直接去了赵斌的药店 跟老赵说了去保定的事情之后 这小子也挺高兴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赵斌的药店也扩大了规模 现在他们两口子 也把隔壁的门市房 也给租了下来 而且又雇了几位营业员 一切账目全都是入入电脑 赵斌和黄小叶 也就不需要时时刻刻 在药店盯着了 于是 这次回保定 赵斌想把黄小叶也带上 毕竟黄小叶的老家也在保定 这次时间充裕 而且玉华爸爸近两年 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太好 所以我就想着 把他和玉华也都带上 一起回唐县老家看看 可能心情会好些 心情好了 自然也就有利于身体的保养 当天下午 我和赵斌就买好了 给河北这些亲戚朋友的礼物 这天一早 我们五个人两台车 就踏上了回河北的旅程 有了高速路 我们的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当天晚上 我们就住在了秦皇岛 第二天下午 我们早早地就到了保定 到了保定 赵斌带黄小叶去看望他老丈人 我则是带着玉华妇女继续前行 回唐县老家 由于事先给大伯和三叔都打了电话 他们也都帮我们 把玉华家的老房子打扫了一遍 回到老家 玉华爸自然高兴 我本想在这里住一晚 第二天就回保定去看望师父的 可是晚饭的时候 陈玉卢却说道 旭东啊 正好你回来了 要不然这几天 我也想着给你打电话呢 我有个朋友 最近应该是饭说到了 你明天跟我去县城看一下吧 大舅哥都开口了 我又怎么能回绝 于是就仔细地询问了 他那个朋友的具体情况 陈玉卢那个朋友 叫杨秀成 是陈玉卢的铁哥们 两个人一起合伙 弄了一家货站 两个人的关系处的 就像我跟赵斌似的 这杨秀成 别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大老爷们 可是胆子却很小 在县城有路灯还好些 到了农村 一到晚上 自己都不敢走夜路 平时白天 谁要是在他跟前 聊个什么鬼呀啥呀的 都能把他给吓出一手心的汗 大概一周前的一天晚上 他跟陈玉卢在货站忙到很晚 于是就买了点烤串 请货站的司机师傅 吃了顿夜宵 他也喝了点酒 也就没有开车回家 说来也是奇怪 那天晚上他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打到车 杨秀成心想 货站到家也不远 于是就步行走着回去了 眼看着就要到家了 就在这时 马路边的绿花袋里 突然窜出来一只野猫 视线一点声音都没有 野猫突然窜出来 即使是胆子大的人 也会吓一跳 更何况这天生胆小的杨秀成了 这野猫一跳出来 顿时把杨秀成的心 吓得是狂跳不止 这小子强撑着发软的双腿 跑回家 到了家 他媳妇方敏 看他脸色不好 就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也就把野猫的事 给他媳妇说了一下 不过是吓了一下而已 他媳妇也没当回事 可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杨秀成好像还没有 从昨晚的惊吓中缓过来 还能感觉到很强烈的心跳 于是他媳妇就说道 老公啊 听说仁后镇那边 有个大仙挺灵的 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吃完了早饭 方敏就把他带到了 县城城南的人后镇 请那位大仙给看了一下 到了那里 也没有太过繁琐的程序 那位大仙 只是简单地问了生日时辰 又拿钢针在他手心扎了两下 最后给念叨了几句 就让他们回家了 杨秀成到家之后 还真的就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 杨秀成只是好了一个白天 到了晚上 他就开始发烧 不过烧的体温还不算高 一直都在38度以下 刚开始的几天 一家人都以为他是着凉了 给他吃了退烧药 打了退烧针 可是他这体温 就是一直都降不下来 后来 陈玉楼知道了这件事 就想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看看 是怎么回事 可杨秀成一听我在东北 离得这么远 也就没让陈玉楼打这个电话 直到昨天晚上 我们到秦皇岛之后 玉华给陈玉楼打电话说了 我们要回唐县老家的事 今天 陈玉楼才一早就赶回了老家 跟我说这个事 并不能等 当天晚上 陈玉楼开着他的帕萨特 就把我带到了杨秀成家 刚走进杨秀成的家门 我就打开了天眼 好家伙 不看不要紧 一看之下 我就是一惊 听陈玉楼讲完了杨秀成的事情 有病的人不能拖 事不宜迟 玉楼给杨秀成打了电话 告诉他 我们一会儿就到 于是 我们两个连夜就来到了杨秀成家 方敏给我们打开门 刚一进门 我就感觉到一股阴煞之气 随即也马上打开了天眼 这一看之下 好家伙 居然有淡淡的黑灰色的气体 萦绕在客厅里 玉楼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之后 方敏就把我们带到了卧室 此刻的杨秀成 额头上贴着退热贴 正在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哎呀 玉楼来了 哎呀 这位就是 哎呀 就是你那妹夫吧 哎呀 快请坐吧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观察着他 就看杨秀成的头顶 足有脸盆那么大一团黑气 就那么静静地飘在他的头顶 客气了几句之后 我就给杨秀成搭了一下脉 没看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次凝神俱气 把天眼提升了一个档次 给他看了看三魂七魄 还好 他的三魂七魄 也算比较稳 说实话 像杨秀成这种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时之间 除了他头顶的那团浓重的黑气 还有房间中萦绕的淡淡的黑气之外 我还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 这些黑气的根源处在哪里 看来只好求助老仙了 马上 我取出香炉 就点上了三根香 几秒钟之后 黄三太奶和柳天娇就来了 这次 只来了他们两位 并没有带小辈的仙家 可是 就算是只来了这两位 我也知道 杨秀成的事 应该是不小 别看只来了两位仙家 这可是我堂口的二排 和三排两位教主啊 两位老仙来到之后 黄三太奶就仔细地 看了一会杨秀成 看了一会之后 黄三太奶就摇了摇头 哎呀 旭东啊 三太奶我好多年 都没有捆过你的翘了吧 今天就辛苦你一下了 说吧 就看见黄三太奶 化作了一点金黄色的光点 直接奔着我的神庭穴 就飞了过来 一瞬间 我就开始不受控制的 在自己的身上腿上 抓到了起来 我没有留指甲的习惯 又穿着衣服 还是挠不坏的 挠了一分多钟 我也终于消停下来 这时 就看黄三太奶 操控着我的身体 同时伸出双手 分别捏住了 杨秀成的两个中指 一瞬间 好多信息和画面 同时传输进了我的大脑之中 我这才知道 杨秀成是怎么回事 要说起杨秀成的这件事 还得追溯到他上初中的时候 早些年的孩子上学 普遍都比现在的孩子晚一些 如果因为休学 或者学习成绩不好等等原因 再留级或者复读两年 很多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 都已经十七八岁了 十七八岁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这杨秀成就是因为胆子小 小时候被吓坏了两次 也就休学了两年 等到他念到初三的时候 已经十八岁了 可是 别看杨秀成胆子小 那也不过只是 针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而言 对于大活人 他的胆子可是大得很 一天放学的路上 他就看到 有两个早早辍学的小地痞 正在调戏他 一个叫林飞飞的同班同学 而且 这林飞飞跟他还是一个村子的 遇到这种事 他又怎么能不管 于是停下自行车 就走了上去 都他蜡比散了吧 欺负小姑娘 算他蜡比的鸡毛本事 有本事跟我动动手 其实啊 那两个小地痞 都还没有杨秀成大 都比杨秀成要小两三岁 而且 杨秀成还长得人高马大的 这一下 就把那两个小地痞给吓跑了 对于这件事 杨秀成本来也没放在心上 可是那个叫林飞飞的同学 却是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 自那以后 林飞飞就总是给他传纸条 都说是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 一来二去的 两个人就好上了 不过那时候的孩子 还是比较保守的 两个人的感情 一直也是发呼情指呼里 后来 随着初中毕业 两个人都没有考上高中 又都去外地打工了 两个人又不在同一座城市 又都建设外面的世界 慢慢地也就不联系了 后来 打了几年工之后 杨秀成就回到了唐县老家 最初也是跟陈玉楼一样跑货车 他结婚以后 也认识了陈玉楼 后来 又过了好几年 他跟陈玉楼都攒了些钱 两个人一合计 就合伙弄了一家货站 回头再说林飞飞 林飞飞在外面打了几年工以后 也回到了唐县老家 后来也嫁给了本县城 一个叫陈伟的 这陈伟 也是个开货站的小老板 要说这林飞飞 也是个怀旧的人 虽然对于当年 跟杨秀成的感情 已经放下了 可是他们两个当年的合影 还有当年两人之间 写的那些情书 他却一直留着 都放在了他娘家仓房的 一口木头箱子里 后来 有一次陈伟去帮他家收拾仓房 赶巧就翻开了那口木头箱子 箱子里 林飞飞和杨秀成的 那些情书和合影照片 自然也都被他看到了 从情书上的日期 还有照片上 两个人青色的面旁 陈伟也能看出 这都是早些年的东西了 可是 男人对于这种事 又有几个能够心胸宽广的 虽然嘴上对媳妇说着不在乎 可是对于杨秀成的恨 却在他的心中 慢慢地生根发芽 不过这小子 当时还算保留着 最后的一丝理智 他也知道 凭自己那小体格 打架肯定不是杨秀成的对手 也就一直隐忍着 直到后来 唐仙人后 震出了一个大仙 于是 他就派货站的司机师傅 开车去接那个大仙 可是司机师傅 回来却说 那大仙只在家里给人算卦 从来都不出来给人看事 陈伟没办法 只好亲自跑了一趟 结果对于过去的事情 那大仙说的都还挺准的 陈伟也就相信了 那个大仙 花了足足两千块 让那大仙 给他布了一个生财局 没想到自此之后 陈伟的生意 果然是顺风顺水 生意俨然就要超过 陈玉楼和杨秀成这个货站了 一天 陈伟喝多了酒 就又想起了 自己老婆早年间 跟杨秀成的那些照片和情书 他心里琢磨 大仙做事 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留下任何线索 查也查不到自己头上 于是就找到了 那个大仙 跟大仙说了 想要靠仙家 来收拾一下杨秀成的想法 最初 那大仙是死活都不答应 最后 陈伟直接给大仙 甩出来两万块钱 终于 在金钱的诱惑下 那大仙动心了 陈伟去找那个大仙 想请大仙暗中使用一些手段 来坑害杨秀成 哪知陈伟好话说尽 那大仙 就是不肯答应陈伟的请求 后来 陈伟就琢磨 他腊笔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一狠心 直接就给那大仙 甩出来两万块钱 这下那大仙 才接了陈伟这个活 说到这 您别以为那大仙 不答应陈伟 是一息天良未明 因而对他生出同情之心 其实啊 这都是那大仙的手段 他不过是用这种方法 来让陈伟抬高价钱而已 这里 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位大仙 这位大仙 名叫白士廷 现年53岁 这家伙早年间 曾在山西的一座公罐中 做过两年的全真道士 后来因为吃不了 那清修的苦 偷偷跑下山还俗了 但凡大奸大恶之人 没有几个傻子 那脑瓜都是一个 赛一个的精明 这白士廷也是一样 短短两年的道家修行 居然给他看破了 几分道法的奥义 可是特末的这老小子 却没有把他的聪明 用在正地方 而是凭借道法 一点点收罗了 十几个外家仙 其中 以一只野猪仙为首 旗下还有一只黑熊精 两只欢 旺 紫仙 另外还有几只蝉雏精 他的这个堂口 严格来说 跟东北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说这老小子 也还真是够了精明的 他知道 一味作恶 最后终是躲不过天道的惩罚 于是 这小子大多数时候 都还是以一个 道古先锋的善良大仙的形象 出现在人们面前 给人看事的时候 也都基本能给香客答对的 乐乐呵呵的 同时 大多数时候 他给人看事 收的香火钱 也比其他同行要低一些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到唐县以后 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把名声打出去了 一位作恶的人 其实并没有多可怕 那样的人 我们收拾不了他 自有国法和天道去收拾他 怕就怕像白士庭这样的 他懂得用善行来抵消罪业 做个十件八件 或大或小的善事 他就会做一件 能大赚一笔的恶事 其实 陈伟托他办的这件事 相比他之前 做的那些坏事来说 还真就不算什么 这家伙的业务范围 可不仅仅是在唐县这个小县城 石家庄 郑州 太原 北京 天津等等等等 附近的这些大城市 他也是经常去的 随便给哪个大老板 摆一个借运聚裁的风水局 人家不得给他的三万五万的呀 他也是知道 陈伟不能给他拿出更多的钱了 所以才见好就收的 收了陈伟的钱 这老小子 当晚就派出了自家的两个欢子仙 于是两个欢子仙 就驱赶着一只野猫 当晚就把杨秀成给吓了一跳 其实仅仅只是被野猫吓一下 杨秀成用不了几分钟 也就好了 可是被野猫惊吓之后 那两个欢子仙 又对杨秀成做了手脚 事情发展到这里 白士廷也就坐在家里 静等杨秀成上门了 他很自信 在这附近 但凡是看这种病的 没有几个不会去找他的 果然 赵秀成在媳妇方面的建议下 还真的就去了白士廷那里 其实白士廷收拾杨秀成的手段 看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真正操作却很难 首先 白士廷需要制作符纸 他那符纸 可不是画在纸上就完事了的 制符的过程 不但极其复杂 同时还需要他调动元气 往往一番忙碌下来 做了十几张符纸 最后发工催动符纸 验符的时候 能成功两张 已经算是不错了 剩下的那些 跟废纸也没什么区别 有了这张符纸 等到杨秀成去求医的时候 他再用特制的钢针 刺破杨秀成的手指 拿棉花擦去血液 等到杨秀成走后 再把事先问出来的 杨秀成的生辰八字 用朱纱写在符纸的背面 然后用这张符纸 把沾有杨秀成 指尖写的棉花封起来 最后 把符纸和棉花 一同放在他堂口的箱岸上 把箱炉翻转过来 倒扣在符纸之上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他堂口的几位老仙了 其实这种坑人的法术 有一些东北马家的 斜仙堂口 还有一些鬼堂口 偶尔也有使用的 只是东北的斜仙 还有鬼堂口 不会用棉花 而是直接让香客 把指尖写 或者舌尖血滴在朱纱里 血液混合朱纱 一同写在符纸上 毕竟血液被朱纱稀释 而且谁写字 也不可能一次 把搅拌好的朱纱 全部都给用完了 所以 东北斜仙和鬼堂口的 这种做法 对于被施术者的伤害 还是要大打折扣的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 换成斜仙 或者鬼堂口 来做的话 我也就不可能会看到 杨秀成家里 那淡淡的黑气了 同时 杨秀成头顶上的 那团黑气 也不能这么重 这种坑人的法术 在东北马家 我们称之为 金花宝顶眼魂阵 还有个小名 叫做溜刚马 这里要说明一下 金花宝顶眼魂阵的阵字 没有写错 的确就是阵物的阵 而不是阵法的阵 通常为了口语表达方便 我们一般都叫他的小名 溜刚马 对于杨秀成来说 如果没有仙家 道横非常强的出马弟子 或者像梁叔那样 本领高强的大师 帮他一下的话 从他犯病的那天 开始算起 在三七二十一天之后 极有可能小命不保 可能是偶然 可能是机缘 也可能是仙家的指引 也可能是杨秀成命不该绝 偏偏就让我给赶上了 之前有几个人说过 说你这讲个故事 怎么你到了哪 哪就准会有人出事啊 你怕不是一个灾心吧 这里提一嘴 并不是我走到哪 哪就会出事 只是关于那些出门 没有遇上这类事的情节 我没有讲而已 写小说也好 讲故事也罢 我总不能把 跟这本书没有关系的事 全都说出来吧 那些事也没人愿意看 您说是不是 知道了杨秀成这件事的 前因后果 黄三太奶 马上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也迅速脱离的 被捆翘的状态 虽然杨秀成 和她那个同学 林飞飞的事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可是事关杨秀成的隐私 和家庭的和睦 我还是把方敏打发出去 给我买烟了 方敏走后 听见了关门声 我才把整件事 从头到尾 跟杨秀成和陈玉楼 说了一遍 哪知方敏出了卧室以后 只是假装关了一下门 人却没走 直到我跟杨秀成 说完了溜钢马的事 才看见方敏 正一脸埋怨地站在门口 听见方敏的关门声 我才跟杨秀成和陈玉楼 说了整件事的经过 哪知方敏根本就没走 他只是假装关了一下门 人却留在了客厅 偷偷听我们说话 直到我讲完了溜钢马的事 不经意地一回头 才看见方敏正一脸埋怨地 站在门口 顿时 我和陈玉楼 还有病奄奄的杨秀成 全都愣在了那里 这时 就看方敏的表情 突然从埋怨变成了自责 同时 眼中还勤着泪花 老公 都怪我 要不是我非让你 去找那个狗屁大仙 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怪我 都怪我 一边说着 方敏就开始哽咽起来 陈玉楼急忙打圆场 没事的没事的方敏 我妹夫这不是在这吗 有她在这 遇到了这种事 你就啥都不用怕 她都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这时 我就把目光看向了黄三太奶 就看黄三太奶 微微点了两下头 然后 三太奶又对柳天娇说道 劳烦柳家 教主回唐英搬兵吧 好久都没有大功德了 把那些没事的仙家 都请过来吧 柳天娇什么也没说 只是冲着黄三太奶抱了个拳 马上就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柳天娇走后 黄三太奶又说道 旭东啊 走 我们也动身吧 随即 刘夏芳敏在家照顾杨秀成 我才跟陈玉楼下楼开车 直奔成男人后阵 有黄三太奶指路 不到十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一幢 独洞二层小楼前 下车之后 马上我就听见 头顶有隐隐的风声响起 抬头一看 好家伙 天空之上 东北方向 我们家老仙 老少伙加起来 足有五十多位 就连小如意都来了 我本以为对付 白士廷堂口的邪仙 有柳天娇一个就够了 看来白士廷这老小子 还真是不可小觑啊 这时眼前一阵狂风大作 就看见在那小楼的窗户中 十几道各色光点飞出 那些光点 拖着长长的尾燕 就要冲向天空 只见胡云花老太姑 手中的三尺黄铃 轻轻舞动 瞬间就把整座小楼 给围了起来 那些光点左冲右突 就是撞不破 胡家老太姑的三尺黄铃 我急忙在心中呼唤护法 请他们帮我保护陈玉楼 这时就看柳天娇 在天空之上急事而下 来到我的面前 旭东 又要辛苦你了 说吧 就化作一道褐色流光 奔着我的七海穴飞了过来 马上 一股淡淡的凉意 洗一遍全身 好家伙 最近这几年给人看事的时候 老仙已经很少捆我的翘了 没想到这一夜之间 我就被黄三太奶和柳天娇 捆了两次翘 柳天娇上身之后 借我的身体 告诉陈玉楼等在门外 然后就操控着我的身体 直接一脚 就踹开了小楼的大门 那胡老太姑的三尺黄铃 好像是石的自己人一般 我居然 就这么穿了过去 来到了屋里 马上 我就看到 屋里正站着两个小姑娘 这两个小姑娘 都是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 而且都长得奇丑无比 此刻 柳天娇正在捆着我的翘穴 借助柳天娇的道行 我也一下子就认出来 那两个小姑娘 原来是两只蝉雏精 哼 我们家柳天娇 还会收拾不了两只癞蛤蟆 不受控制的 我就上前一步 同时伸出双手 两只拳头也同时 击打在了那两只癞蛤蟆的身上 两只癞蛤蟆 马上形神俱灭 化作了两团黄色的烟雾 柳天娇也操控着我的身体 马上平住了呼吸 我继续往前走 就上了楼梯 这时 一个一身轻衣短挂的道士 就拦在了楼梯口的上方 一尾浮尘搭在壁弯之上 手中还握着一把折扇 这老小子 应该就是那座大损的白士亭了 看到他手中的折扇 我心中就是一紧 马上想到了 当年在山东的时候 我们仲堂口仙家跟梁叔还有青瓷 一起大战贾四周的情形 当时 贾四周手里 也是握着一把折扇 那扇子如果打开 可是能够放出鬼门昌兵的 此刻 我正跟天娇老仙 心意相通 感受到了我的紧张情绪 柳天娇就给我感应到 旭东 不用怕 他那把破扇子 就是个摆扇 不是法器 听了柳天娇的话 我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是个摆扇呀 可特么吓死你吴爷爷了 这时 就看白士亭 突然向后退了两步 同时 脸上还露出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微笑 柳天娇也没有管那么多 继续操控我的身体 往楼上走 想要生情白士亭 可就在还差一个台阶 我就要爬上二楼的时候 我的手臂往前一伸 突然 一股电机火炽般的疼痛感 就充斥了 我的整个手臂 我下意识地 就要往回缩 可是身体被柳天娇控制 却没有缩回来 那种疼痛感 也在一直持续着 这时 柳天娇操控着我的身体一扭头 我就看到一侧 楼梯扶手的不远处 正摆着一面小镜子 那小镜子的前方 还放着一只玉葫芦 玉葫芦的表面 麻麻烂烂的 一点光泽也没有 做工极其的粗糙 就这么个小破玩意 居然挡住了 我和柳天娇前行的道路 十海之中 柳天娇的声音再次传来 旭东 坚持一下 只要打碎那面镜子 接下来就没事了 我也在心底回应道 好 天娇教主 你尽情示威就好 不必管我 接下来 我慢慢地 强忍着手臂的疼痛 一步一步向那面小镜子靠近 就在我还差一步 就要抓到那面小镜子的时候 白士廷突然飞起一脚 就向我踹了过来 此时 我的身后正是楼梯的方向 这一脚 若是被他踹中 我势必要从楼梯上滚下去 下意识地 我就要躲过这一脚 可是身体却一点 都不受自己的控制 还在艰难地 向那面小镜子摸去 与此同时 只听啊 第一声惨叫 白士廷的那一脚 再还没有触碰到 我的身体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 却突然弹了回去 此刻 白士廷正用双手 捂着自己的小腿 脸上的表情 也极其地痛苦 原来这老小子 只是特么的花架子呀 就连贴近柳天娇的身体都做不到 还害我白担心一场 这时 我的手也抓到了那面小镜子 于是举起手 啪的一声 连同那个小玉葫芦 一起摔了个粉碎 一瞬间 我手臂上的那种疼痛感 也马上消失了 这时 我又回身 朝着身后的一个房间走去 在经过白士廷跟前的时候 我直接伸出脚 猛地一下踩在了 他另一条腿的膝盖上 啊 又是一声痛苦的哀嚎 不去管白士廷 随即我就踹开了一个房门 这个房间正是他的香糖 看到他的香案 我的心就不由得一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仔细一数 他这香案之上 居然有九个倒扣着的香炉 柳天娇控制着我的身体 我们来到二楼 很艰难地破坏了白士廷 阻挡我们上楼的法器 在白士廷飞起一脚踹向我的时候 却被柳天娇那无上高深的倒横 所形成的护体钢器的反弹之力 硬生生地把他那条腿给废了 如果他跟前的时候 我又飞起一脚 把他的另一条腿给废了 这一下 他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了 马上 我们来到了白士廷 供奉仙堂的这个房间 这才看见 特么的这个老壁灯的香案上 居然同时扣着九个香炉 我滴个乖怪 九个香炉 这也就是说 这老壁灯特么的 在同时坑害九个大伙人啊 我心中暗自私存 看来你老小子 今天也是结束到了 让你遇到了我 任凭你积累多少功德 也抵消不了这九道六缸马的罪业 此时 白士廷供奉的那些邪仙 应该正在院子里 跟我堂口的仙家打斗 我面前的这处香糖 失去了邪仙的保护 跟摆设也没什么区别 就在这时 我感觉身上一暖 刚刚那种舒爽清凉的感觉 马上就消失了 柳天娇脱离了捆翘状态 离开了我的身体 于是我就把那些香炉 果然每个香炉的下边 都扣着一张符纸 那些符纸都被叠成了 三角形的形状 中间鼓鼓的 一定就是沾了那些 被下了溜钢马之人 纸间写的棉花了 我快速地收起那些符纸 揣进了口袋 心中觉得还不解气 双手一用力 直接掀翻了香岸 就在这时 一个保险柜在香岸下露了出来 这里面装着的 一定都是白士廷赚来的黑心钱 不易之财不可取 我也没有管太多 直接走出屋子 就要下楼 这时就看见白士廷坐在地上 后背靠着墙 早已经被双腿的疼痛 给疼得晕了过去 本想再打他两拳 可是想想 一切事宜都有老仙做主 况且 今天我们家胡天龙和黄三太奶 还有柳天娇都在 一会儿这白士廷 就等着胡天龙 和二排三排两位教主发落吧 也就没有再去管白士廷 下了楼 来到院子里 这才看见 刚刚的那十几位鞋仙 现在全都被五花大绑地 给绑了起来 里道歪斜地 被扔在了屋门口 再抬头一看 正好看见胡天龙 打好了一道表纹 正准备传上天庭 哎呀 我乐个去 我是撒丫子 就往院子外边跑 天龙老仙 这是要直接承报天庭 给这几个邪仙 来上一个雷霆灭道啊 我要是跑得不及时 万一一道天雷 把我给劈个外焦里嫩 然后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无门府地马 对不起啊 我劈早了 那我不也得挺着吗 我又干不过老天爷 能有啥照啊 果然 我刚跑出院子 还不到三秒钟 就在我刚要回身 查看院子里的情形时 就看见眼前 所有的景物都是一闪 等我再回头时 天空之上的雷声 已经传了过来 一时间 刷刷刷刷刷 几十上百道闪电 全部击中了院子里的 那些邪仙 那些邪仙 也瞬间就化作飞灰 在夜色中 消弥于无形 直到这时 天空之中的雷声 才传了下来 一时之间 轰隆隆隆 雷声大作 我都分不清 有多少声雷鸣了 总之就是一个接一个 很早以前 有一位小黄仙 躲在我老叔的 酒葫芦里 躲避雷劫 那次跟这次相比 那简直就是毛毛雨 这次的雷霆灭道 才算是当之无愧的 天雷滚滚啊 这次的雷霆灭道 那才真的是 金雷 这通天修为 天塌地线紫金锤 紫电 这玄珍火焰 九天玄剑金天变 啊 这怎么一赶上 这事儿 就想上才艺呢 嗯 兴许是看到那些 鞋仙被灭 我心中激动 就想喊个卖庆祝一下吧 大家理解一下 抱全了 老铁666 这时 我还沉浸在 此站大盛的喜悦当中 陈玉楼却从车上下来说道 旭东啊 你进去这么一会儿 就把事儿办完了吗 我点了点头说了声 是的 陈玉楼也挺激动 旭东 那是不是秀成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说道 大哥 现在还不能说秀成完全就没事了 我还有些后续的收尾工作要做 这时 就听胡天龙在天空之中说道 今日之战 众位仙家皆有参与 柳如意和白悬亮留下 其余众仙都可尽归唐营 带到柳如意和白悬亮回营 一并风发功德 胡天龙说完 又对我说道 旭东 尽快离去 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我心中就想 这能惹上啥麻烦啊 可是既然天龙老仙让我赶紧离开 自然有他道理 那我赶紧走就是了 这时 就看到小如意和白悬亮 在天空中飞了下来 其余众位仙家 都是一转身 迅速地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两位仙家来到我面前 小如意就说道 哥哥 我们快走吧 我点了点头就上了车 跟陈玉楼说了声 让他开车 他就发动了车子 我也回头看了一眼 白市亭的那栋二层小楼 好家伙 这时 正有一米多长的火蛇 从那栋小楼的窗户里窜出来 我这才想起 刚刚的一百多道天雷 怎么可能会不引起火灾 这边伙食一起 势必会有人报警 一会儿消防队和警察来了 要是看见我在这的话 这还真不好解释 赶紧三十六计走围上吧 陈玉楼一脚油门 他的帕萨特也开动了起来 我和陈玉楼 带着小如意和白玄亮 一起回到了杨秀成家 对于我的能力 陈玉楼是毫不怀疑的 可是刚一进屋 他还是问道 方明 秀成怎么样了 方明也挺激动 哎呀 玉楼哥啊 你这妹夫可真是厉害 你们出去没一会儿 秀成的烧就退了 吴老弟啊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老公还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呢 一边说着 一边给我和陈玉楼 倒了两杯水 这才继续说道 吴老弟啊 秀成现在的烧是退了 可他 还是浑身没劲啊 再麻烦 你帮着给看看吧 我知道 这是刘刚马留下的后遗症 胡天龙老仙 就是为了帮杨秀成 清除他的后遗症 才把白玄亮留下的 看到白玄亮 进了杨秀成的卧室 我也上去关上了 卧室的门 这才说道 方敏大姐 没事 一会儿秀成哥 就能好得差不多 不过这段时间 你还是要给他 熬点鸡汤什么的 好好补补元气 见方敏点头答应 我这才从口袋里 把白士廷做的 那九张符纸拿出来 小如意让我把那些符纸 全都拆开 把里面的棉花 全都取出来 我也都一一照做 这时 在那九张符纸中 有一个名字 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回到杨秀成家 白玄亮去给杨秀成治病 其实 如果没有白玄亮的治疗 三五个月以后 杨秀成也是 能够完全恢复的 可是 既然我揽下了这件事 自然也就要好人做到底 可是 只有白玄亮 在那边给杨秀成治疗 还不够 我们这边也要处理 一下那个温大灾的 白士廷留下的符纸 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让杨秀成 快速地恢复 小如意让我把那些符纸 一一拆开 在我拆开 第一张符纸的时候 就看到里面包着的 那一小团棉花上 血液早已经不是鲜红的颜色了 而是如墨汁一般的黑色 纯黑 直到拆到最后 九张符纸全部拆开 九个小小的棉花团 也被我在茶几上摆了一排 这时就看小如意 伸出了一只手 马上 他的指尖就伸出来 九根柳枝 九根柳枝 分别对准了九个棉花团 源源不断的黑气 就被小如意 吸收进了身体里 在我看来 那么几个小小的棉花团 用不了几秒钟 小如意就能进化完毕 可是足足过了一分钟 小如意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看来白氏停着老壁灯 坐的这个六缸马 还真是挺霸道啊 在等待小如意的时候 我也没什么事 就拿起那些符纸看了起来 一张张地看下来 我也在心中默念 那上面写着的名字 张文轩 李柯 香雪棉 一辰 裴家豪 刘庆瑜 哎 等等 这上面 怎么会有裴家豪的名字 以前在宝丁的时候 我可没少跟裴家豪来往 我现在开着的那辆红旗 还是他送给我的 不仅如此 我当初和玉华结婚的时候 在宝丁办答谢宴那天 这大哥 还随了一万块钱的礼金呢 可能是因为 我是出马弟子的原因 我这个人 平时对于别的事情 可能记性不大好 可是对于甘之五行 以及一些重要相克的生辰八字 却是记得非常清楚 担心出现重名的可能性 我特意看了一眼 写有裴家豪名字的那张符纸 果然 还真的就是香港来保定投资的 那位裴家豪大老板 不过想想也是 现在的裴家豪 在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北京 保定 都有生意 他的生意做得那么大 也难免会得罪几个生意场上的人 有一些心胸狭窄的生意人 想要借助民间悬门的力量 来给他实实绊子 这也正常 这时 小如意对于那九个棉花团的进化工作 也都做完了 此时在看那九个棉花团 上面的血迹已经一点都看不到了 也都恢复了雪白的颜色 接下来 小如意又进化那九张符纸 这回他进化符纸的时候 却比那几个棉花团快了很多 只是十几秒就完成了进化工作 哥哥 这些符纸和棉花 你先收起来 明天正午时分 随便找一棵柳树 在树下 烧了就好了 听小如意说完 我点点头 好的如意 这次辛苦你和白家老仙了 小如意脸一红 哥哥 这有啥辛苦不辛苦的 都是修行功德 再说了 今天的事都是小事 以前跟着黑妈妈那段时间 我最多的时候 一天之内就净化了七百多人的怨气呢 说完 小如意把头一扬 显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这时 伴随着开门声 杨秀成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旭东老弟啊 今天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一下我这病啊 可算是完全好了 一边说着 他还撑了 撑胳膊踢了踢腿 看他康复如此 方敏和陈玉楼也都很高兴 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 杨秀成的额头上 就有些细密的汗珠渗了出来 看来这几天对他的元气耗损 还是挺严重的 接下来 方敏去一旁的手包里数出来一打钱 双手捧着 就放到了我面前的茶几上 我老店 咱们都知道 我们这事 不好让你白辛苦 这一千块钱 算是嫂子给你们家老仙的香 伤火费用 在这里 我要为所有的证员出马弟子说句话 对于有证员先家堂口的顶香弟子来说 我们最怕的 就是给亲戚和朋友看事 特别是那种 关系非常好的亲戚朋友 他们当中 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说道 他认为 你看事 是一件特别轻松简单的事 不过是说几句话而已 于是 他们不管遇到了什么事 都会舔着个大脸就来问你 按理说 有事来问你 也没什么毛病 可是你帮他们看完了事 给他指点完了之后 他还觉得你挺轻松 一点都没付出 最后不但一分钱不掏 甚至连句 谢谢都没有 直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你不花钱也行 不感谢也没什么 弟子和仙家 也都不在乎这些 可是你最起码在来之前 怎么也得去买两盒香 给人家放到仙堂上吧 我就不止一次地 遇到过这样的亲戚 有好几次 我都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可是思来想去 我的这本书 还有好几个亲戚和朋友也在看 传到人家耳朵里毕竟不好 所以也就没写 您说 遇上这样的亲戚朋友 要是放在您身上 您闹不闹停 今天给杨秀承办的这件事 就让我感觉心里很是舒坦 心里舒坦了 钱不钱的 都是小事 于是我 直接又数出来五百块钱 给方敏拿了回去 嫂子 初次来你家 我也没带什么东西 香火钱我收五百 另外这五百 就算给我秀承哥买点补品 你给他补补身子 跟杨秀承两口子一番谦让 最后还是陈玉楼开口说道 行了行了秀承 咱们这都是自己家人 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以后你们还得跟旭东相处不是吗 都别死罢了 早早晚晚的 以后都能过得去 就让旭东收五百就行了 杨秀承两口子 这才红着脸 收回了那五百块钱 这时 方敏就说道 旭东老爹 你这初次到我们家来 还帮着忙活了半个晚上 钱不多收 饭总得吃吧 走 咱们都下楼 嫂子请你和御楼吃饭 此刻的我 心里还惦记着裴家豪的事呢 哪有心情吃饭啊 让他们等一会儿 我就拨通了裴家豪的电话 刚一接通 可是对面 却传来了您所拨叫的用户 以关机的提示音 这下我心里更紧张了 马上 我又重新取出香炉 点上了三根香 开始请动仙家 来帮我查一查裴家豪的现状 方敏张罗着 要请我们去外面吃饭 我心里惦记着裴家豪的事情 就先给他们打了个电话 可是电话那头 却传来了裴家豪手机关机的提示音 这下我心里更紧张了 马上点上香 就请出了黄永乐和黄小七 我把裴家豪的生辰八字和名字 报给他们俩之后 这两位黄仙 马上就飞了出去 要说这黄家老仙的腿脚就是快 不到五分钟 小乐小七就回来了 续动 裴家豪这回可是被人给害惨了 现在 他是三魂不稳 七破一尾 肉身已经昏迷了五六个时辰了 黄小七说道 哎呀 我去 这可真是怕啥来啥 我急忙问道 小七 是什么人给裴家豪使的绊子 能查出来吗 小七略意沉吟 说道 这个 暂时还看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裴家豪这件事 肯定不是咱们萨马马家做的 小七还没说完 黄永乐就说道 续续续东啊 据据据据 据我观察 这这 这个是 不不不 不是中了乌乌乌骨之树 就就就 就是南南 南洋想投树 听黄永乐说完 我这心里就是一己 从我出生以来 基本都是在河北和东北活动 一点也没有接触过乌骨之树 和南洋想投树啊 对于这两种邪术 我是两种邪术 一点都不懂啊 这可怎么办呢 来不及跟方敏他们出去吃饭了 跟陈玉楼要了他的车钥匙 又跟杨秀成两口子简单解释了一下 我马上下楼 连夜开车回保定 一路上再慢慢想办法吧 看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出了唐县县城 我给赵斌打了个电话 简单的说了裴家豪的情况 想让他先去帮我看看裴家豪 结果他却说 他在定州 在他徒弟庆宝那里 我就说 那我直接找师傅和小师妹吧 他又说我师傅和马书涵 也都在定州呢 这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师傅的声音 旭东啊 你别着急 我们也马上回保定 你说的那个裴家豪 我们都知道 这么多年以来 他可是没少为保定做贡献 就冲这一点 咱们这些把保定当作第二故乡的马家弟子 也得帮衬一把 听了师傅的话 我的心里似乎也稳当了许多 最后 把裴家豪的地址给了师傅 我也挂了电话 一路无话 过了顺平县城 又走了一段路 我就来到了保定市区 现在的裴家豪 在保定有一家商场 一家四星酒店 在高阳县 还有一家纺织厂 平时在保定的大部分时间 他都是在商场 只有晚上才回酒店休息 我直接来到他的酒店 下了车 我就走了进去 刚到前台 就看到了裴家豪的助手许国梁 这位许国梁 大家还记得吧 当初帮着裴家豪 收拾邪漫童的时候 就是他去赵姐翻店街的我 您想起来了吧 看到我 许国梁就是一愣 随即马上迎上来 握住了我的手 旭东老弟 几时来到保定的呀 真是稀客呀 欢迎欢迎 说完又是点头 又是弯腰的 我急忙说道 国梁大哥 快带我去看看 家豪大哥 哪知许国梁却说道 哎呀 旭东老弟 你找老板 有什么事吗 老板现在不在保定啊 你有事 可以直接打老板的电话呀 国梁大哥 我打电话了 可是家豪大哥的手机关机了 也许是老板的手机没有电了 旭东老弟呀 你有什么事 跟我说也可以呀 多少年前 老板就交代过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是你的事 我们都要好好罢 一边听许国梁说话 我就一边琢磨 小乐和小气明明告诉我 说裴家豪就在这里 怎么许国梁却说他不在保定呢 这时 许国梁的眼神中 有一抹脚侠匆闪过 虽然只是那么一瞬间 却被我给捕捉到了 心念电传 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看来裴家豪这个事 应该是跟许国梁有关啊 他这么拦着我 不让我见裴家豪 看来裴家豪的整件事 始作俑者就是许国梁 也说不定啊 不过转念一想 这许国梁 已经跟随裴家豪十几年了 裴家豪对他也是特别的信任 在裴家豪的整个商业帝国中 这许国梁 已经算是裴家豪的第一心腹了 他怎么可能做出 对不起裴家豪的事情呢 可是黄永乐和黄小七的话 总不会有错的 既然许国梁说 裴家豪不在保定 那在这家酒店里 以我的能力 是不可能看到裴家豪的 眼下事态紧急 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跟许国梁又客气了几句 我就要告辞 可是许国梁 却是盛情挽留 哎呀 旭东老弟啊 你很久都不来保定了 哥哥我无论如何 也要给你接接风啊 一边说着 就叫过来一旁的侍应声 去餐厅准备一桌至尊酒席 我要招待兄弟 我急忙把那侍应声拦了下来 不必了不必了 国梁大哥 我还有些急事 咱们改日吧 改日兄弟我 安排哥哥 最后 许国梁一直把我送出了大门 我把车开出一段距离 这才把车停在路边 给师父打电话 把这边的情况 又简单地说了一下 师父在电话里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只好从长计议了 旭东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 清院县城了 你先去我家等我们吧 我家的备用钥匙 就在门口的脚垫底下 挂了师父的电话 到了师父家 在脚垫下翻出钥匙打开门 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此时的我 已经是心急如焚了 烧了点水 翻出师父珍藏的大红袍 喝了点茶 吻了吻心神 眼看着就要三点半了 可是师父他们还没回来 就在我掏出手机 要再次给师父打电话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接下来 师父 赵斌 马书涵 还有沁宝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就走了进来 刚想跟师父打招呼 却看到他们手上的塑料袋里装着的 却是灵发和兽医之类的东西 师父 你们这是 马书涵率先开口说道 二师兄 这是给你过瘾准备的 啊 过瘾 我 给谁 看到师父他们手里提着的兽医 和灵发之类的东西 我就问道 师父 你们拿着这些 是要干啥啊 师父还没开口 马书涵就说道 二师兄 这是给你过瘾准备的东西 马书涵这么说 我就是一愣 啊 我过瘾 给谁过瘾啊 师父说道 旭东啊 先动手布置过英灵棚吧 一边干活一边说 再等一会儿 天上的星星就不全了 心里揣着种种疑问 我们马上动手 开始布置过英灵棚 一边干活 师父他们才把我的疑问解开 原来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给赵斌打完了电话 说了黄永乐和黄小七打探来的消息 挂了电话 师父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件事的处理方案 当时赵斌就跟师父他们说了 无论是南洋降头术 还是乌骨之术 只要裴家豪还有一口气 他都能把裴家豪给救回来 他们说到这 我就说道 老赵啊 咱俩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怎么分开过 你啥时候 学得对付降头和乌骨的本事啊 赵斌嘿嘿一笑 嘿嘿嘿 你忘了舒寒丽堂子的那天晚上 我在清院那个小院里来的 那个装聋作哑的老爷子了 哎呀 我去 以前就知道赵斌遇到那位老爷子是捡到宝了 一直以来 我都只是知道那老爷子教了他预测问部 却不知道那老爷子 居然还会对付降头和乌骨 并且把这个本领传给了赵斌 老赵这小子是啥命啊 当初他只是起了一丝善念 请那老爷子吃了顿火锅 后来又管了老爷子两个月的吃住 可是那老爷子传授给老赵的 却是一生都受用无穷的本领啊 则则则 赵斌这小子的命也太好了 回头再说我们的故事 赵斌跟师父他们说 只要裴家豪还有一口气 他就一定能够对付得了降头和乌骨 可是他要是使用手段 却有个前提 那就是 一定要在裴家豪受缘未尽之时 他才能出手 如果命里注定 裴家豪的大限就在这几天的话 一旦他出手 就指裴家豪 那么他也必将遭到反噬 这反噬的后果 网轻了说 老赵会疯疯癫痴傻呆念 耐网中了说老赵就会当场丧命 基于这个前提 而且这件事又是我牵的头 所以 师父决定 让我到地府 去查一查裴家豪的寿员 如果裴家豪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赵斌才敢放手一搏 如果裴家豪真的过不去这道坎 我们也只好顺应添意了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赵斌就给他原来在清院的时候 固定给他供货的那家殡葬用品店打了电话 请人家直接准备好了 我过阴需要用的东西 等他们路过清院的时候 直接就把那些东西带了回来 我们人多干活也快 不到四点 过阴用的灵棚就弄好了 我们这次搭的这个灵棚 比以前的那些可要简单太多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都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过阴了 一路上的这些说道也都轻车熟路 所以 也就不用再搞得那么正式了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时间太紧了 如果再拖一会儿的话 等到东方日出 就只能再等到晚上 才能过阴了 一切全都安排妥当 师父掀开窗帘 看了看东方 我们快点 趁着天还没亮 赶紧奉请七星落座 一边说着 一边就回身点上了香 把他堂口的仙家请了下来 我也点上了十三根香 请出了本堂口的众位仙家 这次 我堂口的狐黄长蟒仙家都还没到 我太爷爷就率领着清风教主 还有一种地府仙 率先赶到了 之后 胡黄长蟒仙家才来到 胡天龙冲着我太爷爷一抱拳 就说道 老背王 刚刚我们在唐县 端掉了一个邪仙堂口 那时候你没赶上 结果这还没过几个时辰 就又有功德了 这回这个大功德 您可是来得及时啊 太爷爷爽朗一笑 哈哈哈哈 天龙老仙 陪家豪造福一方 为了这样的大善之人 老朽又怎么堕带啊 这时 师父就开始走行门迈不掩 开始踏钢步斗 请动七星落座 等到地上那七根蜡烛都有了反应 师父就开始给我打过音表文 表文刚刚燃起 赵兵的枯烟魂也唱了起来 简短结说 在保定成皇神的帮助下 我很快就踏上了黄泉路 一路过了奈何桥 恶狗村 荆棘岭 我就来到了恶鬼关 我记得上次过音的时候 那个假的苏玉红他们两个 就是在这里摆摊的 反正每次过音的时候 都是隐魂相燃起 我就魂魄离体 要等到隐魂相灭 我才能魂魄归位 既然不着急了 我就在这里再找一找 看看假的苏玉红 他们俩还在不在这 看着各个摊位上的美食 咕噜噜噜 我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这才想起来 我的上一顿饭 还是在玉华家老房子吃的 这一晚上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也只是在师傅家 喝了几杯茶水而已 这种鬼魂饿肚子的感觉 可是比肉身饿肚子 还要难受好几倍啊 那种肚子里排山倒海的饥饿感 一波一波地袭来 我感觉自己走路 都没有以前有力气了 看着眼前这么多美食 我却不能吃 这种感觉也太特么煎熬了 难道饿死鬼 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吗 接下来 强忍着饥饿 在这里转了好几圈 也没有找到假的苏玉红他们 我才离开饿鬼关 继续前行 没走多久 清风教主大太爷的阴兵队伍 就来接我了 给大太爷行了礼 我也上了马 一路前行 直奔风都鬼城 咕噜噜噜噜 我的肚子又响了起来 大太爷看了看我 曾孙 来的时候没吃饭吧 哈哈哈哈 这回你尝到饥饿的滋味了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饿肚子来过瘾 大太爷 这饿肚子的滋味 也太难受了 您老人家这里 有没有啥我能吃的东西啊 给我整点 让我垫吧垫吧 大太爷说道 我这倒是有吃的 不过 我敢给你 你敢吃吗 呃 这 看着大太爷那一脸坏笑 我也只好忍着了 大太爷看了看我继续说道 旭东啊 你这才饿了多长时间啊 那些饿了十几天 被活活饿死的鬼魂 那才叫难受呢 再说了 所谓饿死鬼饿死鬼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叫饿死鬼吗 不就是因为饥饿而死的鬼 才叫饿死鬼吗 大太爷又是一笑 哈哈哈哈 浮潜喽曾孙 饿死鬼之所以叫饿死鬼 是因为他们 无论怎么吃 都吃不饱 哪怕你给他摆下九吃肉铃 让他不停地吃 他的那种饥饿感 还是不会缓解分毫 所以才叫饿死鬼啊 忍受着饥饿 一路前行 我们来到了丰都城的城门口 上次来的时候 黑白无常是在城门口等着我的 结果 这次我这么饿 他们却没有在这等着我 还要城门口的兵丁通报了 他们才来接我 唉 我可真是命苦啊 看到老谢和老范 客气了几句 他们就带着我来到了秦广王的府押 办完了繁琐的手续 秦广王在我的表文上扣了大印 老谢和老范 才把我带到了第五点阎罗王的府押 阎罗王换出了判官 判官才帮我查看裴家豪的寿员 老谢和老范 把我带到秦广王这里 秦广王在我的过音表文上扣下了大印 然后 两位无偿老爷 直接把我带到了阎罗王办公的第五电音寺 出马这么长时间以来 前两次见到阎罗王 都是因为替人求寿 所以走的都是后门的小伙 这次老谢却是带着我走的正门 不得不说 阎罗王这电音寺的排场 比秦广王那里还要气势雄浑 只是这飞檐斗拱凋梁化洞的红墙壁瓦上 都在不停地有黑气散出 显得极其庄严肃 也许是阳间的活人都觉得 黑气乃不祥之征兆 到了阴间就反了过来 这里的清风烟魂都觉得 黑色才是正常的 再看阎罗王阴思衙门的大门 更是比秦广王那里要高大 宽阔许多 大门两旁 是一副烫金丽书对联 上连书 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有你 下连配 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 门楣上并排悬挂着两幅匾额 一写福祸无门 二写为人自兆 走进去更显得古色古香 假山回廊 竹林牌坊 潺潺溪水在石桥下缓缓流过 一旁参天古槐上 不时有鸟鸣传来 当真是个神仙福典 我一时间竟有些忘记了 腹中饥饿之感 见过阎罗王之后 客气几句 把表文呈了上去 阎罗王仔细看了看我的表文 就说道 判官何在 取生死不来 自从我替裴家豪的父亲求受 那次认识了阎罗王之后 一直到现在 每次见到 这位阎网爷 他都是板着一张黑区区的脸 也看不出他是喜事碑 虽然我跟秦广王 还有黑白无常 还能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 可是到了这里 也只得加起尾巴小心应对 生怕有个什么行差踏错 惹得这位黑脸包老爷不高兴 再致我一个藐视公堂之罪 过了足有五六分钟 殷司判官才抱着厚厚的一本书走了出来 然后把那本书就放在了地上 他也席地而坐 就开始翻着起来 我心中不经付费 你这好歹也是大名鼎鼎的地府衙们 都不给判官老爷准备一张桌子的吗 这时就看他判官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着 又过了五六分钟 一本生死部的十分之一还没翻完 我乐个去 我这还饿着肚子呢 判官老爷 您倒是快点啊 虽然心里这么想 嘴上却说道 判官老爷 要不我来帮您找一找 我刚要往前迈步 谢碧安却拉住了我 小巫啊 你来一次 只能查一个人的寿源 生死部何等重要 又怎么能让你随意翻看 这时就听那判官说道 嗯 找到了找到了 严君请看 一边说着 他就双手捧着生死部 递到了严罗王的桌案上 只见严罗王一看之后 却并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在 我的表文上扣了大印 然后 把表文交给了一旁的阴差 那阴差收了表文 马上就退了下去 严罗王这才开口 吴门府相同 你所查之人 还有三十七年 又五个月零三天的寿源 此人乃长寿之人 退下吧 直到此时 我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是落了下来 唉 心中长出一口气 总算是有惊无险 老天保佑 裴家豪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等阳间一住乡以后 老赵就能施展手段 救治裴家豪了 吴门府帝马续东 拜别秦广王 深深地给严罗王行了礼 这才走出了第五殿音司 刚刚来到大门口 老谢就说道 小吴啊 走啊 带你玩玩去 唉呦 谢爷爷 我这还饿着肚子呢 等下次来了 我再跟两位爷爷溜达 这次就算了吧 嘿嘿嘿嘿 你的隐魂 相不到燃尽的那一刻 你是回不去的 你就跟我们走吧 老谢说完就看了一眼老范眼 马上 这两位一左一右 又带着我飞了起来 哎呀 我乐个去 这回我算是长记性了 以后再来过阴 如果不吃饱了 任谁说破大天 我也不来 遭这份罪了 忍受着饥饿之苦 一路翻山越岭 中途老谢又蒙住了我的双眼 同样 这次我又听到了 那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 最后 我的双脚踩它在石地上 眼前也是一亮 唉 这里咋感觉这么熟悉呢 眼前是一处巨大的石头房子 这不是之前来过的充就地狱吗 我正疑惑不解 老谢就说道 小弟嘛 回头 我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 却是一面万人之高的高墙 那面巨大的石墙 顶端仿佛已经修在了灰蒙蒙的云雾之中 根本看不到镜头 就在这时 石墙内部却传来了隆隆巨响 我脚下的大地都在跟着震动 初次经历这样的事 我又怎么能够不怕 可是 看看老谢和老范那一脸都无所谓 我也只好强装镇定 接下来 就看见面前那堵巨大的石墙上 居然打开了一道大门 几位鬼叉在里面走了出来 那几位鬼叉看见老谢和老范都纷纷行礼 老谢却是一笑 嘿嘿嘿 这下我倒是省事了 走吧小吴 我们进去吧 嗯 谢爷爷 这是哪啊 这里就是幽冥地府十八域的第十四层 枉死地狱 一路前行 老谢就给我讲了一下 关于枉死地狱的事情 这里虽然看似简单 却是处罚极其严重的一处地狱 很多人听到枉死地狱这个名字 一开始可能都会觉得 来到这里的 都是在阳间蒙兽冤屈 被冤枉致死的鬼魂 我刚听到枉死地狱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则不然 但凡是能来到这里的鬼魂 没有一个是被冤枉死的 原来 这里是惩处自杀之人的地方 这里所有的鬼魂 无一例外 全都是生前不知道珍惜自己生命之人 来到这里的鬼魂 或上吊 或服毒 或投壶 或跳楼 等等等等 不易而足 原来 每一个灵魂在六道轮回中 不断地轮转修行 能够种下善因 修下福报 有幸做一回人 这也是千难万难的事情 可是偏偏有些人 费尽千辛万苦 这一世终于做了一回人 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 就不知道 珍惜着得来不易的做人机会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逃避挫折 那么掌管轮回的天道之神 看你不愿意做人 那好 以后你都不要再做人了 这之后 那些因自杀而死的鬼魂 就全都被压到这里受罚 等到受罚欺满 再去投胎轮回 可是 但凡在亡死地狱挂个名的鬼魂 在以后无尽的岁月中 任你怎么修行 都不可能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 同样 在以后的轮回之路上 能够投胎到畜生道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跟随着老谢老范 一路走进了亡死地狱 放眼望去 好家伙 这里就像是个动物园一般 目利所及之处 全都是牛马猪羊之类的动物 老谢说道 小吴啊 看看 这里全是在亡死地狱中 处罚最轻的鬼魂 即使这里处罚再轻 他们以后也只能给人类当牛做马 或者做了人类的盘中餐啊 我这才知道 原来 来到亡死地狱的鬼魂 他们的受罚程度 也是有轻重之分的 一路前行 基本上没有什么阳市上的珍稀动物 甚至连条狗都很少见 基本都是不能作为宠物被豢养 只能为牛为马 或是被人吃的动物 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忽然 一旁传来了 几声丹顶鹤的叫声 这让满眼 全是猪马牛羊的我 心中如庆清泉 转过头才看到 不远处正有两只丹顶鹤 在向我鸣叫 小欧啊 这两个也算是你的老熟人了 过去打个招呼吧 哎 怎么就老熟人了 这俩丹顶鹤是谁啊 看我一脸疑惑 老谢继续说道 这两位 生前的名字 一个叫刘浩哲 另一个叫林晓丹 这两个名字 我听起来 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是好像又记不起是哪个了 一边回忆着这两个名字 我就一边往那两只丹顶鹤的方向走 可能是这个时候 我脑子里的哪根弦搭对了 马上 我就想了起来 这刘浩哲和林晓丹 不就是我曾经帮助过的 那两个在长春南湖大桥 跳湖自杀的鬼魂吗 当初为了他们 我还特意去求过 百国新龙寺的护法神 希望能把他们俩 送到百国新龙寺修行 可是百国新龙寺的护法神 却没有答应我的请求 原来他们俩最终的归宿 是在这里啊 这时 我也想起来 前些年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小知识 我们常把鸳鸯这种动物 看成是 象征爱情的忠贞不渝 这是不对的 据生物学家长期地观察 鸳鸯这种动物 其实特别地烂情 一对鸳鸯 如果其中一只死掉 或者走失了 另一只可能连一天都不会等它 转头就会再去找别的鸳鸯了 据说丹顶鹤跟鸳鸯却不一样 丹顶鹤一生之中 只有一个伴侣 如果其中一只死掉了 另一只极有可能会不吃不喝 活活地把自己饿死可死 即便是它会吃食喝水 余生也只会孤独终老 绝不会再找别的丹顶鹤 抚摸着眼前这两只丹顶鹤身上的绒毛 我不禁自言自语 浩哲 小丹 你们俩这又是何苦啊 当初一念之差 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哎 如今 你们也算是求人得人 但愿你们两个以后比翼双飞 连里跃圆吧 好在你们前世的仇已经报了 从此以后了无牵挂 好好修行吧 但愿你们有朝一日 能够正得大道 也能做哪位神仙的做起 嘎嘎嘎 两只丹顶鹤同时叫了起来 应该是在回应我 辞别了浩哲和小丹 继续前行 这时 我们又穿过了一堵墙 眼前的景象 马上让我心里一紧 此时 眼前崎岖不平的空地上 成千上万只恶鬼 正在艰难地蹒跚前行 空中偶尔有黑色 或者白色的小纸片 纷纷飘落 每当那些小纸片飘落 那些恶鬼 都会争着抢着去接住 接到手里之后 他们就马上塞进嘴里吃掉 很多恶鬼 还会因为争抢一片小纸片 而大打出手 一旦有一个恶鬼被打倒 其他恶鬼就会冲上去 把那倒地的恶鬼 分而食之 这种场景 看在我的眼里 我的胸腔之中 就是一阵作呕 老谢说道 小巫啊 这里的鬼魂 是连畜生都做不了的恶鬼 他们将永生永世 承受饥饿的折磨 没有休止 哎 这人啊 还是好好珍惜生命吧 阳世上 哪怕有再大的坎 也比这里强太多了 就在这时 一片白色的小纸片 在我面前飘落 下意识地 我就揭在了手里 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卧槽 这玩意散发出来的 居然是酱肘子的香味 我腹中正是饥饿男人 此时闻到这个味道 这也太特么折磨人了 我是吃还是不吃啊 大脑之中最后一丝 理智提醒我 我要是吃这玩意 那我这辈子 就留在这酒悠地府了 一跺脚一咬牙 我就把那片小纸片 像不远处的一个恶鬼 扔了过去 太特么折磨人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小纸片 都快把咱老吴给馋哭了 我要回家 我要找我妈 我要吃肘子 我要吃烤串 我要吃保定的 焖饼绘饼炒饼牛肉照饼 哈哈哈哈 好曾孙 回家咯 突然 我们家老背王爽朗的笑声 在背后传来 太爷爷 您总算是来了 您要是再不爱接我的话 您的好曾孙 可要饿死了的求低了 总算是见到亲人了 看见太爷爷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去擦眼泪 可是手掌摸到脸上 我才想起来 我现在是魂体状态 哪来的眼泪啊 饿得心慌 顾不得太多的繁文入节 给大太爷行了个礼 又对老谢和老范说道 白白了您娜 马上我就飞身 骑上了隐魂机 回来的一路上都很顺利 很快 在保定城皇神的帮助下 我又还阳了 师父守着我的隐魂箱 赵冰还在哭气关 醒来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全身都使不出力气 好像眼皮都比平时要沉得多 老赵 快给哥们整点吃的 哥们饿得 眼睛都窜金花了 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哪知赵冰却说道 现在这个点 上哪给你整吃的呀 我望望窗外 这才想起 现在还不到凌晨四点 这个时间 所有的饭店早都打烊了 早餐铺子也还没开门 这个时间段 也太尴尬了 我看了看窦彦彤 师父 你家冰箱有吃的吗 旭东啊 我这几天都在定州 家里也没留什么吃的 好像只剩下两瓶啤酒了 这时 庆宝却一脸尴尬的小声说道 二师说 我这还有两把瓜子 要不你先对付一下 说着 他就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来两把瓜子 放到了我面前 师父也把啤酒给我拿了过来 我拿过一瓶啤酒 一昂头 一口气就全都灌进了肚子里 又磕了几粒瓜子 可是就我这饭量 几粒瓜子 能当啥事啊 我这命啊 唉 这时 马叔涵说道 二师兄 你给问的咋样啊 那裴家豪的杨寿 我都给饿糊涂了 他这么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 这件重要的事 没事老赵 你放心整就行了 裴家豪 还有三四十年杨寿呢 听了我的话 赵彬马上准备施法 而我身上的兽衣 也没脱下来 就这么一边喝着啤酒 吃着瓜子 一边看赵彬忙活 今天也让咱老吴开开眼 看看老赵 是怎么对付 酱头和乌骨的 过音回来 我在这边 磕着瓜子喝着啤酒 赵彬在一旁 就忙活了起来 就听赵彬说道 庆宝 书涵 来来来 我们先把老吴过音 用的这些东西归拢一下 时间不等人 我们早一些 裴家豪就多一份希望 老吴用的这些东西 我们就先把这一块 给收拾出来就行 说完 赵彬在客厅的地上 用手笔划出了一片区域 看见师傅也帮着他们一起 动手收拾 本来我也想下床去帮忙 可是由于腹中饥饿 稍微一动就开始迷糊 也只好坐在那里 看他们忙活 人多干活就是快 几分钟之后 他们就把赵彬画定的那块地方 收拾好了 大师兄 接下来做什么 马书涵问道 书涵啊 为了裴家豪的事 刚刚已经麻烦师傅 和老吴两个堂口的仙家了 这回就得轮到你了 劳烦你这超级大堂口的老仙了 去帮我查一下 给裴家豪使绊子之人的生辰八字 我有用 我知道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无疑是一桩大功德 就回了裴家豪 也是在无形之中 挽救了多少保定人民的饭碗啊 这裴家豪的产业 如果把他的酒店 纺织厂 商场 还有保定市来源线的 两所希望小学都算上的话 这些职工最少 也要有将近两千人 裴家豪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他手下的那些职工 有多少人在一夜之间 就会失去工作 又有多少个家庭 在等着这些工人拿回去工资 来解决日常开支 这还只是在保定这边的影响 如果再算上他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的产业 千一发而动全身 裴家豪一个出事 受影响的 又有多少人 所以 今天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 是除了那次大战 小鬼子天照大神之外 功德和意义 都是最大的法事 也正因如此 今天在场的这些人 都要出上一份力 这时 就听庆宝说道 师父 那我做什么啊 赵斌回答 你把你堂口的老仙 也都请出来 请老仙们暂时屈尊 给我做一回护法 说完 赵斌还特意补充道 庆宝啊 特别是你家 那三十几位长蚌蛇仙家 这次务必要请他们 都来助我一臂之力 与此同时 马书涵已经取出香炉 点上了十三根香 为了节省体力和元气 我这时早就把天眼关闭了 看马书涵的状态 他堂口的老仙 应该已经去查 裴家豪对手的生辰八字了 紧接着 庆宝也点了香 很快 我的两瓶啤酒就喝完了 手里 只剩下小半把瓜子 这时 屋外就响起了风声 应该是庆宝家的老仙来给赵斌护法了 在等待马书涵家老仙的探听结果这段时间 赵斌也没闲着 就看他先是在背包里 掏出一小包五股粮 然后 在刚刚收拾出来的那块地方的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分别放了五粒粮食 也就是说 他分别在青龙 猪雀 白虎 玄武的方位上 都凑齐了五股粮 然后 他又取出来四个鸡蛋 看见鸡蛋 我就是一阵负费 哈 老赵 刚刚都把哥们饿成那熊样了 结果你倒好 有鸡蛋却不给我吃 老赵 给我拿几个鸡蛋 嘿嘿 老吴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一共就这四个鸡蛋 这都是 有大用的 说完 赵斌还冲着我吐了吐舌头 好像是在故意气我似的 随即 他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一脸坏笑地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看的 我就是后背一凉 这小子准没憋好屁 这时 就看他拿起一枚鸡蛋 在地板上磕了几下 然后就开始包鸡蛋壳 卧槽 这居然还是熟鸡蛋 一边包鸡蛋 他还让庆宝去厨房 拿来了一个盘子 把包下来的鸡蛋壳 都放在了盘子里 四只鸡蛋包完 他却把装鸡蛋壳的盘子 递给了我 啥意思 老赵 你是让我吃鸡蛋壳吗 想啥呢老吴 去 把这几个鸡蛋壳 拿到厨房炒一下 炒干就行 不要炒糊了 一边说着 还伸手把所有鸡蛋壳都捏碎了 喝了两瓶啤酒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饿了 只好按照他的话 去炒鸡蛋壳 直到这时 去查裴家豪对手 生辰八字的老仙 还没回来 说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有人会说 不就是查个生辰八字吗 怎么会这么慢呢 其实啊 无论是先门还是盗门 生辰八字 都是每个人极其重要的机密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过去 当下 还有未来 看成是一间大房子 想要看到房子里的东西的话 生辰八字 就是打开这间房子大门的钥匙 对于每个人都这么重要的东西 天道又怎么能不施加一些保护的手段 所以 查探生辰八字 看起来不怎么复杂 其实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如果裴家豪的对手 请得那个下蛊虫的人 跟裴家豪有过接触的话 这还好查一些 如果那个人 从来没有在裴家豪跟前露过面 这就有些难度了 也正因如此 最初我让黄永乐和黄小七去查探裴家豪的事的时候 这两位小黄仙才只是查到了裴家豪有危险 却没有查出来对手是谁 把鸡蛋壳炒好之后 我又来到客厅 这时 就看赵斌把之前包好的四个鸡蛋 在其中三个上面都用朱砂涂了一遍 只有一个鸡蛋 还是原来的样子 四个鸡蛋也被放在了四个方向的武力粮食上 其中 东 南 西 三个方位上的鸡蛋 都是被朱砂涂抹过的 只有北边方位上那个鸡蛋 还是原来的颜色 赵斌把我炒好的鸡蛋壳接过去之后 直接拿起我刚刚喝完的空啤酒瓶 就开始在地上碾了起来 直到他把鸡蛋壳 全都碾成了粉末 才重新装进了盘子里 又在香炉中取出少许香灰 跟鸡蛋壳的粉末搅拌了一下 就在这时 马书涵忽然开口说道 大师兄 我家老仙查到裴家豪对手的八字了 我正看着赵斌施法不振 马书涵忽然说道 大师兄 我家老仙查到那家伙的生辰八字了 是鬼卯 甲子 更须 以为 赵斌答了一声好 又从背包里拿出来四个火柴的大小的小木块 那四个小木块通体漆黑 要不是上面木材的纹理 恐怕谁也不会把它跟木头联系在一起 随后 老赵分别把四块小木块放在了东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四个方位 然后又问师傅 要了好几包蜡烛 接过蜡烛 赵斌却说道 老吴啊 平时咱俩嘻嘻哈哈打闹惯了 但是 接下来我说的话 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赵斌告诉我 让我先带着大家出去吃早饭 这里只留他一个人就好 还告诉我们 临走前 帮他把屋里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延 并且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 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可我们都一一答应了下来 临出门前 赵斌再三交代 让我们一定要在虚实出客 晚上七点以后 回来 不能早 也不能晚 在此期间 任何人都不可以来打扰他 一旦有人打扰了他 裴家豪必将性命不保 出了门 看到东方的朝霞 此刻已经是日出卯时了 算一算时间 距离赵斌说的虚实出客 还有十四个小时 也就是七个时辰 两瓶啤酒 只能顶一小话 现在的我 又开始鸡肠鹿鹿了 师傅在附近路旁 找了一家 用帆布置起来的早餐铺子 好家伙 这一顿饭 我直接干了三大盘炒饼 还喝了两大碗驴肉汤 直接把马书涵和庆宝 都给看傻了 拍了拍小肚子 哎呀 吃饱了是真得劲啊 大脑有了食物里营养的输送 我也开始思考问题 明知道赵斌今天使用的那些手段 对于出马弟子来说 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学问 可我还是问道 庆宝 你师傅今天使的那些活 你知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没想到庆宝却说道 啊 二师说 师傅把他找人寻物的本事交给了我 可是今天他做的那些 我却从来没见过 也没听师傅提起过 唉 看来想要知道答案 只能等到晚上了 这之后 我们都去了马书涵家 此时马书涵的家 虽然还在静绣公园附近 可是却换了个140多坪的大房子 而且上边还有一层赠送的阁楼 他家房间多 我们都是一夜未睡 此刻吃饱了肚子 困意也袭了上来 给玉华打了电话报了平安 我倒头就睡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马书涵和他老公 给我们准备了火锅 我又饱饱地吃了一顿 下午 去看望了赵姐和凯哥 在赵姐家坐了一个多小时 又去饭店看了看徐江 结果又跟徐江喝了一顿 临走的时候 由于我喝了酒 徐江特意派了一个服务生替我开车 把我送到了师傅家楼下 我这人有个毛病 喝点酒就喜欢装那啥 特意给那服务生拿了二百块钱 让他打车回去 在师傅家楼下下了车 看看时间才六点半 距离赵斌说的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师傅他们也都还没回来 我就又回到了车里 直到晚上六点五时 马书涵才开着车 把师傅和庆宝带了回来 在楼下又等了一会儿 直到七点整 我们才上楼 师傅打开门 我们刚一进屋 四个人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就看赵斌盘西坐在他设置的法阵中 他的面前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摆放的七根蜡烛 此时蜡烛都还亮着微弱的光 而赵斌脸上的红润之色 却少了几分 隐隐有些发白 最令我们惊讶的 是他那一头乌黑的头发 居然有三成以上都变成了白发 看到我们进来 赵斌看了看我们 只说了两个字 成了 庆宝第一个冲上去 抱住了赵斌 师傅 师傅 你这是咋了 师傅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也冲上去 拉住了赵斌的胳膊 歇斯底里地喊道 老赵 你他妈这是干啥了 你咋整的 咋把自己整成这特么鬼样子 啊 你说话呀 赵斌微微一笑说道 哎呀 你俩可别摇晃了 再摇晃一会儿 就把我摇晃散架子了 虽然赵斌表面风轻云淡 可是从他说话的语气 和憔悴的面容 我还是看出他现在很虚弱 我要猜得没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是伤了元气了 而且是没有两三年 恢复不过来的那种 这时 身后的马书涵叫了一声 大师兄 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我回头看去 小师妹已经泪流满面 嘴唇也在不停地发抖 跟书涵并排站着的师傅 胸口也在快速地起伏 很明显 师傅的情绪 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要说还得是师傅 关键时刻很快就稳住了心神 师傅挽住了马书涵的手说道 收了你们三个徒弟 各个都是有情有义 不愧是我斗燕童的徒弟 对得起我萨满马家的传承 对得起世间云云众生 师傅的声音还有些颤抖 我和庆宝 把赵斌扶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师傅 老吴 书涵 还有庆宝 你们都来坐下 到了这个时候 赵斌才给我们说明了整件事的经过 原来 在最初我把裴家豪的生辰八字 给了赵斌的时候 他就暗中给裴家豪推了一挂 挂像显示 这一次乃是裴家豪一生中最大的劫难 这次的劫难 对于裴家豪来说 可谓是凶险万分 一旦处理不好 裴家豪极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同时 他也算了出来 裴家豪的这次劫难 果然是许国良给做的手脚 可是许国良 也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他只能算是个内影 而且他也是有苦衷的 真正在幕后操控这一切的 是香港的一个大佬 近几年 裴家豪在生意场顺风顺水 同时也抢了那香港大佬的 几单大生意 结果 那香港大佬花了两百万 从湘西请来了一个养骨大师 现在 许国良的妻子和孩子 以及父母 都被那香港大佬给绑了起来 他就是以此 来要挟许国良 让许国良为其提供方便 如果许国良不听话 他们就会把许国良的家人 都给咔嚓了 然后 那养骨的才神不知鬼不觉的 给裴家豪种下了一种 叫做七毒绝骨的蛊虫 这件事 裴家豪的家人 还一直都不知道 昨晚 我去裴家豪酒店的时候 他就半死不活地 躺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 而赵兵摆下的 叫做七星吻神大镇 其目的是为了 稳固裴家豪的三神 我们都知道人有三魂 为天魂地魂和人魂 却不知人还有三神 为心神 命神 还有元神 只有在三神的辅助之下 人的三魂七魄 才能健康存在 驱动人的身体 来从事各种工作 如果把一个人 比作是一台车的话 三魂就是发动机 七魄则是方向盘车灯 离合器等等的 其他部件 这三神 就好比是油箱和电瓶 没有了油箱和电瓶 再好的车也是白费 此时的裴家豪 就是受到鼓毒侵袭 才导致三神不稳的状态 而赵斌摆下的七星 吻神大阵 就是来稳固裴家豪的三神的 可是 这个大阵 却不是轻易就能摆的 这个大阵 每摆一次 施术者不但会元气大伤 而且还会损去三年阳寿 赵斌摆下了七星 吻神法阵 可是这法阵 由于太过霸道 世间每每有此阵法现实 施术者 必将损去三年阳寿 这还只是对施术者的第一不惩罚 同时 天道对此 阵法的施术者 还有一个禁止 若是有哪位机缘深重之人 有幸惜得此阵法 此人一生之中 只能摆三次 这个极为霸道的七星吻神大阵 并且在第三次 法阵收工之时 施术者必将七窍流血 暴毙而亡 这七星吻神大阵 乃是大明朝开国第一谋臣 刘基刘伯温所创 公元1363年 陈友谅率60万水军 与朱元璋决战于鄱阳湖 虽然陈友谅在兵力上 占了很大优势 但是 由于多种因素 以及陈友谅的几处错误策略 再加上一些偶然性的突发事件 最终 陈友谅被朱元璋的大军 杀得节节败退 正在此时 义游方道士 来到陈友谅率仗前 毛遂自荐 那道士自称一山道人 只要陈友谅能够坚持三天三夜 他自有办法取了朱元璋的性命 陈友谅一听大喜 马上给一山道人 安排施法所用的法谈 也不知那一山道人 用了何种秘书 朱元璋真的就病倒了 随后 一山道人给陈友谅献策 在朱元璋大军之中散布谣言 只说是朱元璋 已经在昨晚一命归息了 这一下 朱元璋的大军之中 顿时军心大乱 这也让陈友谅 有了喘口气的时机 此时 朱元璋的军中 刘伯温一边下令封锁消息 尽量把朱元璋病倒的消息 封锁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一边差人寻找能功巧匠 连夜为朱元璋 又面捏了一个有九分相向的假人 接下来 两军交战 面人就代替朱元璋 出现在了帅棋之下 由于有黄罗散盖的遮挡 而且帅棋之下 全是朱元璋的心腹亲卫 这边大军看到朱元璋 好模好样地出现在阵前 自然是人人奋勇 各个当先 最终的结果 自然是以陈有亮惨败收场 在此之前 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实力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正是因为这一战 才让朱元璋打下基础 奠定了大明朝276年的江山 虽然这场仗打赢了 可是朱元璋还位于病榻之上 这可筹坏了众位文官武将 刘伯温绞尽脑汁翻遍古籍 最后 终于在当年诸葛亮的 七星虚名阵的启发下 创立了这座七星吻神大阵 严格来说 这七星吻神大阵就是脱胎于 诸葛亮的七星续命阵 当年 诸葛亮与武藏元摆下七星续命阵 玉与苍天再求得十年阳寿 好让自己完成大汉一统的夙愿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最后的关键时刻 却被魏延闯入阵中 魏延身上带着的一阵邪风 也刮灭了那七盏主命灯中的一盏 诸葛亮也是仰天长叹 呜呜 天要绝我大汉也 刘伯温的吻神阵 相比诸葛亮的续命阵还是相对简单很多的 诸葛亮的七星续命阵 不但要有七盏主命灯 还要配以七七四十九盏抚命灯 调动的是天地无极之气 而刘伯温的七星吻神阵 只需要七盏引动北斗天原的七星灯就可以了 调动的也只是北斗天原之力 我猜测 其原理大概是因为白天的时候 北斗七星的天原神力影响不到呢 故而才在日出时摆下此阵 以人力强行连接两个夜晚之间的北斗天原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北斗天原一次最多只能正向地影响我们一夜的时间 这座法阵在昨晚的最后一刻引动 在今晚的最初一刻停止 这样一来也就把昨晚和今晚连接了起来 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有三十多个时辰的北斗天原可用 最后在刘伯温发动七星吻神阵的时候 什么徐达 长玉春 李文忠 吴旭东等等大将 全都来给刘伯温护法了 哈哈哈哈 我有点不要脸了 有这些大将护法 最后朱元璋自然是转危为安了 赵斌昨晚之所以再三嘱咐我们 让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他 一个是担心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变化 会悲伤难过 最主要的是担心 当年魏妍弄灭了七星灯的一幕再次重演 他让我们关好门窗拉上窗帘 也是因为这个 如果我们有谁不小心弄灭了他的七根蜡烛 不但赵斌前功尽弃 就连裴家豪也是再无康复的可能了 咕噜噜噜 就在这时 赵斌的肚子开始叫了起来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吃了三顿饭了 从昨晚到现在 赵斌一直守着七星吻神镇换蜡烛 他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呢 跟师傅他们说了一声 我马上跑到楼下 找了一家饭店 给赵斌打包了几个炒菜和半斤米饭 刚要走出饭店 就看见服务员端着一盘肘子 向不远处的一个餐桌走去 肘子这东西 没有一个多小时 乃能做得出来 由于赵斌还饿着肚子 我时间紧 点菜的时候 也没点这道菜 跟那桌的客人商量了一下 最后 我把他们那一桌子菜都买了单 又帮他们点了两道菜 他们也把那盘肘子让给了我 回到师傅家 看赵斌狼吞虎咽大块朵頤 再看看 他那一头有些花白的头发 还有略显疲惫的脸 仿佛他一下子就老了六七岁 看着他 我的心里就是一疼 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老赵 可不狂饮 饿不饱鸡 你少吃点 一会儿我安排 你去清真四街 大肉串子随便你造 我说道 赵斌抬起头看了看我 他还没开口 就听一旁的马书涵抢着说道 是啊大师兄 饿得时间长了 不能一下子吃太多东西的 那样对味不好 你就吃三大盘炒饼 另外再喝两碗驴肉汤就好了 说完 他还看着我笑了笑 我 你 这 我不就是早晨吃得多了点吗 那还不是过阴的时候 被那些恶鬼给传染的 结果现在反倒成了 小师妹挤兑我的话饼了 这时 就看赵斌擦了擦嘴说道 老吴啊 这顿烤串算你先欠着 现在裴家豪只是三神稳固了 他还没醒过来呢 我一会儿不但要救裴家豪 还得收拾一下 给他放股的那个人呢 本想晚上请赵斌去撸串 可是对于裴家豪的救治 他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要做 本来我就意识到 这件事到了这里 应该还没有完事 赵斌也一定有一些后续的工作要做 却没想到 他居然连那个养谷高手都能对付 当年那个老爷子 这是教了他多少本事啊 赵斌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把昨晚我过阴的那些东西都收拾了 但是七星吻神阵 我们却没有动 庆宝烧了水 我们喝了一会茶 饭也吃完了 茶水也喝得差不多了 这时就看赵斌从背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 重新回到沙发上坐下来 把铅笔和本子放在了茶几上 打开本子就写了几个字 鬼卯 夹子 更须 以为 庆宝就说道 哎 师父 这不是昨晚小师叔家老仙查回来的那个生辰八字吗 听了庆宝的话 师父和马书涵也围了过来 就听赵斌嘴里小声念叨 鬼卯 镇东南 拆串金 甲子 砍正南 冲龙 煞北 直神天行 更须 更西北 离须 天恩 石阳 生气 以为 前下正北 星秀 星月湖 网王 天行 赵斌一边说着 还一边在小本子上写下了四串数字 看着那四串数字 赵斌观察了一分多钟 之后才微微点头 嗯 根不经络之机虚张 须不吃犬 做怪上床 师父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马书涵 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庆宝那边 庆宝也只是摇了摇头 并未说话 我们都是面面相去 赵斌念叨的是啥玩意 我咋一个字都没听懂 又是星月湖 又是天行的 又吃犬 又上床的 这是要嘎哈呀 这时 就看赵斌把他刚刚写好的那张纸撕了下来 摆在了一旁 接下来 赵斌把那四串数字重新组合 在本子上重新分成了两组 再然后 他就开始在那些数字下 标注上了偏旁步手 以及一些简单的笔画 看着那张纸上横竖撇那 横折弯钩的 我们更是障二和上摸不着头脑 直到最后 赵斌才把那些偏旁步手和笔画 重新组合了几遍 终于得出了两个字 寒震 就在赵斌的震字 写完了最后一笔的时候 突然 就看赵斌的腮帮子一鼓 马上 他就把一旁的纸篓拿了过来 随即 一口鲜血 全都吐在了纸篓里 此时的我 只恨自己没用 不能帮着老赵多分担一些 他这一定是随意窥测他人机密 再一次遭到了反噬 我不住地拍打着赵斌的后背 他咳嗽了几声 拿纸巾擦了擦嘴 庆宝也及时地给他接了一杯凉水 他竖了口 这才朗声笑道 哈哈哈哈 没想到咱老赵也有这么长脸的时候 居然只是一挂 就问出了你的名字 小样的 你等今晚子时的 说完 他就仰靠在了沙发上 双眼瞪着天花板 眼神中极是骄傲和自豪 仿佛一个数学家 解开了一道无人能解的数学题 只是休息了一小会 赵斌又坐了起来 他坐起来之后 马上在纸上写了一个地址 递给了我 老吴 等一会儿到了十一点 你就给何宇廷警官打电话 告诉他这个地址 许过梁的家人都在那里 告诉他一定要小心 对方手里有自制的手枪和弓弩 好的好的老赵 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先别说话了 这时 庆宝在一旁小声嘀咕道 也不知道那裴家豪上辈子 做了多大的好事 能让咱们这些人 为他付出这么多 特别是我师父 还搭上了三年阳寿 哎 关键是 咱们为人家付出这么多 人家还不知道 这香火钱怎么样啊 虽然庆宝说话的声音很小 可是我们还是都听得很是真切 这时 就看赵斌又坐起来喊道 放肆 只喊完了这两个字 就又开始咳嗽起来 庆宝自知言语有失 也急忙闭上了嘴 又过了两分钟 赵斌才说道 庆宝 是哪个师父教你把功德 跟钱财化等号的 这种错误 今生只此一次 如果再让我发现了第二次 别怪我封了你的堂口 庆宝急忙跪了下来 师父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只求师父 你别生气 好好休养身体 我跟马书涵 也不住地替庆宝说好话 渐渐地 赵斌才平息了怒火 其实 庆宝如果不提香火钱的事 别的都还没什么 顶多也就算是发发牢骚 可是他一提到香火钱 这才是赵斌生气的最大原因 在东北马家绝大多数的顶乡弟子中 就算把他一生的功德加在一起 也没有我们这一次的功德大 如此的功德福报 又怎么能够拿钱财来衡量呢 时间一点点过去 眼看着就到了晚上的十一点 我就拿出手机 拨通了何雨婷的电话 电话那头 何雨婷的声音传来 哎呦小窝 你这个大忙人 这大半夜的 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 雨婷 那个叫裴家豪的香港大老板 你还记得吧 记得啊 怎么了 他现在被人给坑了 他手下的家属也被人绑架了 你们快去解救人质吧 切记 对方手里有武器 你和所有的公安同志都要小心啊 地址在 吴旭东 你再重复一遍地址 听我这么一说 何雨婷的精神也紧绷了起来 我又重复了一遍地址 何雨婷确认了以后 马上挂断了电话 这时 就看赵斌站起来 重新回到了七星吻神镇里 把那盘子掺杂了香灰的鸡蛋壳粉末 端到了茶几上 又在一旁的背包里 取出了毛笔和墨汁 还有一张白纸 跟师傅要了一把剪刀之后 就开始用那张白纸 剪起了纸人 还别说 这小子平时粗手大脚的 剪得纸人却为妙为孝的 剪完了纸人 他又在背包里 取出一张红纸 又用那张红纸 剪了一把指甲盖大小的剪刀 和一节锁链 做完这一切 他把纸屑都收进了纸楼里 这才用毛笔 在纸人的头上 写下了韩振两个字 随后 又在纸人的身体上 写下了仙家茶探来的生辰八字 写好之后 把这个白色的纸人放在一边 又伸手扒拉了一下 盘子里的鸡蛋壳粉末 我们就看见那鸡蛋壳粉末里边 居然还埋着一个红纸包 赵斌在白色小纸人的身上 写下了韩振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之后 就把纸人放到了一旁 随后就在那盘 掺了香灰的鸡蛋壳粉末里一扒拉 我们赫然发现 那盘鸡蛋壳粉末里 出现了一个用红纸包成的小纸包 赵斌拿起那个红色的小纸包 小心翼翼地拆了开来 红纸包里面 一个红色的小纸人 正好端端弟弟躺在里面 这个红色小纸人的身上 却写着裴家豪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接下来 赵斌就把代表着裴家豪的 那个红色的小纸人 取出来放到一旁 紧接着又拿起了 他刚刚剪好的那一截锁链 一头锁在了白色小纸人的脖子上 另一头则是锁在了 那白色小纸人的两只脚踝上 最后 赵斌取了一点胶水 涂抹在了他刚刚剪出来的 那把纸剪刀上 随即 就把纸剪刀 粘在了代表韩正的那个小纸人的 呃 裤裆上 一看到这 一瞬间 我就是特么的菊花一锦 哎呀我乐个去 赵斌这也太狠了 这不就是裤兜子里刷剪刀 够那什么呛吗 这时 赵斌又在自己的背包里翻了起来 不多时 就翻出来一截细细的红绳 还有一个黑色的方便袋 方便袋鼓鼓的 不知道 里面装了什么 赵斌直接就把那截红绳的一头 系在了白色小纸人的脖子上 又把另一头 缠在了代表裴家豪的那个小纸人的手上 做完了这一切 他才打开了那个黑色的方便袋 就看赵斌不好意思的 冲我们笑了笑 随即从方便袋里 拿出来一只红色的旧袜子 接下来 他直接把那个沾上了指剪刀 锁住了脖梗和双脚的小纸人 直接就装进了那只袜子里 这才说道 庆宝 你的属相正合适 来 你脱了鞋 用力踩上三下 说完 就把那只装有小纸人的袜子 扔到了地上 我不明白赵斌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庆宝的表情 很显然他也不明白 可是他师父发话了 他什么都没问 就脱了鞋 上去框框框 就踩了三脚 这时 赵斌一只手 拿着那个代表裴家豪的 红色小纸人 另一只手就捡起了那只袜子 拖着那一截红绳 又重新回到了 七星吻神镇旁边 就看他把代表裴家豪的 那个小纸人 直接放在了镇外 只带着那只袜子走进了大阵 把袜子放在了他刚刚坐着的地方 又回来把那盘鸡蛋壳粉末端了回去 重新入阵之后 他就把那盘鸡蛋壳粉末快速翻转过来 直接就倒着扣在了那只袜子上 此时 地上的那七根蜡烛 已经烧得只剩两三厘米那么高了 赵斌看了看那些蜡烛 点了点头 自言自语道 嗯 剩下这么高 刚刚好啊 说完 他就把这七根蜡烛中代表摇光 开阳 玉衡的三只蜡烛 还有天书 天玄 天际的三根蜡烛 都拿到了一旁 只有中间那根代表天全星的蜡烛 没有动 做完这些 他才把法阵外边 那代表裴家豪的小纸人 双手捧进了阵中 放在了倒扣过来的那个盘子顶上边 接下来 他又把刚刚收起来的那六根蜡烛 重新摆放了一下 这时我就发现 此时那七根蜡烛的位置 已经发生了变化 北斗七星连起来是一个勺子的形状 这之前那七根蜡烛 还是正常的北斗七星的形状 可是现在 那勺子已经倒扣了过来 也就是说 现在的北斗七星 已经以中间天全星为中心 转了个180度 做完了这一切 就看赵斌对我招了招手 老吴过来 我急忙走过去 刚走到他身边 这小子居然一伸手 就搂住了我的肩膀 然后 把嘴巴凑进我的耳朵 把声音压到最低说道 老吴 我撑不住了 我眉毛一挑就要说话 他却接着说道 别吵吵 别让师父他们看出来 你把我带到沙发那休息一会儿 然后去我背包里 拿一块红布 把这个盘子盖上就完事了 用红布盖盘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蜡烛弄灭了 说到最后 他的喘息声都有些急促了 我知道 他现在脸上风轻云淡 不过是做给师父他们看的 他也只是不想师父他们为他担心而已 接下来 等他的呼吸稍微平稳了一些 我就把他带到了沙发跟前坐了下来 当时我们俩那姿势 互相搂着脖子并列前行 就像两个小孩在表演哥俩好一样 看起来特别二 就连师父看我们的眼神 都很是怪异 接下来 我就在赵斌的背包里 找了一块三尺三寸建方的红布 小心翼翼地 把那个倒扣着的盘子给盖上了 再次回到沙发跟前 赵斌就指着一旁的一扇窗户说道 庆宝 把窗帘拉开吧 庆宝拉开了窗帘 回来刚坐下 就看窗外一道蓝光一闪 马书涵就说道 哎 这才刚过金折 还没到春分 咋就打雷了 他的话音刚落 屋外就是轰隆一声闷雷 看见了闪电 又听见了雷声 赵斌就是一拍大腿 好了 成了 玩活 直到此时 众人悬着的心 才都放了下来 看看时钟 刚好凌晨一点 我想 此刻清真四街的烧烤店 应该还没有打烊 一边起身穿大衣 我一边说道 老赵 我去买烤串 都想烤什么 今天大家随便点菜 哪只赵斌却说道 老吴你先别动 我的活干完了 你的活还没完事呢 哎 我还有啥活呀 赵斌指着一旁的七星吻神阵说道 大家先把这大阵收起来吧 老吴 那四个阵眼上的鸡蛋 你收好了 等天亮以后 把那四个鸡蛋 给裴家豪送过去 他那酒店里 有一棵最高最粗的铁树 让他把那四个鸡蛋 埋在栽铁树的那口大缸里 这样他以后才能不受影响 赵斌嘱咐完了我 又对庆宝说道 庆宝啊 去把那盘子上的红布收起来 把红布底下所有的东西 都找一个方便袋装起来 明天正午时分 洒进保定的护城河里 庆宝答应一声 我们就开始收拾七星吻神阵 我把那四个鸡蛋收了起来 庆宝也收起了那块红布 这时就听庆宝移了一声 咦 那个小纸人呢 我刚把鸡蛋收起来 就听庆宝移了一声 咦 那个小纸人怎么不见了 听庆宝这么说 我也急忙回头 去看那个倒扣着的盘子 还真是 此刻那个盘子底上 空空如也 赵斌放在盘子底上的 那个代表着裴家豪的红色小纸人 居然不翼而飞了 就连小纸人手上的那根红线都不见了 赵斌说道 收拾完就行了 纸人没了就对了 有啥大惊小怪的 我靠 这是我们大惊小怪吗 一件东西在眼前凭空消失 那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啊 那可不是一个清风或者烟魂啥的 说没有就能没有了 这么不科学的是 你还说我们大惊小怪 不过仔细想想也是 我们这一屋子的出马仙 在这讲鸡毛科学啊 庆宝把那个盘子翻过来 把地上的鸡蛋壳粉末 还有那只红袜子也都收了起来 不过 我看庆宝拿起那只袜子的时候 看袜子的柔软程度 那里面的那个白色小纸人 应该也是不见了 就在这时 我的脑中忽然有一个念头闪了一下 感觉自己好像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是仔细回想 又想不起来 是什么重要的事被我给忘了 我这人有个毛病 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有点轴 出现了这个念头 如果不搞明白 我睡觉都睡不好 我就蹲在地上苦思冥想 到底是什么事情被我给忘了呢 看到庆宝把鸡蛋壳的粉末 装进了方便袋 我就是一拍脑门 卧槽 当时在唐县县城收起来的 那九个人的生辰八字 小如意让我第二天中午 找一棵柳树 在柳树下烧了 结果 我却把这件事给忘了 此时 那九张黄符纸 还在我大衣口袋里揣着呢 这么一来 会不会因为我的失误 导致裴家豪他们九个人的事 没处理干净 最后留下什么影话 解鸣还虚细凌人 看来这件事 只有求助小如意了 我马上盘膝坐在地上 心中默默呼唤小如意的名字 就把小如意请了出来 我把事情跟小如意一说 小如意却说道 哥哥 没事的 三天之内处理那些符纸都没问题 再说了 你现在再去看看那些符纸 听小如意这么说 我急忙跑到大衣跟前 伸手往口袋里一掏 哎 那些符纸怎么不见了 手上传来的的触感 却好像还有东西 掏出来一看 我递个乖乖 我居然掏出来一把指挥 难道这也是 照兵法正起的作用 看看一旁笑颜如花的小如意 我知道 这件事算是这么过去了 不禁拍拍心口暗到好险 无序东啊无序东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给忘了呢 哎呀真是没用 接下来 马叔涵去楼下的24小时便利店 买了几包挂面 回来给我们煮了热汤面 吃完之后 我们都在师傅家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 庆宝第一个醒来 去楼下买回了早餐 大家简单洗漱了一下 吃过了早餐 赵斌的体力也恢复了一些 我开车 把他送到了黄小叶娘家 在小叶子家坐了一会儿 我也下楼准备去给裴家豪送鸡蛋 可是刚把车打着火 何雨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小吴啊 这回你可是帮我立了大功了 昨晚在你给我的那个地址 我们一下子抓了十几个有钱客的罪犯 其中还有一个A级通缉犯 今天中午想吃啥 何姐安排你 得了吧雨婷 你才比我大多少啊 还何姐何姐的 不怕把自己叫老了呀 这顿饭以后再说吧 我今天中午还有事 后来 何雨婷还告诉我 听我说 对方手里有枪线 当时市局出动了十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去抓捕韩正一伙人 虽然何雨婷没说 不过据我猜测 他们应该是还出动了武警 何雨婷还说 他们当时抓捕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个南方少数民族的罪犯 伸手还挺敏捷的 眼看着就要逃掉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小子却在最后关头跑不动了 当时看那小子的状态 好像身上被锁链 或者绳子之类的东西 给锁住了似的 我只是笑笑 并没有解释 跟他又聊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走进裴家豪的酒店 这次许国良却没有在这 是一个大唐经理接待的我 那大唐经理可能是新来的 并不认识我 经理你好 我姓吴 从东北来的 找一下你们裴总 吴先生 您有预约吗 哎呀 我去 我来见裴家豪 还需要预约 不过想想也对 以前我在烟厂路 那家洗浴中心打工的时候 那洗浴中心的老板 都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更何况裴家豪这样的大老板了 人家这也是尽职尽责工作呀 没办法 只好再试着 打裴家豪的手机了 上次打他电话 就一直关机 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打通 刚掏出手机 身后许国良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哎呀呀 吴老弟 快快快楼上请 我带你去见老板 看见许国良的态度 那大堂经理急忙给我道歉 吴先生对不起 我不知道 您等裴总还有国良个 我也急忙说道 没事没事兄弟 都是为了糊口吗 许国良带着我乘电梯一路上楼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 可是进了房间一看 这只是一间很普通的标准间 裴家豪也并没有在屋里 许国良关上门却扑通一下 给我跪了下来 他跪下之后 就马上开始磕头 他这一下搞得我措手不及 急忙要把他扶起来 哎呀 许哥 你这是干啥啊 快起来快起来 他却没有起来 而是跪着说道 吴老弟 哥哥要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 如此大恩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我 一边说着 这个大老爷们还哭上了 此时我才明白 我那晚来找裴家豪的时候 正是裴家豪杜劫最为关键的时刻 后来在赵冰还有我们这些人的努力之下 裴家豪也终于没事了 而保定警方抓捕了韩正等一众犯罪分子之后 自然也是解救了许国良的父母妻儿 许国良的家人刚刚被解救回家 我就再一次来找裴家豪了 这时间赶的都是刚刚好 而许国良跟着裴家豪在商战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其头脑自然不是我们这些人比得了的 他又怎么可能会想不到裴家豪这件事跟我有关 许国良对着我一通的感激涕零之后 就把我带到了许国良的房间 结果我们刚进屋 我还没来得及跟裴家豪打招呼 这小子又给裴家豪跪了下来 许国良把我带到裴家豪的房间 刚一进屋 我还没来得及跟裴家豪打招呼 哪知在上一个房间 刚刚给我又是下跪又是感谢的许国良 扑通一声又给裴家豪跪了下来 他跪下之后一句话没说 而是直接啪啪啪啪一连扇了自己十几个大嘴巴 我没有制止也没有说话 倒是不明所以的裴家豪 从大班台后的老板椅上站起来 一手拉住了许国良的胳膊 国良你这是干什么啊 快住手 看来这小子还真是用上了力气 十几个大嘴巴打完 这小子两边的脸都肿了起来 裴家豪拉了两下许国良 也没有把许国良拉起来 这才不好意思的冲我笑了笑 吴老爹 我这兄弟在你面前丢人了 不好意思的了 看到裴家豪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我也只是笑笑 裴大哥 既然你有家事要处理 我就先回避一下 等会儿我再进来 说着我就拉开了门要出去 哎哎吴老爹 回来回来 这许久不见 不管出了什么事 都要等一下再说的了 看裴家豪的眼神 还有说话的语气 应该还不知道 他这次九死一生 都和许国良脱不开干系 可是裴家豪又不让我出去 仔细想想也对 我跟裴家豪 已经好久都没见过面了 刚一见面 我就躲到门外 这也说不过去啊 既然他们说话不想背着我 那我也听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就看许国良 重重地给裴家豪磕了三个头 这才说到 裴总 是我对不住您的栽培和信任 更对不住您的知遇之恩 您这几天的危险 都是我造成的 我不是人 接下来 许国良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全都给竹筒捣豆子说了一遍 原来 最近这几年间 裴家豪在香港的那个对手 一直都在暗中联系许国良 希望许国良 能够暗中协助他 来把裴家豪搞垮 并且许诺说 等裴家豪垮掉以后 会把裴家豪一半的产业 作为酬谢送给许国良 而许国良念着这么多年 裴家豪对他的知遇之恩 也是一直不为所动 无奈坏人做事 永远没有底线 前不久 那家伙花高价 雇了十几个亡命徒 直接把许国良一家都绑了起来 还逼迫许国良 说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就把许国良的妻子 送到非洲去伺候黑人 把他的父母 都给一刀一刀的淋迟了 最后剩下他还不到十岁的儿子 就送到欧洲的地下决斗场 给喂了狮子和黑熊 说到这里 许国良替泪横流 裴总 我许国良怎么说 也是一条汉子 无论他们怎么对我 哪怕是要了我的命 我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您的事 可是 可是 可是他把我全家都抓了起来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呀 裴总 我 一边说着 一边又哭了起来 裴家豪长叹一口气 却并没有说什么 请我坐下之后 他也回到了老板椅上坐了下来 默默地打开抽屉 替我点燃了一根雪茄地给我 又对许国良一挥手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全家人都在人家手上 又听说 如果自己不答应 家人会有那么可怕的下场 许国良终于妥协了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 许国良偷偷将蛊虫 藏到裴家豪办公室的事 蛊虫这东西 效果也来得太快了 裴家豪中蛊之后 只是几秒钟就倒下了 直到昨天 那七毒绝蛊的蛊虫 已经在裴家豪体内 住了六天了 如果赵斌和我们 对裴家豪的救治 再晚一天的话 到了阴七的这一天 别说是我们 就算是大罗金仙灵凡 裴家豪的余生 也就只能做个植物人了 这时 许国良又说道 裴总 这次我惹的祸 还是多亏了吴老弟 前天晚上 您还被蛊虫控制的时候 吴老弟就来了酒店 可是那时我也不知道 吴老弟能不能 对付得了那蛊虫 所以也就没说 还好吴老弟道法高悬 不然的话 我许国良 真是万死难以赎罪啊 这裴家豪 不愧是个生意人 头脑反应就是快 他见我和许国良 一起进来 许国良又说了这么多 他也早就猜到 这件事跟我有关了 他也没有做出 什么惊讶的表情 只是一脸真诚地说道 吴老弟 这次你对我可是 救命之恩啊 大恩不言谢 快讲讲 这么难的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我们萨满传人 有守护国家体恤苍生的使命 可我们的境界 还没有达到 做好事不留名的高度 更何况 为了裴家豪这件事 赵斌付出了那么多 我觉得这些事 不管怎么说 都应该让他知道 既然他问了起来 那我也就借颇下驴 于是我既没有隐瞒 也没有夸张 实事求是的 把我们为裴家豪做的这些事 以及赵斌损耗了三年阳寿 还有元气大伤的事 全都跟裴家豪说一遍 全都说完 我才从背包里 把那四个鸡蛋拿了出来 裴大哥 我大师兄说你这酒店里 有一棵长得最好的铁树 他千叮宁万嘱咐 让你一定要把这四颗鸡蛋 埋在铁树下 这样你以后才能顺风顺水 裴家豪接过那几个鸡蛋 把那几个鸡蛋 看作保命符一般 真而重之地放在了抽屉里 吴老弟 鸡蛋的事先放一放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们 特别是你大师兄 说完 他就冲许国梁说道 国梁啊 这件事 咱们就算是过去了 以后我们都不要再提你的这件事了 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 一边说着 一边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张卡 递给许国梁 继续说道 国梁 吴老弟 他们一共五个人参与了这件事 去 给他们每人提一台车 许国梁接过了 裴家豪手里的那张卡 就出去了 这时我就想 你也没跟他说 让他给我们提什么牌子车啊 不会又是我原来那样的红旗吧 随即 另一个问题 也马上在我脑海中闪过 这许国梁 既然都做出了这样的事 怎么裴家豪 还敢继续把他放在身边 他就不怕 有一天 许国梁再做出危及他生命的事 看着许国梁 拿着裴家豪的卡走了出去 我就琢磨 这许国梁都做出这种事了 怎么裴家豪 还敢把他留在身边 这种事有了第一次 就难免第二次 他就不怕以后 许国梁再对他不利 生意人的观察能力 果然细致如微 裴家豪早就看出了我的疑惑 吴老殿 放心吧 国梁不会再害我了 经此一事 也给我提了个醒 看来从今以后啊 我身边这些重要的人 我都要加强保护了 经过裴家豪的一番解释 我才知道 原来 这许国梁年轻的时候 一直都是寓意不得志 后来有一次 裴家豪去广州谈生意 结果却被对方给黑了 就是那次 在广州 以卖鱼为生的许国梁救了他 事后他才知道 许国梁居然是 大名鼎鼎的永春泉传人 自那以后 许国梁就一直跟在裴家豪身边 这么多年以来 裴家豪多少次出生入死 都是因为有了许国梁 他才能够化险为夷 现在 许国梁身上的五个刀疤 还有小腿上的一个枪眼 都是为了保护裴家豪留下来的 听到这里 我也不由得大为惊叹 怪不得裴家豪如此信任他 如果不是家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那许国梁也绝不可能一时糊涂 哎 看来人人都有两难选择的时候 如果一地而出角色互换的话 把我放到许国梁的位置上 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又会如何选择呢 裴家豪站起来说道 吴老殿 现在我们去埋鸡蛋 一会儿我还要亲自登门 去感谢他另外的几位师傅 陪着裴家豪 把鸡蛋埋完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又聊了一会儿闲坑 许国梁也回来了 我们来到楼下 好家伙 舞台崭新的奔驰600 全都系着红筹子 整齐地停在酒店门口 以前看小师叔李可秀开奔驰 我就很是羡慕 可是一直也没有舍得花钱换车 嘿嘿 这回我也有奔驰了 要说这许国梁办事还真是稳妥 再加上裴家豪在保定的地位 许国梁不仅快速地把车开了回来 而且还把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都带了回来 要当场给我们上牌照 我急忙给师傅打电话 让他把赵斌 马书涵 还有庆宝 全都叫到他们家去 还特意叮嘱 让师傅告诉他们 都带上身份证和驾驶证 这样一来 所有的事情在师傅家里 就能全都办完了 一路之上 五辆奔驰 四辆保镖车 再加上裴家豪的家常林肯 以及车管所同志的车 我们浩浩荡荡 就奔师傅家驶去 这个车队放到任何一座城市 我想都会很惹眼吧 到了师傅家 赵斌 马书涵 庆宝 也都是刚刚才到 当然了 得到裴家豪这么重的抽屑 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这时 我就发现赵斌笑得最是开心 这小子笑得 好像嘴角都要拉到耳朵了 哎 有点不对劲啊 损了三年阳寿 又元气大伤 一台奔驰 就把这小子给高兴成这样 不至于吧 我心里琢磨着 嘴上还得招呼 裴家豪和车管所的同志 快请坐 给我们的新车 都上完了牌照 送走了车管所的同志 就看许国良 从包里拿出了几张银行卡 直接递到了裴家豪的手上 裴家豪说道 众位师傅 对裴某的救命之恩 裴某无以为报 就俗气一点 在经济上报答一下各位 特别是赵斌赵师傅 我更要好好感谢 一边说着 就把手上的四张银卡 双手奉上 交到了师傅和我 还有马书涵和庆宝的手上 庆宝最后接了银行卡 裴家豪才说道 这几张卡 每张里面都有一百万人民币 算是裴某的一点小小心翼 说完 又把他手里仅剩的那一张金卡 送给了赵斌 这才又说道 感谢赵师傅的救命之恩 这张卡里面是五百万 请赵师傅一定要笑纳 另外 还请赵师傅受裴某一拜 一边说着 就跪了下来 赵斌伸手一拖 居然没拖住他 就让他这么跪了下去 给赵斌磕了一个头 裴家豪的身体素质 跟我们大多数人都差不多 可是赵斌那可是从少林寺出来的 一身功夫普通人七八个 也进不了他的身 可是此时居然连裴家豪的 一拜都没有拖住 看来 这次对他元气的损伤 还真是不轻啊 一想到这个 我的鼻子就是一酸 最后 裴家豪还给我们美人 送了一张裴氏集团的 终生至尊金卡 他告诉我们 这五张卡在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以及北京和保定 所有裴氏集团的产业 无论怎么消费 都是终生免单 本来裴家豪 还想请我们一起 吃顿午饭的 可是这几天 他一直都昏迷不醒 生意上很多事情 都需要他去处理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送走了裴家豪 师傅就掂量着 那张至尊金卡说道 这张卡 可是比别的谢礼都要重啊 我提议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这张卡 我们还是不要用了 只是作为一个纪念 放在钱包里 让他时刻提醒我们 作为萨满传人的责任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赵斌第一个开口 好 就听师傅的 这张卡 我这辈子都不会用 既然赵斌都开口了 我和马书涵 还有庆宝 自然都是一致响应 这时 庆宝看了看手表就说道 师傅 快到正午了 我去护城河边上 处理那些鸡蛋壳粉末了 庆宝不说 我倒是又把这件事 给忘得死死的了 看来在这方面 我以后要注意了 不然的话 说不定哪天 就误了大事 庆宝走后 马书涵就对赵斌说道 大师兄 你是遇上啥开心事了 今天从打一看见你 你就笑个不停 你那嘴张得再大点 我们都看见 你那心肝和花花肠子了 就看赵斌 还是掩不住的开心 他站起来 走到师傅旁边坐下 握住了师傅的手腕 师傅 老欧 书涵 我有个好消息 哈哈哈哈 只说了一句话 又开始笑得不停 我们都大眼瞪小眼 等着他的下文 他又笑了将近一分钟 这才说道 师傅 我们家小叶子怀孕了 我要当爹了 哈哈哈哈 送走了裴家豪 马书涵狐疑地盯着 赵斌问道 大师兄 从打今天看见你 你就在笑 这是有啥好事啊 赵斌握着师傅的手 显得既高兴又激动 师傅 我们家小叶子怀孕了 我要当爹了 哈哈 这可真是一个大惊喜啊 我们所有人都替赵斌高兴 我冲上去 就抱住了赵斌 卧槽 老赵你小子行啊 这回这点罪 你是没白兽啊 马书涵更是夸张 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居然像个小姑娘一样 在地上连着跳起来七八下 嘴里还不住地喊 哇 哇 哇 可能是太过激动了 他挖了半天 也没想好 接下来要说什么 只可惜 庆宝出去了 没有在第一时间 听到这个好消息 这么多年以来 为了赵斌没有孩子这件事 虽然庆宝碍于辈分 一次也没提过 可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他也是 真替赵斌着急 想象也是 庆宝比我们都小几岁 他这个做徒弟的 自己的孩子 都已经能打酱油了 师傅还一点馅都没有 他能不着急吗 这时 我师傅说道 赵斌啊 你有了孩子 师傅由衷地替你高兴 你等会儿 说完 师傅就回了卧室 就在这时 师傅家的门铃响了起来 马叔涵嘴里嘀咕道 庆宝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从时间上算 他现在应该刚到护城河才对啊 一边念叨 他就去给庆宝开门 可是打开门却发现 门口站着的不是庆宝 而是许国梁 马师傅 我能进去说吗 许国梁说道 就听马叔涵说道 有啥事就在这说吧 这是我才想起来 现在除了我 马叔涵和师傅他们 都还不知道许国梁跟裴家豪的关系 我急忙说道 叔涵 快快快 快请国梁大哥进来 听我这么说 马叔涵只好一侧身 又翻了个白眼 进来吧 许国梁进屋以后 给赵斌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师傅 谢谢你大人大义 救了我们裴总一命 赵斌冷冷地说道 我也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又怎么能损了三年的阳寿啊 我咳嗽两声 拍拍赵斌的肩膀 老赵 事情已经发生了 咱也不能像看电影似的 还能按一下快退键 其实国梁大哥和裴老板他们两个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我直接把许国梁和裴家豪以前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下 当说到许国梁为了保护裴家豪 曾经多次受伤的时候 还特意撸起了许国梁的一条裤腿 给大家看了看他腿上 由于子弹贯穿伤留下的疤 这时 师傅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大信封 从卧室走了出来 许先生来了 快请坐 一边走一边示意 我给许国梁搬椅子 赵斌和马书涵听了我刚刚的话 多多少少也理解了许国梁 我刚才说话的声音不小 师傅在卧室应该也是听得见的 许国梁并没有坐我给他搬的椅子 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来几张银行卡 这才说道 对于我所犯的错误 能得到几位师傅的补救 我心中甚是感激 我没有陪总那么雄厚的经济实力 这点钱 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一边说 一边把其中的三张卡 分别给了师傅和我 还有马书涵 斗师杜 吴老爹 马师傅 这几张卡里 分别都是十万块钱 然后 又走到赵斌跟前 赵师傅 国梁的五十万心意 还请您务必笑纳 最后又交给赵斌一张卡 赵师傅 这是您徒弟的那十万 烦请您代为转交一下 此时 许国梁对于自己做过的事 也是羞愧难当 他仗红着脸 见赵斌收了他给沁宝的那张卡 就说道 我就不讨扰几位 先告辞了 以后几位无论有什么事 只要知会一声 国梁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说完 转身就走了 我知道 他现在在我们面前 会感觉很尴尬 所以我也没有强流 许国梁走后 师傅也把他从卧室 拿出来的那个信封 塞到了赵斌手里 小斌啊 小叶子怀孕了 师傅也没什么表示的 这一万块钱 就算是给小叶子的奖励 让他喜欢什么 就买点什么 一提起小叶子怀孕的事 赵斌的脸上 又开始乐开了花 师傅都随理了 我和马书涵 自然也不能落下 也都给赵斌 随了一万块钱的脸 这时 师傅就说道 小斌啊 想必我不说 你也应该知道 你的这个孩子 是你用功德和三年阳寿换来的 顶香地马五壁三缺半终生 之前你一直都没有孩子 应该就是五壁三缺的原因 世间之事 因果循环 轮回不爽 有一得必有一失 日后行事 还是要多多小心 赵斌说道 师傅我知道 可是五壁三缺逃也逃不掉 躲也躲不过 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师傅又说道 不是让你躲 也不是让你逃 只是让你多加小心 以后万一 有个车前马后马高瞪短的 尽量把你所受的伤害 降到最轻 说完 师傅拍了拍自己的那条瘸腿 就拿我来说吧 我要不是小心谨慎 现在极有可能已经坐上轮椅了 接下来 我们又跟师傅聊了一会儿 门铃再次响起 我去打开门 却发现 小强和庆宝 一起站在门外 小强手里 还提着大包小狗的东西 这些年以来 小强每次去外地给人看事 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 来看望一下窦彦彤 看到我 小强也是一愣 跟着庆宝一边进屋一边问道 呃 师傅 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显然 他跟庆宝也是 在门口刚刚遇上 我说道 我来了有几天了 你这次是从哪回来的 师傅 我去山东青岛 给一个大老板 看事去了 这时 我就发现 小强的车钥匙 已经换成了宝马的 同样 庆宝也发现了 他的宝马车钥匙 就问道 强哥 你这是鸟枪换炮了呀 宝马都开上了 小强笑了笑 嘿嘿 这次去山东 那大老板送了一台车 还给了五十万的法金 看到大家都有了 长足稳步的发展 我的心里也倍感欣慰 这几天没什么事了 只等九月初九 去给张廷娟 办出马力堂的法事了 不过有件事 我还是挺担心的 那就是 张廷娟这小丫头的 仙家缘分不太深 等到给她力堂出马的时候 仙家上身捆翘报号 估计这小丫头 要比别的地马多糟点罪啊 陪家豪的是过去之后 我在宝丁又住了两天 这期间 看忘了一些老朋友 也去我和小迪 原来住的那个小院 看了看 酿皮王哥和张廷娟一家 更多的时间 则是陪着赵兵 这小子伤了元气 黄小叶又怀孕了 他们两个 俨然成了我们师门这几个人 还有赵兵老丈人家的 重点照顾对象 赵兵的身体 需要长时间的僵养 这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的 一转眼 到了九月初一 我把陪家豪送的那辆奔驰 留在了师父家楼下 开着陈玉楼的那辆帕萨特 再次回到玉华家 玉华爸自从回到老家以后 一是重回故土 二是又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乡亲们 老爷子心情大好 整天都是面带笑容 小脸红扑扑的 我也把陪家豪给的那张 一百万的银行卡 交给了玉华 自己只留了许国粮给的那十万 玉华爸听说 我这一次居然赚了这么多钱 而且保定还停着一辆奔驰 这下老爷子状态更好了 不管走到哪 腰板都挺得溜直 这天九月初三 吃完了晚饭 我陪着玉华在村里赚了一会儿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村外 看着熟悉的地方 我马上就想起了那位 抗美援朝的老兵 瘸书 当初瘸书死后 因为没有在本方土地神那里 注销阳间的户口 导致魂魄一直滞留阳间 那晚 我就是在这里遇到瘸书的鬼魂的 想着瘸书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晚年却是孤独终老 到如今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前去祭祀 我就说道 玉华 明天买点元宝纸钱 陪我去给瘸书上上坟吧 好啊老公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啊 就在这时 玉华一声惨叫 双手就捂住了心口 蹲坐在地上 这变故突如其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 只能扶住她问道 你咋递了玉华 看着玉华苍白的脸色 还有额头上细腻的汗珠 我就要呼唤小八姐 可就在这时 我面前的空地上 就刮起了一阵小旋风 条件反射一般 我就打开了天眼 天眼打开的一瞬间 黄小七也出现在我的眼前 徐东 快回去吧 你老丈人不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是眼前一画 我感觉自己的大脑 有那么几秒钟 都是空白的 玉华爸才六十多岁 怎么说不行就 哎 马上我就想了起来 当年 玉华妈妈去世的时候 她那时的反应 简直就跟现在一模一样 也是脸色苍白心口疼 替玉华捋了前胸 又拍了后背 她渐渐地舒服了一些 玉华 我们快回家吧 老仙刚刚给了消息 说 咱爸快要 不行了 听我说完 玉华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几秒钟以后 玉华才哭了出来 爸 爸 爸 玉华的哭喊声 肝肝肠寸断撕心裂肺 也震撤山谷 那一刻 她的哭喊声 惊动了全村的人 我听在耳中 感觉心都就在了一起 关于这段记忆 至今回想起来 我还是特别不舒服 就不多做接手了 总之 玉华爸也算是魂归故里 没有漂泊一箱 停临三天 玉国和玉山 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 也都赶了回来 算是看了老爷子最后一眼 我爸妈以及小嫡 还有女儿吴月辰 另外还有梁叔 莫小蕾 吴盼盼 以及我长春的那个徒弟 唐海龙 全都赶了过来 宝丁那边 师父带着赵斌 马书涵 小强 庆宝 还有赵姐和凯歌 也都来参加了玉华爸的葬礼 就连玉华当年在喜狱中心的 那个好闺蜜韩丽星 也从黑龙江飞了过来 葬礼办得很风光 装老衣裳和棺材 以及一些陪葬品 都是买得最好的 安葬了玉华爸之后 众人都走了 梁叔说 回宝丁去看看 于是就跟师父他们一起走了 由于赵斌现在身体不好 我给张廷捐出马力堂 又不能没有二神 在他们临走前 我特意跟庆宝定下了这件事 请庆宝做我的二神 现在 玉华家这边 就只剩下了我们一家人 还有吴盼盼和莫小蕾 又陪了玉华两天 到了重阳节这天 我也准备回宝丁 去给张廷捐出马力堂 吴盼盼和莫小蕾 都没有来过宝丁 都想跟我去宝丁转转 我也就把他们两个 日头还挺高 我和庆宝就来到张廷捐家 刚一进院 张廷捐的爸爸张启明 马上出来笑脸相迎 哎哟 吴老弟一路辛苦 今晚我在饭店订好了酒席 等你给我们家庆捐立了堂仔 咱们哥俩 还有庆宝小师傅 一定要好好地喝两杯 庆祝一下 听了他的话 我一边跟他寒暄 一边进了屋 按理来说 在东北 凡是身上有仙家缘分的人 如果不是被仙家 给磨得受不了了 或者是仙家缘分太重 不出马不行的话 很少会有父母 特别积极地支持 自家孩子出马力堂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旦做了出马弟子 在以后无尽的岁月中 孩子就永远失去 做人的机会了 只能不断地 修鬼仙抓地马 虽说修鬼仙没什么不好 既能修行功德 也能来往于阴阳两见 可毕竟还是不如做人好啊 所以说 今天张启明的表现 就有点不对劲了 你哪怕不是特别悲伤 也不至于如此地 兴高采烈吧 还说什么要庆祝 这事也需要庆祝吗 张哥 廷娟如果做地马的话 以后可是永不如轮回啊 也就是说 一旦做了这个决定 他这可是最后一辈子做人了 我特别地提醒了一下 哪知张启明却说道 吴老弟啊 我都想好了 就给廷娟立躺仔了 再说了 做人有啥好的 一天到晚 累得贼死不说 还拿奶 都得看人眼色 下辈子 我就是当一条狗 都不想当人了 当人太累了 我一笑 没说什么 心里却想 当狗最起码也是三善道啊 如果修行不够 福报不足 因果太重的话 恐怕连狗都做不成啊 再说了 当狗 不是更要看人的脸色 师父 喝水 庆宝师兄 喝水 张廷娟给我们倒了杯水 依照张廷娟身上的仙家缘分 她是完全可以不用出马的 也可以好好的像个普通人一样 度过一生 她是这件事的当事人 我还是要再次跟她确认一下 廷娟啊 如果出了马 你从下辈子开始 就不能再做人了 另外 你身上的仙家缘分不重 一会儿仙家捆翘的时候 你可能要遭点罪啊 你可想好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跟张启明说了 做出马仙的后果 张启明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看他这个当爹的 竟然这么不知道 心疼自己的女儿 我也只好再次地跟张廷娟确认 廷娟啊 做了顶香弟子 下辈子以后 可就不能再做人了 只能修鬼仙抓地马 你可要想好了 如果你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啊 张廷娟看了看他爸爸 这才说道 师父 我想好了 我要做出马仙 我要带着仙家们修行功德 我要帮助别人 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烦恼 说到最后 这小丫头的目光 居然越来越坚定 哎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再说别的了 喝了一会茶 又给张廷娟说了一下 关于出马弟子的规矩 还有关于仙家的天条律法 很快 天就黑了下来 我和庆宝也开始布置相案 晚上七点 虚实一道 夜空中的星星也都出来了 当 当当 随着三声鼓响 庆宝也唱了起来 神鼓打 鞭子颠 转过三海拉马 今天我为帮办 还别说 庆宝这帮兵诀 还真是得了赵兵的真传 一字一句拿枪拿掉 唱得也是有板有眼 关于出马力堂的程序 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这次给张廷娟立堂子 就不详细说了 只是七星落座以后 到了仙家 捆翘报号环节的时候 张廷娟身后的老仙捆翘 要比别家堂口的老仙吃力一些 到了后来地府仙上堂单的时候 这小姑娘的手指甲 好像都扣进了手心里 显然是遭了点好罪 等我给张廷娟开了马办 所有法事都进行完毕 这小姑娘居然在椅子上 险些跌倒 还好庆宝眼疾手快 及时扶住了她 掀开蒙在她头上的红布 就看张廷娟脸色煞白 嘴唇都有些发青了 把她扶到一旁的沙发上 我马上又点上三根香 把刚刚离去的白玄亮请了回来 劳烦玄亮老仙 帮我看看我这徒弟严不严重 说完 我深深地给白玄亮拘了一躬 而白玄亮却只是微微眯眼 看了看张廷娟 就说道 旭东 她没事 给她喝点姜糖水 盖上被子睡一觉 发发汗也就好了 说完 又回头看了看张廷娟一家人 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哎 缘分不足 强自出头 这又是何苦 哎 是人哪 说完 就化作一道白光飞走了 听我说 张廷娟这种情况 只是仙家捆翘所致 休息一下 等她醒了 给她喝点姜糖水就好了 张启明就说道 那好那好 娟她娘 你在家好好照顾一下小娟 我请两位师傅去吃点饭 嘿 这是啥爹啊 自己闺女都这样了 还在床上躺着呢 她却想着 跟我们出去喝酒 我说道 张大哥 饭我们就不吃了 你留在家里好好照顾婷娟吧 我们先走了 哎哎 吴师傅 饭不吃就算了 可是这拜师费香火钱 你总得收着吧 我都打听了 说你给人立堂口 一直就是五千块钱 这钱你收着 一边说着 她就从口袋里 掏出一达钱 我接过来数出来两千 递给了庆宝 剩下的钱 又给她退了回去 张哥 每年的三月 六月和九月 是我舍员的月份 今天是九月初九 所以 我的这份钱就免了吧 张启明也知道 出马弟子舍员的说法 听我这么说 他也没客气 直接就收回了剩下的钱 最后 这两口子 把我们送出门口 庆宝也上了我 那辆崭新的奔驰六百 出来之后 我在军校广场附近 找了一家川菜馆 跟庆宝 简单吃了顿晚饭 谁也没喝酒 按理说 吴盼盼和莫小蕾 第一次来保定 而作为对保定 还了解一些的我 是应该带他们 在保定好好玩一玩的 可是玉华刚没了爸爸 现在正是 需要我的陪在身边时候 我又哪来的心情 陪他们逛景啊 把庆宝送到师父家 我又给马叔涵打了个电话 让他带盼盼和小蕾 好好玩几天 我就连夜赶回了玉华老家 回来才知道 女儿不能耽误学业 小弟也着急回去上班 他们两个今天中午 已经回长春了 我和爸爸妈妈 又陪玉华在老家待了几天 等到给玉华爸爸圆了坟 我们又去 祭奠了一下瘸书 没想到 国家还记着瘸书 不但每年清明 都有人来扫墓填土 还给瘸书立了一座墓碑 这中间 我又回了保定一趟 把那辆旧的红旗处理了 这时 赵斌已经带着 吴盼盼和小蕾 回了长春 长春那边 玉池有经理照看 我倒是不怎么担心 可是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 书店里的图书和光盘 早都开始缺货了 这天早晨 看玉华心情挺好 我就张罗回长春 玉华也知道 生老病死 乃是人之常情 并没有说太多 只是我答应去唐山 看小朵朵的事 这次怕是不行了 为了不让朵朵失望 只好等回去之后 把长春那边的事处理一下 再折返回来看她了 还别说 这么长时间没见到小朵朵 我还真挺想这个小精灵的 回到长春 先把书店进货的事忙完了 又回玉池 好好的泡了个热水澡 从玉池出来 我直接就去了赵斌家 刚一进屋 好家伙 这小子正在客厅练习战装 看这小子脸上的汗珠 应该是已经战了有一会了 看见我进来 赵斌说道 老欧 你先坐会儿 我再战十分钟 哎 老赵 你小子这身体 好像不是肉做的吧 在薄定摆震的时候 都整成那熊色了 这才多长时间啊 就恢复成这样了 赵斌一笑 哈哈 老欧 要不你也试试 行啊 试试就试试 就哥们这身子骨 还干不过你这元气大伤的呀 一边说着 我学着他的姿势 也开始战装 我对武术不了解 不知道他这个战装的方法 是少林寺独有的 还是全国的战装都一样 总之 就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双腿微曲 膝盖与脚尖垂直 然后双臂自然前身 与身体呈90度角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而已 这有什么难的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站了还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而赵斌却还在坚持 要知道 在我来之前 已经不知道他这样 站了多久了 我后追居然还是没有比过他 最后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放下胳膊 直接尾坐在了沙发上 虽然输给了赵斌 心里却很高兴 这就说明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又一次地超过我了 跟赵斌比战装 我输给了他 可是我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 这就说明 赵斌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又一次地超过我了 行啊 老赵 你小子 居然恢复得这么快 我竖了个大拇指 赵斌这才收了战装的姿势 拿毛巾擦了擦汗 不行啊 我还是虚啊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家小叶子 给我各种补身体 我才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可是却不能让仙家捆翘 哪怕是几百年的小仙 捆一次半翘 我还是会躺下 老赵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还是好好休养一阵吧 老欧 你回来了之后 有啥打算啊 现在咱们手里有这么多钱 总得用它干点啥吧 拉倒吧 这几年全球金融危机 可别瞎投资了 能吃点利息 就是最稳当的事了 说到这 我不禁想到 反正现在赵斌什么 也干不了 不如让他跟我一起 去唐山看看小朵朵 这么长时间以来 赵斌一直都只是 听我说起朵朵的事 他还没见过朵朵呢 所以他也一直想 看看小朵朵 于是我就说道 老赵 明天一起 跟我去唐山啊 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也顺便去看看 我那个还没出马的小徒弟 那小丫头老可爱了 唉 老吴啊 看小朵朵的事 以后再说吧 我爸妈听说小叶子怀孕了 正从酒台往我这赶呢 我要是赶在这段时间 把小叶子扔家里 自己出去溜达 我爸 还不得把我腿给削折了 听说他爸妈要来长春 我就张罗着 晚上都去我家涮火锅 也算是我给干爹干妈接风了 说干就干 马上下楼准备 可是刚走到楼下 小八姐就找到了我 旭东快回家 我们一起进唐单 掌堂大教主有事找你 啊 三太爷找我 小八姐 三太爷找我有啥事啊 来不及了 路上再说吧 不知道此次跟小八姐 进入我的唐单世界 要待多久 也不知道胡三太爷 找我有什么事 回到家 我就把莫小蕾叫了过来 让他跟玉华 去准备涮火锅的菜和肉 而我则是直接跟随小八姐 来到仙堂 点上香 我就盘膝 坐在了香岸前的蒲团上 一瞬间 小八姐就带我 飞进了唐单 顾不上 欣赏我唐银周围的风景 我就问道 小八姐 咱家三太爷 找我有啥事啊 哎呀 旭东 你那个新收的徒弟惹祸了 小八姐简单地 把事情的经过 跟我说了一下 我这才知道 张婷娟一家 是什么样的人 原来 张婷娟一家三口 都不是什么 善良的正修之辈 自从我给张婷 立了唐口之后 他们一家三口 就集体辞职了 特别是张婷娟 还把新出马弟子 舍员的规矩 抛到了脑后 跟着他爸妈 一心就想着搞钱 为此 张启明两口子 还每天都上大街上溜达 看见人就问人家 看不看事 先不说出马弟子 没有上赶着给人看事的 单说大街上 他们遇到的那些正常人 谁平平安安的 会愿意让人 问这样的问题啊 遇上一些素质高的 摇摇头就过去了 可是遇上几个素质低的 张启明两口子 难免会被人一顿臭骂 这期间 张启明还被两个 火爆脾气的保定小伙子 打了两个大嘴巴 可是这两口子 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住下大错 还继续一心想着 让张婷娟赚香火钱 昨天 终于让张启明 碰到一个做生意的小老板 那小老板叫陈立明 刚开始 陈立明也把他们俩 当成了精神病 可是架不住张启明两口子 切而不舍地圈活 正好自己最近 有一件苦恼之事 急待解决 可是陈立明对于鬼神之说 也只是半信半疑 于是就抱着死马 当成活马医的心态 跟着去了张婷娟家 到了张婷娟家 张婷娟马上点香请仙 给陈立明看了一下 看完之后 就把陈立明最近遇到的烦心事 都给说了出来 居然还句句 都给说对了 那陈立明当场就把张婷娟 奉若神明 并且表示 只要张婷娟帮她把事摆平了 她愿意出五万块钱的感谢费 原来陈立明老家是河北张家口人 从小到大 她父母含辛茹苦把她养大 还供她上了河北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 这小子上了两年班 就开始下海跟朋友做小生意 最开始摆地摊 后来在商场租了柜台 再后来就跟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小公司 等到她结婚以后 她爸妈也老了 于是就卖了老家的房子 到宝钉来投奔儿子 结果不仅陈立明的媳妇 厌烦老两口 就连陈立明 也总是给她爸妈脸色看 一天 陈立明在外边跟朋友应酬 就多喝了一些 回到家居然把鞋一甩 就喊她妈 这一天可累死我了 来来来 老太太 帮我洗洗脚 这老两口 一生都是行得正坐的端 在张家口老家的时候 也深得街坊四林的尊敬 儿子有手 有脚能跑能颠的 居然让满头白发的老母亲 给她洗脚 老太太何时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于是就说道 儿子 你可懂点事吧 想洗脚自己洗去 老太太简简单单两句话 却惹得醉酒的陈立明大怒 哎呀你跟我爸整天吃我的 喝我的助我的 让你给我洗洗脚咋了 小时候 你不是还给我洗过澡的吗 现在洗洗脚都不行了 这时 陈立明媳妇 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可不是吗 这么多年 要是没有立明这妖辛苦 你们两个老家伙 还想住上这么好的大楼房 就洗个脚而已 多大点事啊 人在屋檐下 又怎么不低头 老太太没办法 最后只得忍气吞声 给儿子洗了脚 此时 一旁的成老爷子 也已经气得不行了 按照自己怎么生了 这么个出生不如的东西 可是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 卖房子的钱 也交给了儿媳妇 老两口口袋里那点零花钱 如果出去的话 恐怕都不够三天的花销 此时如果跟儿子翻脸 老两口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况且 那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呀 于是只好咽下这口气 敢怒不敢言 要说这老成太太 也是自尊心太强了 她可咽不下这口气 当天晚上 大家都睡着以后 老太太就直接摸了店门 第二天早晨 老爷子发现老太太的时候 老太太的尸体都已经硬了 老成太太 受不了儿子而媳妇的白眼 最终寻了短见 第二天一早 成老爷子早早醒来 发现老伯的尸体 都已经硬了 老两口香如以沫这么多年 又是省吃俭用 把儿子供养成人 如今 老伯却被自己的儿子 给活生生地逼死了 成老爷子 是心如刀脚 肝肠寸断 安葬了老太太之后 老爷子的心情 一直都不好 整个人好像也在一夜之间 老了好几岁 老太太葬礼之后 成老爷子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跟儿子而媳说话时 多少还硬气一些的成老爷子 如今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儿子而媳不管说什么 他都无条件地顺从 不仅如此 以前一直都很开朗的成老爷子 自从老伴时候 突然间话语 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有的时候 可能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直到老太太头七 那天晚上以后 老爷子就好像变成了哑巴 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成立明两口子 也乐得清闲安静 谁也没有把这件事 往深了想 后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 成老爷子 依旧是没有开口 说过一句话 仿佛真的变成了哑巴 慢慢地 到了老成太太 烧午期这天 按照成立明两口子的想法 人死了也就死了 乃来的鬼魂神明 不过是一堆骨头渣子而已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过去 给老太太烧纸 可是这天吃过早饭以后 成立明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却给记着日子 都来给老太太祭祀武器了 既然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了 为了在外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孝道 成立明这才急匆匆地出去 买了一些元宝纸钱 回来上楼的时候 脚还崴了一下 众人在老太太坟前烧完了纸 正要准备往回走 本来很清朗的天 突然就阴了下来 随即 一股旋风毫无征兆地 就刮了起来 纸灰被吹得漫天飞扬 人都睁不开眼睛 没想到这旋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只是十几秒钟过后 旋风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那一大片黑云 也慢慢地飘向了远方 众人谁都没当回事 成立明就回头张罗着 请大家回去吃饭 就在这时 不知是谁拍了成立明肩膀一下 等成立明再次回过头来 却不知什么时候 成老爷子已经 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两人距离之近 成立明都快碰到老爷子的鼻尖了 啊 吓得成立明嗷的一声 一下子退出去好几步 由于刚刚崴了脚 他还险些跌坐在地上 就看老爷子双眼无神 直勾勾地盯着成立明 嘿嘿嘿嘿嘿 老爷子嘿嘿嘿的傻笑声 让人听了几倍都直发寒 爹 你这是咋了 成立明问道 将近一个月 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的成老爷子 突然开口说话了 就见他看着自己的儿子 嘴里含糊不清地 不断重复一个字 嘿嘿 爹 嘿嘿 爹 嘿嘿 爹 成立明猛了 在场众人都猛了 本来这里就是气氛阴森的坟地 再加上刚才那一阵 没来由的旋风 如今成老爷子 又是这副样子 一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脊背发凉 双腿不听使唤 嘿嘿 爹 嘿嘿 爹 成老爷子还在一边傻笑 一边冲着自己的儿子叫爹 那成立明毕竟还是上过大学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 是不存在鬼神之说的 可是眼前发生的种种诡异现象 还是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这小子壮着胆子 来到老爷子面前 就抓住了老爷子的两个肩膀 爹啊 你是我爹 我是你儿子立明呀 爹 你这是咋了 咋还管我叫起爹来了 爹 你是不是 一句话还没说完 绑大妖元的成立明 就被古兽如柴的成老爷子 给推出去好几米远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变故陡声 众人都是面面相去 可是成老爷子的动作 却没有停止 就看成老爷子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到成立明跟前 扑通一下子 就给儿子跪了下来 随着成老爷子这一跪 远处天际的那片乌云中 似乎有隐隐雷鸣之声传来 同时 天空中一片片乌云翻滚 正在慢慢汇聚在一起 风 也在这个时候刮了起来 嘿嘿 爹 随着成老爷子这一声 爹叫出口 他重重地给成立明 磕了个头 成立明当时就猛了 刷的一道闪电闪过 紧接着就是 咔嚓一声炸雷 这一道炸雷的脆响 成立明就被吓得一哆嗦 嘿嘿 爹 BAM的一声 成老爷子的第二声爹 叫出了口 又给成立明 磕了一个响头 紧接着 就是第三声爹 叫出了口 成老爷子 也给自己的儿子 磕完了三个响头 三声爹叫完 三个头嗑完 成老爷子 却直接眼睛一翻 晕了过去 此时的成立明 瞪大双眼坐在地上 早已经被吓傻了 就在成老爷子 晕倒的那一瞬间 天上的乌云 也在慢慢散去 虽然此刻 成立明已经没了章程 他那几个朋友 却反映了过来 于是一拥而上 扶起老爷子 又是拍打前胸 又是掐人钟 好一会儿 老爷子才悠悠行 转过来 这时 成立明好像 蹊跷归位一般 才反映过来 这么多朋友 都在这呢 自己总要表演 一番父子情深的戏码 他一下子扑上去 爹 你咋了爹 爹 你看看我 我是立明呀 爹 此时的成老爷子 眼神涣散 嘴里还留着哈喇子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立明 快把你爹送医院啊 众人七手八脚地 把老爷子 抬到了成立明 副驾驶的位置上 于是 成立明的车载前 他朋友的那几台车 在后边 一路向市里省医院驶去 此时的成老爷子 虽然已经恢复了一些 可是却一动不动地 坐在驾驶位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成立明看他爹 恢复了一些 眼下车里又没有别人 又开始埋怨起来 爹啊 刚才当着我 那么多朋友的面 你这是闹啥啊 你这么一闹 以后 在朋友面前 我该怎么混 我的面子往哪搁呀 就在这时 成立明就听到 后边朋友的那几台车 都在不停地疯狂按喇叭 示意他停车 同时 坐在一旁的成老爷子 也瞪大了眼睛喊道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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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明看前方 笔直的马路上 一台车也没有 好多年都没有遇到 这么好的路况了 真不知道那些朋友 跟老爷子想干什么 突然 成老爷子从副驾驶 一跃而起 紧接着就挡在了 成立明的前面 成立明视线受阻 刚想踩下刹车 却听到Duan的一声 老爷子直接撞碎风 挡玻璃飞了出去 成立明听见身后朋友 在按喇叭让他停车 旁边的老爷子 也在一直喊他停车 这小子正不明 所以 突然 老爷子一跃而起 直接就挡在了成立明身前 这一下视线被老爷子挡住了 他也不得不停车了 刚想抬脚松了油门 去踩刹车 就听光的一声 汽车不知道撞上了什么东西 也停了下来 可是老爷子却随着惯性 撞碎了风挡玻璃 直接就飞了出去 直到此时 成立明好像刚从梦中 被惊醒一般 下了一脑门子汗 看着汽车前 那棵脸盆醋的大洋树 成立明百思不得其解 刚才摆在眼前的 明明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马路 怎么会突然间就撞到树上呢 这时 后边那些朋友也停了车 来到了成立明这里 一个朋友敲了敲车窗 立明啊 你爹都厌弃了 你怎么还在车里坐着 成立明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下车 可是下了车才发现 他的车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 回头看看车辙 他的车已经冲下马路 二三十米远了 此时也顾不得想这些问题 又赶紧来到车前 可是老爷子早已经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脚上的鞋都飞出去好远 再回头一看 自己那辆丰田的保险杠 和钱脸都废了 成立明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哎 我咋这么倒霉啊 这下修车又得不少钱 一旁的朋友们 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纷纷埋怨他 立明啊 这都啥时候了 你咋还想这些啊 是啊立明 当务之急 还是安排老爷子的后事吧 至于修车 以后再说吧 于是 成立明草草地 安葬了成老爷子之后 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可是 自从老爷子死后 成立明的时运 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直在走被子 先是平日里 跟他要好的朋友 都一个个渐渐远离他 到了后来 他的公司也不景气 没有一个天是不亏损的 再后来 他实在维持不了 公司的正常开支 只好把公司解散了 直到这时 他才想起了 老爷子出车祸那天的事 当时 自己明明看着前边 是宽阔笔直的大路 为什么会突然冲下马路 撞到树上呢 而且在车祸的最后一刻 他也没有看到前面那棵树 后来下了车 才看到那棵树 这种种问题 都是为什么呢 一直不信鬼神的成立明 经历了这些之后 也开始疑神疑鬼了 后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机缘 让他认识了马书涵 知道了马书涵能看事之后 这小子就请马书涵 帮他化解一下衰运 可是马书涵是什么人啊 哪能去帮助这样的不孝之人 被马书涵回绝以后 这小子还不死心 到处找高人给他提升运势 可是钱花了不少 他的运势却一点也没见好转 更可气的是 看他现在没有本事赚钱了 他媳妇也跟他提出了离婚 这小子一怒之下 还把他媳妇毒打了一顿 也不知道 是因为被他打的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当天晚上 他媳妇居然疯了 他媳妇疯了以后 整天疑神疑鬼的 一会儿说 床上躺的老太太 一会儿又说 梳妆镜里有个老头 在宠他笑 搞得程立明的精神 也要崩溃了 这时的程立明 就想甩了这个累赘 跟媳妇离婚 偏偏国家法律有规定 像他这种情况 一方有精神病 且没有明示行为能力的 法院对于他的离婚诉求 还不予批准 这下 他媳妇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 直接砸他手里了 这天 他在家吃完饭 实在不愿意看媳妇 那副棚头垢面 疯疯癫癫的样子 就开车在街上 漫无目的地地溜达 赶巧就遇上了 正在给张廷娟圈活的 张启明两口子 这两口子 把程立明带回家之后 张廷娟马上点香请仙 看完之后 张廷娟就把程立明 之前的事给说了一下 程立明一听 这张廷娟说的 居然每件事都对得上 这一下就把张廷娟奉若神明 接下来 张廷娟就告诉他 说他现在时运不济走辈子 都是受了他们家老太太 和老爷子的影响 程立明一听 马上就请张廷娟给他弄一下 并且许诺 说如果把他这件事办好了 会拿出两千块钱作为筹谢 可是 这程立明遇上了 是财如命的张廷娟一家人 也算是他倒霉 岂不知张廷娟早请自家老仙 把程立明给查了个遍 知道他公司破产以后 现在家里还有五万块钱 于是 张廷娟就以这件事 特别难办为借口 百般地推辞 程立明毕竟也是做过生意的人 一听张廷娟说难办 却没说办不了 几番交涉之下 最后一狠心 直接说道 神仙妹子 你要是能把我这事给摆平了 我给你拿五万块钱 这可是我全部的存款了 说到这 正带着我往唐银方向走的 小八姐说道 旭东 今晚张廷娟就要请他唐口的老仙 去对付成老爷子 他们老两口了 这回三太爷叫你进唐单 是因为张廷娟的唐口 是你给力的 所以收他唐口的时候 你一定也要在场 一边说着 我们就走过了唐银前的那座石桥 这次来到唐银 跟以前有所不同 以前我每次进入唐单世界 来到唐银大门的时候 胡英俊夫妇 还有黄永乐他们 都会在大门口等着我 这次大门口 却是空无一人 陪在我身边的 只有小八姐 简短节说 穿过三道连营 来到胡三太爷的率营 就看我唐口 这将近五百位老仙 那是一个不缺 全都到了 就连我家那十几位地府仙 也都被老背王带了过来 胡三太爷阴沉着脸 稳坐在摔案后 一旁坐着的太爷爷 也是不苟言笑 一脸严肃 我急忙跪下给众位仙家行礼 旭东见过三太爷 见过太爷爷 见过众位仙家 胡三太爷并没有示意我起身 而是陈生说道 此次关于那小花容张婷娟 这个堂口的事 本堂仙家有失察之罪 每位仙家减去功德十年 帝马无旭东 有识人不祥之罪 罚舍员十四个月 说心里话 对于给张婷娟立堂子这件事 我本来就特别自责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我的第二故乡 也不会出现这么一个败类堂口 当初宝丁那块土地 养育了我和小嫡五年多 如今我却在宝丁的土地上 立了这么一个黑心爱财的堂口 我吴旭东 就是这么回报宝丁老乡的吗 日后 我还有何颜面 去面对宝丁老乡 所以 胡三太爷的处罚 我是心悦臣服的接受 可是对于我的惩罚 为什么是十一个月 为什么不是半年 一年 或者三年五年 却是这么一个 七不挨八不靠的十四个月呢 张婷娟的堂口 是我给立的 如今她变成这个样子 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现在想想 如果我 没有帮她立这个堂口该多好 那样的话 他们一家人 现在都还在好好上班 也不会做出伤害 成老爷子劳两口的事 不过 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张婷娟是在今晚 才会对付成老爷子劳两口 留给我的时间 还算充裕 对于这件事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胡三太爷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处罚 我都能够接受 可是 为什么是十四个月呢 一般来说 无论是在天庭 还是在人间 对于犯错之人的惩罚 大部分都会是半年 一年 或者三年五年 基本都是整数 这十四个月 跟半数和整数都靠不上边 这是为什么呢 我马上跪下一抱拳 三太爷 弟子有一事不明 还请三太爷告知 此时的胡三太爷 脸色似乎也缓和了一些 何事不明 三太爷 张婷娟这件事 是弟子有错 您对弟子的惩罚 弟子也是心服口服 可是这个实现 为什么不是半年 一年 或者三年五年 而是十四个月呢 此事的依据 是哪条天规 哪款律法 我这句话一问出口 就看胡三太爷眉头一挑 同时 他的眼神 似乎也在躲避我的眼神 可是 他随即就是一缕胡须说道 嗯 这个此事本尊日后再与你另行解释 如今张婷娟那边的事迫在眉睫 还是先办正事吧 说完 胡三太爷就往下边扫了一眼 目光从堂口众位仙家身上扫过 随即说道 众位仙家 众位仙家奇奇地应了一声 在 胡三太爷说道 胡天龙 黄家教主 柳家教主 清风教主 持本尊执法大令 前去收了那张门斧亭捐地马的堂口 胡雅亭 黄永乐 黄小七 护持旭东 一同前往 小八姐和小乐小七 齐声应道 谨尊掌堂大教主 伐职 随即 三太爷就拿起率案上的四道令牌 只是轻轻一挥手 那四道令牌 便精准无比地分发到了胡天龙 黄三太奶 柳天娇 以及我大太爷的手上 几位教主接了大令之后 纷纷带着本部仙家走了出去 这时 小八姐就催促道 旭东 我们快走 我也只好跟着小八姐 和小乐小七往外走 走到门口 再次回头 偌大的帅营中 只剩下胡三太爷和老碑王了 出了帅营 我就问道 小八姐 这次去收张廷娟的堂口 三太爷和老碑王不去吗 小八姐说道 这点小事 没用得着大教主和老碑王呀 要不是这次有你跟着 天娇教主带几位柳家老仙就可以了 呃 这么说的话 我咋感觉自己 好像成了累赘了呢 除了唐营 来到过了大门口的那座石桥 黄永乐和黄小七 分别握住了我的一只手 我马上就跟着他们飞了起来 几个呼吸的功夫 我们就飞出了我的唐单世界 直接路过我家供奉仙堂的房间 从窗户飞了出去 路过我那仙堂房间的时候 我还看见自己的肉身 正盘膝坐在唐单前 要说这黄家老仙 赶路的能耐 还真是厉害 飞在半空之中 不到两分钟的功夫 我们就来到了辽宁省静美 我想 如果不是带着我的话 可能他们还会快上很多 这时 我又想起了 关于胡三太爷 罚我社员14个月的问题 我看了看一旁的小八姐 就问道 小八姐 你知不知道胡三太爷罚我的 为什么是14个月啊 听我再次提起14个月这件事 刚刚还满面笑容的小八姐 脸上似乎多了几分哀伤 旭东 这件事你就别问了 该让你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的 啊 又来 以前让我和小迪离开家去保定的时候 小八姐就是这样的语气 让我不要问 还说该我知道的时候 我自然会知道 结果这次还是这样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不能让我知道的事 小乐 小七 你们知 刚想问问黄永乐和黄小七 结果他们俩都同时摇了摇头 一缕哀伤的神色 也在他们两个脸上一闪而过 不管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 顺气自然吧 这也太快了 不到十分钟 我们就从长春飞到了保定 此时 保定 我和小迪最早住过的那个小院的上空 张廷娟堂口的老仙 正在跟我们家黄三太奶说着什么 飞得近了 我才听清 就听张廷娟家的掌堂大教主胡天烈说道 无门府众位仙家 无门府二排教主 日后我们定会严加要求帝马 不会做出有为天和之事 还请黄三太奶以及众位仙家 念在我等修行不义 莫要收了我家堂口 黄三太奶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胡天烈 这才说道 天烈老仙 非是我等不念旧情 老身自然知道 仙家修行不义 可是一来 你们这个堂口形式不顾后果 二来有胡三太爷法旨 三来天道昭彰 若是荣妮等肆意发展壮大 日后恐生大乱 所以我等为天下苍生计 为常治久安计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胡天龙说道 张门府众位仙家 日后选择地马 切记擦亮双眼 若是再寻一个黑心贪财的地马 莫怪我等上表天亭 废篮等道横 这时 一旁的柳天骄 明显等得不耐烦了 天龙老仙 皇家教主 这些道理 他们自然都懂 我们又何须 跟他们多费唇舌 若他们日后再犯 我来打他们一个行神军灭也就是了 好家伙 这柳天骄 不愧是一个武力之爆表的老仙 遇到什么问题 都喜欢用打架的方式解决 这还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这时 张婷娟躺口的胡天烈 微微躬身失礼 既然如此 我这躺口的一百多位仙家 即刻解散也就是了 我们家胡天龙说道 好 躺口解散以后 你们这一百多位仙家 全都前往铁沙山 对于而等 今后何去何从 黑妈妈自有安排 胡天烈一听这话 脸上就是一喜 能得铁沙山 黑妈妈为我等筹谋日后出路 我等求之不得 说完 胡天烈回身 就朝着下方的小院喊道 张门府躺口即刻解散 众位仙家 随我前往铁沙山 胡天烈话音刚落 就看见小院里张婷娟的家中 那一百多位仙家都飞了出来 齐齐地败泄了我们家这边的众位仙家 之后 变化作一百多个光点 朝着东北方向飞了过去 看着张婷娟躺口的老仙 往东北方向飞去 我心中却很是不平 这就完事了吗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 按照我的预期 最起码也得降下几百道天雷 给这一百多位老仙 每一位都折损个几百年的道行 结果胡天龙却直接把他们 打发去了铁沙山 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平 小八姐轻声说道 旭东 对于这个结果 我知道你心中很是不愤 不过 再等一年多 你就理解了 这时 就听柳天娇那中气十足 震撤还宇的声音响起 张婷娟 出来 只是这一声 我就感觉耳畔嗡嗡作响 几秒钟之后 就看张婷娟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出来之后 就开始四下里张望 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谁啊 谁叫我 是谁 出来 再不出来的话 我可就要请我家老仙收拾你了 这时 就看柳天娇急事而下 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张婷娟的身后 张婷娟没有天眼 自然是看不见她 不过 可能是因为她身上那一点点的先家缘分 感应到了身后的异常 她就要回头查看 就在这一瞬间 柳天娇手中大枪的枪尖 直接就点到了张婷娟的后腰上 顿时 张婷娟就像是电影里被点了穴位一样 动作也定格在了那里 接下来 我们这边的胡天龙 黄三太奶 以及我们家清风教主大太爷 还有地上的柳天娇 同时出手 于虚空中 狂点张婷娟身上的各处紧要穴位 几秒钟之后 就看张婷娟身上各处穴位上 都有一些淡淡的气体冒了出来 那些气体的颜色还不相同 其中有白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 还有一点点金色的 但是更多的则是黑色的气体 我知道 这是几位教主 在清除她身上的先家缘分 十几秒以后 各色气体不再流出 这时 就看胡天龙在虚空中取出一黄符纸 可是那张纸上却没有画符 上面只有一个古转体的封字 胡天龙随手一致 那张符纸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直直地奔着张婷娟飞了过去 直接就覆盖在了她头顶的百慧穴上 随机 那张符纸也不见了 这是彻底封了张婷娟的先缘道印 我不知道 这个封印是只能封她这一生 还是以后的生生世世 她都没有先家缘分了 就问道 小八姐 这个封印是只能管这辈子 还是以后累生累世都管用啊 小八姐说道 这个封印分三种 分别叫做黄蜂 红蜂 还有金蜂 这第一种黄蜂 就是张婷娟这种 只能封人三世 红蜂却能封人九世的先家缘分 最霸道的是金蜂 能封人以后的累生累世 嗯 对于张婷娟这个处罚 我还是挺满意的 算上这一世 在以后的三世中 如果她都能活过七十岁的话 那也是二百多年呢 但愿二百多年以后 她能修成一个具有正知正念的良善之人吧 可是我马上就想起了那些社会上的假大神 这张婷娟现在先家缘分尽失 又被封了先缘道印 自然是不能借助先家的力量 唯非作歹了 可是她已经知道了先家的存在 也知道了一些先家给人看事的方法 如果以后她假借这些能力 装腔做事地再出去骗人 这不是徒流后患吗 小八姐 带我去黄三太奶那边 小八姐不明所以 可还是带我飞到了黄三太奶跟前 我一拱手 三太奶 劳烦您帮我把张婷娟的眼窗给通一下 我有几句话要交代 黄三太奶好像知道 我要跟张婷娟说什么似的 只是微微一笑 于半空中对地上的柳天娇挥了挥手 天娇教主 收了神通吧 就看地上的柳天娇 马上撤去了 定在张婷娟后腰上的那杆大枪 嗨嗨嗨嗨咳 柳天娇的大枪一撤 张婷娟马上捂着胸口咳嗽起来 嗨嗨 这特么谁家的清风 嗨嗨 还特么挺厉害 嗨嗨 竟然能捆住我 嗨嗨 等我家老仙来了 就给你好看 听她说出如此不敬的话语 众位仙家也不恼怒 就看黄三太奶微微一笑 抬起手中龙头拐杖 于虚空中一指 那龙头拐杖便发出一道金光 直接射向了张婷娟眉心的硬堂穴 张婷娟一抬头 顿时整个人都傻了 是 是 师父 我愤然开口道 收了你这么个徒弟 是我无需冬一辈子的耻辱 以后再也不许你说是我的徒弟 张婷娟怎么也没想到 我人在东北 居然能这么快就来到保定 还是与我堂口的几百位仙家 同时立于半空之中 她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我继续说道 婷娟 今天 我与众位仙家 收了你的堂口 也封了你身上的仙缘道印 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好好做人 日后你若有任何不端行径 我立时便知 到时我绝不会侵扰于你 听了我的话 张婷娟眼神中满是巨异 嘴巴一张一合 却不知说什么是好 对于这样的人 我不想跟她说太多的话 至于那个罔顾人伦不孝父母的成立名 就让她爹妈慢慢教育去吧 于是我一转身 众位仙家辛苦了 小八姐 小乐 小七 我们走 黄永乐和黄小七 马上抓紧我的双手 离开了宝定 几分钟后 我回到了长春家里的仙堂之中 由于这次办的事 跟地府没有关系 也不用惊扰本方成皇 在小八姐的帮助下 我很快就魂魄归位 仙家们也回归堂营了 醒来之后 打开门锁 走出仙堂 此时 赵斌和黄小叶 刚刚带着赵斌的父母走进来 哎哟 干爹干妈好久不见 你们可想死我了 我马上张罗 让大家开始涮火锅 一派欢声笑语中 我们都喝了很多酒 特别是我 喝得最多 半夜我被咳醒 起来喝水的声音 也把玉华弄醒了 玉华披上衣服 坐起来就说道 老公 你今天喝得太多了 以后可别喝这么多酒了 好好好 媳妇说得对 以后我可不这么喝了 老公 你喝醉的时候 一直在念叨着什么 十四个月十四个月的 十四个月是怎么回事啊 收了张婷娟的堂口 回来之后 又跟赵冰老爸 也就是我干爹喝了不少酒 迷迷糊糊中 把赵冰一家人送出门 回来之后 我也直接睡下了 半夜醒来 我喝水的声音 惊醒了玉华 玉华就问道 老公 你喝醉的时候 总是念叨十四个月十四个月的 这十四个月是咋回事啊 我没有隐瞒 直接就把胡三太爷 罚我设缘十四个月的事 跟玉华说了一遍 玉华以为我是为这事心烦 就安慰我 没事的老公 你也别为这事上火 咱家不是 还有浴池和书店吗 这两个店 已经足够支撑正常开销了 媳妇 我倒不是上火 我只是觉得 十四个月这个数字 有点不对劲 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劲 我也说不清 我和玉华从相识 到相爱 又到结婚 再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时间过去了 在处理很多问题的角度上 我们也都在不自觉地 向对方学习 所以 现在玉华看待问题 也跟我差不多 都讲一个顺其自然 又聊了几分钟 就接着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我去玉池看了一下 顺便洗了个澡 又给书店囤了一些货 这样 家里也就没有什么 需要我担心的事情了 终于可以去唐山 看望小朵朵了 下午又给朵朵爸妈 买了点礼物 无非就是东北特产 长白山的人参 长春双阳路巷的陆绒 还有榆树小作房 烧的纯粮酒 外加几条五六斤的 东北三道零大鲤鱼 女儿吴月辰听说 我要去唐山 看望她的朵朵小妹妹 虽然这小姐俩没有见过面 她还是把自己做的 几样小手工 托我带给小朵朵 第二天天还没亮 我就动身前往唐山 中午抵达辽宁省盘山县 在盘山县城 在天刚一擦黑的时候 我到了私庆勋家 听见我下车关车门的声音 小朵朵第一个开门走出来 师父 哥哥 师父 哥哥哥 听小朵朵一声一声的师父叫着 又是哥哥哥的笑着 我马上把她抱了起来 哎呀哈 朵朵 师父可想你了 朵朵也想师父 也是可想可想了 这时 朵朵的妈妈张岚就说道 朵朵 快下来自己走 你师父开了一路车 你都多大了 还要师父抱 我感受了一下朵朵的体重 嗯 确实是比半年多以前重了很多 把朵朵放到地上 跟私庆勋两口子问好之后 取出后备箱的礼物 我们就进了屋 刚坐下 我就说道 朵朵 来 给师父看看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 于是 小朵朵就背着双手 在地上走了两圈 两圈走完 小胸扑一挺 哥哥 师父 你看朵朵厉害不 朵朵现在已经可以不用 拐杖走路了 虽然他走路的时候 还能看出明显的吃力 可是对于这个苦命的小丫头来说 已经算是值得飞跃了 也可以说是在他身上 发生了奇迹 我急忙给他鼓掌 好好好 小朵朵太厉害了 庆勋大哥 用不了多久 小朵朵就可以完全跟正常人一样 走路了 说完 我又朝着朵朵 竖起了两根大拇指 这时 朵朵又挽起一只裤管 给我看了看他的腿 好家伙 上次在火车上遇到小朵朵的时候 他的腿还没有胳膊粗 现在虽然没有正常孩子的小腿那么粗 但是已经基本接近正常比例了 这让我更加心血 听说我来了 朵朵的大伯私庆功 三叔私庆臣 忙完了气修厂的工作 也都来了 说说笑笑间 保姆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吃完了晚饭 坐下喝茶的时候 我就说道 庆勋大哥 上次去保定 之所以回来 没有到唐山来看望你们 实在是遇上了太多的事情 接下来 我就把关于溜钢马 还有裴家豪的事情 都简单说了一遍 最后 说完收了张廷娟堂口的事 司庆勋还没说什么 就听司庆功说道 吴老爹 你放心 等小朵朵立了堂口以后 我们家肯定干不出那种丧良心的事 司庆臣也说道 是啊 挣钱的事 由我们哥仨从政道上去努力 我们不求别的 只求朵朵能够健健康康的 这就比啥都强了 在司庆功和司庆臣说话期间 司庆勋两口子 也一直在频繁地点头 最后 司庆勋说道 是啊 我大哥和老弟说得对啊 挣钱的事有大人呢 怎么会去想着 消减孩子福报呢 那张廷娟的父母 也太不适 哎 这哥仨 还真是做买卖的人 我的本意只是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上次没来看朵朵 可是这哥仨却以为 我是弦外有鹰 再敲他们的鞭鼓 我哪有那意思啊 再说了 朵朵堂口的皇家老仙 那可是九顶铁沙山正统的 皇三太爷和皇三太奶 一旦朵朵有了什么语举之举 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还能不管 这是怎么说 也轮不到我来操心啊 直聊到晚上九点多 送走了朵朵的大伯和三叔 斯静勋又把我安排在了 上次我睡觉的那间客房 躺在床上 回想着小朵 躲一路以来经历的那些磨难 再想想 如今他能恢复得这么好 我这心里一激动 还睡不着了 反正也睡不着 索性也就不睡了 起床拿出我的笔记本电脑 继续写我的小说 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小说已经写到 梁叔去给长春双阳的 崔姐开牛扮那一段了 一直写到凌晨一点多 写到我过阴去给老崔太太 送牛这一段 困意才慢慢袭上来 关了电脑 重新躺回床上 这次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 谁知这次睡着以后 我又梦到了那个假的苏玉红 和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这次 对于以前经历过的 关于这个梦境的恩赐记忆 我全都记了起来 另外 这次梦境 跟以往还有所不同 以前每次进入这个梦境 周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雾气 那种气氛 让我感觉特别压抑和恐惧 可是这次 四周虽然还有雾气 却不是那种令人感到压抑的灰蒙蒙的颜色 而是淡黄的暖色 这种颜色 让人感觉特别的甜淡祥和 而且 这次四周的能见度 似乎也有所提升 雾气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浓重了 当发现那两个人影向我靠近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生起半分恐惧的情绪 看着那两个人影 我迎着他们 就走了过去 来到唐山的当晚 司庆勋又把我安排在了 我上次住过的那间客房 写了一会儿小说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结果 这次又梦到了那个假的苏玉红他们俩 再次进入这个梦境 我没有了之前的恐惧 周围灰蒙蒙的雾气 也被淡黄色的暖色调代替 看到假苏玉红他们两个的影子 我迈开大步 迎着他们就走了过去 离他们两个越近 我就走得越快 不到一分钟 我就来到了他们两个面前 看着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 很多疑问在我内心萦绕 这次 那个假的我 表情不再是之前的厌恶和憎恨 眼神也不再是之前的怨毒 相反 他却嘴角上扬 再冲我微笑 我能感觉得到 他的笑没有一丁点的刻意和做作 而是特别真诚地对我笑 一旁那个假的苏玉红也是如此 同样在真诚地对我笑 这期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为什么他们两个对我的态度 这次居然是180度的大转弯呢 既然人家对我没有恶意 我也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急言立色 我尝试着跟他们正常的交流 于是就给那个苏玉红拘了一躬 又朝那个假的我 伸出了右手 虽然不知道 你们之前为什么用那样的态度对我 可是这次我能感觉到 你们没有恶意 握个手吧 有什么话就说一说 没想到他还真的 就朝我伸出了手 就听他说道 你是吴旭东 我也是吴旭东 我知道你的心中一定有很多疑问 你们家的胡雅廷仙家 已经找我谈过了 所以 今天借着这个特殊的地点 还有特殊的契机 我和我妈才特地来为你解惑 啊 小八姐找他们谈过 他们谈了什么 为什么小八姐不告诉我 还有 她说的特殊的地点 指的是哪里 是这个梦境中 还是指的是唐山朵朵家 我突然想起来 以前每年我都要做好几次 关于他们两个的梦 可是最近大半年时间里 我却一次都没有再梦到过他们 上一次梦到他们两个 也是在私庆勋家的这间客房 这一次 还是在这里 这里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心中疑问 千丝万缕 不过再多的疑问 都得从头来问 我说道 你之前为什么会用那样的态度 对我 我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他微微一笑说道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吴旭东 我才是真正的吴旭东 我靠 这一句话 就把我肝猛了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是吴旭东 而我面前的这个人 我也一直称他为假的吴旭东 怎么突然间我就变成假的了 看着我不解的表情 他又是一笑 接下来 娓娓道来一桩 我出生之前的陈年往事 他告诉我 我并非凡人 而是天庭派下来 等待执行一个非常重要任务的先童 当时天庭为我选择的投胎之身 就是 我现在的这具肉身 可是与此同时 他作为一个在阴间的鬼魂 也被阴间判定 可以轮回转世了 而阴间给他选择的投胎之身 也是我的这具肉身 天庭和地府两方 同时做出的这个决定 也就在三界之中 产生了这么一个 呃 怎么说呢 拿现在时髦的话来说 就算是天庭 地府 还有人间 这么三界交集时刻的一个bug 后来 在我和他同时准备投胎转世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相遇了 可是 他作为一个地府的鬼魂 自然争不过我这个天上 派下来的神仙 这样一来 他也就成了一个游魂 而我投胎之后 则是正常的出生 正常的长大 以及后来接受的种种磨难 这些就不细说了 后来 天庭和地府 发现了这个bug之后 天庭也曾经派神仙 前往地府 去商议他的安置问题 毕竟投胎到我的 这具肉身上的决定 天庭和地府 是同时做出来的 也谈不上谁对谁错 但是他总要有一个 妥善的去处 为了给他一个交代 也算是对他的补偿 经过天庭派下来的 神仙和地府商议 决定破一次力 给他找一个 大富大贵的人家投胎 可是他也是一个 心机深沉 并且执拗的一个人 他看天上的神仙 都镶中了我的这具肉身 那我的这具肉身 一定是有天大的好处 于是 他就没有去那户 可以一生 衣食无忧的 富贵人家投胎 而是一直等着奇迹的出现 希望有朝一日 我会把这具肉身还给他 对于他的事 天庭和地府 也多多少少有些理亏 所以也就没怎么管他 后来 他就像一个 无业游民一般 在地府里四处溜达 终于有一天 让他遇到了 我眼前跟着他的 这个苏玉红 两人一番交谈 结果这个假的苏玉红 跟他的命运 几乎是一模一样 也是被神仙占了 马上要投胎的肉身 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告诉他 说自己已经在地府 游荡了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间 这个假的苏玉红 也修行出了一点点道行 于是 假的苏玉红 就带着假的我 于梦境中 找到了现在的我 其实 在他们第一次 给我托梦的时候 我们家老仙就知道了这件事 可是仙家知道我心地善良 遇到什么事 都会先从自身找原因 如果我知道了 自己出生之前的这些事 难免会对这个地府的鬼魂 产生愧疚心理 所以 一直都在极力地瞒着我 为此 我们家胡天龙老仙 特地找他们两个谈了一次 说 为了缓解他们心中的烦闷 可以对我托梦 但是绝对不可以告诉我实情 正因如此 那次我过阴的时候 在恶鬼关 看见他们两个在那摆地摊玩 他们才会迅速躲开 说到这里 他又是微微一笑 继而又长叹一声 唉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其实胡三太爷作为天界正神 是不上人间堂口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身体里 住着一个上方神仙 如果不是地府 即将有大事发生 胡三太爷会轻易上了 你的堂口 这么多年以来 你方便使籍去查一查 看看胡三太爷 上过谁家的堂口 听他说完这些 我愣着半晌 竟不知道说些什么是好 好半天 我才问道 我们家老仙 不是不让你告诉我这些吗 可你为什么 跟我说了这些事呢 他说道 看你 只剩下十四个月的寿缘了 你马上就可以 把这句肉身还给我了 我一时没忍住 就告诉你了呀 来到唐山的当晚 我又再一次梦到了 那另一个我 他跟我说了他的故事之后 我就问他 我们家老仙不是跟你说过 不让你告诉我这些吗 可你今晚 为什么还是告诉我了呢 一抹得意的 笑意在他的嘴角 一闪即逝 因为你就剩下 十四个月的寿缘了呀 十四个月之后 你终于可以把 这句肉身还给我了 我一时高兴 所以没忍住 就告诉你了呀 他这一句话说完 我这脑瓜子 就是嗡的一声 真好似杨子将心 断缆崩舟 又恰似五雷轰顶 将我压垮 一瞬间 我的身体就好像 失去了骨骼的支撑 整个人都瘫坐在了地上 各种念头 纷纷都涌了上来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他会怎么对待我的父母 他又会怎么对待我的妻女 还有梁叔和老赵 虽然一直没有说出来 不过我心里早就想好了 我是准备给梁叔养老送中的 如今梁叔年纪大了 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如果他接管了我的这句肉身 他会去管梁叔吗 这么多年以来 我和老赵早已经亲如兄弟 我们是都可以放心地 把后背交给对方的 如果他占据了我的这句肉身 那以后万一有什么事 老赵该怎么办 难道十四个月以后 我爸妈就要管他叫儿子了 玉华就要管他叫老公了 吴月辰就要管他叫爸爸了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到头来都是在为他做嫁衣 我越想越是觉得自己不值 难道这美好的世界 就要跟我说白白了吗 一时间 我竟然万念俱灰 同时心中的怒火 也在慢慢生腾 强撑着抖得如筛康一般的身体 站起来 我似乎把全身的力气 和全部的怒火 都汇聚在了胸腔之中 终于 我仰头怒吼道 老天爷 你骂了个蛋的 把我拍下来干活 最后你他妈就这么对我 哪知 我这用尽全力的一吼 却迅速被周围的雾气吞没 居然连半点回声都没有 此刻 我感觉浩瀚宇宙中 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曾经拥有过的一切 仿佛浩瀚星河中的一点流星 只是匆匆一闪 就再也寻不到半点痕迹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无助到了极致的感觉 让我心如死灰 突然 我感觉眼前好像一黑 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终于避无可避地来了 好像过了好久 又好像只是过了几秒钟 突然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 我以为是司信勋来叫我起床 可是睁开眼睛 眼前却还是那个另一个我 卧槽 这个梦咋特么还没完了 周围还是那些散发着暖色光韵的雾气 脚下还是那一潭死水 那个假的我 微笑着看着我 他的笑容里 没有一丝的恶意 倒像是多年以来求而不得 忽然间一朝心愿实现 又像是长久以来的执念 终于放下那般的洒脱和轻松 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让我叫你一次兄弟吧 兄弟 这么多年以来 虽然我并未在你身边 可是我也一直站在远方 见证你的成长和遭遇 虽然你这脑瓜不算聪明 好在你能守住本心 三十多年 不曾做过一件恶事 也算对得起 吴旭东这个名字 这特么多什么时候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啥 这算是给我发好人卡吗 我特么不要那玩意 我的喉咙动了动 想要说几句苍白无力的话 来回对他几句 可最终只是说出了三个字 所以呢 哈哈哈哈 他一阵开心的大笑 之后才说到 所以刚才我是逗你玩的 吓唬你呢 吓唬我 啥意思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 都是你编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不是 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故事都是真的 只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见证着你的成长 也见证着你的磨难 你这具肉身上 需要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 这具肉身我不打算要了 我下辈子不想活得太累 地府给了我特权 让我随便挑选投胎的人家 你那好兄弟赵兵家里 现在正在孕育一个强大的灵胎 我就选他们家了 等我出生以后 你可要给我好一点哦 他这巴拉巴拉一通说 虽然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不动听 也不悦耳 可是听在我的耳朵中 却宛如天宫仙月 使我遍体通胎神魂于远 那 我刚要开口说话 他跟那个假的苏玉红 却是一转身 马上就消失了 这个噩梦困扰了我这么多年 今天算是画上句号了吗 听他最后的那番话 我以后应该是 再也不会梦见他们两个了 马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那个假的 我想要投胎到赵兵家 也算是 有了最终的归宿 可是那个假的苏玉红呢 他又该何去何从 想必也会和那个假的我一样 他在地府 也会有选择投胎谁家的特权吧 随即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那个假的我 何度我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他的脸上 没有我的这块疤痕 那等他投胎以后 是不是还会长成现在的样子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多年以后 赵兵看着他儿子的模样 我跟黄小叶 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赵兵是我这一世最好的兄弟 给做金山都不换的那种 到时候 那孩子要是特么的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往下我都不敢想 不行 我要找到那个假的我 把这个问题问明白 喂 等等 我迈开大步 就要在这雾气中寻找他 可是 我刚迈出了第一步 一脚 就踩进了脚下的那滩死水里 哗啦一声水声 我的整个身体都沉了下去 下沉 下沉 再下沉 我在不断地往水下沉去 似乎这滩死水 永远都没有底儿一般 突然 感觉一道特别强烈的阳光 晃在我的眼睛上 我下意识地就拿手一挡 就醒了过来 原来是昨晚睡前 窗帘没有拉好 留下了一条缝隙 此刻 清晨的阳光 顺着那条缝隙 正好照在了我的脸上 伸手搓了搓脸 精神了一下 穿衣下床 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呼吸了一口清晨清新的空气 啊 世界真美好 有幸坐一回人 我可真幸福呀 吃过早饭 思庆勋说 气修店还有点事 他去处理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张兰和保姆 在屋里忙一些别的事情 我在院子里的凉亭下 陪着朵朵荡秋千 张兰还给我端出来一壶茶水 和一些坚果 张兰回屋之后 朵朵就说道 师父 朵朵堂口的胡家老仙 和长蚌蛇仙 现在也都有了 从梦中醒来 吃过了早饭 思庆勋出去办事了 我陪着小朵朵 在院子里荡秋千 这时 朵朵就告诉我 现在他的堂口 胡家和长蚌蛇仙都有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中也甚是欢喜 刚认识小朵朵的时候 他这个堂口 只有自家地府仙 和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如今才大半年时间过去 他居然这么快 就聚起了胡黄长蚌 以及地府仙 萨满出马仙 胡家做主帅 皇家为先锋 长蚌为助食 有了碑王 才可以称之为堂口 如此说来 他现在四梁八柱已经齐备 这也就代表着 可以出马了呀 于是我就问道 朵朵 你现在仙家都齐备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 立堂出马了 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啊 正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 附近出现了 异常强大的仙家气息 与此同时 小朵朵也伸着小胳膊 往我身后的天空之上 一指 师父 我家老仙来了 心随一转 一走神行 我的天眼也随之开启 转身向空中望去 好家伙 就看见东北方的天空之上 足有五百余位仙家 居中的 正是九鼎铁沙山的 皇三太爷 皇三太奶 还有朵朵家的 碑王教主 斯震南 左边是一百多位 胡家老仙 右边则是将近 二百位长蚌蛇仙家 这次斯震南 倒是没有像上次一样 一下就带出来 两千多英兵 只是带着几十位随从英差 我急忙给众位仙家弯腰行礼 吴门府吴旭东 见过皇三太爷 皇三太奶 见过斯门府老卑王 以及一众仙家 皇三太爷 皇天霸朗声说道 吴门府地马 不必多礼 我问道 天霸老仙家 您这斯门府一堂人马 已经齐备 今日仙驾到此 可是为了小朵 躲出马立堂之事 皇天霸说道 今日我等来此 并非为了出马立堂之事 如今斯兰朵身子薄 还扛不住仙家捆翘 出马立堂之事 还需等待一些时日 今日我等是有事相求 吴门府白悬亮老仙 哦 铁杀山皇家老仙 道法高悬 不知有何事 竟需要我们家 悬亮老仙避住 哈哈哈哈 虽说我等为普罗大众 勤修道行 奈何树叶有专攻 我等却不精通 调理地马身体的道法 是已才需 请动悬亮老仙家出手 后来 皇三太爷还告诉我 说按照朵朵 现在的康复速度 至少还需要三年时间 在立堂宰的时候 仙家逐个串翘 才不会伤害到他的身体 可是这一堂仙家 急着出头录日修行功德 所以才想请我们家白悬亮 来给朵朵调理一下身体 虽然他这么说 可是我心里却明白 这件事 一定跟我那十四个月的期限有关 既然那个假的 我跟我说过 我还剩下十四个月的阳寿 那也就是说 十四个月以后 也就到了四大鬼王 带着我们这些人间的玄门中人 去收拾那个地府祸患的时候 三年时间 朵朵能等得起 可是仙家等不起啊 他们这是想要让朵朵提前出马 到时候去地府打仗 这些仙家 也就都能出得上力了 很多事心里明白就好 不需要说出来 再说了 我也希望朵朵能够快速好起来 今天正好赶上这件事 莫不如顺水推舟 也算是卖给黄三太爷一个人情 如果以后 朵朵做了什么无伤大雅的措施 我也能把这件事拿出来 请黄三太爷 对朵朵的惩罚轻一些 一念至此 我就说道 三太爷 萨满马家同气连之 本是一家 又何须一个求字 宁老仙家知会医生也就是了 其实啊 上次在朵朵家 白玄亮已经帮朵朵治疗过身体了 可是那次白玄亮 只是遵从天道法则自然循环 在最大限度上 对朵朵的病进行了诊治 这次黄三太爷的意思 是要请白玄亮 稍微地逆天围一下 让朵朵的身体快速好转 虽然有些违背天道 可是一来 这边有黄天霸替白玄亮撑腰 二来 我们堂口的背后 还有胡三太爷力挺 三来治好朵朵 也是为了替地府去做事 所以 只要白玄亮不是特别的逆天围 只是让朵朵能够提前出马力堂 天庭还是不会太过追究白玄亮的 说干就干 但是动人家孩子的身体 我总得跟人家父母打个招呼 从屋里把张兰叫出来 跟他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张兰听说 朵朵的身体还能好得更快 自然是喜不自胜满口答应 他拿出手机 刚想把这件事告诉斯庆勋 这时 滴滴两声汽车鸣笛 斯庆勋办完了汽修店的事 也回来了 斯庆勋听说 我要再次请仙家来给朵朵调理身体 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问 说 黄三太爷镇守铁沙山 人家那么大的能耐 这种事他 直接跟胡三太爷 或者白玄亮说一下 不就完事了吗 为啥还要 来跟你吴虚东说 这就要说到 萨满出马仙的规矩了 所有东北马家的众位仙家 虽然是在一个体系中 可是却不在一个堂口 如果两个堂口之间的老仙 在一起聊聊天 探讨一下道法 这些自然不需要跟地马说 可是堂口跟堂口之间办事 是必须要经过地马的 前者是司对司 怎么这都可以 后者是公对公 如果不通过地马的话 拿东北的一句老话来形容 那不就是隔着锅台上炕了吗 说干就干 我马上去车里取出香炉 就点上了香 不多时 我们家胡天龙 黄三太奶 还有柳天娇带着白玄亮 就赶到了 众仙互相见礼 我也把黄天霸的意思 转述给了白玄亮 这时 白玄亮却面露难色 转身对黄天霸说道 黄三太爷 这件事对于玄亮来说 虽说不是很难 可是 说到这里 白玄亮指住了话语 伸手指了指天上 他这是也害怕天道的惩罚呀 这时 就听黄天霸朗声笑道 哈哈哈哈 这件事 我等自然早已考虑周全 说完 黄天霸回头说道 我四门府众位仙家 为吴门府白家老仙护法 只是这一句话 就看朵朵家的众位老仙 迅速做出了反应 他们在天空之上 马上四散开来 唯独那位铁砂山皇快跑 从空中落于地面 来到了朵朵身旁 转眼间 天空之上 所有四门府的仙家 全都化作了一块一块长方形的盾牌 随即 盾牌香蕉之声大作 五百多位仙家 化作的五百多块盾牌 迅速拼接在一起 一瞬间 那些盾牌形成的结界 如同穷龙巨顶一般 把四庆勋家的小院 给照了个严严实实 我跟白玄亮说了 请他帮助小朵朵 调理身体的事 可是 白玄亮也害怕受到天庭的惩罚 于是 朵朵堂口的五百多位老仙 除了黄块跑之外 其他的全都变化成 一块块类似于盾牌模样的东西 随即 那些盾牌迅速拼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穷顶 把四庆勋家的小院 罩在了下面 事已至此 就看白玄亮 朝着半空之中一抱拳 既然如此 玄亮就斗胆失围 还着小花蓉 一副健康体魄 就听半空中 黄三太爷的声音传了下来 玄亮老仙家高义 斯门府记下了 我们马上把朵朵带回了屋里 在朵朵回他自己房间的时候 我也想跟进去 可是白玄亮却说道 徐东 你还是安心在客厅进后加音吧 没办法 我跟斯庆勋两口子 只好全都留在了客厅 眼看着小朵朵 把白玄亮和黄块跑 带进了自己的房间 又关上了门 这时 保姆把沏好的茶水端了上来 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们都在惦记着朵朵的情况 哪有心情喝茶啊 等待的时间 总是特别的漫长 此刻 墙上十钟秒针的滴答声 好像都比平时慢了很多 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我和斯庆勋 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张岚也是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在客厅来回躲着布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们终于熬过了半个小时 可是小朵朵的房间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啊 就在这时 朵朵痛苦的叫声 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一直以来 朵朵都特别懂事 如果不是实在忍受不住的话 为了不让他爸爸妈妈 还有我担心 他是一定不会这样大叫的 朵朵这一声叫喊之后 地上正在躲步的张岚 也跟着一个机灵 我的心里也是一紧 再看斯庆勋 叼着烟的嘴唇 都在不停地颤抖着 啊 朵朵又是一声痛苦的叫喊 张岚整个人都 瘫坐在了地上 斯庆勋马上上去 把他扶到了沙发上 媳妇 别担心 朵朵一定会没事的 白家老仙 一定能把朵朵给调理得更好的 虽然他在安慰着张岚 可是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毕竟这种事 白悬亮也不是经常做 所以 我的心里也没底儿 终于 又过了十几分钟 朵朵房间的门终于打开了 就看朵朵从里面直接就跑了出来 没错 就是跑了出来 虽然他跑得很慢 但是他毕竟也算是跑啊 上次经过白悬亮的治疗 他也只是扔了拐杖能走而已 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跑起来过 再看他身后的白悬亮和黄快跑 也都露出了轻松且欣慰的笑容 张岚第一时间就上去抱住了自己的女儿 朵朵 朵朵 好宝贝 你受苦了 好闺女 小朵朵一边给妈妈擦眼泪 一边说道 妈妈不哭 朵朵很好 妈妈不哭 朵朵很坚强 哇 说着说着 他自己却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把两只小胳膊伸向了我这边 我急忙走上去 抓住了他的两只小手 朵朵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你的腿感觉比以前好了多少 师父 朵朵的腿好了很多 可是 可是 啊 朵朵 可是什么 你快说 可是什么啊 可是 可是黄快跑姐姐 就为我献出了一百年的道行 我 朵朵的腿 能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居然是用黄快跑一百年道行换来的 以前白玄亮给人治病 要么就是 谁都可以从旁观看 要么就是 谁都不可以看 我说怎么这次却独独把 黄快跑带进了屋里 连我都没让进去 原因竟然是这个 粗看之下 黄快跑也是有几千年道行的老仙了 一百年对他来说 好像不算什么 可是仔细想想 一百年的修行 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间 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再往深了琢磨 朵朵的病根出在腿上 而黄快跑 作为萨满马家首席大豹马 最拿得出手的 也是腿上的功夫 有他相助 又有白玄亮的回天之术 小朵朵的病能好得这么快 也就很好理解了 我给黄快跑居了一躬 多谢黄家老仙鼎力相助 日后我定会把朵朵 培养成一名优秀的萨满传人 黄快跑微微一笑 无妨无妨 当初这孩子嘴太碎 该说的不该说的 什么都说 那时候就是我给他打的栽痕 如今我舍出一百年道横 也算是因果循环 虽然黄快跑这么说 可是我却知道 一直以来 朵朵和他的关系 就像我和小八姐一样 我想 如果当初不是他给朵朵打的栽 在朵朵需要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伸出援手的 这时 司庆勋夫妇就来给我鞠躬感谢 我急忙给他们指出了 白玄亮和黄快跑的位置 大哥 嫂子 我并没有做什么 都是我们家白玄亮老仙 还有铁沙山的黄快跑仙家的功劳 来来来 白家老仙在这 黄家老仙在哪 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 这两口子 分别给白玄亮和黄快跑磕了头 表示了感谢 我就问道 玄亮老仙 朵朵的身体状况 还要多久可以出马力堂啊 白玄亮略意沉音说道 旭东啊 这小花蓉大病出狱 目前来说 还不算痊愈 多给他整几只三年以上的老母鸡 用你从东北带来的老山生熬汤 给他好好补补吧 大概三五个月以后 他就可以带着仙家四海扬名了 呃 玄亮老仙 这么补会不会 我的话刚说到一半 白玄亮就继续说道 哈哈 不会的 这小花蓉 经过那些年病痛的折磨 身体已经几乎被掏空了 我在他体内留了一根金针 你们放手去给他滋补就是了 一旦有什么问题 我马上就会知道 到时候 我再来对他的身体进行调理 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 我们重新回到院子里 直到这时 那五百多位仙家 才撤去了 由他们的身体搭建而成的结界法阵 思庆勋一家 又给众位仙家磕了头 虔诚地感谢了一番 送走了众位仙家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 思庆勋分别给他大哥和三弟打了电话 把这个好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了他们 思庆功和思庆臣挂了电话 也马上赶了过来 看到朵朵的状态 自然是喜不自胜 这些就不细说了 接下来 我又在朵朵家住了十几天 这十几天的时间 我都陪着小朵朵 也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 关于出马弟子的经验 规矩 以及一些心得体会 全都传授给了小朵朵 要说这拥有两世记忆的人 脑子就是聪明 不管什么事 只要我跟他一说 他都马上就能融会贯通 并且举意反三 这天刚吃过早饭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 是一串陌生号码 我们这一行 接到陌生来电都是常识 我马上就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 哪位 这天刚吃完早饭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一串陌生号码 可是干我们这行的 总是会接到陌生的电话 我也没想太多 就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 哪位 师傅 我是绍衡啊 呃 绍衡啊 冷不丁听到这个名字 我还没想起来 这个人是谁 可能是长期以来 受到梁叔和赵斌的熏陶 我还是假装很熟悉一般 热情地打招呼 接下来 他又说了一句话 我马上就想起了这个人 他说道 师傅 我想好了 我不等我爸了 我想请您给我立堂出马 我多修功德 多做善事 也算是帮助我爸积累福报 故事讲到这 各位读者朋友 可能也不记得他了吧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人 全名柴绍衡 家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山城镇 其实他的仙家缘分也挺重的 他几年前就应该出马力堂子了 只不过这小伙子 对他爸爸感情太深了 他爸爸横死之后 他一直在等着他爸爸修行出道横 好给他做卑王教主 当初他去找我的时候 由于我怀疑他爸爸的死跟他有关 就先把他打发走了 他走了以后 我还特意请仙家帮着探查了一下 结果他爸爸的死 跟他真的没关系 可是后来 他也一直没有来找我 慢慢的 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几年时间过去 直到今天 他才联系我 这下宁记起来 他是哪位了吧 说起来这件事也怪我 当时他从我家走了以后 我忙了一些别的事 之后又在长春五马路妇产医院旁边 遇到了缠着费达元夫妇的两个英灵 再后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就把他给忘了 如果我当时没有忘记这件事 我一定要找到他 劝诫他一番 的确 他因为自身 有仙家缘分的原因 后来又赶上他爸爸横死 他等着他爸爸给他做卑王教主 也能体现他的一份孝心 这件事从理论上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只看理论 不看实际情况 那就不对了 一个心死的鬼魂 想要在短时间内 修成一个合格的卑王教主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除非他这一个家族 网上数个几十半 都没有横死之人 早妖之人 只有他爸爸一个能上堂口的鬼仙 那这个卑王教主就非他爸爸莫属了 可是一个堂口 只有一个鬼仙 那不成了光杆私令了吗 就算是堂口立起来 你又能办多大的事呢 说着说着 就有点扯远了 在电话里 又跟他聊了一会儿 我就挂了电话 在堂山也住了十几天了 于是跟司庆勋夫妇 还有小朵朵告别 我就准备回长春 在堂山的这段时间 每天从起床 一直到晚上睡觉 朵朵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也不知道这小丫头那小脑瓜里 咋总有那么多问题 总是缠着我问这问那的 不过小丫头非常可爱 我也喜欢被她缠着 给她讲讲这个 讲讲那个 可是这样一来 有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没有时间仔细考虑了 直到出了堂山 没了小丫头在身边 我也亲近了很多 这时我才开始考虑 怎么再去找一下 那个要投胎到赵斌家的 假吴旭东呢 多年以后 他要真的长成我这个模样 那我特么 怎么跟赵斌解释啊 可能是自己独处 又赶上清晨头脑清醒 突然 我脑中灵光一闪 我不禁猛地一拍脑门 吴旭东啊吴旭东 你咋这么笨呢 放着现成的 能给你解答这个问题的人 你不问 还自己在这瞎琢磨啥呀 马上靠边停车 我就掏出了手机 随即就拨通了 私庆勋家的座机电话 电话是张兰接的 旭东老爹 你这刚出门 还不到一个小时 这是落下啥东西了 没有没有 嫂子 你把电话给朵朵呗 我有点事 要交代她一下 好的 你等一下 朵朵 你师父电话 几秒钟以后 朵朵的声音传了过来 师父 朵朵 师父有个问题 要问你一下 好的师父 只要朵朵知道的 全都告诉师父 我问道 朵朵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一世长的是什么样子 记得啊 那时候朵朵都九岁了 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你上一世 跟这一世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啊 他停顿了一下 似乎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 可是几秒钟之后 还是说道 师父 朵朵现在的样子 你也看到了 你看朵朵 长得是不是特别像妈妈 朵朵现在是鹅蛋脸 上一辈 呃 以前是小圆脸 鹅蛋脸和小圆脸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且眼睛 鼻子 小嘴嘴 都不太一样啊 师父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这时 张岚在一旁的声音 隐约传了过来 朵朵 你什么时候长过小圆脸啊 咱们小朵朵 不是一直都是鹅蛋脸吗 朵朵哥哥一笑 应付他妈妈 可可哥 妈妈 我在跟师父研究面相呢 可可哥 又简单地聊了几句 挂了电话 重新开车上路 这下 我悬着的这颗心 总算是放下了 赵朵朵这么说 那个假的吴旭东 下辈子也不会长成我这样了 那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心里没了负担 顿感全身轻松 此情此景 我想起了一句 唐代梦娇的诗句 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不由的脚下油门 就踩了下去 就在这时 小八姐突然出现在了 副驾驶的位置上 开这么快的车 你不要命了 我急忙缓了缓油门 嘿嘿 小八姐 我这不是想快点回家吗 哪知我说完之后 小八姐却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眼神直直地盯着我 小八姐 你这么看我干干 干啥呀 你这么看我 我我心里发毛 小八姐这才把脸一成说道 哼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心里那点小九九 还想瞒得过我 是不是地府那两个小鬼 找过你了 小八姐把脸一成说道 哼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心里那点小九九 我还能不知道 地府那两个小鬼 是不是来找过你了 我早就知道 这件事瞒不过小八姐 毕竟那个假的 我来的时候曾经说过 他们来之前 小八姐曾经找他们谈过一次 想来 他们也是得到了小八姐的受益 所以才来找我的 以我和小八姐的关系 我也用不着在他面前 揣着明白装糊涂 于是嘿嘿笑道 嘿嘿嘿 小八姐 你都知道了 我是不是真的 只剩下十四个月的阳寿了 见我如此诚恳 小八姐反倒不知道怎么责怪我了 表情也变得和缓了许多 旭东 胡三太也有交代 对于十四个月的事 我不能跟你说的太多 一切还得看你自己怎么去走以后的路 小八姐的脾气 我是知道的 她不想说的事情 哪怕我再怎么求她 她还是不会多说一个字 好在一路上有小八姐陪着 我也算是没有那么无聊 晚上八点多 我回到了长春 先到浴池洗了个澡 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这才回家 跟梁叔还有爸妈和玉华打了个招呼 给老仙上了供养箱 玉华把饭给我热了一下 简单地吃了晚饭 我就出门来到了赵斌家楼下 这十几天时间 也不知道老赵恢复得怎么样了 刚一进屋 就看到小蕾在陪着小叶子 同时还有两个陌生的大姐 这俩大姐 其中一个在厨房洗碗 另一个在收拾卫生 小蕾跟我打过招呼以后 我答应一声 就问赵斌 老赵 你家这是啥情况 这俩大姐是 来来来 老欧啊 先坐下 赵斌一边说着 一边给我倒了一杯茶 接下来 话匣子也打开了 原来 赵斌的爸妈 看他一直也没有孩子 老两口就合计 赚再多的钱 有啥用啊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于是就琢磨着 想要把酒台的买卖 转手出队给别人 自己拿着钱来长春养老 可就在那个时候 小叶子就怀孕了 于是急匆匆的来长春 看望了小叶子 住了不到三天 又干劲十足地回酒台 经营自己的买卖去了 拿老两口的话说 不管以后小叶子生的是闺女 还是小子 那都是他们老赵家的后代 他们要趁着自己 还能扑腾几年 要多给孩子攒点家底 老两口临走前 还特意托长春的朋友 给找了两个 知根知底的保姆 来照顾小叶子的饮食起居 这俩保姆 自然就是 我看到的这两位大姐了 除此之外 咱们的小外甥女莫小蕾 只要一有时间 也会来赵斌家 陪着她师母 现在小叶子 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俨然比大熊猫还真贵 我心中暗想 嘿嘿 地府那小管 还真会挑 赵斌自己的家底 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加上老两口给赚钱 又有我的这层关系 这简直就是含着金钥匙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 又想起给柴少恒出马的事 我就问道 老赵 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这两天 有一场出马的法事 你能不能给我来一回帮兵啊 赵斌马上一攥拳头 胳膊一弯 宫二头鸡 就像一个小馒头似的鼓了起来 嘿嘿 小意思 又跟赵斌唠了一会儿磕 我和小蕾都起身各自回家 到家以后 就给柴少恒打了电话 告诉他 明天去给他立堂子 第二天下午 我就跟赵斌来到了梅河口的山城镇 七拐八拐 给柴少恒打了好几个电话 才找到他家 要说柴少恒这小伙子 还真是挺能扛的 这小子之前的执念 就是想让他爸给他做碑王教主 所以 早该出马的他 却一直迟迟没有立堂子 这样一来 堂口的老仙 为了出头陆日四海扬名 那肯定是不干啊 这几年时间里 已经把他磨得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了 到了晚上 我和赵斌就开始给他做出玛丽堂的法事 关于出玛丽堂的法事 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总之 仙家落座报号 拜了七星 又开了马半 断了马索 也就完事了 胡三太爷罚我舍员十四个月 我的香火钱 自然是不能收的 可是赵斌那可不是舍员啊 最后 看柴少恒身体不好 又感念他的一片孝心 赵斌只收了他五百块钱的香火钱 梅河口到长春本来就没多远 当晚在梅河口吃了夜宵 我们就连夜回了长春 自此以后 我给任何香客看事 也就不再收取香火钱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到了这时 长春市里的浴池 已经不让用烧煤的锅炉了 忙了好几天 终于把我家浴池的锅炉 换成了环保锅炉 还有 这两个月时间里 也帮助香客解决了一些事情 可都是一些小事 无非就是送送没脸子的 或者立个保家仙什么的 这些就不细说了 这天 玉华告诉我 说昨天她去给梁叔收拾屋子 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梁叔内屋都已经有味了 玉华让我把梁叔带到浴池 好好洗个澡 她在家里 也把梁叔内屋好好打扫一下 玉华一说我才想起来 我这段时间一忙起来 居然把带梁叔洗澡这件事 给忘到脑后了 正常情况下 夏天的时候 我一周会把梁叔带到浴池 洗两三次澡 冬天冷了以后 基本上也就是一周洗一次澡了 马上我就来到了 隔壁梁叔的小院 刚一进屋 就看见小老头 正在跟一个人 用电脑视频聊天 我凑近一看 哎呀 我去 这不是梁叔的那个小师叔 青瓷小师兄吗 我急忙上去打招呼 嗨 青瓷师兄 十几年不见 你这风采更甚往昔啊 青瓷一看见我 也马上回到 原来是旭东啊 福生无量天尊 一边说着 青瓷在那边 还给我行了一个和掌礼 青瓷继续说道 旭东 频道替正一组停 感谢道友对我失职的照顾 我急忙回应 青瓷师兄 梁叔为人和善 跟我又破为投缘 这么多年以来 若不是他老人家 在我人生的诸多紧要关头 为我点上一盏明灯 又何来我吴旭东的今天啊 与其说是我照顾他 倒不如 说是上天派给我一位 免费的人生导师 指引我这一路上 不会迷失方向啊 接下来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 青瓷就说道 旭东 我送给你的那块令牌还在吧 在梁叔家 我看到了正在跟梁叔视频聊天的 青瓷师兄 我们客气一番之后 青瓷就问道 旭东 我送你的那块令牌还在吧 我急忙说道 在呀在呀 一直都在呢 青瓷师兄送我的法器 我自然要这儿种之啊 青瓷就说道 那就好啊 旭东 你现在把那块令牌交给我失职 让他给你做一年的加持 一年以后 他再还给你 你就可以拥有一件无上法器了 我急忙答应道 好的好的 一会儿挂了视频 我就把那块令牌 给梁叔拿过来 又聊了一会儿 挂了视频之后 我兴冲冲地跑回家 取出了那块令牌 给梁叔送了过来 梁叔把那块令牌放好 我才带着他去浴池洗澡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块令牌了 当初 有一个叫贾四周的 想要在山东 借助泰山神力复活他的妻子 后来被梁叔和青瓷 还有师父和赵斌 以及我和马书涵 一起合力给收拾了 自那以后 梁叔和青瓷就离开了保定 可是青瓷在临走之前 却送给我一块令牌 称之为五雷号令 青瓷让我把那块五雷号令 用红布包起来 每晚睡觉的时候 除了夫妻刑防之时 其他时间都要放在枕头底下 我也一直都记着他的嘱咐 始终好好的 养着那块五雷号令 下面是那块令牌 正面 反面 青瓷当时把这块令牌 送给我的时候 只说是一个小玩意 却没说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还好我这人 也算是看重朋友意见 如果我不珍惜朋友情谊的话 当时把那块令牌 只是随手一放 到现在 我还去哪里找他 另外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 以前有人问过我 说你管老梁叫梁叔 那他的师叔 不就是你爷爷辈的吗 你为什么还要管青瓷叫师兄呢 这里说一下 我对青瓷的这个称呼 只是尊称 跟辈分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生师兄 跟我们在寺庙 称呼僧人为师父是一样的 对于道教来说 无论是正一还是全真 也无论是道士或者昆道 女道士 我们普通人 都可以尊称其道长或者师兄 特别是对于昆道而言 很多不明白的人 看见昆道就习惯性地 跟着一些不严谨的电影电视剧学习 管人家叫道姑 这对于昆道而言 是一种很不尊敬的行为 所以我们以后 无论是遇到道士 还是昆道 还是尊称道长或者师兄 这才是正理 开车带着梁叔去洗澡 一路上我就在想 胡三太爷罚我舍员14个月 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那也就是说 还剩下一年的时间 现在 亲辞又让我把那块五雷号令 交给梁叔 让梁叔替我加持一年的时间 这两件事的时间 都是一年 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难道说一年以后 就是胡三太爷 还有苏玉红 带着我们去地府收拾 那个想要倒反天罡的 大人物的时候 如此说来 那梁叔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应该也不仅仅只是个巧合啊 这些问题 不管我怎么琢磨 都要等到一年以后 才能得到印证 索性我也就不想了 顺其自然吧 陪梁叔洗完了澡 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小老头在浴池喝完了茶水 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 小脸红扑扑的 这段时间 我琢磨着 一年以后 我是死 是活还不好说 既然地府那个假的我 跟我说我是天上派下来的 那么等到地府的事办完了 我是不是会被一道法令给调回去呢 如今的我也算是掰着指头数日子了 既然前路未知 我就更要珍惜当下 我要珍惜眼前跟亲人和朋友 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 这段时间 我恨不得把一年当成一辈子来过 终于有一天 玉华发现了我的不正常 老公 这段时间 你是咋了 以前你 虽然对我也很好 可是这段时间 你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说 你是不是在外边做了啥对不起我的事 爱马 我这媳妇 心思也太细腻了 她居然能想到那方面去 我也是费了好些口舌 才渐渐打消了她的疑虑 既然说到要珍惜当下 过好眼前 我奶奶还在农村老家呢 我自然要回去陪奶奶一段时间 这天 我带上爸爸 一起回了常陵老家 别看奶奶岁数大了 牙口却很好 就连鸡腿都能吃 这也算是我们小辈儿的福气 回到老家 当天中午 我和爸爸陪奶奶吃了一顿饭 下午又把自己家老房子收拾了一下 当晚就住在了自家老房子里 第二天一早 我和爸爸刚吃过早饭 要去老叔家陪奶奶唠坑 就在这时 我们家邻居李大爷 却找上了门 大家还记得 本书刚开始的时候 胡三太爷第一次出现 带着我给邻居家破验圣的是吧 就是那栋房子 现在的主人 已经换成了李大爷 李大爷原本就是我们村的人 只是年轻的时候 当兵去了外地 这么多年 李大爷也都一直在部队上 半年前退休以后 李大爷不愿意住国家 给他安排的军区大院 又思念故土 所以就回来把这处宅子买了下来 并且 把当年大地主黄殿员盖的房子 全都推倒了 重新盖了五间大瓦房 看见李大爷进了院子 我和爸爸都迎了出去 哎呦 李大爷早啊 快进屋快进屋 把李大爷请进屋 又给他倒了一杯水 点了一根烟 李大爷却没有喝水 只是抽了两口烟就说道 五小子 大爷听说你是出马的 你给大爷看看呗 李大爷 您这老当义壮 满面红光的 应该不会有啥事吧 李大爷叹了口气 哎 五小子 我这身体倒是没啥事 可是我那院 天天晚上有女人哭 我拿手电筒出去前后院找好几圈 也没找到啥东西 你说这是要是一回两回 也就那么的了 可是每天晚上都这么闹堂 大爷年纪大了 受不了啊 李大爷说完 抽了一口烟 继续说道 五小子 你说怪不怪 自从昨天你们爷俩回来以后 昨晚我那院就消停了 李大爷的话 马上提起了我的兴趣 按说当年那房子里的燕圣 都被胡三太爷给破了 古井里的烟魂刘小翠 也被黑白无常带走了 这个地方应该干净了 另外 李大爷还当了一辈子的军人 身上自带一股正气护持 怎么会招上不干净的东西呢 回到老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 我跟爸爸刚要出门去老书家 邻居李大爷就来了 李大爷说他那个院子 一到晚上就会有女人的哭声 可是他出去找又找不到人 还说昨晚我和爸爸回来之后 他那小院终于消停了一晚上 听了李大爷的话 我很是不解 按理说 那个院子李燕胜 当年都已经被胡三太爷给禁术破掉了 并且李大爷也把原来的老房子 推倒重建了 另外 古井里那个女鬼 也被黑妈妈的百人院给进化 并且被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这样一来 那个院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难道是李大爷盖房子的时候 又得罪了木匠 被哪位老木匠又给他下了燕胜 要是那样的话 那这个院子的风水 可就有大问题了 可是又一想 梁叔来过我老家很多次 如果隔壁院子的风水真的有问题的话 梁叔无论如何也会告诉我啊 那院子跟我家只有一墙之隔 一旦那个院子出了问题 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我家 梁叔不可能眼看去不管啊 另外 李大爷还特别强调 说我和我爸爸回来之后 他家昨晚就消停了 我想这应该是我身边护法和护身抱马起的作用 于是我就问道 李大爷 你那院重新盖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特别是跟木匠有关的事 听我这么一说 爸爸的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显然 他也联想到了当年给那个院子破烟盛的事 就看李大爷抽了两口烟 仔细地回忆了几秒钟 这才说到 吴小子 我那院重新盖房子的时候 也没发生过啥不愉快的事 当时我没时间回来 所有的活都是大包给施工队的 我只管掏钱 然后提楼调肘上炕 既然李大爷这么说 那也就不可能跟艳圣扯上关系了 于是 我就点上了香 本来以为李大爷家的事应该也不大 不过就是烟魂作祟而已 我也没有太当回事 只是点了请动胡黄肠老仙的三根香 哪知我的香刚一点着 还没有插在香炉里 屋外就响起了风声 与此同时 我也感应到了自家老仙那强大的气息 我急忙把手中的香插在香炉里 就透过窗户向院子里望去 好家伙 胡天龙带着几位胡家老仙和小如意 黄三太奶带着几位皇家的小辈仙家 柳天娇和几位长蟒蛇大将 我们家清风教主 还带来了几位地府仙和二百多英兵 这一下来了这么多老仙 看来李大爷这事还挺麻烦 就在这时 远处又有风声响起 我往院子外边一看 一黑一白两个身影 奔着我家的方向 正飞速飘过来 嘿 这不是老谢和老饭吗 李大爷家这点事 居然把这两位都惊动了 顾不上跟爸爸和李大爷解释 我急忙出门相迎 我刚出屋门 就看见柳天娇朝李大爷那处院子看了一眼 随即便腾空飞起 与此同时 他的耐杆大枪也出现在手中 紧接着 柳天娇就以枪为比 在李大爷和我们家院子的周围 画了一个好大一个圈 柳天娇这一整套动作型 也就是十几秒钟 堪称行云流水 一蹴而就 这时 就看胡天龙身旁的胡家老太姑 轻轻一挥手 三尺黄陵出手 眨眼间 就把我们两家的院子 给笼罩了起来 此时 谢彼安范吴旧 也进了院子 我紧走几步 谢爷爷范爷爷 别来无恙啊 谢彼安只是简单地跟我客气了一下 就对着我家众仙说道 麻烦吴门府老仙了 后土娘娘特命我们 谢过吴门府仙家 说完 还对胡天龙 黄三太奶 以及柳天娇拱了拱手 这时 就听胡天龙说道 谢兄弟 后土娘娘 可还有别的交代 谢彼安说道 天龙老仙家 莫及莫及 有有有 一边说着 一边从袖口 抽出一块卷起来的黄色丝绸卷布 双手拖着 就给胡天龙递了过去 胡天龙接过去展开看了几眼 脸就是一尘 嗯 齐大人这么心急吗 胡天龙的这句话 像是在询问谢彼安 又像是自言自语 谢彼安没有回答 这时 就听柳天娇说道 长金龙 长金凤 前去捉拿那地府叛逃的烟魂 长金龙 长金凤 齐声应道 得令 这两位长家老仙 在宝钉大战小黑龙的时候 手中的武器也是长枪 这次却什么武器都没有带 就这么直接飞进了李大爷家的后院 这是我眼角的余光 就看到屋里的爸爸和李大爷走了出来 担心一会儿会有邪魔伤着他们 本想挡一下门 让他们就在屋里 可是看到院子里这么多老仙 料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也就任由他们来到了院子里 李大爷问道 五小子 你这是 这是在跟神仙说话吗 是啊 李大爷 李大爷 老爸 你们俩往这边站 一边说着 我就把爸爸和李大爷 推到了胡天龙的身边 虽然他们看不到这些仙家 但是有胡天龙在这 他们的安全问题也就用不着 我担心了 这时就看长金龙 长金凤 压着一个清风 来到了我们家几位教主 和黑白无常跟前 长金凤说道 金龙 金凤奉命将刘桂香擒货 请几位教主发落 柳天娇说道 将刘桂香交给两位无常神使就好了 范吾就花棱棱一斗手中锁链 上来就要锁住那个叫做刘桂香的烟魂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一道声音传来 范兄弟且慢 我抬头一看 居然是我们家胡三太爷 只见胡三太爷稳稳落在地面上 这才对着那个烟魂说道 刘桂香 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若能把剩下的那一百零七名音数 咻 长的名字和去处 全都交代出来 我胡天山可以保你一个好去处 此时的我 心中似乎有几百个问号 在盘旋交错 这烟魂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滞留在李大爷家里 到底意欲何为 一个小小的烟魂 又怎么能惊动胡三太爷清零 刚刚胡天龙口中 说的那个齐大人又是谁 只是抓一个小烟魂而已 为什么需要柳天交胡云花 同时出手布置结界 他们防着的又是谁呢 胡三太爷一道 就冲着那个叫做 刘桂香的烟魂说道 刘桂香 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若能把剩下的那一百零七名 音数长的名字和去处 全都交代出来 我胡天山可以保你一个好前程 胡三太爷这么一说 就看刘桂香那暗淡的眼神之中 突然闪过一抹光亮 随即他又看了看李大爷 之后眉头就猝了起来 似乎是在权衡着什么 只是几秒钟之后 他脸上的表情 就从平静到纠结 又从纠结到抓狂 最后又变成了恐惧 然后又把目光落在了李大爷的脸上 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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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胡三太爷说道 刘桂香 我知你是惧怕齐大人 你且放宽心 我胡天山说会保你一个好前程 自然不会让你有什么闪失 只要你毫无保留地 交代其余的107名 因数长的姓名和去处 你的安全问题 我无门府可以打包票 就连胡三太爷都这么说了 我想 此时换了是谁 都会安全感满满吧 可是那刘桂香却说道 哼 胡三太爷威名远播 自是道法通玄 可是 就凭你和你们无门府这几百个小仙 又怎么敌得过其大人 嘿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胡三太爷在我的心目中 那可是天下第一的存在 我们家长堂大教主 怎么能容你一个小小的烟魂 如此奚落 我正在心中琢磨措辞 想着怎么去回对他几句的时候 就听见院门外有关车门的声音 回头一看 一辆长春的出租车正在远去 同时 穿着一身道袍的梁叔走了进来 看见梁叔 我和爸爸同时迎了上去 爸爸说道 梁老哥 你要来咋不提前说啊 你要是提前说了 昨天我们就一起回来了 梁叔只是微笑着 对我爸爸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我扶着梁叔走进院子 经过刘桂香跟前的时候 梁叔停了下来 虽说梁叔年纪大了 可是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 就看梁叔盯着刘桂香说道 一个无门府保不了你 再加上龙虎山够不够呀 梁叔话音刚落 天空中又响起了一个慈祥的声音 刘桂香 龙虎山加上天下出马仙 还有我九顶铁沙山 还保护不了你的周全吗 随着说话的声音 游远极近 黑妈妈也降下云头 稳稳地落在了我家院子里 小如意急忙上去 给黑妈妈行礼 此时的我 更是一头雾水 这烟魂究竟是什么来头 他一个小小鬼魂 不但惊动了胡三太爷 还惊动了黑妈妈 就连梁叔 都为了他从长春期早赶了过来 可是 眼下这个时候 也不是我问他们的时候 只能静观其变 等着心中的谜团慢慢解开 这时 再看那烟魂刘桂香 又看了看李大爷 这才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看今天这架势 如果我不说 定然是捞不到啥天头 如果我说了 最起码还要你们保护我 既然如此 我就把那107名音数长的名单和去处 都告诉你们 麻烦得到解决 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心里也是一松 可是 刘桂香接下来却说道 在我给你们名单之前 我还有一个要求 黑妈妈说道 你且先说说看 刘桂香又看了看李大爷 这才一直李大爷说道 我要跟他做业的夫妻 乐乐我这个心愿 剩下的事 全听你们安排 他的话音刚落 胡三太爷就说道 生死忙忙 人鬼殊途 此等无理要求 绝无可能 胡三太爷说的斩钉截铁 一点余地都不留 刘桂香也是个硬气的烟魂 不行就不行 那你们把我抓回去吧 就算是把我打得魂飞魄散 你们也休想得到想要的东西 哼 这 一时间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僵住了 对于这样又臭又硬的主 心地善良的仙家 也没了对策 要说这人老金马老华 就看梁叔眼珠一转 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有馊主意了 梁叔从小就行走江湖 他年轻的时候 全身上下 少说也有八百个新年子 更何况现在了 就看梁叔往前凑了两步 拿眼神瞟了一下李大爷 这才说道 哎 看来啊 这好良言 还是难劝该死鬼啊 既然你不肯说 我就只好动一动他了 梁叔口中的他 指的自然是李大爷 梁叔这句话 虽然说得轻描淡写 可是听在刘桂香耳朵里 却是危机四伏杀鸡引线 就看刘桂香一哆嗦 眼睛瞪得老大 不不 不会的 你你你 你们都是好人 好人不可能伤害好人的 梁叔说道 是啊 我们都是好人 可是在面临两难抉择的时候 用一个好人 换全天下的好人 你说这买卖是不是很赚啊 嘿嘿 不知道刘桂香是气愤还是恐惧 说话的声音都开始哆嗦了 你 你 你伤害好人 就不怕遭报应吗 梁叔又是一阵阴寒的冷笑 嘿嘿嘿嘿 平道我幼年出家从道 早已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何惧因果夜报 要不是跟梁叔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知道他的为人的话 恐怕此时我已经把他当成天下第一邪恶的奸贼了 哼 这糟老头子 坏得很 这时 刘桂香的要求没有被满足 又受了细经梁叔的一通恐吓 早已经整只鬼都瘫坐在了地上 全身不停地颤抖 世间之事 有白脸 自然就要有红脸 这时 就看我们家黄三太奶 上前几步说道 刘桂香 虽然我们不能答应你的无理要求 但是老仙 我可以帮她通一下眼翘和耳翘 可以给你们两个一炷香的时间 让你把生前没有说完的话 全都说完 也算是让你不留遗憾 听了黄三太奶的话 那刘桂香眼睛就是一亮 只说了一个好字 随即左手一挥 她的面前就摊开一张 鸡米长的黄圈长圈 右手伸出来的时候 手中已经多了一个毛笔 紧接着 刷刷点点就写了起来 五六分钟之后 书写完毕 她将手一挥 那一卷黄圈长圈 就飞向了胡三太爷 胡三太爷接在手里看了几眼 对黄三太奶点了点头 就看黄三太奶 举起了手中的拐杖 虚空之中 那拐杖头就射出一道金光 奔着李大爷 眉间应堂学的位置 积设而去 黄三太奶答应刘桂香 会帮她给李大爷 通一下眼翘和耳翘 刘桂香这才答应 把名单交出来 看见刘桂香 开始书写仙家们 需要的那份名单 我也对李大爷说道 李大爷 一会儿我们家老仙 要帮您短暂地 开启一下天眼 等一会儿 您会看到 一个叫刘桂香的烟魂 听我说出了 刘桂香的名字 李大爷的眼睛 一瞬间就瞪得老大 同时 他握着我的手 也开始剧烈地哆嗦起来 两行浑浊的眼泪 也在一瞬间夺框而出 嘴里不住地轻轻呢喃 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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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桂香啊 虽然早有预感 李大爷和刘桂香 应该是认识的 可是 看了李大爷的表现 我才知道 他们两个当年 一定有一段 跌宕起伏的故事 这时 刘桂香也快要 把那份名单写完了 我急忙跑进屋里 拿了一根香 再次回到院子里 就看见刘桂香 把写好的名单 交给了胡三太爷 胡三太爷看了 几眼那份名单 便对黄三太奶 点了点头 黄三太爷 也马上给李大爷 通了眼窍和耳窍 我把香点着之后 并没有插在一旁的土里 而是继续握在手上 正统萨满仙家 向来都是说话算话的 黄三太奶 说给刘桂香 一炷香的时间 那就绝对不会中途变卦 同样 在这一炷香烧完的时候 也绝对不可能多给他们 哪怕是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想 这根香如果插在土里的话 那插在土里的那部分 也就浪费了 所以我把这根香 拿在我手里的话 它就能一直烧到香根 也能给刘桂香和李大爷 多争取一点时间 这也算是我耍的一点小聪明码 黄三太奶 看我还把那根香拿在手里 只是扫了我一眼 似乎也看出了我的想法 只是笑笑 并没有说什么 就在黄三太奶 给李大爷打通了眼翘耳翘的一瞬间 刘桂香飞身就来到了李大爷面前 大明哥 刘桂香气腕绵长的一声呼喊 让人听了 无不为之动容 李大爷本能地想要上去 抓住刘桂香的手 可他是实实在在地活人 那刘桂香只是一个烟魂 李大爷就抓了个空 李大爷望着抓空的双手 又抬头深情地望向刘桂香 桂香 你都走了43年07个月了 没想到我还能再看到你啊 桂香 桂香 呜呜 李大爷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刘桂香也开口说话了 与其中略带少许的埋怨 更多的则是心疼和思念 大明哥 你咋这么傻啊 我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 你咋就不知道 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啊 在我出生之前 李大爷就离开了老家 我们两个虽然都是这个村子的人 可是却没有见过几次 所以 我也是直到这时 才知道了 李大爷的本名 叫做李大明 李大爷和刘桂香的故事 还要追溯到50多年前 那时候 李大爷和刘桂香 都是我们村的人 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早年间东北的农村 每家每户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 可是刘桂香只因为是个女孩 只上了五年小学 就辍学回来帮家里务农了 可是李大爷 却一直念到了中学毕业 等到李大爷毕业以后 他们俩也就私定了终身 再后来 这件事却同时遭到了两家人的反对 刘桂香父母嫌弃李大明家里穷 李大明的父母则嫌弃李大明没文化 配不上自家儿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 正好赶上了一次征兵 老李家就把李大明送到了部队上 虽然两家父母极力反对这门轻视 可是这一对少男少女 还是偷偷地在李大明一个同学的帮助下 一直传书递紧红艳传情 可就在半年以后 这件事就被李大明的父母知道了 于是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找到了刘桂香家里 当着好多看热闹的邻居的面 把刘桂香全家给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刘桂香虽说平时大大咧咧的 可毕竟还是个女孩子 哪能受得了这个 当天晚上就找了一颗歪脖子树上掉了 后来李大明在部队上 一直都接不到刘桂香的书信 还以为刘桂香是变了心找了婆家 伤心难过了几个月之后 也慢慢地把这件事放下了 两年以后 李大明可以回家探亲了 回到家 他才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李大明去刘桂香的坟前 烧了好多纸钱 看着私人已逝 又想到这件事是自己父母做的不对 当时就在刘桂香坟前立下毒誓 终生不娶 就因为这件事 李大爷穷奇一生 都是孤身一人 看着李大爷和刘桂香 在那里互诉忠肠 突然间 我的手上就是一疼 低头一看 原来是那根香 已经快要烧完了 我急忙强忍着香火灼烧的疼痛 把手又往那根香的根部移动了一下 这时 刘桂香也感觉到 他们两个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就说道 大明哥 听我的话 你以后还是找个老伴吧 有个人照顾你 你也能多享几年福 李大爷只是微笑着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终于 我手里的那根香燃到了尽头 黄三太奶也封了李大爷的眼翘和耳翘 黑妈妈这才说道 刘桂香 跟我走吧 日后我铁沙山自当护你周全 刘桂香分别给我和梁叔 以及我堂口的众位仙家 一一行礼 表示感谢 最后跟随黑妈妈去了九顶铁沙山 这时 就看谢碧安对着胡三太爷 微微躬身道 胡先尊 此件事了 我们兄弟也回去了 秦广王还在等着我们的消息 好去跟后土娘娘复命啊 胡三太爷抱拳回礼道 两位神使辛苦 还请两位神使 安排阴司之中 所有我东北马家堂口的 碑王教主 清风教主 前去长白山洋活动 商议紧急军情 老谢和老饭走了之后 我们家院子里 只剩下我堂口的本家仙家了 就听胡三太爷说道 无门府所有仙家 随本尊速回长白山 送走了黑妈妈 又送走了谢碧安和范无旧 胡三太爷就说道 无门府所有仲仙 随本尊前往长白山洋活动 说吧 所有仙家就都腾空而起 奔着东方飞去 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 我看了看 还呆立在院中的李大爷 马上说道 爸 你跟梁叔先回屋 我先把李大爷送回去 虽说是东西院的邻居 可是东北农村的院子都很大 走出我们家院子 再来到李大爷家 也要有将近二百米的距离 就是这短短的距离 李大爷居然有三次险些跌倒 看来这老爷子 今天受到的刺激 还真不小 把李大爷扶到炕上 给他倒了一杯水 又观察了一会儿 看李大爷情绪稳定了一些 我才回家 回来的一路上 我就在心里琢磨 现在李大爷的事 算是解决完了 可是众位仙家 还有刘桂香说的 那一百零七名 殷数长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听刘桂香话里的意思 这件事 应该是跟地府 那个大人物有关 他们称那位大人物 为齐大人 这齐大人又是谁呢 在地府中位高层管理者中 我也没听说过 有哪位是姓齐的 还有 刚才胡三太爷 召集全天下 所有在地府的 卑王教主和清风教主 去长白山洋火洞开会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铁沙山 而去长白山呢 仙家们这么大的动作 难道是去地府出征的事情 要提前了吗 如果这件事要提前的话 此战凶险莫测 到时候 我还能不能活着 从地府回来呢 可是我的小说还没写完呢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我那本小说 不就烂尾了吗 如果小说烂尾 又不知道会有多少读者 在背地里骂我 特别是有一个叫棍哥的 还有一个叫活哥的 那俩小子那张嘴才读呢 都快赶上老赵了 我小说要是烂尾的话 他们两个指不定会怎么骂我呢 回到家 由于有老爸在跟前 这些问题 我也不能去问梁叔 好在我们跟梁叔 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 老爸也没把梁叔当外人 在家里陪梁叔喝了一会茶 他就去老叔家 陪我奶奶去了 看着老爸走出了院子 我搬了个小板凳 就坐到梁叔跟前 梁叔 说说呗 这一切到底是咋回事啊 梁叔眼睛都没抬 就说道 啥玩意咋回事啊 嘿 这给我急的呀 这时候他居然给我 卖上关子了 你这小老头 插根尾巴比猴儿都精 我说啥你会不知道 梁叔喝了一口茶 这才不紧不慢地 说了五个字 我不知道啊 哎呀 我去 这下 我更着急了 疼一下 我就站了起来 偏偏梁叔又是长辈 我还不能急眼力色地去说他 看我急得在地上直转圈 梁叔这才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不逗你了 你的生辰八字 我早就知道 昨晚起了一挂 算到你 会有今天的事 所以我就起了得大早赶了过来啊 哎呀 谁问你这个了 就你那本事 不用想我也知道你是为啥来的 我说的是 那107个英数长是咋回事 还有 仙家们说的 其大人是谁啊 这回 梁叔却什么也没说 而是回身从他的小背包里翻出了一张符纸 随即 他就把那张符纸给点着了 我不知道小老头要做什么 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里那张正在燃烧的符纸 几秒钟之后 扶纸燃尽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身后突然出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威压 电光石火之间 我的天眼再次开启 同时也转过了身 嗯 妈 您怎么来了 我看见苏玉红正站在我的身后 她的旁边还站着一位女神仙 那位女神仙 个头跟苏玉红差不多 只是她的穿着令我很是惊讶 她头戴亮银盔 身穿亮银甲 下身造罗袍 无风自动 脚上是一双水牛皮战靴 背后八杆护背棋 更是随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微微摆动 再往脸上看 鼻四锤胆口四屠珠 剑眉高挑 眉梢眼角 无不散发着鹦鹉之气 就听苏玉红说道 旭东啊 来来来 娘给你引荐一下 这位就是娘的师妹穆桂英 位居地府四大鬼王之一的东玉善德 寻游执法鬼王 啊 好家伙 慕名已久 今日终于得见本尊 我急忙跪下行李 您既然是我苏玉红娘亲的师妹 便是我吴旭东的姨娘 姨娘在上 请受旭东一拜 说吧 我就给慕桂英磕了个头 一番客气 这些就不细说了 直到这时 苏玉红也把她鬼王的身份 以及梵梨花的身份 全都亲口告诉了我 苏玉红还告诉我 这么多年以来 这位慕桂英鬼王 一直都守在梁树身边 只是她知道收敛气息 一直都没有被我发现 总之 就是一切的这些事情 都跟谢碧安当初说的那些对上了 说完了这些 慕桂英就说道 现在 齐大人已经知道 地府在防备她了 可是那位齐大人 自诩神通广大本领高强 也没把这件事 太往心里去 说到这里 我就问道 姨娘 那位齐大人 到底是地府的哪位神奇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苏玉红却把脸一沉 旭东 不该问的不要问 一旁的梁叔也说道 是啊 旭东 就连我现在都不知 那齐大人是哪位 有名地府的事 咱们活人还是少打听为妙 我劝你啊 以后也别关心这个问题了 离齐大人远一点 没准 咱们都能多活几年 梁叔的一番话 让我似有所悟 接下来 慕桂英又告诉我 说那齐大人 为了彰显自己的重要性 也为了给地府和杨坚悬门找麻烦 特意通过他的手段 放出了包括刘桂香在内 整整108个殷数掌 这些殷数掌 每人手底下 都有300个极其厉害的清风烟魂 齐大人命 这些鬼魂出来 扰乱人家秩序 这样的话 杨坚这些包括道家 马家 以及南方茅山等等等等的 学门中人和仙家 就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干扰他的大事了 胡三太爷和黑妈妈 一再地迁就刘桂香 就是为了得到 其余殷数掌的名单 只有得到了名单 才能精准打击 不然的话 108个殷数掌 再加上他们每人手下的 300清风烟魂 那可就是三万多个大麻烦啊 如果不知道名单和他们的去处 这要让杨坚的仙家们 找到何年何月啊 直到这时 我才知道现在的人间 面临着一场多么巨大的麻烦 听苏玉红和穆桂英 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才知道 如今的人间 正面临一场多么巨大的麻烦 好在胡三太爷 已经把所有殷数掌的名单 和去处 都掌握在手里了 如此一来 我泱泱滑下 有着那么多正统玄门的传承之人 又有那么多个门 各派的仙家护着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送走了苏玉红和穆桂英 回头我就死死地盯着梁书 好像要拼尽全力 看透他的内心 我心里想 好啊 你个小老头 咱们都十几年的交情了 你居然还有这么多事情瞒着我 看来要不是那齐大人 把麻烦惹得这么大 现在你都不能告诉我这些事啊 我这么盯着他 他却没有一点不自在的样子 反而盘膝坐定 像真心地胆了胆道 袍上的灰尘 这才说道 有话快说 有 没等他说完 我就抢着说道 梁书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择日不如撞日 索性你今天 就竹筒捣豆子 让我心里有个底儿呗 梁书看了看我 扮上 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说道 唉 想我沉凉到隐姓埋名一甲子 今日 就跟你说一说我这糟老头子的故事 啊 陈梁道 听了这个名字 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就开始在遥远的记忆里搜寻 终于 我想了起来 在十几年前 我和小迪刚到宝定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在小院安家不久 也是那时候 跟梁书也是刚认识不久 当时梁书 还每天出去给人算卦 那时候他每次出去 都会拿着一面卦番 卦番上写的 就是神算成 记得有一次 王秀之大姐还跟我说过 他曾经无意中看到过梁书的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名字 写的 就是陈梁道 当时我就知道 梁书并非姓梁 而是姓陈 只是后来 还是一直梁书梁书地这么叫着 久而久之 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慢慢地 大家都以为他姓梁 今天 梁书终于肯松口 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 我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啊 于是 我就给梁书恭恭敬敬地倒了一杯茶 双手递了上去 梁书 您先喝口水 好好润润嗓子 我洗耳恭听 梁书喝了一口茶水 继续说道 旭东啊 你梁书我 本是蚂蚁陈希仪的后人 在我家老房子里 梁书把他这一声 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 虽然梁书说得轻描淡写 脸上也是波澜不惊 可是我却听得新潮澎湃 梁书本名陈梁道 生于河南许昌陈家村 未出周岁便学会了说话 能与大人流利交流 梁书三岁那年 家中来了一个博足道士 当时梁书正在院中 与几个孩童玩耍 也并未在意那博足道士 后来 不知博足道士在屋里 跟梁书的父母说了什么 当晚日落以后 梁书就被那博足道士带走了 当时梁书父母没有给十年三岁的梁书 带上一文钱 就连换洗衣物都没有带 只是交给了那博足道士一个锦盒 后来 梁书被博足道士带到了 湖北襄阳宝康县关山的一处道观之中 自此之后 只有那博足道士一人 教梁书识字和算数 虽然梁书天赋一柄绝顶聪明 可毕竟还是小孩子心性 由于贪玩 也没少挨那博足道士的打 到了梁书六岁那年 他已经能够认权绝大多数的汉子了 这时 那博足道士才打开梁书父母 托付给他的那个锦盒 锦盒之中 除了两本书之外 别无他物 两本书分别为 《蚂蚁神香》和《柳庄神香》 橡树 是我国哲学应用的一个重要分支 也是历代橡树传人智慧的结晶 在古代 橡学一门 流派众多 可是大致细分下来 却只有两派 一位江湖派 一位学士派 江湖派更看重实际运用 其代表人物 有蚂蚁道者 袁柳庄 陈昭 范文 陈熙怡等 这陈熙怡 也就是梁书的老祖宗 学士派则更看重理论建设 其代表人物有 刘少 邵 管路 路 司马光 邵祖平 曾国藩 袁树山 维千里等等 对于像术的研究 两派都有很多传之后世的代表作 比如江湖派的 神香泉边 鬼谷像法 像李恒真 平原像法 等等 还有学士派的 人物质 官人学 太清神剑 人伦大统赋 月波洞中继 玉管赵神局 兵剑 等等 在民间 普通民众更看重江湖派 学士派的地位自然也就低了很多 直到清朝中晚期 在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 两派才渐渐分庭抗力 梁树六岁开始研习像术 十二岁第一次开启天眼 同年 殷斯帝府四大鬼王之一的穆桂英 也找到了他 一直陪在他身边 当时 穆桂英并没有把地府齐大人的事 告诉梁树 虽然梁树对于穆桂英的出现 一直心存诸多疑惑 可是梁树跟我不一样 我心里有了疑问 就想着去问苏玉红 梁树却一次都没有问过穆桂英 只是不断地精进自己的项学本领 等到梁树十八岁的时候 已经将两派项学融会贯通 对于项树这门学问 我们狭义地理解 他能用来观测一个人的过去 当下和未来 还能观测山川脉络河流走向 测定阴宅阳宅 吉凶等等 但是对于项树而言 学到这个阶段 至多也就算是大学本科毕业 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到了研究生 或者博士 以及博士后的层次 就不单单能够用他来观测人间的这些事物了 还能向地府向天庭 恰巧梁树十八岁那年 对于项地府已经是出窥门禁 也是在那时 让他像出了穆桂英的真实身份 穆桂英这才把齐大人的事告诉了梁树 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 梁树下山开始游历江湖 说到这里 梁树说道 旭东啊 早些年在保定 我算一挂要八百八十八的挂金 你还觉得怪 你知道你梁树 我下山之后的第一挂挂金是多少钱吗 我说道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钱 你几句话就净赚八百多 你说贵不贵 哎 对了 你下山的第一挂赚了多少钱啊 梁树直接五指张开 朝我晃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问道 五千块 梁树一副得意的表情 哼 五十万 我一下没忍住 不自觉地就说道 卧槽 五十万 四十多年以前的五十万 可比现在的五百万还多啊 看着梁树伸出的五根手指 我就特意往多了猜 您第一次给人看挂就 赚了五千 梁树看我那眼神 很明显就是觉得 我没见过世面 哼 你梁树我下山看的第一挂 挂金五十万 我这已经非同小可 一时没忍住 居然还说了一句脏话 卧槽 五十万 您那年头的五十万 可比现在的五百万都值钱啊 梁树直接翻了我一眼 哼 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的东西 自从你再保定回来 裴家好给了你一百万的法金 又开回来 一台奔驰之后 你看看你那尾巴 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 嘖嘖嘖嘖 别的不说 就说说你这体重 从保定回来之后 你胖了多少斤啊 梁树这话确实没错 自从再保定回来以后 在花钱这方面 我还真是比以前大手大脚多了 不仅给玉华换了新的包 还给全家人都换了新衣服 家里也换了不少家用电器 本想给老爸报个驾校 以后再给他买一台车 可是思前想后 虽然有老仙儿保着我们家 可是开车对于老年人来说 还是挺危险的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我身上多长出来的这几斤肉 大部分可都是在唐山朵朵家吃出来的 这跟翘不翘尾巴 可没多大关系 于是我就转移话题 梁说 您当年下山第一卦 看的是个啥事啊 快给我说说 正好我写小说呢 也算是给我添加点素材 哪知梁叔却微微摇头道 嗯 不可说 不可说 嘿 这小老头还给我卖起关子来了 再说了 那不可说不可说不是佛经上的吗 你一个老道士 咋还引用上佛家经典了 这事要是换了赵兵 我兴许还能慢慢套出点话头来 可是梁叔那嘴那么严 这我是真没辙啊 这时就听梁叔说道 旭东啊 你可知道 我那老祖宗陈希仪是哪位啊 有一说一 那时候我对陈希仪这个名字 确实没什么印象 也只好说道 梁叔 我哪有您学问那么高呀 您就别卖关子了 说完 我就给梁叔做了一个 请他继续讲的手势 就看梁叔朝着天上一拱手 这才说道 我的老祖陈希仪 姓陈明团 Tuan 自图南 自号扶摇子 曾先后被周世宗和宋太宗 遇刺白云先生和西仪先生 自那以后 便以陈希仪的名字 险走三山闷踏五岳游历人间 一生之中 对蚂蚁一脉的江湖派贡献卓越 梁叔的一番言语 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 我 我的天 梁叔 您说的 那不就是陈团老祖吗 怪不得您能有着传奇的一生 原来您是陈团老祖的后人 您要是早说是陈团老祖 我也不至于不知道 这时我就想到 梁叔下山之后的第一挂 就赚了五十万 那他这么多年下来 这得攒下多少家底啊 梁叔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接下来他就告诉我 虽然他这一生赚了不少钱 可是到现在 他手头却是空空如也 我就问道 那这么多年 您挣的那些钱 都花哪去了呀 梁叔告诉我 说他这么多年挣的钱 有一半都捐给全国的各处倒惯了 梁叔说 你别看网上那些新闻 动不动就说 哪个哪个寺院的和尚 哪个哪个道观的道士 出门都有豪车接送 一年能挣多少多少钱 其实那只是少数的 如今末法时代人心不古 全国大部分佛家庙宇 和道家公观里的清修之人 过的还都是苦日子 梁叔说他的钱 有一半都捐给了 全国的各处倒惯 可是剩下一半去哪了呢 虽然心存疑问 可我却没有继续问下去 如果继续追问 好像我贪图他的钱似的 难免有瓜田里下之嫌 梁叔却继续说道 剩下那一半的钱啊 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比方说水灾啊 地震呀什么的 我也都捐出去了 我是真没想到 梁叔看似精于算计 却又如此的宅心人厚 心里也打定主意 以后要给他养老送终 最后 梁叔告诉我 他的钱半生 几乎都是在南方活动 直到90年左右 在鬼王木贵英的提醒下 再加上他利用自己的蚂蚁神算 算出来 我95年会去宝定 另外 再加上当年的贾四周 想利用王秀之大姐的肉身 复活自己妻子的事情 他也就提前几年到了宝定 再之后 就是我和小迪到宝定之后的事情了 直到此时 我才知道 原来跟梁叔的缘分 竟然是早已注定的 当晚 吃过晚饭 我心里还惦记着 胡三太爷 召唤全天下马家堂口的 碑王教主和清风教主 去长白山开会的事 可是害怕会惊扰到爸爸和梁叔 我就点了一根烟 来到了院子外的马路上 农村不像城里 到了晚上 农村的路上就没什么人了 胡家人马胡家兵 有请胡家胡雅廷 今日弟子 把你请 老请仙家下山峰 随着我几句法诀默默念诵 小八姐 马上就出现在我面前 小八姐 三太爷开会怎么说了 是不是这几天 就要去对付其大人啊 小八姐玩耳一笑 嘿嘿 哪要那么快啊 你这社员十四个月的期限 不是还没到吗 忙什么呀 再说了 唐山那小花蓉 还没有立唐攒呢 你别急啊 后来 小八姐还告诉我 说胡三太爷 已经掌握了那108名 殷数长落脚的地点 也给每个东北马家堂口 都派发了指定的功德任务 让每一个堂口的先家 都要密切关注那些 殷数长的一举一动 而我们堂口的任务 是去加戈达奇的阿里河镇 盯着一个叫石青山的人 其大人派出来的108名殷数长 其中有一个上了石青山的堂口 其实严格来说 他这也算不上堂口 因为整个堂仔 只有一个叫石素红的地府仙 这石素红 就是108个殷数长之一 这个石青山啊 是当地的一个二六子 游手好闲的人 这小子整天无所事事 就知道坑人 现在有了石素红 更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祸害 先家不方便出来 直接保护那些被他坑了的好人 所以只能让我去阿里河一趟 暗中盯着他 我一听说要去阿里河 急忙说道 小八姐 阿里河那不是咱们家灰天红 和灰天虎两位老仙儿的老家吗 听小八姐说 胡三太爷派我去 加戈达奇的阿里河执行任务 我不由地说道 小八姐 阿里河不是咱们家灰天红灰天虎 两位老仙儿的老家吗 小八姐又是一笑 是啊 当时在长白山洋活动 两位灰家老仙儿 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都可高兴了 自从我立堂出马以来 这些后上堂的仙家 比如郎天威 黄大黄和黄小黄他们 我的堂口都为他们的家乡 修过功德 做过善事 可是却唯独没有去过 灰天红和灰天虎的老家 我想这可能也是胡三太爷 念着两位灰家老仙儿 看他们多年以来 一直都为堂口忙碌奔波 所以才让我们堂口的仙家 去他的老家 修行一些功德吧 最后 小八姐跟我说 让我三日后出发去阿里河 说完 小八姐就要离开 可是 这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都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但是具体是哪里不好 我也说不清 可能跟其大人有关 也可能跟仙家有关 还可能跟我的这些亲人朋友有关 总之 就是感觉等 对付完了其大人 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于是 我就叫住了小八姐 小八姐 别急着走啊 好久都没有跟你聊天了 陪我聊一会儿呗 听我这么说 小八姐跳到我家门前的矮墙上 就坐了下来 我也点了一根烟 小八姐 你说等咱们对付完了其大人 这么大的功德 咱家老仙儿 是不是都能倒横大增啊 小八姐歪头一笑 那是自然啊 这种功德 几百年都遇不到一次 别说咱家堂口的仙家了 全天下出 马堂口的仙家 都能获益肥浅呢 小八姐 等到那时候 咱们再出去打仗 那岂不是更加威风了 这时 小八姐就低下了头 低头的一瞬间 一抹淡淡的愁容 也在她的脸上一闪即逝 看了小八姐的表情 再加上我自己的猜测 果然让我猜中了 小八姐 是不是我 这个堂口 就是专门为了对付其大人 才立起来的 是不是对付完了其大人 仙家们就要离开我了 小八姐看了我一眼说道 旭东 你别问了 这些事 现在还不是你考虑的时候 再说了 这件事 我们家三太爷也不让 说到这里 小八姐就止住了话头 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虽然她不说了 可是我却已经知道了答案 东北的正元仙家就是这样 特别是胡家的老仙 他们修行出道行之后 虽然保留了狐狸的聪明本质 却不再像普通狐狸那般 奸诈狡猾 他们跟地马说的话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很多事情 他们可能会瞒着地马 却绝不会说谎话 来欺骗地马 这件事 我早有预感 可是此时得到 小八姐无声的回答 我还是悲从中来 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了仙家 在身边的陪伴和督促 特别是小八姐 从我即时开始 她就一直陪在我身边 如果以后没有他们在身边 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一直以来 我的处事态度 都是顺其自然 心中还是很堵得慌 又点上一根烟 深吸一口 慢慢吐出 烟雾迅速消失在了 月色下的微风之中 哎 还是顺其自然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珍惜当下 过好可以拥有的每一天 才不枉这一世的仙家缘分啊 我采灭了 还剩大半截的红塔山说道 小八姐 我们人类匆匆一生 不过百年而已 可是你却要一直修行下去 我记得 你当初度劫的时候 已经修出七条尾巴了 那也就是说 再等二百年 你也到了跟人类 讨第九条尾巴的时候了 小八姐看着我点了点头 又叹了口气 哎 九尾本就难求 我们家三太爷 求了几千年的第九尾 最后才在你太奶那里 得到这个原法 才能经受得住 天道那九大劫难的考验 最终成就正果 如今又赶上末法时代 大部分人都在盘算自己的利益 谁能平白无故 送我那第九尾啊 哎 我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有此机缘啊 我马上说道 小八姐 此事应该也不难 我只是这一句话 小八姐眼中的神采 就明亮起来 旭东 你说什么 难道你有办法 只是这句话说完 马上又打蔫了 哎 仙家都没有办法的是 你一个地马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你就别在这 给我吃宽心丸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 小八姐 我真的有办法 以后只要你一直关注 我们家吴月辰的 后代子孙就可以了 我可以给我闺女 立下一份家训 让我闺女 世世代代传下去 小八姐和其聪明 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旭东 你是说 要让吴月辰的后代 一直都等着我去讨第九尾 到时候 直接给我第九条尾吧 哈哈 小八姐就是聪明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小八姐却说道 旭东啊 你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当今这个时代 有多少父母 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都没有话语权 更何况是200年以后的后代呢 小八姐一边说着 一边跳下墙头 没事 一切劫难都是最好的安排 都是我胡小八本该承受的 顺其自然就好 总有一天 我也一定能修得九尾的 嘿 她居然也开始顺其自然起来了 难道我的这份 随遇而安的性格 是长久以来 受了小八姐 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八姐走后 我还是把立家训 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不管以后 我那隔了多少辈的 寻外孙 能不能遵守我的这份家训 最起码 我要把这个规矩传下去 打定主意以后 我也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陪奶奶吃了一顿早饭 我带着梁叔和老爸 回到了长春 跟家里人说了 我要去阿里河的事 又去赵兵那里看了看 这小子的身体恢复得还真快 现在又已经生龙活虎了 我知道 他的身体虽然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是元气绝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嘱咐了几句 让他好好休养 他却说道 老吴啊 功德尚未圆满 哪来时间休养啊 胡三太也给我们堂口派了任务 我明天要去陕西米芝 收拾一个叫什么阴树长的玩意 我看黄小叶不在旁边 就说道 老赵啊 都说是米芝的婆姨随得的汉 你去了米芝 可别被陕北的丫头乱了到心啊 哈哈哈哈 赵兵一翻白眼 滚犊子 咱老赵是那样的人吗 听说赵兵要去陕西米芝 我就说道 老赵 都说是米芝的婆姨随得的汉 你小子到了陕西 可别被陕北那些小姑娘 给乱了到心啊 赵兵说道 你可滚犊子吧老吴 咱老赵是那样的人吗 跟赵兵一起插颗打混了一阵 最后把小蕾和唐海龙也都叫了过来 当晚的晚饭 我们就在赵兵家解决的 赵兵家保姆做了七八个菜 又烙了葱花油饼 我们吃了个不亦乐乎 问过小蕾和唐海龙 我才知道 原来 小蕾的任务 是去白山市陆水河 降服几个小清风 唐海龙的任务 则是去吉林省汪清县 对付几个烟魂 第二天 我就开车来到了阿里河 我此次的任务 只是盯着石青山和石素红 并不需要跟他们正面交锋 所以 可能要在阿里河 多待上一些时日 既然不需要跟他们直接接触 同时也是 为了避免引起那个 因数长石素红的警觉 所以我把所有的护法 全都撤掉了 只有小八姐一位老仙 尽量隐去仙佳气息 陪着我来到了阿里河 在小八姐的指引下 很快 我就在厄伦春自治齐 实验小学附近 确定了石青山家的位置 此时一看时间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既然打算在这里 住上一段时间 那我就得租个房子 可是租房子这种事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搞定的 首先 房子不能距离石青山家太远 还要便于观察 石青山家的情况 其次 我还要给自己 找一个合理的身份 总不能跟房东说 我是来你们这 看着一个鬼吧 哎 对了 我就说我是一个 写小说的作家 想要在这里 体验一段时间生活 再说了 我这戴个眼镜 说话也丝丝闻闻 彬彬有礼的 一看就像是个作家 就这么办了 可是没想到 想法很丰满 现实却骨感的兜割得慌 我在石青山家附近 溜达了半下午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虽说有一家人家有空房子 可是那间空房子 冲着石青山家那面 还没有窗户 这让我怎么观察 石青山的动静 我总不能有事没事 就站在院子里 盯着他家看吧 那目的也太明显了 直到天黑 我也没有找到 合适的房子 实在没办法 只好找了一家小旅店 先住下再说吧 小旅店的老板 是个小伙子 叫张国军 人还挺实在的 听说我是作家 是来阿里河体验生活的 特意给我找了一个 带火炕的房间 开了大半天的车 我也有些累了 张国军 帮我把行李箱提到房间 我也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感觉恢复了一些体力 我就打算出去找一家饭店 来记一下我这五脏庙 哪知我刚坐起来 就响起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 张国军站在门外就说道 吴老师 我家今天涮火锅 把您那份都带出来了 我家这小旅店 还是第一次来作家 你一定要给个面子 一起喝两杯 既然老板如此热情 我又是个好交朋友的人 那只好恭敬 不如从命了 刚到饭桌前坐下 张国军就给我介绍他的家人 哪知道他们这的习俗 在酒桌上每认识一位新朋友 就要喝一杯酒 还好他家的酒中很小 是那种五千的小酒中 可是一圈下来 我已经喝了二两半了 最后 张国军给我介绍了他的岳父和媳妇 真没想到 他岳父还是个恶伦春人 为了表示敬意 我特意站起来举杯说道 来来来 老爷子 我先干为敬 几杯酒下肚 我是既高兴又激动 于是就说道 老爷子 今天认识这么多朋友 我是真高兴 小五我搬门弄斧 献上一段恶伦春小调 说着我就唱了起来 高高的心安岭 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恶伦春 一鸦一匹猎马 一鸦一杆枪 张袍野路漫山遍野 打也打不尽 张国军老岳父的汉语 还挺标准 老爷子一边拍手一边说道 哈哈哈哈 小五很不错呀 汉人会这个小调的可不多呀 我的一曲小调 瞬间就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接下来就是一番推杯换斩 公愁交错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就在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个小伙子 看到那小伙子 张国军急忙站起来说道 是阿生啊 快快快 来晚了 得罚你三杯酒啊 哪知那小伙子 并没有直接坐下 而是对着我 弯腰行了个礼 哎 这是咋回事啊 看那小伙子给我行礼 我也急忙站起来回礼 这时 那小伙子才说道 萨满弟子 刘门斧刘阿生 见过吴师父 听他这么一说 我心中就是一喜 首先 这小伙子能够一语道破我的身份 并且表明自己的身份 一方面说明 他身后的仙家道横一定不低 另一方面也说明 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其次 小伙子长得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周周正正 没一处缺彩的地方堪称大善之相 我萨满马家 能多一个这样的地马 也可以说是阿里和人民之福 还有 他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自然也知道 我们家长堂大教主 是胡三太爷 可是这一点 他却并没有说破 这也足见 他是个心性沉稳之人 这些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 互相问好之后 刘阿生也一起入席 这时 张国军说道 原来吴老师不仅是作家 还是个出马师父啊 我笑道 都是浮云 都是浮云 刘阿生自罚三杯之后 张国军也给我介绍了一下 原来 他跟刘阿生 还是表兄弟 也是在这时 我才知道 刘阿生已经出马快十年了 可是他却能一直坚守本心 做一个正知正念的萨满弟子 没有像有些出马弟子一样 走进看事准三年的怪圈 相反 他的堂口却日益壮大 到如今 他的堂口 已经拥有将近四百位老仙了 而且各排教主都是道横高深 吃完饭 喝了一会儿茶 我也回了我的房间 回来之后 我刚躺下不久 刘阿生也敲门进来了 来来来 阿生请坐 一边说着 我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红塔山 阿生抽了一口烟 这才说道 五哥 我家堂口接到胡三太爷法旨 让我辅助你 密切关注石青山的一举一动 刘阿生坐下之后 我给他点了一根烟 他抽了一口烟 这才说道 五哥 我家堂口接到胡三太爷法旨 让我辅助你 密切关注石青山的一举一动 我说道 这可太好了 有你这个本地人在这 我行事可就方便多了 阿生继续说道 五哥 知道你要来 我都提前把屋子给你收拾出来了 还给你兴搭的火炕 嘿 我说 怎么我找了半下午的房子都没找到呢 原来是我们家三太爷都给我安排好了 一直都说 天下萨满传人是一家 这回 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 我跟刘阿生非亲非故 彼此又是陌生人 能得到他如此帮助 皆因萨满马家一脉相承 当晚 我还是住在了旅店 第二天上午 才搬到了刘阿生家 真没想到 刘阿生给我准备的这个房间 对于暗中观察石青山这件事来说 简直就是个绝佳的地点 这间房子 是两间厢房 跟石青山家隔了三户人家 可以说是不远也不近 最觉得是 朝向石青山家那一面 还有一扇很大的窗户 搬进来以后 阿生知道我要写小说 还特意从他家正房 给我分了一根网线过来 这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这阿里河虽说是个镇子 可是本地居民的状态 还是跟农村差不多的 住得近一些的邻居们 大家互相之间 都是很熟悉的 刘阿生和石青山两家中间 只隔了三户人家 如此一来 阿生家突然住进来 我这么一个外地人 又怎么会不引起石青山的警觉呢 我把这个顾虑说出来之后 阿生却说道 没事的吴哥 我出马到现在 加格达奇 嫩江 乐河 呼伦贝尔 还有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顶乡弟子 也会偶尔来我家住几天 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石青山不可能想那么多 再说了 我家来朋友 跟他有啥关系 阿生的一番话 也算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 最后谈到房租的问题 阿生说什么 也不肯收 我又不是在这里住 三天两天就完事了 这件事 还指不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可是阿生又不肯收我的房租 而且他还不让我起火做饭 说以后每顿饭 都跟他家人一起吃 我做了作牙花子 心中打定主意 房租我可以不给你 但是以后 我一定要经常出去买菜 咱总不能一直让他一头吃亏吧 一转眼 一个礼拜过去了 我刚来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想要跟石青山打一场吃酒战 我都做好了每天熬夜 盯着他的准备了 可是一个礼拜过去 石青山那边 却是屁事没有 后来阿生告诉我 五哥 石青山在俺们这嘎嘎 就是个二六子 以前那小子 小偷小摸的事就常干 自己的名声都整臭了 就算他真能出马看事 知根知点的 谁敢找他 阿生拿眼睛 瞟了一眼石青山家的方向 继续说道 五哥 不是我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在阿里河这里 本来就没有几个出马弟子 其他那几个堂口 很多时候都需要我给介绍香客 功德和香火前世好 仙家和地马都喜欢 可是咱也不能吃独食啊 对于阿生的这番话 说实在的 当时我并没有全信 可是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 这小伙子 还真是那么回事 一般来说 如果有十位香客 找他看事的话 他最起码也会打发五位 去别的堂口看事 有一说一 看来阿生做的事 我有些自残心慧 我出马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小蕾刚立堂宰的时候 给他介绍过一些香客之外 我还真的很少 把自己的香客介绍给别人 这修行 还真是永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啊 看来以后我 还得多多向阿生学习 一转眼 一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 我和小八姐 都在注意着石青山家的动静 我也难得 能有这么清闲的日子 这段时间 我也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写小说上 这时已经写到 在火车上遇到小朵朵这一段了 这一个月 玉华也带着女儿来看过我两次 一些镇子里买不到的水果和海鲜 我也让玉华 从长春给阿生父母带过来一些 这天 玉华走后 我烧了一壶水 正准备一边喝茶 一边继续小说的创作 我刚把茶泡上 就看见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 走进了石青山家的院子 虽然隔了100多米的距离 可还是能感觉到 那小姑娘一身的阴气 我马上把阿生叫了过来 此时那个女孩 已经走到了石青山家房门跟前 阿生也只是看了一个侧脸 就说道 五哥 这小姑娘不是我们阿里河的 我不认识她 我暗中思存 这还真有敢找石青山看事的 这家伙这小姑娘 胆挺大 我和阿生都紧紧盯着石青山家的方向 刚泡好的茶水都忘了喝 十几分钟以后 那小姑娘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 小八姐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 旭东跟上那个小花容 她要去阿里河大吉 时间紧急 我也来不及多做解释 就说道 阿生 跟我走 咱们去赶结 阿生应该也是得到了仙家的感应 马上跟我出门 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 五哥 咱家开车去 我知道近道 咱们去阿里河大吉上 守株待兔 我马上发动车子 在阿生的指引下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阿里河大吉 来到这里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到阿里河大吉这边 我们在那小姑娘的必经之路上 一直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才看到 她远远地朝着我们这边走来 我和阿生也下了车 洋装成感激地 密切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就看那小姑娘来到集市 却不关注各个卖货的摊位 而是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 终于 一个多小时以后 那小姑娘盯上了一个 穿着粉色泥子大衣的女孩 我和阿生在阿里河大吉 等了好一会儿 终于看到那个女孩走了过来 看到她 我和阿生也下了车 一直远远地跟着她 正常感激的人 都会把注意力 放在卖货的摊位上 那个女孩却不是这样 而是一直贼眉鼠眼地 在人群中搜索 不知道她在寻找着什么 终于 一个多小时以后 那女孩的目光 落在了一个身穿粉色泥子大衣的女孩身上 之后就再也没有移开 那粉衣服女孩 看起来应该比这个女孩 稍微大两三岁 小八姐说道 许多 跟上去 我马上带着阿生 就靠近了一些 由于我们跟着的这个女孩 穿的是一身黑衣服 为了方便表述 也为了大家容易区分 接下来 我们就分别用黑衣女孩 和粉衣女孩 来代替她们两个的称谓 这时 那粉衣女孩 继继继续回头 跟摊主讨价还价 两分钟以后 粉衣女孩挑好了自己想买的东西 也跟摊主结了账 这时 黑衣女孩才说道 姐 我有点事 你看能不能求你帮个忙啊 粉衣女孩又是微微一笑 什么求不求的 啥事啊老门 你先说说看 黑衣女孩说道 姐 是这么个事 我四镜 Jim 不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说好的 今天吃完晚饭就见面 你说我这也 没有一件像样的大衣 我这身普通衣服 也不适合相对象的时候穿 集上卖的这些衣服 我又没相中 所以啊 姐 这整个阿里河大集 我都溜达遍了 我就相中 你身上穿的这件 水粉色的泥子大衣了 姐 你看你能不能把 你身上这件衣服卖给我啊 看到这里 我也有些疑惑 这小姑娘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虽然疑惑 可是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却在我心里慢慢升了起来 我的体感向来都很准 这小鸭蛋子 准没憋好屁 这时就看粉衣女孩 犹豫了一会儿 这才说道 老妹啊 不是我不帮你啊 我这件大衣挺贵的 这是我对象 在哈尔滨 松雷商煞给我买的 花了七百多呢 我也刚穿了没几天 这还一耍没洗呢 黑衣女孩却说道 没事没事 姐 七百多就七百多 我给你一千 你就帮帮我 把这件大衣卖给我呗 姐 粉衣女孩又说道 老妹啊 不是我不想帮你 只是我这件衣服意义不一样 这是我对象给我买的 我刚穿了两天 就转手卖给别人 以后看见我对象 这让我咋说啊 就在这时 我就感觉到一阵 极其浓郁的阴气 在慢慢向我们这边靠近 出马这么多年 我对这种阴气 可是太熟悉了 这是阴间勾魂鬼差 身上特有的气息 马上打开天眼 就看见几十米之外的路上 两名阴间的勾魂鬼差 正在向我们这边飘过来 这两位鬼差 一个手持拘魂牌 一个拎着捆魂锁 却不是老谢和老范 只是一般的普通鬼差 两位鬼差眨眼之时 就来到了黑衣女孩身后 可是 那两位鬼差到了黑衣女孩身后 就那么安静地站在了那里 却什么都没有做 我知道 这是那黑衣女孩的时辰快要到了 两位鬼差 这是在等时间呢 这时 黑衣女孩还在继续央求粉衣女孩 姐 求求你 姐 你就帮帮我呗 你要是觉得一千块钱少了 我给你一千五 这一千五百块钱都够买两件了 你看行不行 粉衣女孩还是摇了摇头 老妈 我都跟你说了 这不是钱的事 这件大衣 是我对象给我买的 意义不一样 这件事 要是依着我的性格 人家不卖给你 你还缠着人家干啥啊 相看一个对象而已 只要衣服干净得体就行了呗 可是那黑衣女孩 还是气而不舍 姐 你就买给我呗 求你了 姐 实在不行 我给你两千块钱 哎呦我的好姐姐 你就把这件大衣卖给我呗 许是她这一口一声姐姐的 叫得太甜 也可能是面对两千块钱 粉衣女孩终于动心了 就听粉衣女孩说道 行吧 那我就卖给你吧 这时 就看黑衣女孩那紧紧端着的肩膀 也放松了下来 仿佛终于卸下了千金重担一般 粉衣女孩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那件大衣脱了下来 与此同时 黑衣女孩也数出来两千块钱 给粉衣女孩递了过去 可是粉衣女孩却说道 老妹啊 我可没想过要挣你的钱 就是单纯想帮帮你 我这件衣服 是花七百八十块钱买的 我又穿了两天了 你给我七百就行了 说完 粉衣女孩就从那两千块钱里 数出了七百块钱 然后就把剩下的钱 连同那件大衣 一起交给了黑衣女孩 黑衣女孩连连感谢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以后咱俩交个朋友呗 粉衣女孩说道 好啊 我叫何小颖 你叫什么名字呀 老妹 姐 我叫吴欣 我家就在XXXX 到那一打听 都知道我家 改天去我家串门啊 接下来 两人又聊了几句 黑衣女孩吴欣就说道 姐 你这没有衣服 也不行啊 这多冷啊 走 我再给你买一件大衣 你先对付穿着 说完 拉上何小颖 就奔着一个卖大衣的摊位 走了过去 这时 那两名勾魂鬼差 也在他身后 紧紧跟了过去 不多时 何小颖就挑好了一件 水蓝色的大衣 农村大级上的衣服都不贵 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讲到了120块钱 吴欣就要抢着去付钱 姐 今天你帮了我 不管咋说 这钱也得我出 何小颖自然是百般不肯 可是最后 还是没有拗得过吴欣 最后 吴欣给摊主付了钱 也接过了那件 很普通的水蓝色大衣 就在这时 阿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 吴哥 你看吴欣的手 阿生不提醒 我也注意到了 就看吴欣趁着何小颖不注意 偷偷地把一张黄服纸 塞到了那件水蓝色大衣 前肩内侧的口袋里 吴欣帮何小颖 重新买了一件水蓝色的大衣 谈好价钱120 付了钱之后 趁着何小颖不注意 偷偷地把一张黄服纸 塞到了那件新大衣内侧的口袋里 这才递给何小颖 姐 快穿上吧 可别把你动感冒了 就在何小颖穿衣服的时候 吴欣又偷偷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一张黄服纸 塞进了自己那件 粉色大衣的口袋里 接下来 两个女孩就一起逛起了集市 同样 那两名鬼叉 也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吴欣 慢慢地 就走到了集市的边缘地带 吴欣就说道 姐 你先去逛一会儿吧 我一会儿就要回家了 今天太谢谢你了 两个女孩又客气了几句 何小颖就走了 可是却没走远 她还继续在集市的这一头溜达 这逛大集 跟逛商场一样 可能都会吸引大多数女孩子 留恋其中吧 这时 就看吴欣把自己那件 很普通的黑色大衣脱了下来 挂在了一旁的树叉上 然后 又把刚从何小颖那里买来的 那件大衣的袖子 反了过来 就这样 尼尔潮里地 反着穿在了身上 穿上之后 就逆时针在原地转了三圈 转完圈之后 又把那件粉色大衣脱了下来 脱大衣的时候 她还特意扯着袖口 把袖子重新翻回了正常的状态 接下来 又像正常穿衣服那样 把那件大衣 正着穿在了身上 系好了扣子 又逆时针转了三圈 就这样 一会儿正着穿 一会儿反着穿 穿了脱 脱了穿 每次穿上 都会逆时针转三圈 来来回回地折腾了九次 这时 本就没有走出多远的何小颖 也发现了吴星的反常举动 她又重新反了回来 吴星 你这是在这干啥呢 大衣穿着不合身吗 这咋一会儿穿一会儿脱的 此时 吴星哪里还有刚刚跟何小颖 亲如姐妹的态度 就看吴星沉下脸说道 这件衣服我花钱了 现在它已经不是你的了 我怎么穿 还要你管啊 面对吴星的瞬间变脸 何小颖一时语色 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啊 自己收了钱 那件衣服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人家怎么穿 自己哪里管得着啊 再看那边的吴星 又重新把那件粉色大衣脱了下来 就那么随手扔在了地上 又从树叉上 重新拿过来 自己原来的那件黑色衣服穿上 此时的何小颖 看着地上那件大衣 那可是自己男朋友 花了七百多块钱 从哈尔滨特意给他买回来的 如今就被吴星这么随手扔在地上 心里怎么能不难过 可是那件大衣的主人现在已经不是自己了 他也只能自己在心里难受 再说那边的吴星穿好了自己原来的衣服 拉好拉链 就绕着地上那件粉色大衣 又开始转上了圈 我心里疑惑 卧槽 这是什么操作 吴星这是要做什么 就看吴星左三圈右三圈地 围着那件大衣 慢慢地走着 一边走 他嘴里还在小声嘀咕着什么 离得太远 我也没太听清他念叨的是什么 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几个词 大县 或是地缘 转嫁 音术长 真俊 他念叨的那些话语当中 好像还有何小颖的名字 不记得他围着那件衣服 转了多少圈 最后 吴星终于停下来 立定站好 接下来 就看到吴星 一下子就跳到了那件粉色大衣上 哈哈哈哈 吴星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用力跺脚 踩着那件大衣 而一旁的两位勾魂鬼差 这个时候 竟然慢慢地离开了吴星身边 飘得越来越远 渐渐没了踪影 卧槽 啥情况 鬼差出洞 是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 你俩这是要嘎哈呀 看到吴星如此糟蹋那件大衣 何小颖终于忍不住了 上去就拉住了吴星 吴星 你不喜欢这件衣服 我可以把钱退给你 你把它还给我 你没必要这么遭讲好东西啊 哪知吴星连正眼都没看何小颖一下 只是阴沉沉地说道 我的衣服 要你管 突然 就在这时 两位勾魂鬼拆去而复返 又来到了两个女孩旁边 可是 这次他们两个 却没有站在吴星的身后 而是阴侧侧地 站在了何小颖的身后 变化来得太快 我竟没有反应过来 难道 刚刚吴星的举动 是在做一场法事 一场把自己的死结 转嫁给何小颖的法事 对于那件700多的大衣 吴星刚刚可是给何小颖 涨到了2000块 可是何小颖却不为所动 只收了吴星700块钱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 何小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善良的何小颖 就这样要被鬼叉勾走魂魄了 邪恶的吴星却可以逍遥法外 躲过生死关口 这也太特么 没有天理了 就在这时 吴星突然捡起路旁的半块砖头 直接用地上的那件大衣包了起来 之后就是用力一甩 就把那件大衣 甩到了不远处的马路正中间 何小颖一跺脚喊道 吴星啊 你咋这么糟蹋好东西啊 一边说着 一边就冲向了马路上 想要把那件大衣捡回来 就在这时 一阵暖洋洋热乎乎的感觉 瞬间就洗遍我的全身 接下来 小八姐的声音 在我脑中响起 旭东 借你身体一用 话还没说完 我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 朝着何小颖的方向弹了过去 没错 我被小八姐捆翘了 几乎跟着我脚前脚后 刘阿生也飞奔过来 滴滴滴滴滴滴 紧接着 一辆重型卡车疯狂的喇叭声 也从几十米外传了过来 此时 何小颖正站在马路中间 刚刚捡起那件衣服 我和刘阿生 几乎同时赶到何小颖身边 一人拉着她的一只胳膊 借着惯性 就把何小颖拉到了马路对面 我和阿生 拉着何小颖刚刚站定 Doin的一声 身后就传出一声巨响 惊魂未定的何小颖 一边急促地喘着粗气 一边不停地轻拍自己的胸口 就在这时 我就打了一个冷战 小八姐脱离了捆翘状态 重新站在我们面前 我也松开了 拉着何小颖的手 转身回头看去 就看见那台重型卡车 车尾停在路上 车头已经窜进了路旁的绿化带上 也不知那司机如今是死是活 这时 马路对面的无心 看着我们这边 疯了一般的跳脚骂道 你们两个傻逼 你俩算嘎哈迪啊 用你俩多管闲事啊 操 我和阿生一起把何小颖 拉到了马路对面 何小颖惊魂未定 一边大口喘着粗气 一边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胸口 看何小颖没事了 我和阿生同时回头看向马路对面 好家伙 就看那辆重卡的车尾 还停在路上 可是车头却直接冲向了路旁的绿化带 要是不有一根废弃的电线杆子挡着 那辆重卡 恐怕就要冲进集市了 要是那样的话 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 这时 无心突然站了出来 在马路对面跳着脚的 对我和阿生骂道 你们两个大傻憋 你俩算嘎哈迪啊 用JB你俩多管闲事啊 操 我刚想反唇相机 回对他几句 小八姐却说道 旭东 你一个萨满弟子 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什么呀 你这样这样这样 啊 听了小八姐的话 我也觉得 犯不上跟那个无心一般见识 于是 我就按照小八姐的吩咐 重新转回深蹲下 对何小颖说道 妹子 你身上穿的这件新买的大衣 胸口内侧的口袋里 有一张黄 黄纸 你拿出来 本想说 有一张黄浮纸的 可是他刚刚还命悬一线 现在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要是再跟他说什么浮纸浮咒的 那他不是更害怕了吗 所以我才中途改口 何小颖颤抖着手 解开一颗扣子 从口袋里 摸出了那张 被叠成三角形的黄浮纸 我继续说道 你手上那件大衣口袋里 还有一张纸 一起都拿出来 可能是我和阿生长得都很面善 对我的话 何小颖也没有怀疑 直接把那件粉色大衣口袋里 那张符纸也掏了出来 这张符纸 也同样被整整齐齐地 叠成了三角形 纸张很薄 朱纱化成的符咒 在里面还能隐约看得出来 此时 马路对面 无心还在歇斯底里地骂着我们 可是我和阿生 毕竟是两个大老爷们 他一个女孩子 还不敢跑到我们跟前来叫嚣 不过是痛快痛快嘴而已 听到他的叫骂声 很多感激的人 也不去逛大吉了 都跑过来看热闹 我和阿生都没有在意 我只是在何小颖手里 把那件水粉色的大衣接过来 轻轻一抖 八灯一升 刚才无心包在里面那小半块砖头 硬生落地 我捡起那块砖头 徒手在绿化袋里 抓了几把黄土 撒在了何小颖面前 随后 就用那半块砖头的一角 在黄土上画了一个大大的 类似于Omega形状的圈 这个圈开口的方向 正对着无心的方向 又简单地画上了 修 生 伤 度 精 死 精 开着八门 死门也是对着无心的方向 做完了这些 我就说道 妹子 把你手里那两张 只放这个圈里 再涂上三口唾沫 何小颖这时才说道 你们两个这是 阿生开口说道 何小颖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我家就住实验小学那边 我还给你大姑何大红 看过香火呢 何小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哎呀 你是老刘家那个出马的大哥啊 知道了我和阿生的身份 何小颖也不再对我们有所怀疑 很听话的 就把他手里那两张黄符纸 放在了我画的圈里 喝 追追追追 随着何小颖三口唾沫 碎在那两张符纸上 我也把那半块砖头 压在了上面 这时 无心的叫骂声又传了过来 喂 那边那俩大傻逼 你俩是他妈龙了 还是哑巴了 在那边瞎JB古刀啥呢 我没有回头 心里却想 哼 别看你现在闹得欢 一会儿就让你离开这阳世间 把砖头压在符纸上之后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嗯 那个 妹子 你 你坐在这 把鞋脱下来 拿着鞋底 打这块砖头三下 本以为我这个要求 会让何小颖反感和害羞 没想到此时的何小颖 居然特别听我的话 哎 他答应一声 就坐在了地上 随手就脱下了一只鞋 啪 啪 啪 看着他拍打了 那半块砖头三下 我就说道 好了妹子 你把鞋穿上吧 一边说着 我也转过了头 看向无心的方向 无心还在那边 喋喋不休地骂着一些 难听至极的话语 突然 我就看见 那根被重型卡车 撞到的废弃的电线杆子 直直地倒了下来 那根电线杆子落地的方向 正是无心站着的位置 那根水泥的电线杆子 根不需要一个成年人 两手环抱 才能完全抱住 虽说顶端略细一些 可是肉体之躯 那也禁不住他这一载啊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出言提醒无心 让他躲一下 可是又一想 勾魂的鬼差都等在一旁了 人力中是有实境 人力中是敌不过天道轮回和命数 说实时那石块就听扑驰一声 好像一个烂西瓜 被摔在了地上的声音 无心的整个脑袋 都被电线杆子砸进了胸腔里 哎 这可真是善恶到头中有报啊 啊 这边的何小颖再一次被吓到 也发出了一声 凄厉至极的叫声 事发突然 刚刚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此时居然连脑袋都没了 轰的一下 围观的人群就炸了锅 直到此时 那两位勾魂的鬼差 才走了上去 就看其中一位鬼差 将手里的勾魂牌高高举起 冲着无心的尸体 就是一晃 无心的魂魄 马上离体 紧接着 另一位鬼差手中的捆魂锁 滑棱棱一抖 上来就锁住了无心的脖子和双手 手持勾魂牌的那位鬼差 又从宽大的袖口里 掏出来一个小本本 翻了几页 就在上面打了个叉 随后 那两位鬼差一转头 看向了我们的方向 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 一转身 带着无心慢慢地走远了 我靠 原来两位鬼差 一直都知道 我能看见他们啊 这时 我就发现 人群里有人掏出手机 正在报警 为了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说道 小乙妹子 你也快回家吧 阿生 我们走 说完 我和阿生就奔着我 停车的方向走去 哎 两位大哥 你俩等等我 身后的何小颖说道 担心警察来了不好解释 此时也没有时间问他 还有什么事 来到我的车跟前 我们就把何小颖也一起带上了 担心何小颖会引起石青山的注意 我们并没有直接回阿生家 而是又走了几里路 直接把何小颖送回了家 离开集市 我们直接把何小颖送回了家 何小颖家 也是阿里河镇子里的 只是距离阿生家 要有几里路的距离 来到何小颖家 看到我的汽车开进院子 屋子里一下就迎出来四个人 其中一男一女都是五十多岁 看样子应该是两口子 还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 最后是一个三十多岁 跟我年龄相仿的老爷们 看到何小颖下了车 那五十多岁的妇人 马上上来拉住了何小颖的手 小颖啊 你这好好的去赶劫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哎呀妈呀 你这脸色咋这么不好啊 这是咋低了 何小颖哇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妈 我差一点就看不见你了 一边说着 一边紧紧地抱住了他妈妈 这时 那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 看了阿生一眼 就说道 这不是老刘家小生子吗 俺大侄女咋低了 咋还麻烦你们 给送回来了 阿生刚要说话 何小颖的爸爸却说道 哎呀 别在屋外站着呀 快快快 都进屋吧 来到屋里 我们都坐了下来 这时 何小颖才一一 给我们介绍了这些人 她的爸爸妈妈 就不必说了 那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 就是阿生跟何小颖提到过的 去找阿生看过事的大姑何大红 剩下的那个 跟我年龄相仿的 是何小颖的哥哥何志宇 这何志宇大高个 人长得也精神 介绍完了之后 何志宇急忙给我们点烟七茶 这时 我才把今天的事 从无心在集上遇到何小颖开始 一直到把她送回家 全都说了一遍 当然了 本来何小颖今天今天受到的惊吓就挺重 关于两个鬼叉的事 我是一个字也没有提 说到最后 关于我把死结重新给无心转回去那一段 也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了 等我把整件事全都讲完 小颖爸爸就说道 哎呀妈呀 这也太特么危险了 这可是救命之恩呢 来来来闺女 快给救命恩人磕头 何小颖刚要站起来 我急忙制止道 别别别 大理损福报 这些都是我们出马弟子应该做的 小颖爸爸又说道 俺们也不知道这些说道 行行行 不磕头就不磕头 至于啊 快去买菜 今天可得留两位师傅 好好喝一顿 虽说我现在是舍员的阶段 可是吃顿饭还是可以的 何至于出去以后 何小颖就问道 那个吴师傅刘师傅 出了这样的事 你们看我这件衣服 还能留着了吗 一边说着 他就把手里那件700多的大衣 给我们看了一下 我说道 小颖啊 留着吧 没事 这件大衣 可是替你挡过车前马后 大关口的东西 别认为这东西不干净 这件衣服可吉利着呢 这时 小颖妈妈就说道 两位先生 今天赶上这事 老天爷又把你们送到了我们家 我想请两位先生 再帮我们家闺女看一下 看看我家闺女 以后还有没有傻卡 小颖妈妈说完 我就琢磨 我来阿里河的主要目的是 盯着石青山 对于地马看事来说 这里也算是阿生的地盘 到了人家阿生的地盘 阿生还这么热情地招待我 如果我揽下了这份功德 那也太不讲究了 于是 我就把目光投向了阿生 阿生也没客气 直接去车上取来了她的背包 就点上了香 结果请她家老辈王一番查探下来 阿生对小颖妈妈说道 大婶啊 小颖妹子小时候就有魔娘关 但是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咱们现在只说以后的是 五年以后还有一道车前马后关啊 七年以后还有一道水火关 五十岁的时候还有一道无鬼关 这些关口都得破呀 小颖妈妈马上说道 是啊是啊 我们家小颖啊 小时候还真不砸省事 动不动晚上就要 闹到后半夜才能睡觉 五岁那年还得了一场大病 为了给她治病 我们家可是拉老鼻子饥荒了 这也是最近这七八年才缓过来 以后还有这么多关口 这必须得破呀 一旁小颖她爸爸和大姑 也都张罗着 请我们给小颖破关 阿生就给小颖爸爸 列出来一张单子 让她去买破关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蜡烛 老黄纸 菜刀 五股粮之类的 这里就不细说了 可是有一件事 就要说一下 刚刚小颖妈妈提到的 关于小颖小时半夜哭闹的是 这个不能被称为磨娘关 而要归到提业关的范畴 真正的磨娘关 指的是 由于孩子的事情 使家里花了本不该花的钱 或者因为孩子的一些事情 或者举动 使自己的妈妈 受了一些或轻或重的伤 这才被称为磨娘关 可是为什么阿生 刚刚没有提到提业关 只说了磨娘关呢 想来应该是 何小颖小时候 确实不怎么省事 偶尔会有半夜哭闹的现象 我们婴幼儿时期 特别是何小颖那时候 还是小女孩 不可能一次也不哭闹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所以 阿生一说到磨娘关 小颖妈妈在主关上 就联想到了 小颖小时候哭闹的事 也就顺嘴说了出来 小颖爸爸拿了阿生 给他列的那张单子 就出去了 这时 阿生说道 五哥 给小颖破关的活 还是你来吧 你大老远从长春来到我们这 我说啥也不能让你这 胡三太爷的地马来 给我做帮兵啊 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即使没有二神 我也是能够破关的 可是 如果没有二神帮忙的话 一场破关法事下来 验关 暗关 答对各路神仙 冤亲债主 之后再闯关 破关 对于我身体和元气的消耗 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不可能恢复过来的 无论是过阴 还是破关 二神的作用都非常重要 一个厉害的二神 能让大神省心很多 也轻松很多 可是赵兵不在 我又不会二神的那一套 帮兵爵 这可怎么办呢 哎 听刚才阿生话里的意思 他应该是会帮兵的那套活啊 我就问道 阿生 你会帮兵爵 阿生说道 我会啊 吴哥 一会儿吃完饭 我就回去把神谷和鞭子都取来 嘿 这可真是敢巧了 没想到阿生 还是个一马双胯 说道给何小颖破关 有一件事 我很犯难 如今老赵不在我跟前 到哪里去找一个厉害的帮兵呢 哎 刚刚听阿生话里的意思 好像他还会击骨请神 我就问道 阿生啊 你会帮兵爵吗 阿生连个呗都没打就说道 我会啊 吴哥 我马上就回去取神谷和鞭子 顺便把五色旗什么的都带来 嘿 这不是敢巧了吗 没想到 阿生居然还是一马双胯 说到一马双胯 这里解释一下 所谓的一马双胯 指的就是像赵斌 庆宝 还有阿生他们这样 既能请仙家给人看事 又能击骨请神 辅助别的地马办理法事的顶乡弟子 这样的弟子 在我们出马仙这个行当里 就被称为一马双胯 虽说眼前有阿生做二神了 可是阿生的能力 我还不知道 二神这个职业 需要像赵斌那样头脑灵活 能够随机应变的 偶尔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还需要二神现场编词 这样在整个法事进行的过程中 才能顺顺当当 可是就目前我对阿生的观察来看 他属于那种重规重矩的人 这种性格跟我差不多 这种性格做帮兵 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碰上一些脾气古怪的仙家 一般不好应对 不过还好 我这一堂仙家 除了长蟒蛇仙家 有些面冷心热之外 再就是皇家老仙比较好动 别的也都还好说 不过有帮兵总比没有强 最起码 我也能轻松很多 不多时 何至于买菜回来 小颖妈妈和大姑 就开始张罗做饭 这时阿生就说道 五哥 你先坐着 趁着现在还没做好饭 我先回去把生骨取过来 想着一会儿一定会喝酒 我就说道 阿生啊 你直接把我的车开回去吧 咱们喝完酒就别开车了 阿生走后 我和何至于继续喝茶聊天 按理说 做破关的法饰 我是需要穿上 萨满法饰的传统服饰的 可是来阿里河之前 我也没想过 到了这里还要给人破关 所以那套衣服我也就没带着 其实穿上那身衣服 一是为了烘托气氛 二是对仙家和萨满传承的敬重 最主要的还是让香客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这样的话 法饰做完 香客也能够安心 对于真正有能耐的地马来说 穿不穿那身衣服 对于法饰的结果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 今晚给何小颖破关 我也只能穿平常的衣服了 又待了没多久 阿生和小颖爸爸几乎搅前搅后 就都回来了 阿生不仅拿来了神骨和骨鞭 还把破关需要用的一些别的法器 也都带了过来 这时 饭菜也都摆上了桌 晚上还有活 也就没有喝太多的酒 吃完了饭 不久之后 天也黑透了 小颖爸爸也把自家养的大公鸡抓了回来 我们也布置好了法谈 当 当当 随着三声鼓响 阿生的帮兵诀 也唱了起来 开始搬香排神 还别说 阿生的神调唱的 还是有滋有味的 我这一堂仙家 也都是具有正知正念的正元仙家 阿生答对起来 也不是很吃力 关于破关的整个过程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如果再重复一遍的话 就属于水字数了 在这咱们也就不要占用太多的笔墨了 但是 关于何小颖这场破关的法式 有一点还是要提上一嘴的 他这次的法式 跟我师父当初给赵姐翻电戏班子 那个离谷雨破关的时候不一样 离谷雨的关口少 而且都是一些不会致命的 黑令冤亲债主给打的关口 那样的关口 破起来的话 仙家也会感到很容易 可是何小颖的关口 有一道车前马后关 是弘令冤亲债主给设下的 所以 当时仙家 跟那弘令冤亲债主谈判没有谈拢 还小小地打了一架 最后 我们家胡天龙老仙 答应那个弘令冤亲债主 说是这件事办完之后 会把他带到辽宁省辽阳市的白塔寺去修行 这件事才算是过去了 简短结说 给何小颖破了关 收拾完了法坛 又吃了夜宵 最后说到香火前的时候 我也给小颖爸爸 解释了我舍员的事 只是阿生收了 小颖爸爸两千块钱 我和阿生回到家以后 就都各自回屋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首先拉开窗帘 打开天眼 看了一眼石青山家 看他家一切正常 这才请出了小八姐 小八姐一道 我马上问道 小八姐 那个吴欣 为啥偏偏选中了何小颖 你给我说一下呗 接下来 小八姐就给我解释了一下 原来 吴欣是 离此几十里地以外 一个小村子的村民 本来他也不知道 今天就是自己的大县之日 只是这几天 他一直觉得心烦意乱 去医院检查 也没发现什么不对 于是 他就想找个出马仙给看看 是咋回事 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 就给他介绍了石青山 于是 他就来到了阿里河 多番打听 找到了石青山家 没想到石青山家 那个英术长烟魂还挺厉害 居然一下子就看出了 今天是吴欣的大县之旗 当时可把吴欣给吓坏了 他不住地要求石青山 给他指一条活路 最后 花了五千块钱 在石青山那里买了两道符 石青山就告诉他 这两道符的用法 让他去集市上 找一个穿着粉色大衣的女孩 又教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接下来 就是他从石青山家里出来 然后我和阿生 开车去集市守住待兔的事了 小八姐还告诉我 说吴欣手里的那两道符 其实并不是只对何笑颖有效 哪怕吴欣随便在集市上找一个人 只要人家愿意把衣服卖给他 然后他再给人家买一件衣服 只要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那两道符 放进那两件衣服的口袋里 最后都能度过这次的死结 小八姐 那为什么石青山 非要指定让吴欣去找何小颖呢 小八姐微微一笑 呵呵 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 那何小颖长得多水灵啊 石青山几年前就相中何小颖了 只是他这个二六子 这里本乡本土的人 谁不知道他石青山是啥样的人 那何小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咋能看上他 哦 原来如此啊 得不到就毁掉 这人也太可恨了 说到这里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马上问道 小八姐 按理说 吴欣今天是被电线杆子砸死的 这种情况也算是横死的啊 不是说横死鬼不入轮回的吗 那今天 为啥还会有鬼差来勾他的魂魄呢 听小八姐说完了 吴欣去找何小颖的原因 又知道了石青山跟何小颖以前的恩怨 我继续问道 小八姐 按理说 吴欣也算是横死的 不是说横死鬼不入轮回的吗 那为什么今天还会有鬼差来勾他的魂魄啊 小八姐又给我耐心地解释了一番 我这才明白 所谓横死鬼不入轮回的说法 是的确存在的 可是像吴欣这种情况 却是一个例外 他生前可不是只有坑害何小颖这一件事 在他的老家 什么偷人钱财 嫁祸他人 勾搭有富之夫这类的事 他可是没少干 这种恶贯满盈的人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一个横死的理由 就可以逃脱地府的制裁 那可是太便宜他了 我们在阳世上看到的横死鬼 绝大多数指的是那些 在阳世上没有太重的罪行 却因为累生累世的因果循环 最终导致横死的 这样的鬼魂是可以不入地府的 像吴欣这样的 地府是不可能放过他的 为了便与我理解 小八姐还给我打了个比方 那就是 现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他们认为 罪犯如果剃度出家 那么国家和法律 就会放弃对他 他 的缉拿 从而躲过法律的制裁 那些人动不动就会人云亦云 说拿哪个明星 或者拿哪个大佬 是因为犯了什么什么事 所以才出家的 出家以后 国家就不抓他 他 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种观点 最早源于水浒传 当初金略府提侠鲁达鲁志森 看不惯正图户欺压百姓 三权送其归西 之后就遭到了朝廷的通缉 后来在赵元外重金疏通之下 鲁志森便在五台山剃度出家 当了和尚 自此之后 鲁志森便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哪都敢去 正因为这件事 便引起了一些 一知半解读者的误解 就认为人 如果犯了杀头重罪 只要剃度出家 就可以逍遥法外 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水浒传》 艺书中还有交代 在古代 无论是市井小名 还是朝廷权贵 如果想要出家 那可是需要朝廷特许的杜蝶的 杜蝶就相当于 现在的归 DUA 医症 归医症上不仅有你的法名 还有你的俗名 以及年龄籍贯等等信息 只有你持有朝廷颁发的杜蝶 寺院才敢给你剃度 在古代 出家的僧人和尼姑 是可以免除姚役赴税的 所以 朝廷对于杜蝶的把控 也是非常严格的 当时赵元外花仲金运作的 就是这张杜蝶 而鲁之深出家的寺院 又是五台山的文书院 文书院作为国寺 自然每年都会有 几张特许的杜蝶 赵元外花仲金 买来的这张杜蝶 上面自然不可能 写鲁之深的真实姓名 所以 鲁之深不管到了哪里 都敢招摇过世 如果她的杜蝶上 写的是她的真实姓名 一样也逃脱 不掉朝廷的缉拿 这也就导致 很多看书不仔细的读者 误以为 只要出家当了和尚 就可以免去杀头之罪 小八姐说 旭东 我们就把出家这件事 比作是横死 再把朝廷的缉拿 比作是鬼差勾魂 无心生前作恶多端 哪怕他是横死的 也不可能逃得过 阴间勾魂的鬼差 啊 原来如此啊 小八姐说了这么多 我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并不是所有横死之人 都不用去地府的 这件事过去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石青山那边 都再没有过什么动静 这期间 玉华也带着女儿 来看过我两次 同样 在此期间 我也经常跟亲人朋友联系 师父窦雁彤 还是坐镇保定 盯着那边的一个英树长 马书涵则是回他的老家 盯着另一个英树长 赵斌 在陕西里之一切都好 墨小蕾收拾的那几个小清风 也被黑妈妈带回了铁沙山 这天上午 我正在自己房间写小说 这段时间事情少了 小说的进度也很快 此时小说已经写到了 白玄亮第二次给朵朵治病 既然写到了朵朵 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 那个可爱的小精灵 放下电脑 透过窗户朝石青山家看了一眼 把茶壶洗了一下 重新沏上一壶茶 点上一根烟撑了个懒腰 茶水还一口没喝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 小朵朵的声音传了过来 师父师父 黄三太奶说我已经可以出马立堂了 哎哟 小朵朵 师父正想你呢 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师父要恭喜小朵朵 三灾八难圆满了 哈哈哈哈 这个电话 我跟朵朵唠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最后又跟四庆勋聊了几分钟 跟朵朵确定五天以后 给他立堂子 就挂了电话 可是刚刚挂了电话 我就开始犯愁 我要是去了唐山 这边的石青山 靠阿胜一个人 真的可以吗 遇事不觉问老仙 马上我就点香 把我们家胡天龙老仙家 给请了出来 问过之后 胡天龙说道 旭东 之所以让你来阿里河 这是你跟刘本府那个 地马的一段兄弟缘分 也是你前世欠了 何小颖那小花容一份人情 如今人情已还 兄弟缘分却未尽 日后你们自然还有相见之日 你现在便可收拾行囊 回家看看 就去往唐山吧 呃 天龙老仙 石青山这边怎么办啊 若是 他在兴风作浪 你完全可以用 请先入定的方法 来惩治他 嘿 还是老仙想得周到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送走了胡天龙 我马上出去 给阿胜的父母 买了满满一后备箱的营养品 毕竟在人家住了几个月的时间 咱也不能白住啊 跟阿胜说明了情况 又依依不舍地 跟着热情的一家人道别 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上 我给赵兵打了个电话 把朵朵立堂宰的事 跟他说了一下 他当时就说道 老欧啊 我早就想看看这个 铁沙山黄三太奶的地马了 这回说啥我也得去看看 顺便给你当一回帮兵 我就说道 那你陕西那边的事情咋办啊 没事 这边还有别人盯着 如果真有啥事 大不了我入定呗 哎 看来还是老赵脑瓜活络 我还得胡天龙提醒 才能想到这一点 回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快要黑透了 吃过晚饭 给小蕾打了个电话 把他叫上 又带上玉华 我们去看了看黄小叶 虽然赵兵不在家 干爹干妈也常来看望小叶子 两个保姆 更是把小叶子 照顾得无微不至 此时 小叶子的预产期 已经快要到了 也不知道老赵这小子 能不能在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 脱开身赶回来 第二天一早 我去玉池舒舒服服地 泡了个热水澡 然后就开车前往唐山 陕西米芝 隶属于榆市辖区 那里距离唐山 要比长春稍远一些 可是老赵那小子 起来的大早 居然比我 还早了二十多分钟 就到了唐山 跟赵兵会合到一起 我在前面带路 直奔丰南唐方 镇朵朵家赶去 天黑以后 我到了唐山 跟赵兵约在了一个 叫做摩加伯的地方会合 这里距离朵朵家不远 本来陕西米芝到唐山 要比长春到唐山 略远一些 可是老赵 今天起来的大早 居然比我早到了二十多分 远远的 我就看到了赵兵的车 一脚油门 我就开了过去 几个月不见 老赵这小子 居然还胖了一点 那张比我摔 那么一奶奶的脸红扑扑的 看来在宝定 因为裴家好损伤的元气 已经完全恢复了 我拍了拍他的三角肌 可以啊 老赵 看来 你这是彻底满血了 老赵给我摆了一个 见美的造型 那必须地 嘎嘎以嘎死 嘎嘎以嘎死 今年开始流行的东北方言 特别好 或者非常棒的意思 一般用来形容某件事半的漂亮 或者人的状态非常好 又简单地聊了几句 我就开上车在前边带路 一路直奔朵朵家 到了朵朵家 司庆勋带着全家出门相迎 司庆公和司庆臣 听说我要来 也都早早地提前赶到了这里 小朵朵更是蹦蹦跳跳 上来就抱住了我 师傅 你有没有想朵朵呀 想 咋能不想呢 咱们小朵朵这么招人稀罕 师傅怎么能不想小朵朵呢 朵朵 来 师傅给你介绍 这位就是你大师伯赵斌 朵朵恭恭敬敬地 给赵斌行了个礼 大师伯好 别看朵朵现在才十岁多一点 由于她的大脑中 还存留着上一世的记忆 实际上 她的心理年龄 已经有二十岁了 对于接人待物的这些礼节 自然不是同龄孩子可以比的 给大家都互相介绍了一下 我和赵斌洗了把脸 早已经准备好的菜 也已经端上了桌 席间自然免不了的一番工愁交错 推杯换斩间 都有些微醺了 吃完了饭 喝茶的时候 我又查看了一下朵朵的腿 虽然朵朵的腿 比同龄女孩子的腿 还要略细一点点 可是这对于她来说 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 虽说有白玄良的医治 她也不可能恢复到 同龄人那样的状态 因为顶箱弟子 有五臂三缺的限制 如果她的腿 真的恢复到了 非常健康的正常状态 那么以后在别的方面 她也必然会有所缺失 这是不可避免的 晚上 我和赵斌都被安排在了 我前几次来的时候 睡的那间客房 这也是我要求的 跟老赵好几个月没见面 我们俩好像有落不完的课 说到老赵在陕西这段时间的时候 他告诉我 等给小朵朵立完了堂仔 他就要跟我一起 回长春了 我知道 小叶子的预产期 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孩子 是他们盼了这么多年 最后损了三年杨寿才换来的 等到小叶子生产的时候 他不可能不陪在身边 一旦米芝或者阿里河那边 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们两个一起请先入定 倒是比我们分开 各自为战还要好很多 一直以来 关于那个假的苏玉红 还有假的我的事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一是怕泄露天机 影响到一些无辜的人 二是怕家人朋友听到以后 替我担心难过 可能是因为 刚刚多喝了两杯酒 也可能是我一直都 自己扛着这件事 感觉很累 还可能是许久不见赵斌 我太过激动 就把那件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拔出萝卜带出泥 说了这件事 自然也就说到了 其大人要造反的事 全都告诉了赵斌 我感觉心里终于轻松了一些 赵斌看着我 许久 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一口接一口的 连着抽了两根烟 这才说到 老窝 你这意思 不久以后 我们就要去地府打仗了 是的 应该是快了 他又问道 那等地府的事办完 你还能回来吗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不过呀 老赵 我现在早都想开了 生死皆有命 富贵靠天收 顺其自然呗 赵斌又点了一根烟 靠 你倒是想得开 那万一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 干爹干妈 老两口白发人送 说到这里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嗨 你这么激动干啥呀 我当时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都没像你现在这样 老窝 那能一样吗 说完这句话 他就开始沉默了 看着他沉默不语 我硬挤出一点笑容 哈哈 没事的老赵 我相信 人间自有正道 天道也不会有所偏颇 我吴旭东这辈子 虽然比不上圣人先贤 可是我做的每一件事 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刚说到这 赵冰却一下 从床上跳到地上 顺手就把他挂在 墙上的背包取了下来 再次回到床上 他就从背包里 拿出来一个咖啡色的 小布口袋 那口袋鼓鼓的 他一拿动 里面还哗愣哗愣地响 解开口袋 一副完整的龟壳 还有三枚乾隆通宝 就被他倒了出来 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他这是要给我补上一挂啊 一去问笑 我马上按住了 那副龟壳 老赵 这个不行 反正地府的事 也快到时候了 到了那个时候 自然就有答案了 我可不想让你因为我 再损去几年阳寿 他没有来 抢夺我手上的龟壳 而是很平静地说道 没事 老吴 我这又不是什么逆天的法式 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卜而已 跟损不损阳寿没有关系 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还是没底 老赵 你给凡人补挂 自然没啥问题 可是苏玉红说了 说我是天上派下来 完成任务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是天上的哪位神仙 你给神仙补挂 怎么可能不影响你的气运 这时 赵斌一笑 哈哈 老吴 你可能不知道 补挂又被称为问卜 既然叫做问卜 那你说说 我们要向谁问啊 我一时间有点猛 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摇了摇头 赵斌往天上指了指 所谓问卜 问的自然是天啊 我这福西眼卦 就是把人间不明之事 报给上天 最后得到上天的启示 一边说着 他又抽了一口烟 继续说道 所谓启示 也就是启发提示 上天是不可能把答案 全都告诉我们的 你说 你是从天上来的 那我问一问老天 这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能涉及到 损阳寿的事呢 接下来 他又给我苦口婆心地 解释了一通 我觉得他说的 也挺有道理的 这才准备请上天 给一个启示 担心赵斌给我补挂 会损了他的阳寿 他就好一通地给我解释 说这种事 不会影响他的阳寿 后来 我听他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也就打消了顾虑 在他的指引下 开始进行摇挂 整个摇挂的过程 跟玉华妈妈葬礼之后 在玉华家里 梁叔 让我摇挂的那次很相似 都是摇六次 我每摇一次 赵斌就记录一次 不同的是 梁叔那一次 只是让我把铜钱 放在手里这么摇 而赵斌 则是让我把铜钱 放在龟壳里摇 六次摇挂完毕 赵斌也记录完了 看着那些八卦符号 我也只是能够认出来 单独的挂项 组合到一起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赵斌看着小本本上 组合在一起的八卦符号 拇指掐动 就开始以推演起来 整个推演过程 大概持续了三四分钟 在这三四分钟的时间里 他的表情 也在不断变化 时而眉头紧锁 时而梳眉展眼 时而面臣似水 时而又仰起嘴角微笑 短短的三四分钟 我的心里 好像坐了一个小时的过山车 也跟着他的表情变化 忽高忽低 最后 赵斌尝出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 却是不卑不喜 特别的平静 哎 这是啥意思啊 老赵 咋回事 挂项显示的是咋回事 赵斌看了看我 我也眼巴巴地看着他 可是此时 从他的表情上 却分辨不出 他是高兴还是悲伤 还是那副很平静的样子 这时 他就仰起头看向天花板 好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十几秒钟以后 才低下头说道 老吴啊 上天给的提示 只有八个字 我也只能告诉你这八个字 具体能够领会多少 还得看你的机缘和悟性 我知道 这种事不能说得太多 你就说是哪八个字吧 赵斌一字一顿说道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一去问笑 我挠了挠后脑勺 心中暗想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这是啥意思呢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我不停地在心里念叨着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 到底是啥意思呢 难道抽刀断水 指的是去地府打仗 打完仗 枯木逢春 枯木指的是我 那逢春指的是啥 春 春 逢春 我懵得一排脑门 老赵 难道说等咱们在地府 打完了仗 我还能在地府 遇到一个媳妇 赵斌一副 嗤之以鼻 擦 我给你一个大逼豆 你想啥呢 欲划一个还不够啊 还想再找一个 你这辈子 要是真有那天啊 我第一个出来收拾你 嗨 这也不是我想的呀 这不是你那挂像上 显示的吗 我也是根据字面 意思理解的 难道冯春说的 不是娶媳妇 这句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上天给的启示 怎么可能是 字面意思呢 如果真的是 字面意思的话 那还叫什么启示呀 那不是 直接成了答案了吗 赵斌直接弹了 我一个脑瓜杯 嘿嘿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还叫什么提示啊 小子 慢慢悟吧 哈哈 这一夜 我都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脑子里一直飘着 那八个字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赵斌在隔壁床上 却是睡得深沉 呼噜打的山响 一直到了凌晨 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 看见那轮出生的红日 还有天边的朝霞 仿佛我也活得了新生 管它什么 断不断水 缝不缝春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 头自然直 不管我怎么琢磨 命运这东西 不还是得顺其自然吗 一转眼 到了朵朵出马力堂的日子 我们早早地吃完了晚饭 香岸 红布 红绳 锁头 剪刀 蜡烛等等 异音物件 全都准备妥当 虚实一刻 正是繁星眨眼 月牙弯弯 微风轻吹 杨柳尖尖 小朵朵点上了 十三根香之后 就坐在了板凳上 我给小朵朵头上 照上了红布 又在红布上 喷了白酒 然后我也点上了十三根香 最后 外跨一根给过路清风烟魂的香 也斜着插在了香炉边缘 当 当当 随着三声鼓响 赵斌也开始唱了起来 嗨啦 嗨嗨嗨哟 正月里来正月正 刘伯温修下了北京城 能掐会算苗广义 魏补先知徐茂公 斩将封神叫江上 诸葛草船借东风 正常来说 这一段十三道大折 是其稳定场子的作用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这就是一道开胃小菜 没想到 有我们家众位老仙 和胡三太爷的面子 这铁沙山的皇家老仙 来得可是真快 赵斌的十三道大折 还没唱到一半 我就看到小朵朵的手脚 就开始轻微抖动起来 我知道 这是仙家已经落马血泊了 我急忙站起来 对着朵朵深深失礼 无门府续东 供应铁沙山皇家老仙 以及斯门府众位仙家 黄三太爷的声音 从朵朵嘴里响了起来 典堂师父辛苦了 我乃九顶铁沙山皇天坝 天坝老仙家 今日您家顶乡地马斯兰朵 栽萧难满 正是众位仙家出头 陆日四海扬名的好日子 来了的仙家 都来上上师儿抱抱号 皇天坝朗声开口 不必了 我家地马身子薄 若不是 就由我来统一抱一下 我们皇家老仙的名号吧 赵斌马上把唐丹拿到了 皇三太爷面前 一弯腰说道 铁沙山的老仙儿 就是心腾地马 小朵朵能接您这份仙缘 也是他的造化 帮兵我来请各位仙家 录唐丹回大营 接下来 赵斌就开始依照皇天坝给的名号 把仙家们一一请上唐丹 这一排 皇三太爷 皇三太奶 皇天青 皇天龙 皇天仇 皇天烈 皇天红 皇天祥 皇小乐 皇陶器 皇快跑 皇小红等等众位 皇家老仙儿 全都一一录录堂丹 接下来是胡家老仙儿 然后是长蟒蛇仙家 最后 是碑王教主司震南 还有清风教主司守信率领的 35位地府仙儿 众仙家的名号 都被一一请上唐丹 最后粗略一数 竟然有300多位 这里要说一下 正常来说 在东北马家的堂口上 因为胡家老仙儿稳重 又能顾全大局 所以 一般都是胡家老仙儿 来做掌堂教主的 而朵朵堂口的皇家老仙儿 那可是来自铁沙山总坛的 而铁沙山胡家的老仙儿 又都在我的堂口 这样一来 也就没有别的胡家老仙儿 敢来做朵朵的掌堂教主了 所以 朵朵的堂口 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皇家老仙儿掌堂的堂口 赵斌洗完了堂单 我也把地上的七根蜡烛点着了 接下来 我就开始奉请七星落座 朵朵家老仙儿报号完毕 我就点上了蜡烛 开始走行门迈不掩 奉请七星落座 很快 地上的七根蜡烛都有了回应 取下了朵朵头上的红布 给他 依次顶了香火头 我也拿起钥匙 打开了朵朵腿上那把小锁头 又把菜刀拿在手里 就开始念诵 老仙家 给你开开马半舵马锁 任你东西 去走八方魔 四方八面都能去做活 为你递马修下 功德多少多 保佑人才两望乐呵呵 老仙家 给你开开马半舵马锁 四方八面都能去做活 任你东西 去走八方巅 这回没人再敢把你拦 挥手刀落 小朵朵腿上的红绳 硬生而断 到了这里 朵朵整个立堂的程序 就算是全部进行完毕了 虽说小朵朵的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是这一番忙碌下来 也是额头见汗 双腿也在微微发抖 朵朵家的掌堂大教主 黄天霸 跟我们家胡三太爷 他们都是几千年的老熟人了 互相也都不用客气 我们送走了仙家之后 司庆勋两口子 直接去了厨房 不多时 这两口子 一人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 就看张岚端的那个托盘上 摆着两条 叠得整整齐齐的毛巾 那上面 还冒着腾腾的热气 司庆勋的那个托盘上 则是整整齐齐摆着 六个五千的小酒中 里面都倒满了酒 这是啥意思 正当我心中不解之时 张岚走了上来 辛苦旭东和小兵 两位兄弟了 来来来 快擦擦脸 以前不管是我经历的 还是我看到的 出马力堂的法式 完毕之后 师父和帮兵 哪有过这待遇啊 我和赵兵 急忙拿过两条热毛巾 擦了擦手和脸 这时 就听司庆勋说道 旭东兄弟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以后朵朵不只是我的女儿 也是你的女儿 如果以后 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儿 你就当自己闺女一样的教育 我们两口子绝无二话 说完 就对朵朵说道 朵朵 来 给你师父和师大爷敬酒 这时 张兰就给我和赵兵 搬了两把椅子 我和老赵坐下以后 朵朵也来到我们跟前跪了下来 师父请喝酒 师伯请喝酒 我和赵兵都是受宠若惊 这唐山人也太讲究礼节了 每人喝了三中酒 这才把小朵朵扶起来 一番客气之后 把法坛收拾了一下 又帮着朵朵 把唐单请上仙堂 朵朵也点上了 他出马力堂之后的第一炷香 这时 就看朵朵的唐单之上 那些赵兵刚刚写上去的仙家名号 都在微微闪着金光 就跟我刚刚立唐宅 那天晚上一样 司庆勋知道我舍员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跟我过多的客气 只是给赵兵拿了两千块钱 接下来就是夜宵 吃饭的时候 我看张兰偷偷用胳膊肘 碰了碰司庆勋 司庆勋就说道 徐东兄弟啊 哥哥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啊 庆勋大哥 你这说的哪里话 有什么事 你直说就是了 司庆勋看了看张兰 又看了看朵朵 这才说道 我们两口子对于仙家的事 那是一点都不懂 要是没有你 朵朵现在还在坐轮椅呢 现在朵朵的唐口也立了起来 我希望他舍员的这段时间 你能一直陪在他身边 啊 庆勋大哥 你想把我留在唐山 这可不 司庆勋急忙摆手 不不不 你这么忙 我乃能把你一直留在唐山 我是担心朵朵不懂仙家规矩 怕他以后把路走歪了 所以想让朵朵跟着你磨练一段时间 有你这样的师父守着 他也能快些成为一个合格的出马仙 赵斌就说道 庆勋大哥 你和嫂子能舍得这么可爱的女儿 司庆勋微微一笑 你儿长大了 总要出去飞几圈 见识一下世面 经历一番风雨 不然怎么对得起 铁杀山仙家的悉心栽培啊 我说道 既然庆勋大哥信得过我 明天我可就把朵朵带到长春去了 正好我家老爷子老太太 还有我闺女 都想看待小朵朵呢 第二天 吃完了早饭 司庆勋三兄弟 都来给我和赵斌送行 简短节说 回到长春 我们家人见到小朵朵 都喜欢得不得了 吴月辰更是要求 我把他内屋的公主床 换成了一张双人床 自此之后 小朵朵在长春的这段时间 这两个小姐妹 就一直住在一起 听说朵朵来了 梁叔 莫小蕾 唐海龙 吴盼盼 都过来看望这个 慕名已久的小出马仙 就连黄小叶 都挺着大肚子过来了 这时赵斌就说道 嘿嘿 这下可倒好 你们师徒两个一起舍员 这功德 都不够你们两个修的了 小朵朵也是哥哥一笑 哥哥哥 师伯 以后我们一起修功德 这天 英历五月初一 小叶子的预产期 还有半个多月 赵斌就把他送到了 五马路产院的 特护病房等待生产 为此 赵斌的父母 还把所有生意上的 应酬都推掉了 从酒台跑来长春 等着看孙子第一眼 同样 黄小叶的父母 也从保定赶了过来 这段时间 一般有来我这里 看事的香客 我都让小朵朵来点香 这样也方便我从旁指导 其实给他纠正不足 朵朵看的事 都是一些烧替身 还阴债 公保加仙之类的事 这些小事 在这里就不提了 这天 五月初五上午 赵斌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挝 我们家小叶子要生了 我急忙挂了电话 带上玉华和朵朵 还有莫小雷 往医院赶去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 赵斌一家人 正在产房门口 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此刻 我的心里也在打鼓 虽然朵朵说 他这一世 和上一世长得不一样 可是这里边 还有一个几率问题啊 万一 哎 终于 在墙上的电子石中 飘到12点02分的时候 产房的大门打开 一位全身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护士 走了出来 产妇黄小叶 顺利产下男婴 六斤六两 生产时间12点整 护士的话刚说完 产房里也隐约传来了 婴儿的啼哭之声 听到这个消息 赵斌的老爸 一个将近60岁的老爷子 居然高兴地直蹦高高 众人都是不胜欢喜 好一会儿 大家的情绪稳定了一些 这时就看赵斌掐纸 算了起来 十几秒钟之后 就看这小子 兴奋异常地说道 甲午年五月初五 正当五十 五五对五五 一下占了四个五 五又占了几四和甲臣 卧槽 老卧 我儿有大地之姿呀 产房内喜讯传来 众人欣喜之余 也终于安下了心 听护士说 母子平安 孩子的出生时间 是十二点整 赵斌就飞快地 在手上掐散了起来 十几秒钟之后 这小子一下蹦了起来 甲午年五月初五 正当五十 五五对五五 一下占了四个五 五又占了几四和甲臣 卧槽 老卧 我儿子前途不可限量啊 赵斌的本事 我是见识过的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虽然他刚刚说的那些话 我不怎么明白 可还是觉得 这孩子的八字 大有说道 拿现在的话来说 就叫做不明觉厉 同时 我的心里也在琢磨 看来梦中的那个我 投胎到赵斌家 这件事 应该远远没有 他说的那么简单 等到护士 把小叶子送回 特护病房的时候 赵斌上去一把 就抱住了黄小叶 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呜呜 媳妇 辛苦你了 媳妇 你是咱家第一大功臣啊 等到护士 把刚出生没多久的小赵 第一次抱过来的时候 我特意打开天眼 仔细地看了一下 没发现 这孩子有什么别的异常 也安下了心 赵斌家喜德林 大家都替他欣喜 这些字不必说 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尽力地 给小朵朵 寻找修行功德的机会 希望快点结束 他的舍员考验 心想着 等到他的舍员考验结束了 也能快些把他送回唐山 让思庆勋给他安排上学的事 前面咱们说过 朵朵跟铁杀山黄快跑的关系 就像我和小八姐一样 这么多年以来 黄快跑也在暗中 不断地教授小朵朵知识 他不仅教朵朵那些 跟仙家有关的知识 还教他识字和算术 其实 现在十岁的朵朵 已经可以算是 小学毕业的水平了 我觉得朵朵不能跟我比 我当初是十八岁的时候 疯病才彻底痊愈的 我那时候 无论去哪个学校 人家也不可能 收我这样的学生啊 再说了 当时我的病刚好 就跟小迪去了河北 谋生上且不易 哪还有精力想着上学啊 可是朵朵不一样 他现在才十岁 更不用为了生计发愁 所以 还是尽早接受现代教育 这才是正事 时间匆匆一晃 我那十四个月的期限 再有半个月交到了 这天 我正在赵兵家 逗他儿子玩 突然手机就响了起来 接起来一看 原来是阿里河的阿生 打过来的 我刚接起电话 阿生急促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五哥 石心山家 好像有点不正常 好 阿生 你先稳住 不要冒劲 我马上就到 一般来说 我无论走到哪 都会随身带着香盒香炉 可是唯独来赵兵家 我不会带着那些东西 一来是赵兵家 到我家不远 下楼三四分钟 就能到家 二来是 只要有赵兵在身边 我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 每次到他这里 我都不会带着香炉 香炉不在身边 我也只能马上回家 跟赵兵说了一声 我起身就要离开 老欧 要不我跟你一起点香啊 嗨不用 有阿生在 还有我这一堂老仙 还收拾不了 一个小小的音数长啊 回到家 来到仙堂 来不及漱口敬面 我直接就点上了13根香 可是这次 别的仙家都没有来 只来了黄永乐一位老仙 小乐 啥情况 其他的仙家呢 啊就叙叙叙 叙叙东啊 啊就你你 啊就你 不 不不用去了 啊 小乐 怎么了 我怎么就不用去了 难道那边已经开始了 嗨 已经 结结结 结束了 黄永乐一番解释 我才知道 原来在我从赵兵家 回来的路上 阿生堂口的仙家 已经在黑妈妈的帮助下 把阿里河那个叫 石塑红的英术长给拿下了 小乐还告诉我 不单单是这个英术长 其余那108名英术长 还有他们领导的清风烟魂 已经被全国的仙家堂口 以及道门中人 全都拿下了 现在分别被关押在全国各处仙家 以及道家 还有佛家的道场 最后 小乐临走前说道 叙叙叙 叙东啊 现现现 现在 人人人间的麻 麻烦已已 已经没有了 你你 你就等着去 收 收拾其大人吧 送走了黄永乐 我马上回拨了阿胜的电话 阿胜告诉我 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手段 请当地公安出动 现在石青山 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挂了阿胜的电话 我就想去女儿吴月辰的房间 陪躲躲玩一会儿 可这时梁叔 却把我叫了过去 梁叔 啥事啊 梁叔打开衣柜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 天蓝色的小布包 递给我 旭东啊 这东西也盖给你了 我接过小布包 梁叔 这里面是啥玩意啊 这是我用龙虎山秘法 特制的石漆根线香 这种香点燃以后 最少也能燃烧三个小时 这次去地府对付其大人 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有了这种香做隐魂香 也算有备无患啊 一边说着 他走到供奉三清祖师的香案前 把我那块五雷号令的令牌 取了下来 旭东啊 这个也可以给你了 到时候去地府之前 把这块令牌 放在内衬的口袋里 一块令牌 未能巨大 可以召唤六甲神将 和六丁神兵 到时候 他的主人自会来取 你只要保管好他就可以了 看着这块 在三清祖师面前 供奉了整整一年的五雷号令 现在又回到了我这里 心中不自觉 就想起了钦慈师兄 顶香弟子去阴间 一根隐魂香就够了 梁叔给了我这么多 自然是让我分给 其他的出马弟子 这小老头 想得还真周到 回到家 收好了梁叔 送我的特制隐魂香 还有五雷号令 我就开车去了 长春光复路批发市场 买了个很结实的 长方形铁盒子 回来之后 马上把梁叔 给我的献香 分出来几根 装在铁盒子里 给师傅游了过去 在邮局办完了邮寄的手续 我就给师傅打了电话 请他把那几根香 分给马叔涵和小强他们 前路未知 不知道这次去地府 会是什么结果 所以 这段时间 我也是倍加珍惜 跟每一位亲人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日升月落 时光荏燃 时间一晃 终于到了去地府的日子 这次我们是出兵打仗 并不是简单地去地府办事 也就不能称之为过阴了 所以 这次去地府 也不能使用正常的过阴程序 只是像以前请先入定那样 也就可以了 入定以后 仙家们自然会带着我们的魂魄 前去地府 怕家人担心 我并没有说实话 只说 要带着朵朵入定去看事 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到跟仙家 还有其他地码约定的时间了 我和朵朵美人 怀抱一只大公鸡 就来到了我的仙堂 我们刚要点燃隐魂巷 屋门却被打开了 小迪 这个时间 你不在单位上班 回家来干啥 小迪回身关上门 转过头来 笑颜如花 嘿嘿嘿 哥 我回来 给你和小朵朵护法呀 胡三太爷班下诏令 天下马家众仙 凡弟子有能力入定者 循序进入地府评判 共修此千年 难遇之功德 第一批前往地府待命的 自然是我和我师门 这些堂口的仙家和地码 带着小朵朵 我们各自 抱着自己的隐魂机 就来到了我的仙堂 我也把那块五雷号令 放进了内衬的口袋 朵朵 点香 师父带你 去修这场千年难遇的大功德 朵朵点点头 嗯 好的 师父 我们一起修功德 我和朵朵 盘膝坐于蒲团之上 同时把手里的隐魂箱 朝着各自面前的烛火上 伸了过去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 小迪却走了进来 我和朵朵都停下手里的动作 我问道 小迪 这个时间你不在单位上班 回家来干啥啊 小迪回身关上房门 嘿嘿嘿 哥 我回来给你和朵朵护法呀 看小迪邪逆双眼 眼神中透露着一丝脚狭 可是我这边时间已经到了 来不及多想 我示意小迪坐在一旁 就和朵朵点燃了隐魂箱 小迪盘膝坐在地上 我和朵朵也把隐魂箱插在了箱炉里 看到朵朵闭上了双眼 我也闭上了眼睛 在心中默念 一请胡来 二请黄 三请莽来 四请长 请动清风鬼主与碑王 请动胡家胡家道 点到皇家下山岗 长莽四舌接猎阵 碑王清风吻银堂 无门战棋迎风举 开赴江场守国帮 伴随着耳畔的呼呼风声 我感觉自己在不断上升 上升 上升 这时 我的手腕被一只柔软的手握住 小八姐的声音也响在耳边 续动 睁眼 我缓缓睁开双眼 全堂老仙 悉数出现在眼前 其中还有很多我不熟悉的仙家 看来应该是不常见的串堂仙家 另外还有很多没上堂单的本堂老仙 也都到了 放眼望去 我这一堂仙家 足有一千余众 跟苏玉红 胡天龙 黄三太奶 柳天娇 老辈王一一问候之后 小八姐就带着我 跟随仙家队伍 直奔长春城隍庙飞去 来到城隍庙 见到长春城隍神 仙家们跟城隍老爷 却一句话也没说 城隍老爷只是随手一挥 一座巨大的城门 就出现在眼前 好家伙 这可比我之前过阴的时候 走的那道门大多了 几个呼吸的功夫 我就跟随众位仙家 穿过了那道巨门 刚一进入巨门 眼前就是漫天黄沙 可是细看之下 却不是我以前过阴的时候 走的那条黄泉路 这是我从未来过的一处所在 就在这时 远处出现了战马的奔腾之声 战马斯鸣之声中 还夹杂着不知名神兽的低吼 起初 那声音还只是从右前方传来 紧接着 四面八方都有了动静 一时间 战马斯鸣声 神兽低吼声 万马奔腾声 响彻四野 声震九霄 随着四周围那些声音的抵径 朵朵 窦彦彤 赵斌 马书涵 小强 庆宝 莫小磊 唐海龙 柴绍衡 再加上我 整整十个堂口的仙家 汇聚于此 此时 若是再加上各家堂口 清风教主率领的英兵 这处黄沙大漠之上 早已超过十万仙家 见过了师父 又跟各位地马一一问好 就在这时 风停了 满天黄沙也不见了 周遭迅速归于平静 突然 天空之上 七彩华光迸射 我们家胡三太爷和黑妈妈 护佑着一位身材风鱼 不怒自威的女性神奇 缓缓落于场中 看这位女神 在他们几位中所占的位置 就知道 她比我们家三太爷 还有黑妈妈的地位 还要尊崇 可是我却没有见过这位神奇 黑妈妈身旁 跟着小如意 胡三太爷身旁 还跟着一位顶盔挂甲 英姿勃发的女仙 这位女仙 也是我没有见过的 这时 就看我们家胡天龙 带着几位胡家老仙 朵朵家的黄三太爷 同样带着铁沙山的黄家老仙 直接迎了上去 来到那位女神面前 恭敬师礼 拜见厚土娘娘 好家伙 我说 怎么一看到这位女神 我就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威亚 原来这位居然是 厚土娘娘 震惊之欲于 我们这些地马 还有十万多仙家 奇奇跪拜 拜见厚土娘娘 厚土娘娘 抖擞神威开口道 众位仙家无需多理 此行目的 各位皆已知悉 请各位先前往 封都别义暂时待命 各堂长堂教主 静候斥令 说吧 厚土娘娘便腾空而起 不知所踪 这时 就看小朵朵 往我的身后一指 师父快看 小姑姑 我急忙回头望去 只是这一眼 我这眼珠子 差点没瞪出来 我身后不远处站着的 居然是 小迪 此时的小迪 哪里还是平时的样子 只见他罩袍束带 一身大红华服 华服上千万条金线 都在蹦射着耀眼的金光 右手提着一把出鞘宝剑 左手托着一个紫金葫芦 当真是给人一种 极致的压迫之感 我走上前去颤身问报 小 小 小迪 小迪玩耳一笑 哥 我来帮你了 嘿嘿 你还嘿嘿 你嘿嘿个毛啊 你到底是谁啊 凭借一己之力 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活人 能做到的吗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正在我心中疑惑不解的时候 就看周围所有仙家 都躬身失礼 见过九天玄女娘娘 我一个 猎切差点坐到地上 啥玩意 小迪 你是 九天玄女 你是 战神 小迪微微昂首 望了一眼我们家胡武太爷胡天刚 这才开口说道 哥 那不然 你以为我是谁 当初胡小武为何吃了你一整碗玉米糊糊 却只吃了我一口玉米糊糊 又为何非要请我跟你一起出门远行 小迪的一番言语 顿时令我毛色顿开 我说 自从我们到了宝丁以后 我怎么一直都这么顺风顺水 原来一直都是小迪 一直都是九天玄女在暗中保护着我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以为是我在保护她 原来正好相反啊 另外 当初过奸的时候 我这一堂皇家老仙 居然是九天玄女送给我的 哎 不对啊 小迪 你作为战神 当初皇家老仙过肩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能会捆你 这位战神的翘穴啊 小迪微微一笑 嘿嘿嘿 哥 不过是个小小的障眼法而已 我是一阵的无语 要说我们这些人中 还是赵兵胆子够大 那小子上来就给了我一拳 行啊 老吴 这下以后 你可有的吹了 九天玄女都成你妹妹了 M 我又是无语 朵朵在一旁却说道 哥哥哥 也是我小姑姑 哥哥哥 接下来 在黑妈妈和胡三太爷的带领下 我们一同前往后土娘娘所说的 丰都别义 一路上 我就在想 丰都别义 听这个名字 应该是个驿站 或者驿馆 我们这么多顶乡弟子 还有这么多仙家 一个小小的驿站 怎么容得下 可是到了一看才知道 这哪里是什么驿站 这分明就是一座城池啊 这里别说 容纳我们这些人 即便是再来几百万人 那也是还有富裕啊 一去 问孝 在胡三太爷和黑妈妈的带领下 我们开始往 丰都别义进发 远远的 就看见一座巨大的城池 小八姐伸手一指 旭东 那里便是 丰都别义了 小八姐 丰都别义就在这座城市里啊 不是丰都别义在这座城市里 而是整座城市 都是丰都别义 啊 这也太大了 别说我们这些地码和仙家了 就算是再来个几百万人 这里也可以容纳啊 小八姐微微一笑 我举目远眺 粗略估计一下 那漆黑的城墙 足有三十丈高 两边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整座城市的上方 被一片无比巨大的黑云覆盖 黑云中 还不时有闪电一闪而过 在城市和黑云中间 十几条巨龙游一帆飞 其中还有一些 我叫不上名字的神兽 进了城 城市边缘 亭台楼阁宣泄廊房 应有尽有 中间则是一处巨大空地 只是这里光线很暗 天空上还不时有隐隐的雷声传来 不自觉地 就给人一种黑云压城之感 让人感觉凶闷 这时 我就问道 小八姐 咱们在这里 进行这么大动作的集结 不会打草惊蛇 小八姐说道 不会的旭东 这里虽然叫封都别义 可是跟地府 却不在一个世界 这里是后土娘娘 动用无上神通 硬生生造出来的一方天地 我尽量压低声音说道 小八姐 后土娘娘这么厉害 对付齐大人 她还找咱们干啥啊 她自己收拾了 不就完事了吗 小八姐趴在我耳朵上 也小声说道 天地人间 规格礼法都是一样的 你见过哪个大老板 亲自到生产线上 自己动手干活的 还别说 小八姐说的 貌似还很有道理的样子 我们在封都别义 暂时安顿下来之后 每隔一会儿 就会再次有一波 萨满仙家进来 这里没有日月星辰 我们也不知道时间 感觉好像是过了几个小时 也好像是过了一天 慢慢地 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粗略估计 现在的封都别义 已经聚集了 千余家马家堂口的 仙家和地马 突然 再不远处 一座银盘的大门前 我看到一个熟人 居然是鱼尾墙 这鱼尾墙 大家还记得吧 它是玉华老家邻村的 当初他家有一块玻璃 总是不用擦 就能一直保持洁净 那件事 还是我给处理的 铭记起来了吧 当时我就看 他们两口子身上 都带着仙家缘分 可我们家老仙儿 却告诉我 他们这个堂口 不是我的缘分 还另有他人 会给他们办理出马的法事 所以 后来也就没怎么联系 真没想到 今天他们也来了 我正要上去跟他打招呼 哪知他也看见了我 急忙走过来 吴师傅好久不见 您现在在哪儿看乡呢 尾墙啊 我在长春 哪知我这一句话还没说完 天空之上 就传来了胡三太爷的声音 众位仙家 众位帝马 随本尊前往地府 征讨其大人 说吧 就看胡三太爷 抬手就取下了 脖梗上挂着的那串念珠 随即往天空之上一抛 那串念珠冲着天空上的黑云 就直直地飞了上去 同时 那串念珠还在不断地变大 与此同时 天空上那十几条巨龙 也开始迅速向那串念珠飞了过去 不多时 十几条巨龙就互相手尾相连 都缠绕在了那串念珠之上 念珠不停地上升 接触到黑云的一瞬间 那念珠圈里的黑云便迅速消散 不多时 天空之上 就被那串念珠围出来一大片暗蓝色的天空 只顾着看头顶 不知何时 我们地上的这些人和老仙 脚下都开始出现了柔软的白云 脚下的白云拖着我们 快速向胡三太爷打开的缺口 飞了过去 随着我们不断上升 最后 终于穿过了 被胡三太爷的念珠 和十几条巨龙打开的缺口 回头看去 身后还有地马和仙家 不停地飞出来 这时 我看到很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那边也有很多人不断地飞出来 凝神聚气 仔细观察 原来那个缺口里飞出来的 全都是高碗发际 身穿道袍的道士和坤道 那些道士 大部分都是身着黑色 或者白色道袍 其中有少部分 绿色蓝色红色紫色道袍的道士 这时 就看见那几千道士当中 有三位身着黄色道袍的身影 甚是惹眼 由于离得太远 我只能眯起眼睛 才能看得清楚 卧槽 那三位道士中 有一位居然是梁硕 他的旁边是青瓷 另一位我就不认识了 正在这时 道家来地府的通道旁边 又出现一个缺口 那缺口 还在不停地变大 不多时 便有无数的和尚和尼姑 飞了出来 从服饰分辨 有一小部分沙迷 更多的则是比丘和比丘尼 还有大比丘和大比丘尼 其中一位身穿锦蓝袈裟的 得道高僧 我看着似曾相识 凝神戏看才看清 原来是我家隐碟机里 经常讲到传法的 一位当代得道高僧 这时 小八姐催促道 旭东 快走 先别看了 正是要紧 我只好一转身 小八姐带着我 紧紧追赶我家堂口的老仙 这时 我忙里偷闲 顺着脚下降云的缝隙 往下看去 脚下一望无际的漆黑海水 正在不停翻涌 又挪了一下视角 一座巨大的冰山 稳稳地停在海面之上 哎呀 这不是冰山地狱吗 要是没记错的话 二师叔应该就在这里当差吧 我们怎么一下就来到这里了 正在这时 小迪驾着祥云追了上来 刚到我身旁 他就朝我伸出了手 哥 给我吧 给你啥呀 嘿嘿 武雷号令 嘿嘿 我这才知道 原来那块令牌 是给他准备的呀 不过 你一个天地人神 共同敬仰的战神九天玄女 现在身份已经曝光了 怎么还跟着小姑娘似的 还这么黑黑黑的笑啊 你是战神 你是九天玄女 你不要面子吗 你没有偶像包袱吗 我从内衬的口袋里 取出那块令牌 恭恭敬敬 双手递了上去 玄女娘娘 令牌乘上 小迪又是一笑 嘿嘿 哥 以后你还是叫我小迪吧 我还是你妹妹啊 行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还客气啥啊 走 小迪 哥带你打仗去 接下来 我们约莫又飞了半个时辰 终于 最前面的胡三太爷一白手 我们在一座漆黑的万刃高山之前停了下来 我们在黑妈妈和胡三太爷的带领下 一路向前飞行 约莫飞了半个时辰 前方的胡三太爷停了下来 众位仙家也都停了下来 这时 一座通体有黑的万刃高山 出力在茫茫黑海之中 这座山 整体占地面积不是很大 只是高度甚是骇人 猛地一看 如晴天巨石一般直插云端 几乎就在同时 那些道家和佛家的队伍 也都赶了上来 一瞬间 佛 道 先 这三系悬门的队伍 马上成三足鼎立之势 虎视着那座高山 就在此时 只见小迪如离弦之剑一般 向那山顶击舍而去 在那一瞬间 小迪的身体 也在快速变大 与此同时 胡三太爷说道 各堂口护法 看护自家地马周全 胡三太爷一声令下 各堂口纷纷得令而动 我这边 那十尊鬼护法 连同十几位长蟒蛇仙 还有黄永乐 黄小七 黄大黄 黄小黄 历时便把我护了起来 这时 就看我们家胡天龙 将手中青龙阴阳剑的剑尖 朝天一指 天空之上 马上传来了龙银之声 眨眼间 天空之上就出现了一条 全身烈火生腾的五爪火龙 那火龙不停地游易翻飞 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来到胡天龙面前 胡天龙脚尖轻轻一点 就稳稳站在了龙头之上 那条火龙婉转身躯 就挡在了保护我的仙家面前 此时 其他众仙也都纷纷召唤出了自己的坐骑 一时之间 九头狮子 火麒麟 碧水晶晶兽等等等等 各种仙家坐骑都纷纷出来 载着自己的主人 抖走精神 随时准备出战 咱们在这里说的时候 看起来很慢 其实从小笛飞出去 一直到仙家坐骑 全部被召唤出来 也就是十几秒的时间 这时 苏玉红突然间也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道家阵营那边 在梁叔和青慈的身后 同时飞出两员女将 其中一个 正是四大鬼王之一的木贵英 另一个英气逼人的女将 我却不认识 想来 应该也是一尊鬼王 还是在这个时候 佛家阵营那边 也飞出来一员女将 只见此人身高将近两米 手中擒着一杆青龙眼月大刀 再往脸上看 好家伙 这副神鬼都为之胆寒的容貌 真的是太 不好看了 看容貌就知道 这位一定是被称为 无颜娘娘的钟离春 如今的四大鬼王之一了 这么说来 刚刚青慈身后飞出来的那位 那自然就是刘金定了 四位鬼王同时飞上半空 马上以小笛为中心 对眼前这座高山 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时 就听小笛高声道 九天玄女不自量力 斗胆请其大人一战 只是这一句话 在场佛 先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关注着那座大山 就在这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 谁也没想 那座大山之中 却是一点回音也没有 哎 咋回事 齐大人这是怕了 还是不给面子 你好歹出来 放个屁啊 看大山中的齐大人没有回音 小笛也皱起了眉头 只见小笛将手中的紫金葫芦 往天空一抛 那葫芦于空中 马上口朝下翻转过来 随即 无数道闪电 从那小小的葫芦里喷波出 纷纷向着那座高山击打过去 一时间 那座高山之上 吱吱吱的电击之声大作 突然 那座大山的整个山体 都晃动了两下 紧接着 一个人雷鸣般的声音 就在那座高山上传了出来 哎 俺老七想 睡个觉都不得安宁 这群小猫小狗 真是过躁 看来只能赶完了 蚊子在睡了 炎霸 整个山体都动了起来 转瞬间 刚刚那座万人高山消失不见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尊高大到我无法想象的神奇 以前 大战天照大神的时候 窝国那小鬼子 也曾经在我面前 显示过这种变大的神通 可是天照大神 跟眼前这位相比 那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我说刚刚他怎么把我们称为小猫小狗 还说赶完了 蚊子接着睡 看来此话还真是不虚啊 我们跟他相比 真的就如同燕雀笔之巨兽 自从到了这里 我一直都以为所谓的齐大人 就躲在这座大山之中 哪曾想 这座高山就是齐大人本尊啊 跟着仙家这么多年 我也增长了不少的现场经验 我想 面对如此强敌 我们不可能会跟他打赤酒战 如果时间拖得久了 我们即便是侥幸得胜 必然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能想到这 我们家胡三太爷 还有黑妈妈 以及小狄 还有佛家和道家的领袖 自然也能想到这一点 就看小狄 直接就祭出了五雷号令 五雷号令一出 几千六甲神将 和十万六丁神兵 马上赶到了战场 与此同时 胡三太爷 也把天和昆君的虎符晾了出来 昆君虎符在此 令天和昆君火速待命 胡三太爷话音刚落 遥远的天际 就响起了昆君战鼓的回应之声 还是在这个时间 佛家和道家那边也闻风而动 纷纷掏出家底 无数的武昌兵马和怒目罗汉 也都马上出现 随时准备待命 齐大人那雷鸣般的声音 再次响起 哈哈哈哈 三千年不曾见过此等阵仗了 今天老齐就活动活动筋骨 一边说着 一根冰铁巨棍 就出现在了齐大人的手上 当的一声 齐大人就将冰铁巨棍 插在了脚下漆黑的海水之中 紧接着 他就开始拍打自己的全身 就好像 他身上有很多灰尘似的 齐大人这是要干啥 打仗之前还得热身啊 正在我疑惑不解的当口 令我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齐大人身上 有很多碎屑 纷纷脱落 他身上脱落的东西 不知道是石块还是土块 亦或是木屑 只是那些碎屑脱落之后 却没有直接落入 我们脚下的海水之中 而是全都变成了 一个个常人大小的 妖怪 就在这时 小迪立声喊道 杀 一时间 马家众仙 六丁六甲神兵神将 怒目罗汉 武昌兵马 还有后来赶到的天河昆军 这二百万众 全都杀下了那些妖怪 直到齐大人身上的碎屑 全部脱落 他的真身 也最终显露出来 这个大家伙 居然一个金盔金甲的 远古巨猿 随着齐大人身上 碎屑的脱落 他的真身也显现了出来 这个大家伙 居然是一个 金盔金甲的远古巨猿 别看这大家伙 体型如此巨大 行动起来 却十分敏捷 只见那个大家伙 把身上的小妖 全都放出来以后 又重新握住了 那根冰铁巨棍 只是一个提纵 就直接跳进了 天空之上的黑云之中 胡三太爷一声令下 萨满仲仙 除妖 柳天骄第一个回应道 柳家重将 随我降妖伏魔 杀 说吧 柳天骄就显现了真身 一条白米巨蟒 带领着柳家仲仙 在裙腰中横冲直撞 厮杀起来 只见柳天骄 每每有大幅度的动作 都能引动雷鸣之声 思难道我们家天骄教主 这是要走焦化龙了 黄三太奶手中龙头拐杖 掷地有声 黄家儿郎 人人奋勇 各个当仙 降妖除魔 杀 这一声号令 黄家老仙 除了保护我的小乐小七 大黄小黄之外 全都冲了出去 我们家老卑王也说道 清风教主吴平礼 率领我吴门府清风 鬼主降妖 杀 堂口清风也杀将出去 此时 道门和佛家那边 武昌兵马和怒目罗汉 也都冲了上去 此时 战场边缘 就只剩下了 各家堂口的胡家老仙 也是直到此时 刚刚窜进黑云之中的 齐大人 才落了下来 小狄阵臂一护 四位鬼王 随我评判 说吧 提着宝剑就冲了上去 钟吴燕 樊梨花 木桂英 刘金定 紧随其后也冲了上去 一时间 四大鬼王和小狄 就跟那齐大人斗在一处 我们这边 佛 道 县 跟群妖也混站在一起 兵器香蕉声 嘶喊冲沙声 战鼓雷动声 风吹战旗声 声震四眼 几百位白家老仙 在白玄亮的引导下 不断在战场上 腾挪游走 给受伤的仙家 医治伤患 啊 突然 我听到灰天红一声惊呼 就马上在战场上 寻找灰天红的身影 跟随着白玄亮那一道白光 马上我就找到了 这个灰家老仙 原来是一个妖怪的长角 把他的胳膊 划了一道口子 嗖嗖嗖嗖 白玄亮金针平出 灰天红伤口瞬间愈合 马上投入新的战斗 那边 小狄带着四大鬼王 与其大人斗得正憨 我能看出来 他们五个已经拼尽全力了 可是在其大人的威压之下 还是渐渐处于劣势 就听胡三太爷说道 胡家众仙 支援玄女娘娘 只是这一句话 天下胡家老仙 全都如离弦之剑一般 奔着小狄那处战场 积涉而去 胡家众仙一加入战场 那其大人就渐渐显出了 独目难知的迹象 其大人似乎很是恼火 他也急了 就看他奋力振臂一挥 手中巨棍横扫路河 居然硬生生把小狄 四大鬼王 还有胡家众仙 全都逼退了很远 这大家伙 发出一声怒吼 震得我耳膜生疼 此时在看其大人 居然一下子 伸出了三头六臂 他手中那根巨棍 也是一分为三 已经分辨不出 这三头六臂中 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了 好家伙 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啊 大家再次围拢上去 跟他缠斗起来 几分钟后 钟无燕和梵梨花 一个眉流神 居然同时 被他的巨棍击中后背 扑 扑 两口鲜血 同时从钟无燕 和梵梨花的嘴里 喷了出来 妈 我急切地喊了一声 梵梨花回头看了看我 眼神之中 依然满是怜爱之色 却什么都没说 他再次回过头去 对小笛和钟无燕说道 玄女娘娘 事件 再不解决了她 恐生变故啊 小笛微微皱眉 略意沉吟 这才说道 好 今日 我们就绝她三千年 说吧 又对胡三太爷说道 胡仙尊 请胡家仲仙坚持一刻 胡三太爷面露惊异之色 最终还是说道 玄女娘娘高义 胡天山敬佩之志 说着就率领胡家仲仙 死死地缠住了其大人 小笛却突然拔高了高度 双手合十 不知道嘴里在念诵什么 与此同时 四大鬼王也随着小笛提升了高度 他们五个刚刚悬停在半空 天上的黑云中 就开始雷声大作 突然 一道闪电从鞋子里劈来 小笛迅速伸手 直接徒手接住了那一道闪电 转瞬之间 小笛的脸就变成了石头的颜色 小笛 我一声惊呼 就要冲上去 黄永乐和黄小七 却从旁拉住了我 续动 不可 此时再看小笛 他已经慢慢石化 并且再不断变大 几个呼吸的功夫 他已经变成了一座巍峨的高山 狂 小笛化作的高山 直接以泰山压顶之势 就砸在了齐大人的头顶 与此同时 所有胡家老仙 也都退出了战团 只有齐大人一人 在承受小笛那雷霆万军的压力 却物资未斗 还矗立在那里 钟吴燕一抹嘴角的血迹 双臂张开高声喊道 我以我血迹轩辕 说吧 他也扯过一条闪电 化作一座高山 压了下来 樊梨花依旧如此 擦掉嘴角血迹 震臂一呼 我以我气迹苍天 也扯过一条闪电 瞬间化作一座大山 压在了齐大人的肩头 小笛 妈 我真没用 此刻只能无力地哭喊着他们 接下来 木贵英刘金定 也分别接住了一条闪电 化作大山 压在了齐大人的身躯之上 五座大山 终于把齐大人压倒了 他那三头六臂的巨大身躯 也渐渐隐没 在刘金定镇压住他那最后一刻 他依然大放狂言 三千年后 俺老齐还会回来的 随着齐大人被镇压 他放出来的那些妖怪 也在一瞬间化为了飞灰 刚刚喊沙声 还震耳欲容的战场 此刻异常的寂静 小八姐来到我跟前 乖地望着我 旭东 姐要走了 大道修行 没有捷径 九尾之约 你不要在后代中传递了 以后没有姐在身边 你一切都要好好的 小八姐 你要走了 要去哪里 你 不要我了吗 小八姐没有回答我 而是继续说道 旭东 抽刀断水 枯木逢春 待你百年之后 我们自会重逢 说完 小八姐摸了摸我的脸颊 她的手还是那么温热 随即 她一转身 就回到了胡三太爷身旁 这时 包括胡三太爷在内的所有仙家 都冲着我抱万拱手 身身一一 谢过将军一路相随 山水有相逢 百年后 再聚首 将军 我是什么将军 就在这时 远处金光大圣 后土娘娘来了 可是我们家老碑王却说道 旭东 你是我们老吴家的骄傲 该回去了 太爷说完 一挥手 我的隐魂机就飞了过来 大太爷清风教主 朝我一挥手 我就飞上了隐魂机的后背 太爷爷 你们也要走了吗 太爷爷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笑了笑 又是朝我一挥手 我不自觉地就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睛 我已经身处自家仙堂的房间里 隐魂箱也刚好燃尽 呜 师父 呜 老仙儿走了师父 黄快跑姐姐不要我了 师父 朵朵的哭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这才意识到 我已经重新回到阳间了 没想到 不仅仅是我家老仙儿离开了我 小朵朵的情况 亦是如此 此刻的我 特别能体会小朵朵的心情 安慰了他一番 一转头 才看到小笛正笑页如花地望着我 小笛 你不是 你不是已经 哥 我不是已经下班了吗 你想吃啥 我去买菜 看着小笛的笑脸 如晨起出生的阳光 一般绚烂 这个世界真好 全家团聚真好 能够活着 真好 全书完 人生的阳光 尔閨 人生的阳光 能够活着